在一间昏暗而潮湿的破旧房间 我躺在床上 心情复杂的 好像是混合了鸡尾酒 既兴奋又震惊 我叫楚明 一个原本奔着中年危机 去的30岁电子厂打工仔 结果一觉醒来 竟然开挂般地回到了10年前的自己 19岁的花季少年 这剧本是哪个神仙写的 我盯着手机上2021年10月的日期 感觉自己的脑袋要短路了 重生的喜悦还没过多久 我就开始冷静下来 因为我记得 这个时候的我马上就要被大学开除 然后开始了那段无尽的电子厂生涯 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 直到被绝症击倒 重生回来 不就是为了重蹈覆辙吗 我开始自嘲 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响起了电子音 半珠吃虎系统绑定中 我愣了愣 随即狂喜 这是老天爷给我开的金手指吗 系统接连给我送上新手大礼包 20属性点 89悬功 7分抽奖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抽中了头奖 系统还告诉我 这个世界有修炼 我的战斗力只有可怜的4 但不用怕 系统会自动修炼 三小时后就能达到五者境界 这不是开挂是什么 我心里那个乐 简直乐开了花 我迫不及待地 将属性点加到战斗力上 一瞬间 感觉自己强到 可以单手拎起一头牛 然后是积分抽奖 我抽到了来自修仙未免的林元丹 能治疗任何病症 这可比上辈子的绝症强多了 接下来的抽奖 更是让我激动 居然抽到了漫威宇宙的毒液共生体 这东西能让我战斗力翻三倍 毒液出现时 我还有点被他吓到 他那诡异的外表 和血腥的口味 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甚至还以为我体内有其他共生体 我费了好大劲才解释清楚 他是被一个叫做系统的东西 给我送来的 毒液要吃人脑 我忙不迭地说服他 只吃坏人 这玩意儿 要是随便吃人 那我这重生不就白完了吗 我从小卖部 买了一大堆巧克力哄他 毒液吃了之后 还挺满意 说和大脑一个味儿 我听了差点没吐出来 心想这世界上哪有巧克力为的大脑啊 吃饱喝足的毒液终于安静下来 我也有空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楚名 战斗力 24 普通成年男子为6 智慧 6 修炼功法 8 九玄功 修炼境界 5 两小时后突破五者初期 社会地位 数成大学大一学生 资产 21000 积分 0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消耗物品 0元单 积分清零了 这积分 要怎么赚 楚名想着 要是多搞点积分 多抽几次奖就好了 这奖励 实在是太丰厚了 丁 本系统为半猪吃虎系统 每当宿主半猪吃虎成功一次 便能获得不等的积分 半猪吃虎 那不就是装逼打脸吗 楚名突然想起了 前世看过的一半网络小说 你和乍天帮的装逼打脸系统 是什么关系 那是我兄弟 卧槽 666 楚名不明觉厉 就在楚名还在研究系统时 他的手机突然 响起了微信提示音 楚名拿起来一看 是他的同桌刘鹤 移发来的消息 刘鹤仪 是他高中就一起玩的朋友 两人还一起考上了 蜀城大学 分再一个班 关系很不错 刘鹤仪 小明 今天晚上班长超哥生日聚会 要不要来 认识点朋友啊 有个妹子 想找男朋友来着 要不要我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狗头 一看这消息 楚名瞳孔猛缩 生日聚会 生日聚会 他想起来了 就是今天 他们班的班长过生日 办了一个生日聚会 邀请了班上的 一些同学和朋友 来参加 就是在这个生日聚会上 楚名遇到了那个 改变了自己 后半辈子的女人 李宇童 那是他的初恋 前世的两人在认识之后 仅仅三天 就确认了关系 身为孤儿的楚名 对这段感情格外的珍惜 高中勤工俭学 存下的两万块钱 都花在了对方上身 直到有一天 他在一家饭店 兼职服务员时 他看到了李宇童 和大学里的一个富二代 挽着手亲密地 坐在一起吃饭 楚名当时就怒火中烧 冲过去 就想把那个富二代打一顿 却没想到 那富二代竟然练过散打 瘦弱的楚名 哪里是对手 当即就被打趴在地 还被狠狠地羞辱一通 那时他才明白 原来李宇童 一直都只是在吊着他 后来听学校里的人说 李宇童和他在一起的 三个月期间 一直和那个富二代有着联系 甚至还有人看到 他们进入过酒店 这件事过后 楚名心态大崩 整个人过得浑浑噩噩 再也无心学习 那个富二代 还一直找他麻烦 后来竟是直接动用关系 把他赶出了学校 后来没有文凭和背景的楚名 只有去了电子厂 悲惨地过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一想到这里 楚名就火冒三丈 当即回复道 曹 老子不去 刘鹤仪 啥玩意啊 没惹你啊 发这么大火 叮 系统提示 建议参加生日聚会 有半猪吃虎的机会 听到系统的声音 楚名才冷静了下来 对啊 现在的自己和以前 可完全不一样了 自己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这完全可以去的啊 还有机会赚一波积分 于是他立马拿起手机回复 我去 刘鹤仪 神经病啊 还骂 楚名 我说 我去生日聚会 刘鹤仪 草 那你晚上八点到 我地址发给你 放下手机 楚名冷笑一声 TM的臭八腰子 看我现在怎么治你 定 修炼完成 目前境界五者初期 获得二十点属性点 持续自动修炼中 预计三天后 到达五者中期 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八点 此时楚名已经自动修炼 到了五者初期 一股澎湃的力量 出现在他丹田之中 那是五者的进气 而毒液 已经吃完了一整盒巧克力 缩回了他的体内 好像陷入了沉睡中 楚名也不再管他 看向那突破五者 竟得到的二十点属性点 他想继续加在战斗力上 但看着那只有六点的智慧 他还是决定留着十点加在智慧上 毕竟咱也不能当一个没有脑子的猛夫是吧 打开属性面板 宿主 楚名 战斗力 三十四 智慧 十六 修炼境界 五者初期 距离五者中期 还有三天 修炼功法 八九玄功 社会地位 数成大学大义学生 资产 两万一千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消耗物品 零元丹 还不错 楚名点了点头 现在还来不及感受 这三十四点战斗力 和五者初期境界的实力有多强 因为约定 去生日聚会的时间 已经到了 楚名拿起手机 给刘鹤一发了一个 我出门了 谁料片刻后 刘鹤一发来了一个语音 一点开 就传来了他着急的吼声 草 我让你八点到啊 你隔着八点出门 我们都到了 靠 刚才楚名 一直在研究他的系统 把这事 给一时间搞迷糊了 只好给他发了个 马上到 就揣着手机 走出了出租屋 走出一个细长狭窄的巷子之后 来到大马路上 拦了一辆出租车 给司机师傅 说了一下 刘鹤一发来的那个位置 要是换做上一世的楚名 肯定是不会坐出租车的 就算已经迟到了 也会直接跑过去 毕竟那时的他 已经节省习惯了 每天都只吃带装的泡面 三年 好不容易存下两万块 可不敢这么挥霍 但这一世 有了系统 楚名顿时就放开了 有了这么强的实力 还愁挣不到钱 看着车窗外璀璨的霓虹灯下 车水马龙的公路 人行道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楚名一时觉得 熟悉又陌生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的眼中光芒闪烁 重活一世 系统加深 定然要活出个不一样的人生 天后KTV 这是一个人均消费上千的豪华KTV 普通人根本玩不起 地处市中心的 一个大型的商业广场上 此时的天后KTV楼下 十几个青春的身影 正站在那里 看起来都十九 二十岁的样子 穿着潮流的服装 有说有笑 楚名的小子呢 还没来啊 一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 环顾了一下四周 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耐烦 这就是这次生日聚会的主角梁志超 蜀城大学大一二班的班长 家里挺有钱的 资产据说好几千万 可能上亿 在蜀城算得上是个 相当有钱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 在这个天后KTV 还有股份 一旁的刘鹤仪听见了连忙道 超哥 小明八点 发信息说出门来着 快到了吧 什么玩意 和我摆架子呢 说了八点到 结果八点才出门 梁志超十分不爽 大学就是个小型社会 有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圈子 在梁志超他们 这个圈子里 多数都是家里 有点小钱的富二代 连刘鹤仪家里 也是开了一家厂房 有几百万资产的 按理说 楚明这种穷小子 肯定是和这些人 没什么交集的 可他偏偏和刘鹤仪玩得不错 虽然梁志超很看不起他 但看在刘鹤仪的面子上 也不好说什么 也就是多个喝酒的人罢了 可现在别人都到了 楚明还没到 让梁志超十分不愿 刘鹤仪也焦急地看着手机 这小子以前都挺准时的 今天怎么回事 还能把时间搞错了 旁边梁志超的女朋友成盈 一个穿着黑色夜店装 身材性感的女孩 见到梁志超有点生气 拉了拉她的手臂 撒娇道 哎呀 老公别管她了 咱们先上去吧 她爱来不来 对啊 上去啊 超哥 管那小雕毛干吗 蹭吃蹭喝还迟到 有人也硬和道 见那人这么说楚明 刘鹤仪没头皱了一下 但也没办法说什么 他在一群人之中 家里的背景和资产算是最少的 话语权也不大 犹豫了一下 只能说道 那超哥 你们先先上去吧 我在这里等一下楚明 走吧 上去 梁志超看了一眼刘鹤仪 没多说什么 转身就领着众人 走进了上天后KTV的电梯 直到十分钟过后 楚明才姗姗来迟 站在商业广场的中央 隔着老远 就看到刘鹤仪在朝着他招手 楚明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操 你天的散步呢 刘鹤仪连忙跑过去 拉着楚明就往电梯走 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 你妹的 大冬天的等了你这么久 冻死老子了 楚明不急不躁地走着 其他人呢 超哥他们都上去了 可别让他们等久了 我让你来 就是想让你多结识几个 他们这圈子的朋友 对你好处可大了 现在好了 你还迟到 超哥刚才都对你不满了 刘鹤仪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楚明看着这个 高中玩了三年的好朋友 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感动 他知道 刘鹤仪一直很好心 本来两人的家庭 是天差地别 但对方还是一直 把他当作朋友 圈子里 有什么饭局都带着他 想让他认识一些 富二代里面的朋友 想的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 不过这些富二代的尿性 楚明也清楚 是根本不可能和他做朋友的 甚至是完全看不起 他这个穷小子 刘鹤仪只是一个意外 楚明前世 那个初恋李宇童 就是在这个生日聚会上 刘鹤仪介绍给他的 属实是好心办坏事 而且后来 把他绿了和赶出学校的 那个富二代 也是这个圈子里的 当时刘鹤仪 非常的内疚 还打给了楚明 三万块钱 想让他过好一点 但当时的楚明觉得 刘鹤仪是在侮辱他 不但没有接受 还和对方断绝了联系 但后来年纪大了一些之后 楚明也明白了 刘鹤仪始终是好心的 只不过是做事方法错了 刘鹤仪拉着楚明 直直地上了电梯 上到七楼 进门是灯火辉煌的 天后KTV大厅 大门旁站着两排 穿着黑丝 气泡制服的裴酒公主 那气泡裙摆的开口 都开到了腰上 露出一片雪白 这些公主姿色 都十分不错 齐刷刷的弯腰问好 但刘鹤仪现在 却没有空去欣赏 着急地拉着楚明 静直向天后KTV的 一个sweep包厢走去 一路上震耳欲聋的音乐 不停灌入楚明耳中 听得他眉头直皱 音乐十分刺耳 体内的毒液 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楚明感觉到 他十分的痛苦 想往外面钻 楚明心中顿时一惊 突然想到了 毒液的两个弱点 一个是刺耳的噪音 一个是火焰 都会让对方痛不欲生 这怎么办 毒液要是这个时候 钻出来 那可麻烦大了 楚明强压着体内躁动的毒液 在脑海中 着急地对系统喊着 草 快想想办法压系统 他要是在这里钻出来 我就要被抓起来 做小白鼠了 叮 以暂时屏蔽 毒液共生体 对刺耳噪音的感知 限时24小时 很快 毒液就慢慢平复下来 发出愤怒的嘀吼声 楚明 我不喜欢这脸 快离开 见毒液稳定下来 楚明松了口气 安慰道 现在还不能离开 我有事情要做 你别出来啊 等会儿给你买巧克力 两盒 毒液吼道 行行行 楚明连忙答应 很快楚明和刘鹤仪 来到了Sweep包厢门口 推门而入 包厢非常大 足以容纳几十人 装修极其豪华 进口真牛皮沙发上 梁志超等十几个人 正坐在上面聊天 包厢中间的茶几上 放着十几件啤酒 几个果盘 还有好几瓶 几千块的洋酒 天后KTV的大唐经理 站在茶几前 满脸春风 对着坐在真皮沙发上的 梁志超等十几个人 笑着大声说道 酒水 果盘啥的都起了呀 梁少你们好好玩 有什么需要直接找我就行 我就先出去了 这群人一晚上的消费 足足有五六万 大唐经理 光拿提成 就有几千块 而且这领头的小孩 还是天后KTV 一个股东的儿子 自然是不敢怠慢 亲自上场服务 还是超哥有牌面啊 直接大唐经理 给咱们服务 一个叫郭乐 家里开酒店的小孩 大声奉承道 梁志超心中得意 脸上却不动声色地笑道 哈 今天我生日 你们想喝什么 想吃什么 不用和我客气 自家的地盘 随便弄 对啊 大家不要和我老公客气 单身的 叫两个公主都成 成英贴在梁志超的身上 一脸骄傲 哈哈 那怎么敢呢 这我们不是 带坏了超哥吗 算了嫂子 大唐经理转身出去 看到刚刚进来的 楚明两人 还笑着打了个招呼 这时沙发上的众人 也看到了他们 梁志超带着细血的笑容 看着楚明 举起茶几上 倒满酒的杯子 哟 咱们楚大少爷来了 咱们这么多人 可算等到您了 真不容易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您可要给我梁志超 这个面子 众人哈哈大笑 满是调戏的味道 好像玩弄楚明 这个穷小子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般 刘鹤已没想到 他们才刚来 这梁志超 就对着楚明发难 当场就急了 你们怎么呢 可下一刻 就被楚明拉住了 楚明冲着他摇了摇头 旋即笑着 朝着梁志超走了过去 拿起桌子上的一个杯子 倒上一杯酒 朝对方示意了一下后 一口饮尽 半猪吃虎 不半猪 怎么吃虎呢 梁志超眼中露出诧异 他没想到楚明 居然如此能屈能伸 自己在这么多人 面前刁难他 居然都没有恼羞成怒 一时间兴致全无 直接甩了甩手 不再搭理楚明 为什么不吃了他 他看起来像坏人 而且你这样很怂 毒液的声音 在脑子里响起 楚明想了想 小声地说道 这个不好吃 我觉得 看起来挺好吃的 那至少现在不能吃 听话 好吧 楚明和刘鹤仪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刘鹤仪对他竖起大拇指 牛啊小明 现在能屈能伸了 还以为你要和他们干起来呢 刘鹤仪很清楚楚明这个人 高中的时候 别人骂他一句 不管干不干得过 他都会二话不说地冲上去干 但身体瘦弱的他 通常只能闹得个 鼻青脸肿的下场 他还真怕 楚明刚才直接干上去 那事情可大条了 这一包箱的富二代 要是得罪了 楚明下半辈子 可能都不好过了 不过想来这些年 社会上的兼职 也让楚明圆滑了不少 刘鹤仪不禁感叹道 小明啊 现在这个社会 圆滑一些是好事 就算我家里有点小钱 我在圈子里面 也得小心翼翼地怕得罪人 你这个情况 就更得会来世了 楚明没有听他在逼避什么东西 他一坐下 就看了一圈包箱里面的人 大部分是男的 也有几个长相漂亮的妹子 这些不是富二代 基本上都是 混在富二代圈子里 想帮大款的少女 他的目光 缓缓停留在一个 穿着黑色JK 梳着双马尾的女孩身上 李宇童 他上一世的初恋 那个拜金的渣女 本来以为见到他 自己会怒火冲天 上去直接给他一巴掌 但现在他的心里 却没有愤怒 有的只有玩味 众活一世 有了系统的楚明 在看着这些 曾经让他高攀不起的富二代 和女神级别的妹子 心态顿时就平和了 他现在拥有的东西 任何钱和权都无法复制 不过 该报的仇 还是得报 他低头小声地对毒液说道 看到那个女的了吗 他细皮嫩肉的 比刚才那个好吃多了 等会带你吃 好 毒液兴奋起来 此时的包厢里 大家一边喝着酒 一边开始轮 翻点歌唱歌 鬼哭狼嚎的歌声 乍力而没 刘鹤仪还站起来 给梁志超唱了一首 生日快乐歌 拍马屁的意味十足 还想拉着楚明一起唱 却被楚明拒绝了 唱啊 干嘛不唱 唱完歌 刘鹤仪坐下来 他以为 刚才楚明 还是拉不下面子 楚明不做回答 上一世 他还真和刘鹤仪唱过着 哥 不过那梁志超看小丑的眼神 他也是至今难忘 圈子不同 不能应容 别人只会把你当成一个笑话 而且现在的楚明 没功夫管这些 他在思考一件事情 今天怎么才能扮猪吃虎 装逼打脸呢 按上一世来说 今天的生日聚会进展一直很顺利 一群人一直嗨到了凌晨三四点 就各自回家了 根本没发生什么意外 这要自己怎么装逼打脸去呢 此时的刘鹤仪喝了几杯洋酒 有些上头 凑过来把这楚明肩膀 指了指 另一边坐着的李宇童 贼笑道 看到那边 那个穿JK的妹子眉 我看他昨天晚上 发朋友圈 想找个男朋友 要不你去试试 滚 见到这意料之中的画面出现 楚明心中更加着急 看来他这次就算迟到了十多分钟 这时间线也没有任何变化 要是没装逼打脸的事件发生 那他刚才敬梁志超的那杯酒 不是白喝了 要不等会直接干他压的一顿 楚明默默摇头 不行啊 那样就起不到半珠吃虎的效果了 他还想赚积分 换取属性点来着 正当他鸣思苦想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想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系统以修改平行世界 基础时间线 为宿主半珠吃虎 创造条件 牛啊 还能这样 楚明心中大喜过望 这系统可真是靠谱 他顿时就不着急了 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倒上一大杯洋酒 慢慢喝着 天后KTV包厢的走道上 一个穿着地中海中年人嘴里叼着根烟 正摇摇晃晃的 向Sweep包厢的方向走去 酒气熏天 地中海中年人 走到一个Sweep包厢门口 抬头看了看门牌 揉了揉眼睛 直接推门进去 他已经快醉得不省人事了 也没看清楚包厢里面是什么人 一进来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地喊道 来啊老邱 继续喝 包厢里的梁志超一群人 早已酒过三巡 众人都醉得七七八八 刚刚还在那里大声地吹着牛逼 这时突然看见一个陌生人 突然闯进包厢 一时间安静下来 谁啊 这是 梁志超眉头一皱 环视四周 发现没有人认识这个人 郭勒此时已经喝得十分上头 直接拿起桌子上的一杯酒 冲到地中海中年面前 你谁啊 秃头子 走错地方了吧 这里是Sleep包厢 超哥的包厢也敢闯 冰凉的酒水浇在脸上 地中海中年人一个机灵 从沙发上坐起来 酒一下就醒了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 一脸嘲弄的郭勒 再看了看包厢里的其他人 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顿时怒骂出声 CNM 你什么东西 敢浇我酒 看着地中海中年人 恼羞成怒的模样 郭勒更加兴奋了 又拿起一杯酒浇了上去 看清楚了 这里是超哥的包厢 知道超哥是谁吗 梁志超 天后KTV就是他家开的 你个死兔头仔 还不滚蛋 郭勒把狗障人士发挥到了极致 明明梁志超家里只有 天后KTV的一些股份 却直接说成是他家开的 CNM 又被浇了一头的酒 地中海中年人勃然大怒 站起来就要和郭勒干架 悠悠 想打架 我们这么多人 你动一个试试 郭勒好笑地看着对方 有恃无恐 地中海中年人 看了一眼包厢里 其他几个年轻人 已经开始 跃跃欲试地 拿起了酒瓶子 顿时气势一耸 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下手 可没轻重 梁志超是吧 我记住你们了 我看你等会 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地中海中年人 自认好汉不吃眼前亏 放下一句狠话 就连忙离开了包厢 随时奉陪 梁志超一副 泰然自若的模样 搂着程银性感的腰肢 靠在沙发上 心里得意洋洋 程银却有点担心地说道 老公 这样不好吧 那个秃头 去叫人怎么办 呵呵 天后KTV 是我的地盘 他能叫什么人 梁志超不以为意 就是 超哥这妖牛 逼怕他一个秃头仔 头发都没几根 说不定就是个 十八岁的程序员呢 哈哈 郭勒哈哈一笑 他们一群 富二代平时 在圈子里 横行霸道习惯了 完全没把那人放在眼里 哈哈 说得对 看他那蠢样 我都想上去给他一脚了 落花逃还要放狠话 干得过我超哥 有人大声附和 大家继续喝 不用担心 有什么事 我来摆平 梁志超被吹得满面红光 直接大手一挥 一群人又开始风叫玩乐起来 楚明在一旁看完这一幕 眼神诧异 之前系统的话和直觉告诉他 这个地中海中年人肯定不简单 他诧异的是 这一群富二代 居然这么嚣张跋扈 敢如此轻易的去得罪一个 不知道来头的人 不知道他们本身就如此 还是真的喝多了 还是 系统 强行给他们降制了 刘鹤一看着楚明的眼神 以为他有点怕了 便安慰道 放心吧 小明 超哥能摆平的 他家几千万的资产 一般人惹不起的 在天后KTV的 最里面一个包厢 这也是一个sweep包厢 但比楚明所在的包厢 要大了不少 装修也更为奢华 包厢的门口 还站着两个西装笔挺的保镖 包厢里 一个披着雕毛大衣的男人 坐着沙发上 左拥右抱着两个 姿色上乘的公主 比门口那些 还要高上几分 一个妖艳一个青春 穿着暴露的制服 将整个身子 都贴到了那个男人身上 千娇百妹 男人一手拿着一只高等雪茄 一手抚摸着身旁女子 光滑洁白的大腿 十分享受 在男人的身后 十几个 穿着黑西装的魁梧保镖 整齐的背手站立 气势惊人 碰 这时 包厢的门突然被人踹开 地中海中年 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酒水顺着头顶的几根绣发 往下滴落 狼狈不堪 沙发上的男人 愣住了 连忙招呼旁边的女子 去拿毛巾 惊讶道 公老二 你这是怎么了 嗨 老邱 别提了 真TM晦气 地中海中年 接过毛巾 擦了擦头上的酒水 一脸愤痕 C&M 刚才老子喝麻了 走到前面那个包厢去了 结果莫名其妙地 被一个小孩 泼了一脸的酒 一群小孩 还想动手 还说什么天后KTV 是他开的 WC&M 男人一听顿时就笑了 哈哈 他开的 天后KTV 都成他开的了 那我开的是什么 怀里的妖艳女子 也吃笑一声 扑 再数成谁不知道 天后KTV 是星豪集团的产业啊 一群毛头小子 居然这种牛 都吹得出来 沙发上的 披着雕毛的男人 名叫邱志兴 星豪集团的老总 星豪集团 是整个蜀州的龙头企业 旗下产业 横跨娱乐 住宿 餐饮 地产等方方面面 资产上百亿 光是邱志兴的个人资产 就有五六亿 邱志兴白手起家 在地下 混了十几年 才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建立起如此庞大的资本集团 为人心狠手辣 道上的人 无一不知他的名声 而天后KTV 正是他星豪集团旗下的产业 那里面领头的 叫什么梁志超 地中海中年 一把把毛巾扔在茶几上 愤愤不平地吼道 妈的 老邱 你的厂子 上我被人欺负了 这事怎么说 地中海中年名叫龚秋鹤 是省外一个大家族 龚家的二代子孙 排行老二 龚家的势力也是极大 横跨黑白两道 当初星豪集团的崛起 龚秋鹤也是出了不少的力 两人关系匪浅 这次他来蜀城 也是为了和邱志兴聚一聚 却没想到 居然被一群小屁孩 邱志兴摸了摸下巴挥了挥手 一个黑衣保镖靠了过来 阿光 去查查这梁志超什么来头 是 星哥 被叫做阿光的保镖 立马向包厢外面走去 用得着这么谨慎吗 老邱 这可是你的地盘 一个小屁还怕什么 龚秋鹤眼睛一瞪 邱志兴拿起一杯酒尝了一口 平静道 先查查背景 再动手 这年头敢这么嚣张的 要不是真有那个实力 要不就是个傻子 要是真是个傻子 任由你功老二处理 整死我都没话说 有你这句话就行 龚秋鹤前头紧握 目露寒光 楚明所在的包厢里 梁志超等人正放肆地嗨着 包厢的门在这时 却突然被人打开 只见五六个黑西服的高大保镖 推门入 直接掐断了包厢里 正在播放的音乐 领头的阿光 环视一圈 爆喝一声 谁是梁志超 包厢里瞬间安静 一群人面面相去 梁志超看到这几个 气势汹汹的黑衣保镖 眼神里出现一些慌张 但很快镇定下来 周梅道 你们是什么人 梁志超是吧 刚才是谁 泼我们公老板一身的酒水 站出来 阿光走到茶几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郭勒在一旁看着几人 在酒精的作用下丝毫不拒 叫道 我泼的 要怎样啊 你们就是 那秃头宰娇的人 这里可是超哥 啊 但还默等他说完 阿光直接一巴掌 扇到了他的脸上 强大的力量 直接把他的几颗牙齿打掉 随着血水喷了出来 哎呀 包厢里的几个女孩 见到此状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闭嘴 黑夜保镖 吼了一声 包厢再次安静下来 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就是你们 还想动手打工老板是吧 所有人 跟我走一趟 你们什么意思 我家里 可是这个KTV的股东 你们敢在这里闹事 梁志超虽然看着凶狠的 黑夜保镖 还是有点害怕 但不肯在众人面前 丢了面子 只能硬着头皮叫道 别叫 再叫我打到你们走为止 阿光一脸凶恶地 看着包厢里 这一群小屁孩 梁志超脸上 青一块白一块 看着几个 魁梧强壮的黑夜保镖 心想 就算他们这一群人 加在一起 也干不过他们两个人 最后只能 故作镇定地点了点头 行 我们跟你走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拿 我怎么样 说完 站起来就走 还冲着包厢里的其他人 摆了摆手 走 我们这么多人 看他们能怎么我们 包厢里的一群人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最终还是在 在黑夜保镖的气势压迫下 只能选择站了起来 跟他们走 郭乐也捂着 被打肿的嘴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那一巴掌酒 都给他打醒了 瞬间意识到了事情 好像有点不对劲 楚明和刘鹤仪走 在一群人后边 他看了看那几个黑夜保镖 脸上露一抹 不易察觉的笑容 对着刘鹤仪小声道 怎么样 这梁志超还搞得定吗 不知道啊 这什么情况 难不称 真的碰到什么铁板了 刘鹤仪此时 也有点发猛 但不知所措中 还不忘安慰楚明 不过小明你 也别担心 这有什么事 我妈也会花钱保我 到时候 我不会不管你 楚明没有接话 他问到系统 这几个黑夜人 什么战斗力 顶 领头的黑夜人 战斗力十点 其余在八点左右 楚明点了点头 自己三十四的战斗力 都不是自己的义合之敌 更何况 他体内 还有着一个跃跃欲试的毒液 很快 在黑夜保镖的带领下 一群人 来到了邱志兴的包厢里 梁志超第一眼 看到邱志兴 就觉得很眼熟 但并没有想起 对方是谁 但看着对方的强大气势 和身后的十几个壮硕保镖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心里顿时一整嘀咕 这TM 不会真惹到什么大佬了吧 成莹抱着梁志超的手臂 有些害怕 后面一群年轻人 还在故作轻松 他们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 嚣张惯了 一直也没谁能惹到他们头上 见到邱志兴这样的气势 一时之间有点害怕 但都不想表现出来丢面子 毕竟家里 或多或少都有点资本 这是他们的底气 沙发上的龚秋鹤 一眼就看到了 躲在人群后面 捂着一边脸的郭勒 火帽三丈地冲过来 揪着他的衣服 把他拽了出来 一边走一边骂道 Q&MD 小鼻崽子 敢泼老子就 老子今天不干死你就不信公 说着就往对方脸上来了一拳 这让郭勒本身就被善肿了 一半脸雪上加霜 一头倒在地上 已经被打蒙了 一脸惊恐 继续狂啊 怎么不狂了 龚秋鹤嘶吼着 就要继续动手 这时梁志超看不下去了 毕竟这郭勒 是跟他混的 打郭勒的脸 不就是打他的脸吗 他皱眉道 等等 不必这样吧 冲你颇久 是他的不对 但你也不能这样打人啊 我可以给你道歉 我家是天后KTV的股东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呵呵 梁志超市吧 你爹有天后KTV 7.21%的股份 家里还开了几家超市 资产几千万 沙发上的邱志欣 拿起酒杯 饶有兴趣地看着梁志超 梁志超文言 脸色一下就变了 很多人都知道 他爹有天后KTV的股份不假 但很少人知道 具体有多少 至于他家开超市这件事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这个男人 居然一下就说出了他的背景 还如此准确 梁志超顿时意识到 可能这男人的身份 比他想得还高 一时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个 你 您是 邱志欣笑了笑 星豪集团 邱志欣 话音一落 梁志超脑子翁的一声 面色瞬间大变 他终于知道自己 为什么看对方眼熟了 他的父亲 身为天后KTV的股东 曾经带他参加过一场 星豪集团的宴会 邱志欣当时 也在那个宴会上 蜀城无数的大人物 都争先恐后地给他敬酒 连他那平时十分严肃的父亲 也像一个狗腿子似的 满脸谄媚地 想敬上一杯酒 梁志超还没有 去敬酒的资格 当时只能远远地 在人群中看了对方一眼 心里还想着 这恐怕是整个 蜀城全是最大的人了吧 万万没想到 今天自己居然好巧不巧地 惹到对方头上 一想到自己刚才 还口口声声地说 他爹是天后KTV的股东 要给他个面子 梁志超浑身 都冒出了冷汗 终于知道害怕了 一时间不知所措起来 几千万的资产 这也算钱 放在渔州 我分分钟弄死你 宫秋和一脸凶相 又踹了锅了几脚后 顿时有些力不从心 坐回沙发上 气喘吁吁 但心里的怒火 还没有完全宣泄出来 他看向邱志兴 老邱 你说的这些人 任我处置是吧 当然 蜀城就是我的地盘 除了是我单着 邱志兴淡然地点了点头 不过那梁志超别动了 他刚才也没动手 况且是我天后KTV的股东的儿子 算是给我个面子 那行 宫秋和恶狠狠地扭过头 看向众人 指了指其中几个人 你 你 还有你 都给我站出来 这几个人 都是刚才拿起酒瓶 做事要打他的人 其中还包括刘鹤仪 这小子刚才 为了在梁志超面前 装装样子 也拿起了酒瓶子 不过楚明倒是了解他 真要干架的话 多半都会耸在后面 一群富二代刚刚 在听到沙发上 那人是星豪集团的邱志兴时 早已是如遭雷击 在蜀城的富二代圈子里 谁没听过邱志兴的名号 在黑 盗魂了十几年 白手起家的大楼 手上的人命 都不知道有多少 一时间一群人 都意识到自己真的闯祸了 心头顿时涌起恐惧的情绪 被点到的几人 都一脸惶恐地 往人群后面躲 但几个黑衣保镖 直接冲进来 把人架了出去 几个人 被架过去的时候 腿都在发抖 站都快站不稳 他们平常 凭借家事 多半只在普通人 面前作威作福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 这几个 刚才哪只手拿的酒瓶子 就给我把那只手打断 宫秋鹤凶狠道 至于剩下的人 女的给我留下 今晚陪我喝几杯 其他人可以走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记住了 以后出门多长个脑子 不要啊 邱总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错了大哥 饶了我们吧 我们可以道歉 你要多少钱补偿 都可以 超哥 快救救我啊 超哥 一听到宫秋鹤说 要打断他们的手 几个被架过去的人 立刻惊慌失措起来 挣扎着大声求饶 有些人 还将目光看向梁志超 希望对方就自己 梁志超看了几人两眼 深吸了一口气 拱手对邱志欣说道 谢谢邱总手下留情 他还没有蠢到 为了几个酒肉朋友 去违背邱志欣的意愿 至于那个宫秋鹤 虽然他不认识 但显然和邱志欣 是朋友关系 自己也是万万不能招惹的 梁志超紧接 对宫秋鹤着说道 这位老总 我女朋友 是前几天刚交的 我还没有动过 就送点您了 希望今天的事情 您不要怀分在心 承宁一听 脸色俱变 不要啊老公 你怎么能这样 他完全没想到 前一刻还在和他 腻腻歪歪的男朋友 居然就这么轻易地 把他给卖了 谁料梁志超 直接拽着成英的手臂 把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臭婊子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跟我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钱吗 装什么装 地上的成英 脸色一阵变化 随后竟然是一咬牙 乖乖地站了起来 露出一副妩媚的表情 走到宫秋鹤的身旁坐下 将整个身子 都贴在对方上身 梁志超说得没错 他在这个圈子里 魂也只不过是为了 帮个大款而已 既然这沙发上的人 让梁志超都低头了 想必也肯定比梁志超要有钱 他也没必要去装清纯 哈哈 宫秋鹤健壮哈哈大笑 一只手 捏在成英的大腿上 你这女朋友挺听话呀 不错 你小子有意思 梁志超朝他谄媚地笑了笑 随后询问道 我们可以走了吗 除了这几个人 你们女的留下 男的走吧 宫秋鹤显然 心情都好了起来 挥了挥手 小孩子家家的 也不让你们见血了 好的好的 谢谢老总 大人不计小人过 梁志超弯着腰点了点头 就连忙转身 向包厢门口走去 其他男的也纷纷道谢 赶忙想离开包厢 只有那几个女孩 不知所措 战战兢兢地留着原地 不敢动弹 他们也没想到 自己所谓的朋友 甚至是男朋友 竟然就这么轻易地 就抛弃了他们 人群里的楚明 看了看快要离开的梁志超 和即将被打断手臂的刘鹤仪 心想再不出手 就来不及了 他突然上前一步 信誓旦旦地走到茶几前 对着邱志欣淡然道 邱总是吧 这样 给我楚明的面子 我保个人 刘鹤仪 其他人楚明可以不管 甚至巴不得他们出事 但刘鹤仪作为他的好友 他还是得救的 更何况 他还要赚积分呢 此话一出 整个包厢的温度 都仿佛降了下来 空气中瞬间安静 梁志超 本来都拉到门把手要开门了 听到楚明的话 愣了一秒 紧接着报喝出声 TMD楚明你疯了 赶紧走 他把女朋友和几个朋友 都卖了才好不容易 摆平这件事 却没想到楚明这时候 突然发疯 冷汗都给他吓了出来 其他人也拿想杀人的眼神 看着楚明 一时间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他们不知道 这家伙哪来的勇气 站出来讲话 还要邱志欣给他一个面子 他多大条啊 一个穷逼屌丝 哪来的勇气 一旁被保镖架着的刘鹤仪 也是面色大变 万般着急 楚明你干什么 别乱说话 就算他被留在这里 也只不过是断只手而已 楚明这样一说 事情就复杂了 他连忙哀求地对邱志欣喊道 邱总 邱总 他脑子不好使 你别听他的 你把我两只手弄断都行 求求你把他们赶走吧 但下一刻 就被架着他的保镖 捂住了嘴巴 沙发上 本来喝着酒看戏的邱志欣眼神 诧异地看着楚明 他都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 结果突然闹这么一出 一时好笑道 给你个面子 你爸是数成首富 哈哈 公秋鹤也被逗笑了 哪来的愣头青 你谁啊 给你个台阶不赶紧滚 还想保人 给你面子 你多鸡毛啊你 楚明 我想吃了他们 体内的毒液躁动起来 显然受不了两人的嘲讽 楚明压制住毒液 想了想 接着到 我没什么背景 但是如果我想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所以给我个面子 明白吗 卧槽 真疯了 梁志超人都傻了 这TM说的什么话 再威胁邱志兴 这楚明怕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吧 哈哈 果然邱志兴闻言 就怒笑起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 这个愣头青 威胁我 十年了 我都十年 没有听到过 有人这么和我说话了 上一次 还是他还在黑道魂的时候 邱志兴朝背后的保镖 挥了挥手 语气冰冷到 弄死他 闻言 有三个保镖动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双臂 就向楚明走来 气势汹汹 那个战斗力十点的阿光 也在其中 完了呀 一群人到吸冷气 他们已经能想象 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刘鹤仪 也紧闭上了眼睛 不敢直视 楚明嘴角勾起 终于到他出手的时候了 他在脑子里 问到系统 这里没监控吧 没有 那就好 阿光走在最前面 抬手捏了捏拳头 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居然敢威胁邱总 真是愣头轻一个 话音一落 阿光抬起硕大的拳头 就轰了出去 对准了楚明的脸部 身高1米75的楚明 在高达1米9的阿光面前 显得如此弱小 像一只无助的绵羊 但下一刻 只见楚明的肩膀处 一条诡异的黑色爪子 从中伸出 轻易地 就接住了阿光的拳头 这是毒液 伸出的爪子 卧槽 什么东西 阿光瞳孔陡然放大 这条黑色的爪子 完全不像是现实里 该有的东西 漆黑如墨 像液体般诡异流动 但一拳打到上面 却像是打到铁板上一样 他感觉自己的手指骨 似乎已经骨折了 乘着爪子 还没有完全抓牢 阿光迅速抽出手臂 向后退去 众人都被这诡异的一幕 吓了一跳 邱志兴本来躺在沙发上的身子 瞬间坐直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 这是什么 异能者 龚秋鹤也看到了 毒液的那只爪子 惊呼一声 手死死地 捏着身边成鹰的大腿 满脸的不可置信 阿光退到 另外两个保镖身后 骇然地盯着楚明 此时的楚明肩膀上的爪子 已经收了回去 露着淡淡的笑容 看起来人畜无害 你们上 阿光冲着 那两个保镖喊道 捂着剧痛的手 向邱志兴身旁退去 两个保镖 疑惑地对视了一下 他们刚才的视线 被阿光挡住了 什么都没有看见 众人惊骇的目光 和突然退回的阿光 让他们面面相去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上前去 要对楚明出手 还要打吗 楚明摇了摇头 向走过来的两人 投去怜悯的目光 淡淡道 那来吧 毒液 吃了他们脑袋 本来他不打算 让毒液出手的 毕竟这是个底牌 而且风险很大 但毒液早就造动不堪了 楚明也快压制不住了 随后 楚明的身体里 冒出大量的黑色物质 在他表面流动 从腿部开始 将他迅速包裹起来 他的身形迅速拔高 足足长到接近三米 才停止 黑色的物质 组成了浑身 如黑金般的肌肉 充满了爆炸的力量感 直到一颗 尖牙利嘴的恐怖头颅 将楚明的脑袋 包裹进去 毒液的本体 终于显现出来 好 毒液嘶吼一声 向前一步跨出 伸出两只粗壮的手臂 以极快的速度 将两个保镖 一手一个抓了起来 啊 卧槽 两人惊骇欲绝 疯狂地挣扎着 美味的大脑 毒液伸出长长的舌头 在一个保镖 惊恐的脸上 舔了一下 旋即张开了 遍布尖牙的大嘴 直接一口 将对方的脑袋 啃了下来 咔嚓 咔嚓 清脆的咀嚼声 传入在场 所有人都耳朵里 毛骨悚然 恐怖又血腥 毒液将整个脑袋吞下 又张开嘴 啃下了另一个人的脑袋 两具无头尸体 重重地摔落 在包厢的名贵地毯上 鲜红的血液 瞬间将地毯染红 咽下脑袋 毒液猛然扭头 看向包厢里的其他人 发出兴奋的嘀吼 好多脑子 邱总快走 阿光冲到邱志兴面前 直接拽起他 就向包厢门口冲去 至于在场的其他人 都已经被吓懵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 看着毒液 那恐怖的身躯 哎呀 几个女生 被吓得六神无主地尖叫起来 疯狂地向包厢外逃跑 不许走 毒液的嘴里 传出楚明的声音 然后操控着毒液的身体 一眨眼就挡在了包厢门口 这可不能让他们走了 要是出去一报警 那还得了 毒液 可以了 回去给你买巧克力 楚明低声说道 话音一落 毒液庞大的身躯 就开始慢慢缩小 化为液体缓缓地流向楚明体内 很快 楚明原本的面目 又露了出来 毒液 这是毒液 已经有几个男生 认出了毒液 他们已经震惊到 无可复加 这电影和漫画里 才有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现实里面 楚明没有在意他们的目光 转头看向 一边被阿光拉着的邱志兴 似笑非笑道 跑什么呀大佬 回去坐下 邱志兴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极其难看 只能信信地回到沙发坐下 但已经没了最开始的从容淡定 坐立不安 怎么样 能给我个面子吗 楚明笑问道 你是一能者 还是鼓者 邱志兴不愧是数成的一号大人物 很快就强行镇定了下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楚明 什么一能者 什么鼓舞者 这下轮到楚明猛啊 什么玩意 你不知道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一能者 没觉醒多久对吧 楚明沉默了一下 双眼微眯 你的意思是 这个世界上 还有像我这样的人是吗 邱志兴没有回答 拿起桌上的一杯酒 喝了一口 淡然地笑了笑 真没想到今天 居然能遇到一个 至少必及的一能者 算我倒霉 看着楚明疑惑的表情 邱志兴笑了笑 指了一下那一群 被下呆的梁志超等人 说道 我看你也不太清楚 你先让这些人出去 我告诉你什么是一能者 他们出去了 要是报警怎么办 我可不想被抓起来 楚明现在 虽然拥有34点战斗力 和毒液 十分强大 但现代的热武器 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还没到 能够肆意妄为的地步 就算是有人报警 你也可以在警察 找到你之前 找到报警的那个人 然后把他杀了 不是吗 顿了一下 邱志兴突然提高了声音 对着一群人喊道 听着 今天的事情 谁也不准说出去 谁敢说出去 我邱志兴不会放过他 这样可以了吗 邱志兴看着楚明 楚明和邱志兴对试着 想从对方的眼里 再看到一些害怕的情绪 但没有 这邱志兴 不愧是一方大佬 即使看到了毒液 都能很快镇定自若 想了想 楚明觉得 对方说的有点道理 就点了点头 行 让他们出去 后面的梁志超等人 闻言如是重负 纷纷站起身来 就向包厢外跑去 他们早就 不想待在这里了 那两具无头尸体 还躺在那里 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谁知道 这楚明会不会突然变成 毒液把他们的脑袋 也啃下来 刘鹤仪 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用一种恐惧 又陌生的眼光 看着楚明 似乎想开口 又不知道说什么 楚明见状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你先走吧鹤仪 明天再给你解释 他知道刘鹤仪 一时间也接受不了 刘鹤仪点了点头 随后也匆忙地 离开了包厢 此时的包厢里 只剩下了楚明 龚秋鹤 秋智欣三人 还有那十几个黑衣保镖 龚秋鹤整个肥胖的身躯 都紧紧地缩在沙发的角落里 看向楚明的眼神 还带着恐惧 楚明自顾自地 走到沙发上坐下 翘起二郎腿 倒上一杯酒 对着秋智欣说道 这下可以告诉我了吧 什么是异能者 秋智欣点了点头 说道 从三年前开始 这个世界上 就开始频繁地冒出异能者和鼓舞者 异能者是一些天赋异禀的人 觉醒了各种各样的超能力 这些异能者有强有弱 被特殊部门分为了S A B C 第五个等级 S级最高 D级最低 不过出现异能者的消息 都被官府压了下来 就算偶尔有视频流出 也会很快删除 宣称是特效之称 只有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来有所了解 普通人都不知情 你的这种变身能力 我也曾经见过 至少是B级以上的异能者 并没有看过毒业的电影 所以也不知道毒业 楚明文言低头沉思了一阵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异能者这种存在吗 他上一世 只是个普通人 完全不知道 不过 之前系统说的 这是地球的平行世界 蓝星 那可能是系统修改的世界设定吧 那鼓舞者是什么 楚明再次问道 据说 华国在古代 武道盛行 有着无数修炼武道的强者 历史上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但在一百年前 枪炮出世 那些强者 就隐退了起来 藏在深山老林里 还有一些武道世家 隐藏在世俗中 开公司 开集团 有着很大的势力 邱志欣瞥了一眼一旁的龚秋鹤 介绍道 这位是渝省公家的龚秋鹤 家主的二儿子 公家就是一个影视的武道家族 早年间 凭借强大的武道 在黑 道魂的风生水起 势力极大 后面金盆洗手入了白道 现在也是整个渝省 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三年前 异能者出世 有许多得到了强大实力 十分膨胀的异能者开始为非作歹 官府成立了特殊部门去管制 但异能者的单体实力太强 还十分容易隐藏在人群中 管制效果甚微 最后没办法 影视的武道高手都纷纷出世 才制止了这些猖狂的异能者 这些武道高手就被称为鼓舞者 邱志欣说完了话 躺在沙发上打量着楚明 楚明皱着眉头 他在消化其中的信息 不过很快 他的眉头就舒展开来 嘴角上扬 这样一说 这个世界还真的很精彩 自己拥有系统 肯定不会输于任何的异能者和鼓舞者 他对以后的日子更加期待了 一定会十分精彩 邱志欣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小兄弟 这个世界上可不止你 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 我邱某 再数成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如果在这里杀了我 特殊部门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你想说什么 楚明眉毛一条 这是在威胁他 今天咱们发生的矛盾 说到底也是个意外 主要还是那梁志超不懂事 你现在杀了我两个保镖 然后你朋友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想我们就算扯平了怎样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邱志欣不卑不亢地看着楚明 对着他举起了手中 酒杯 这话倒是让楚明有些意外 这邱志欣看来也不傻 给了双方一个台阶下 对方刚才说的话 也是一句一个套 先是说了 有特殊部门和鼓舞者管制异能者 然后再表明杀了他对自己没有好处 最后再放下姿态和要自己做朋友 楚明想了想 对方确实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一切的缘由 也是因为梁志超一伙人先惹事 而且他要是真在这里杀了对方 还真不好脱身 毕竟现代社会到处都是摄像头 于是楚明点了点头 举起酒杯和邱志欣碰了一下 然后一口饮尽 一旁的龚秋鹤 这时也站了起来 拿起一杯酒朝楚明走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难看的笑容 哈哈 这位小兄弟 今日的事情着实抱歉了 我龚某敬你一杯 龚秋鹤身为武道世家的子弟 自然也清楚 一个毕级的异能者 就算是去龚家做客 也是做上宾 甚至是和他父亲 龚家家主一个级别的人物 自然是不能轻易招惹 眼看邱志欣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也不傻 之前不小心惹到了对方 现在赶紧交好 也为时不晚 楚明看了他一眼 也再次倒满一杯酒 和对方碰了一下 再度饮尽 擦了擦嘴 楚明站了起来 说道 那今天的事就这样了 我就先走了 邱志欣也跟着站了起来 笑道 留个联系方式吧 还不知道小兄弟如何称呼 我叫楚明 楚明和对方加上了微信 然后便转身告辞了 看到楚明离开了包厢 邱志欣这才松了口气 躺回了沙发上 别看他刚才镇定自若的模样 心里也一阵打鼓 毕竟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异能者 能轻易取他性命 老邱啊 咱们运气真不错 龚秋鹤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刚才毒液的恐怖还历历在目 他的腿都还有些发软 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是啊 B级异能者 整个数成也没十个吧 今天居然让我们碰上了 邱志欣歪头看了他一眼 幸好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比较好忽悠 要是个老油条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他 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 我也加上 龚秋鹤突然到 行 邱志欣知道 龚秋鹤也起了拉拢楚明的心思 一个B级异能者 可是十分稀有的资源 一些大老板和大家族里的人 也会去雇佣异能者做保镖 但大多都是C级和D级的 B级异能者 在上层社会的地位 完全能相当于一个 省级大家族的家主 随后 邱志欣扭头看向那两具保镖的 无头尸体 对着身后的阿光挥挥手 把尸体处理了 他们两人也是算是 因为我死的 给他们家人一人五百万的补偿 别让兄弟们含了心 是 阿光点了点头 邱志欣一直对他们很好 这也是他当时第一时间 去带着对方跑的原因 走出天后KTV的楚明 深吸了一口外面清新的空气 心情十分愉快 倒不是因为和邱志欣成了朋友 而是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丁 恭喜宿主伴珠吃虎成功 根据伴珠吃虎对象的身份和实力 奖励积分一百点 整整一百点积分啊 可以抽十次奖了 要知道他之前才抽了两次奖 就得到了一枚治疗百病的 零元丹和毒液共生体 这抽五次 运气好点 说不定还能抽到特殊类奖励 楚明 我要巧克力 毒液的声音突然响起 吃了两个头 还没吃饱阿你 楚明无语道 那两个人头的味道实在是一言难尽 楚明现在还有点反胃 但他却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人头是毒液吃的 和他楚明有什么关系 没吃饱 不买巧克力 我就吃你 毒液不满地威胁道 好吧好吧 楚明倒也不是担心毒液会吃他 毒液现在的设定被系统修改过 离开了 他就会死 但自己刚刚毕竟是答应过 他要给他买两盒巧克力的 但是楚明看了看四周 有些无奈 现在都凌晨两点了 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 哪里去找买巧克力的地方 只有找个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了 楚明拿出手机 打开导航 发现最近的便利店要三公里 斟酌了一下 楚明决定走路过去 楚明走在凌晨两点的大街上 城市的午夜依旧灯火通明 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 已经没了多少了 即将入冬的天气 已经有些寒冷 只穿了一件外套和短袖的楚明 却没有任何感觉 那34点战斗力提高的 可不止战斗的水平 包括体质也得到了提升 现在的他觉得 就算是大冬天脱光了衣服 在大街上也不会冷 一路上 楚明和毒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心里想着 赶紧买完巧克力 回去抽个奖 看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突然 楚明眉头一皱 他看向前方 只见人行到旁边的草丛里 稀稀素素地动着 随后 十几只野狗从里面跑了出来 不停地打量着楚明 野狗群 楚明愣了愣 蜀城近些年 也算得上新一线城市了 治安一直很好 怎么会出现野狗群这种东西 捕狗队都干啥去了 要知道一个成年人 遇到单独的一条流浪野狗 还没什么可怕的 但要是遇到野狗群 就不一样了 成群的野狗 完全能堪比狼群 基本完全恢复了野性 里面甚至还有头狼 有组织有纪律 就算是一两个健壮的成年男子 也能给你活生生咬死 但楚明完全不怕 现在的他 可不是普通人 这野狗群要是敢咬他 那他就能加餐吃狗肉了 楚明 他们能吃吗 毒液兴奋道 不能 有狂犬病 吃了会死 楚明连忙否定 虽然狗肉是不错 但毒液一吃 那就是生吃啊 他可不想再尝尝 那血腥的味道了 一群野狗 也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楚明 没有攻击的意思 似乎是动物的本能 让他们觉得 面前的人不简单 楚明也不再搭理他们 直接绕过了过去 汪汪汪汪 啊 就在楚明刚刚绕过野狗群时 野狗的狂吠声 和一道刺耳的女性 尖叫声突然响起 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响亮 楚明猛然回头 只见那野狗群 静风叫着 朝着在他身后的一个行人冲去 那个人看起来是个职场女性 穿着职场服装 踩着一双高跟鞋 看到一群的野狗向自己奔来 女子吓得花容失色 下意识地转身就想逃跑 但慌乱中高跟鞋的鞋跟 居然不小心卡在了 人行道的地砖缝隙里 当场摔倒在地 眼看野狗就要扑到自己身上了 女子却半天站不起来 草 楚明暗骂一声 然后俯身一个冲刺 向女子跑去 刹那间就跑过十几米的距离 来到女子跟前 眼看跑在最前方的一条野狗 就要扑到女子身上 楚明抬腿 就是一脚踹到了她的脑袋上 呜呜 那条野狗 被楚明踹出去十几米 发出几声哀嚎 然后居然又爬了起来 夹着尾巴 恐惧地看着楚明 其他野狗也都停下了脚步 阴冷的眼眸中带着忌惮 愁愁了一会儿后 都转身离开了 居然没事 楚明诧异了 她三十四的战斗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是一块钢板 她都有信心踢弯 刚才那一脚 几乎是全力了 结果那条狗 居然只是叫了几声就爬起来 看起来都没受伤 不对劲吧 这 狗头有这么硬 这狗吃脑白斤长大的 不过还没等楚明多想 身后就传来了女子的声音 谢谢你 小朋友 楚明转过头 女子此时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一身干净整洁的职业套装 便得有些脏乱 她拍了拍身上的灰 对着楚明感激道 真是吓死我了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流浪狗啊 幸好你救了我 不然我真是 没事 我也只是顺手而已 楚明摇了摇头 这才仔细打量起对方 女子三十岁的样子 但保养得很好 皮肤白皙 五官说不上精致 属于耐看的类型 不过身材很好 玲珑有致 快冬天了 还穿着黑丝 露出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 女子叫韩玉玲 是附近一个公司的经理 每天都是凌晨两点下班 因为家离得并不远 所以一直都是走路上下班 平常都好好的 却没想到 今天会发生这种事 韩玉玲想想都后怕 看着楚明的眼神十分感激 真是谢谢了 小朋友 留个联系方式吧 改天我请你吃个饭 姐姐 我看着像小朋友吗 别乱叫了 楚明一阵无语 她看起来很小吗 她明明很大好不好 而且 对方和自己重生前的年纪 都差不多了 这样一直叫自己 听得她浑身难受 韩玉玲哥哥一笑 我看着你挺小的呀 我都十九了好吗 楚明反驳道 姐姐都三十二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 你还在穿开裆裤呢 韩玉玲被楚明的反应逗到了 刚才惊吓带来的恐惧 都消散了一些 楚明没话反驳 无奈道 随便你了 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 见状 韩玉玲赶紧拉住了她 看了一眼四周 害怕道 等等 小朋友 你走什么地方 要不你送姐姐回家吧 我家就在前面的江景小区 没有多远 韩玉玲生怕自己一个人走 又会遇到那群野狗 楚明连忙甩开了她的手 嫌弃道 男女瘦瘦不轻啊 阿姨 韩玉玲脸色一下就变了 生气道 叫谁阿姨呢 我也才三十二好吗 我穿开裆裤的时候 你都十九了 还不是阿姨 楚明对道 这下轮到韩玉玲无语了 算了 不和你开玩笑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楚明也不是想做好人 只是碰巧她要去买巧克力的那个便利店 也在江景小区罢了 顺路送你送而已 而且 有个身材不错的妹子 陪着她走走也不错 韩玉玲顿时喜笑颜开 紧紧地蹬在楚明身旁 在路上 韩玉玲非说要以后请她吃饭 楚明没有办法 只能和她加了个微信 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江景小区到了 到了 你进去吧 楚明朝着她挥了挥手 不上姐姐家里坐坐吗 小朋友 韩玉玲朝她眨了眨眼睛 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 不去了 你赶紧请回吧阿姨 楚明连连摇头 一副无比嫌弃的表情 哼 渣男 韩玉玲一脸气愤 扭头就走进了小区大门 她只是看楚明年纪小想 逗逗她而已 却没想到 对方居然连续两次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她一阵郁闷和生气 难道自己真的老了吗 小年轻都对自己没兴趣了 楚明 楚明满头问候 怎么自己就称渣男了 难道是因为自己拒绝了 对方上楼坐坐的请求 莫非这女的真看上我了不成 楚明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有可能 毕竟属成吴彦祖的称呼 也不是白来的 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她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给毒液买巧克力去 楚明来到便利店 买了两盒德福巧克力 花了她六十块钱 一天六十 一个月就是一千八百 电子厂半个月的工资啊 楚明一脸肉疼 这毒液这样吃下去 可得给她吃穷了 看来得想办法 赚钱了 楚明打车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把两盒巧克力的包装都撕开 让毒液自己慢慢吃 她则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的 点开了抽奖的页面 抽奖大转盘 再次出现在眼前 楚明十分兴奋 一百点积分啊 足足能抽十次奖 念头一动 楚明直接开了一发抽奖 片刻后 转盘的指针停留在了消耗类的区域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奖励 林元丹一枚 来自某修仙卫面 服用可治疗兰心卫面任何疾病 怎么又是这玩意 我哪有这么多病 楚明皱了皱眉头 但不过只是一次抽奖而已 还有九次呢 再来一发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奖励 增弃单一枚 来自某修仙卫面 服用可增长五者一个小段的修为 宿主服用可减少自动修炼五天的时间 哦哟 这个不错 楚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能直接减少自己五天的修炼时间 每次突破修炼境界都能获得属性点 要是多抽到点增弃单 那自己的属性点 岂不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不过现在他还有两天 就到五者进中期了 增弃单只能先收着 下个阶段再用 想了想 楚明直接大手一挥 让系统把剩下的八十积分全部抽完 抽奖大转盘转转停停 前面三次指针都落在了消耗类的区域 分别得到了一枚灵源单和增弃单 直到第三次 指针居然落到了技能类的上面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类奖励 破空拳法 来自于某个五道卫面的全类低阶5G 楚明没有来得及查看 系统已经开始了第四次抽奖 后面两次也是抽到的消耗类 两枚灵源单 第六次抽奖 转盘的指针居然停到了特殊类 无狐 楚明兴奋地叫出声 又是特殊类 太掉了 上一次是毒液 这一次又是什么 恭喜宿主获得钢铁侠马克三战甲设计图纸 来自于漫威宇 卧槽 马克三战甲 楚明惊呆了 马克三战钢铁战甲 是漫威里钢铁侠最经典的一代战衣 是第一个用金红颜色涂层的战衣 采用的是二代弧反应堆 机甲感十足 不过 怎么只有设计图纸啊 我怎么做得出来 楚明仔细看了一下系统的提示 顿时泄气道 先不说蓝星上 有没有制作钢铁侠战衣的材材料 光是胸口的那个方舟反应堆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光给它的图纸 有什么用 这和给原始人一本 拖拉机的制造方法 有什么区别 系统提示 鉴于宿主所在的世界 不存在制造出马克三战甲的科技 以开启积分图纸激活功能 只要宿主为马克三战甲图纸 注入1000积分 就能获得马克三战甲 楚明文言眼睛一亮 直接注入积分 就能获得战甲 那可太行了 这系统简直是良心 不过这1000积分 实在是有点多 他今天在邱志兴和龚丘鹤这两个 都算大佬级人物面前 半珠吃虎成功 才获得了100积分 要想获得1000积分 那可不容易 不过有办法获得就好 总有一天能得到马克三战甲的 楚明已经能想象到 自己穿上战甲 在天空飞翔的样子了 此时 系统的最后一次抽奖也完了 又抽到了两枚灵源丹 楚明查看了一下系统背包 里面现在已经有了7颗灵源丹 两颗增弃丹 一本破空拳 一副马克三战甲的图纸 想了想 他点开了那本破空拳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宿主是否学习破空拳 学习 楚明点了点头 下一刻 破空拳的所有招式 都一股脑地涌入了他的大脑 如刀刻般刻了上去 破空拳已学习 宿主战斗力加30 直接加30点战斗力 楚明惊了 这低阶功法居然这么猛 他连忙让系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楚明 战斗力 64 智慧 16 危险 修炼境界 舞者初期 距离舞者中期 还有两天 修炼功法 八九玄弓 修炼武学 破空拳 社会地位 数成大学大义学生 资产 21000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消耗物品 灵源单乘7 增气单乘2 定 宿主请注意 智慧属性偏低 容易受到武技和功法的反噬 走火入魔 请尽快提高智慧 看着智慧属性后面的危险标志 楚明挑了挑眉吗 看来下次突破之后 得到的属性点 得加在智慧上了 他可不想走火入魔 一切搞定 楚明一头倒在床上 回想起自己今天一晚上的经历 心里止不住的兴奋 实在是太精彩了 简直比他前世的三十几年都要刺激 想着想着 他突然想起了 今天晚上碰到的那个野狗群 还有那个被自己全力踹了一脚 还没有受伤的野狗 疑惑再次涌上心头 他问到系统 系统 你知道那群野狗是怎么回事吗 为什么我一脚居然没踹死 蓝星天地灵气复苏 所谓的异能者 就是和灵气产生了奇特反应的人类 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能力 而动物以及植物 在灵气的滋养下 体质都会得到强化 更有甚者 能够变异成更强大的物种 系统解释道 原来如此 楚明点了点头 玄机有些无奈道 还天地灵气复苏 老套路了 这世界的设定 都被你改得乱七八糟的 哎 算了 别把我搞死就行 楚明倒也不担心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上一辈子 他过得太平淡 太窝囊了 这辈子刺激一点 那不是挺好的吗 想象着以后的日子 慢慢地 楚明睡了过去 一大清早 楚明就被毒液给炒了起来 嚷嚷着说 他饿了要吃东西 这才多久啊 你凌晨才吃了两盒巧克力 怎么又饿了 楚明睡也朦胧地从床上 爬了起来 看了一眼手机 十分无语 这才早上八点 他才睡了五个小时 我饿了 毒液不满地低吼着 从楚明肩膀处 伸出一个脑袋 张着嘴 假装要咬他 楚明不耐烦地 一巴掌拍开他 行了 我给你买 毒液这才安静下来 缩了回去 大清早的 楚明也不想起身出门 想了想 拿起手机 打开丑团外卖 一次性 点了五份巧克力 外加几个包子豆浆 接近两百块钱 就花出去了 楚明一脸肉疼 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里想着 赚钱的计划 要赶紧提上日程了 可是 怎么赚钱呢 楚明明思苦想了一阵 万般无奈 没想到 有了系统 还缺钱花 这要是 让其他的穿越同胞知道了 岂不笑话死我 摇了摇头 他也懒得想了 躺回床上 开始刷器短视频 刷着刷着 楚明就感觉到不对劲 最近流浪狗 流浪猫 袭击人的事件 好像是多了起来 但基本都是些小媒体 放几张不相干的图片 然后配点文字 连监控画面都没有 评论区还有很多人 在怀疑这些新闻 都是无良营消耗编出来的 也有一些人说 自己就曾经被流浪动物袭击过 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 楚明肯定相信 是真的 灵气复苏 动物都躁动了起来 至于为什么很少 流出视频画面 他估计应该是官府出面 强行删除了 有些经过灵气洗礼的动物 那凶猛程度 一眼就能让民众 看出来不对劲 发出去容易引起恐慌 可只瞒得过一时 那些动物只会越来越强大 总有会瞒不住的一天 这时 楚明的手机 突然弹出了微信电话 是刘鹤仪打来的 楚明以为 对方是来问 昨天晚上的事情 毕竟给这小子 也吓得不轻 赶忙接通电话 喂 鹤仪 你没事了吧 小明 我的身体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电话那头传来了 刘鹤仪焦急的声音 什么不对劲 楚明皱了皱眉头 难道昨天晚上 那个保镖 把刘鹤仪弄受伤了 我 我的身体很冷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刘鹤仪的语气 有些无助 操 冷就多穿衣服 楚明无语了 不是那个冷 刘鹤仪着急的 我的身体很冷 刚才我泡到热水里 那个水 居然结冰了 昨天晚上 刘鹤仪已经下过度 回到家后 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浑身冰冷 他还以为自己感冒发烧了 就吃了的感冒药 量了个体温 结果水银温度计根本亮不出来 他就换了个电子温度计 结果一测出来 居然是零下三十度 他吓坏了 放了一浴缸的热水 泡了进去 结果那浴缸里的水 慢慢地变冷 最后结成了冰 这种超自然现象 让他不止如何是吼 束手无策之下 刘鹤仪突然想到了楚明 毕竟楚明昨天晚上 变成毒液 也是超自然现象 这 楚明心里咯噔一下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可能是昨天 晚上的惊吓太大 这刘鹤仪似乎也开始觉醒一能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 小明 我会不会冷死啊 见楚明不讲话 刘鹤仪焦急万分 不会不会 楚明连忙安慰 想了想 说道 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 电话里不方便 你现在到我出租屋里来 好好好 刘鹤仪匆忙地就挂断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 楚明的房门就被敲响了 他连忙下床去开门 门一打开 只见一个穿着厚重的羽绒服 裹得严严实实的人 站在门口 正是刘鹤仪 他一见到楚明 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 一把抓住楚明的胳膊 小明啊 快救救我 我感觉自己快冷死了 你先进来 楚明一把把对方拽进屋里 关上了门 看着裹了好几层衣服 还在瑟瑟发抖的刘鹤 一安慰说道 别怕了 你这是好事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吗 你昨天晚上 刘鹤仪一屁股坐在床上 目光死死地盯着楚明 楚明思考了一下 回答道 你这是觉醒异能了 我们都是异能者 什么异能者 刘鹤仪蒙了一下 是电影里面那种超能力吗 是的 楚明把昨天晚上 邱志欣对他解释的话 又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刘鹤仪 刘鹤仪听完震惊了一会儿 感叹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超能力啊 我自己居然还觉醒了 我觉醒的异能 也看到了 是毒液 你这个不太清楚 看样子应该是兵器的异能 可是我控制不了啊 我只觉得身体很冷 刘鹤仪无奈到 他真的感觉自己要冻死了 楚明皱了皱眉头 他也不太清楚 只好问到系统 系统 为什么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能力 蓝星上觉醒异能 有三天的过渡期 三天之后 异能者才能初步掌握能力 刘鹤仪觉醒的是 寒冰系异能 按蓝星的异能者 排行规则 是C级 楚明点了点头 把系统的画复数 给了刘鹤仪 原来是这样 刘鹤仪文言恍然大悟 下一刻就兴奋起来 哈哈 那岂不是三天后 我就能拥有一个超能力了 这也太爽了吧 一个18 9岁的少年 知道自己能获得超能力 第一反应 当然是无比兴奋 不过我这个异能才C级 还是你的毒液 看起来霸气 我怎么不觉 醒个绿巨人啥的 刘鹤仪看着楚明 羡慕道 行了 你找个女朋友 就变成绿巨人了 能觉醒异能就不错了 大部分人想觉醒还没机会呢 楚明没好气地说道 想了想 他又提醒道 觉醒了异能 你可别飘啊 有特殊部门管着的 我劝你最好 谁也别说 还有 也不要在电话 和网络上谈论 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网络上完全没有隐私可言 如果有心人 想要查你 底库都能给你翻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楚明刚才 不在微信电话里解释 而是非要刘鹤仪 到他这里来 好嘞 明白 那我就先走了 刘鹤仪心中的担心 终于是放下了 取而代之的是亢奋 打了个招呼 就溜了 刘鹤仪走后 楚明点的外卖 也很快到了 毒液从他的肩膀处 伸出脑袋 在一旁啃着巧克力 楚明则站在窗户旁边 一边啃着包子 一边思考 连身边的刘鹤仪 都觉醒异能了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到底出现了多少异能者 而灵气的复苏 那些鼓舞者 想必也会越来越强大 还有那个野狗群 以后的世界 楚明里已经出现了一些焦虑感 想要在这个 被系统篡改过的平行世界上 生存下来 首先需要强大的实力 他获取实力的途径 除了等系统自动修炼外 就是去伴猪吃虎获得积分 哪有这么多地方 来获得积分呢 今天是星期天 不上学 也没什么事做 本来楚明打算在家里 躺一天的 但经过了这些事 他有些坐立不安了起来 必须得出门 找找伴猪吃虎的机会 不能在家里瞎耗着 楚明这样想着 加快了吃包子的速度 登登登 这时 他的手机却再次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他凌晨救的那个女人 韩玉玲发来的 韩玉玲 小朋友 姐姐今天放假哦 要不要出来 我请你吃个饭 害羞 楚明挑了挑眉毛 反正他都打算要出去 还能白条顿饭 有何不可 于是他回到 吃什么 你请客宝贵吗 便宜了我不去 自己可救了对方一命 肯定要多宰一点 韩玉玲 吴宇要不要给你摆两桌席啊 今天中午 天荣西餐厅 爱来不来 楚明 你要是贵我肯定了 韩玉玲 楚明打开美团 搜索了一下 天荣西餐厅 好家伙 这不搜 不知道一搜下一跳 人均消费970 接近1000 我靠 这老阿姨 失下血本了呀 楚明舔了舔嘴唇 那他这肯定的去啊 上一世 活了快30年 还没吃过这么贵的地方呢 于是 楚明毅然决然地把剩下的包子豆浆 全部塞进了毒液嘴里 他要留下胃口 去吃西餐牛扒 然后 在毒液想吃人的眼神中 他悠哉悠哉地定了个闹钟 倒头睡了个回笼觉 中午12点还没到 楚明就已经来到了天荣西餐厅的门口 摩拳擦掌 一辆出租车在楚明前方停下 韩玉玲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短发女子 两人走到楚明面前 韩玉玲笑着打了个招呼 来这么早啊 小朋友 他今天化了一个淡妆 黑色长发披散着 上身是白色的长款毛衣 盖到了大腿处 腿上是一双包裹了整条小腿的咖啡色靴子 将整个身材凸显得十分高挑 我可是专程先到这里等着你的 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楚明张口就来 实际上他也就先到十分钟 昨天还对我爱答不理的 今天请你吃饭就这么积极了 韩玉玲好笑地看了楚明一眼 然后对着一旁的短发女子介绍道 这位小朋友就是我跟你说的 昨天晚上就我的那位名字叫楚明 然后又看向楚明 小朋友 这是我闺蜜 郭一新 你好啊 谢谢你救了我家玉玲 郭一新微笑着对楚明打着招呼 看起来十分温和 楚明也点头示意 同时也打量了一下对方 郭一新相貌十分普通 比韩玉玲年纪小一些 二十八岁左右的样子 妆化得比较浓 一身米色的风衣 我闺蜜一听说 昨天晚上被你救了 就非要让我带她来见见你 我也没办法 我们三个人吃饭没问题吧 韩玉玲寻耸了耸肩 看着楚明 我没意见啊姐姐 有两个美女陪我吃饭 我还求之不得呢 楚明她才无所谓 她只是来蹭西餐的 有人请客就行 连对方叫她小朋友 她都不在乎了 那就好 那我们就进去吧 韩玉玲笑道 于是三个人 就一起走进了天荣西餐厅 这是一家典型的 意大利式西餐厅 装修风格奢华 环境十分不错 餐厅的正中央 还有一架精美的钢琴 一名身穿艳伟服的 外国钢琴师 正优雅地弹奏着 不愧是人均 接近一千消费的 高档西餐厅啊 看起来就很有逼格 楚明心中暗自赞赏 她还没来过这种地方 但此刻 她却一阵尿意袭来 好的 韩玉玲点点头 楚明去上厕所后 两人找到一处 靠窗的位置坐下 郭怡心看着楚明离开的方向 脸上的温和已经消失了 皱着眉头道 玉玲干嘛来这么贵的餐厅啊 这得花多少钱 别人救了我 当然得请别人吃点好的咯 韩玉玲耸了耸肩 叫来了服务员 开始点餐 就算他救了你 随便请他吃点什么就行了吧 没必要吃这么贵啊 不就被一群野狗追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郭怡心愤愤不平道 韩玉玲撇了撇嘴 没有解释 她知道自己这闺蜜从小 娇生惯养惯了 不知道一群野狗有多么可怕 但她自己是农村出来的 自然是知道 楚明对她是救命之恩 见韩玉玲这副模样 郭怡心愣了一下 突然惊讶道 你该不会是 喜欢上这小子了吧 韩玉玲白了他一眼 只是单纯地请他吃个饭而已 表示一下感谢 别人才十八 九岁呢 你脑子里想什么那一天 切 这不是怕你老牛吃嫩草吗 郭怡心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摇了摇头 又说道 那楚明确实长得不错 但你看她那一身衣服 连两百块都不到 你要是跟她在一起 还得你养她 你又不是富婆 可别想抱养小鲜肉 她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想看看 这位英雄就美的少年 是什么样的 要是家庭条件不错的话 她都想撮合 一下韩玉玲和楚明 毕竟韩玉玲已经三十二了 还没找男朋友 让她这个 做闺蜜的操碎了心 但是今天一看 确实让她挺失望的 就一个普通小孩 对了 你们公司 那个总经理 还在追你吗 要不你就从了她吧 虽然别人离过婚 但年薪百万 你这不考虑一下 到时候 你就不用上班了 回家当个家庭主妇多好啊 郭怡心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韩玉玲一阵 挤眉弄眼 韩玉玲 是星豪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 而郭怡心说的那个总经理 就是她的上级 王健 刚刚进公司时 王健就不停地骚扰她 但之前对方还没有离婚 所以还有点分寸 自从王健离婚后 王健对她的骚扰 就愈发地明目张胆 甚至还在 经常拿官职压她 韩玉玲 对王健这种油腻不堪的中年人 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一直十分厌烦和苦恼 行了 别说了 见到闺蜜又开始 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 韩玉玲顿时烦躁起来 声调都提高了 不说了不说了 见韩玉玲 有些要生气了 郭怡心只能性性地闭上了嘴 楚明上完厕所回来时 两女已经点好了餐 一人一份澳洲圆切西冷牛排 一份甜点 一份意面 还有一瓶红酒 看着餐盘里那块 摆盘精致的圆切西冷牛排 楚明扎了扎舌 心想这么小一份 够谁吃啊 但她偷偷猫了一眼菜单 发现这美人的消费 都上签了 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是别人请客 只能客气到 让你破费了呀 姐姐 没事 应该的 吃吧 韩玉玲呵呵一笑 开动起来 她作为新豪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 工资一个月也有三万左右 请一顿价格不菲 西餐也无伤大雅 于是 楚明笨拙地拿起刀 插学着他们手法 开始切牛排 她是真的没用过这玩意 显得有些滑稽 韩玉玲见状 好笑道 不会用刀叉吗 可以让服务员拿双筷子 没事的 那行吧 楚明也不抢求 让服务员拿了双筷子 心里一阵吐槽 什么玩意 这么小块牛排 还切来切去的 吃个寂寞 楚明抄起筷子 夹起那块牛排 就一口闷了 还是咱 老祖宗的玩意好用 外国人这什么刀子叉子的 属实是脱了裤子放屁 对面的郭一新 刚刚在楚明回来的时候 脸上就又变回了 那副温和的模样 当他看着楚明 连刀叉都不会用 吃西餐居然用筷子时 心里不由地涌现出一丝鄙 在他心里 吃昂贵的西餐 是上流人士的象征 在西餐厅用筷子 简直就像个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其他方面简直是不堪入目 不过他表面还是不动声色 温和地微笑着 楚明并不知道 郭一新已经给他 打上了土包子的称号 他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和韩玉玲 有说有笑地聊着 郭一新则看着窗户外面 百无聊赖 想着怎么叫韩玉玲早点离开 忽然 他看到了一辆橙色的路虎 懒生在天荣西餐厅的门口 停了下来 这是2021年的最新款路虎 价格120多万 看得他不由得眼前一亮 随后 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从车上下来 手里还捧了一束玫瑰花 看了一眼他们坐的位置 看到中年人的一瞬间 郭一新就连忙拍了一下 身边的韩玉玲 惊呼道 玉玲 你快看 王健怎么来了 这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正是韩玉玲的顶头上司 和他的追求者 王健 韩玉玲看了过去 只见到王健的肥脸上 还挂着笑容朝他挥手 眉头一下子紧簇 燕凡道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这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什么情况 楚明茫然地 打亮着窗子外面的王健 看见对方手里的玫瑰花的时候 顿时明白了什么 韩玉玲的追求者 不过看对方的表情 好像不太喜欢这胖子 那王健 此时已经走进了天荣西餐厅 来到了韩玉玲他们三人面前 肥脸上带着一抹 自以为绅士的微笑 把手里的玫瑰往前递过去 柔声道 小玲 看到你刚才发的朋友圈 我就赶紧过来了 你也是的 想吃西餐跟我说 我带你去啊 这种地方怎么配得上你呢 王健的语气中 带着一股十足的优越感 别说韩玉玲了 这语气听得楚明都直皱眉头 韩玉玲心里厌恶 但想到对方毕竟是自己上司 只能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王总 今天可是我的休息时间 我和我朋友一起吃个饭 请不要打扰我好吗 他着实没想到 吃饭之前发个朋友圈 这王健都能闻着腥味过来 让他十分无语 听到韩玉玲这样说 王健也不尴尬 把玫瑰强行塞到对方手里 然后自顾自地 在楚明旁边的位置上坐下 满眼深情地看着韩玉玲 我不会打扰到你的 小玲 你们吃你们的 我就这样看着你就行 但楚明却尴尬了 看了一眼韩玉玲 又看了一眼王健 心里一万个卧槽 怎么蹭个饭 还能遇到这种奇葩 韩玉玲看着王健无赖的模样 气不打一出来 脸色难看 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突然站了起来 把手里的一束玫瑰 直接给扔到了王健的脸上 都是不可能看得上你的 请你自重 你干什么呀 一旁的郭一新顿时急了 连忙拉着韩玉玲 别人王总好心过来看你 还送你玫瑰 你干嘛这样 他一直想要撮合这两人 当然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王健在对面摸了摸脸旁 那玫瑰花上的尖刺 已经将他的肥脸 划出了几道血痕 他看着韩玉玲的眼神 慢慢地阴沉下来 点了点头 不怒反笑 好好 他猛地站起来 指着对方的脸骂道 韩玉玲 你这个臭疤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好 看不上老子是吧 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给老子滚出星豪集团 他堂堂一个星豪集团的总经理 拉下脸面来追一个下属 居然屡次三番地被拒绝 让他面子往哪里搁 王总 你消消气 郭一新焦急万分 显然没料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连忙起身 不停地拉着韩玉玲 玉玲 你干嘛这样 别人王总也是好心啊 赶紧给王总道个歉 韩玉玲却不为所动 倔强地站着 脸色不停变换 却没有再开口 他当然舍不得星豪集团 部门经理的位置 否则他也不会忍受 王健这么久的骚扰了 但他今天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这王健实在是让他无比恶心 由于刚才王健的骂声太大 西餐厅里的其他人 也都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纷纷议论起来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还吵起来了 看到那一地的玫瑰花没有 好像是那个死胖子在求爱 结果别人没同意 就恼羞成怒了 我靠 那这胖子可太没品了 表白失败了就骂人 你看他妹子的脸色都快哭了 你说我要不要过去帮帮他 来个英雄救美 哎 你等等 这胖子好眼熟 这不是星豪集团的王健吗 市场部的总经理 卧槽 还真是 能在天荣西餐厅这种高消费的地方吃饭的人 再怎么说也是中产阶级 所以 已经有人认出了王健 于是都不准备去多管闲事 那可是星豪集团的总经理啊 星豪集团是什么 蜀城的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资产上百亿 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杀大权 就算他们不是星豪集团的员工 但凭借着对方的人脉 给他们的老板打个电话 也能把他们的饭碗给打翻了 见韩玉玲也不再说话 王健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不想被开除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天之内 到我家来见我 我就不开除你 说完 王健抖了抖身上的玫瑰花瓣 转身就打算离开 他倒要看看 生活和尊严 这韩玉玲要选哪个 这位王总 你过分了吧 这时 楚明的声音突然传来 楚明早就看不下去了 这韩玉玲 勉强也算是他的朋友 再怎么说 今天也是别人请客吃饭 而且吃得好好的 这王健莫名其妙地过来 搅局就算了 还辱骂韩玉玲一番 当他不存在吗 王健回头一看 顿时就笑了 我过分了 我就过分了怎么了 他这个八要子 部门经理的位置 都是我提拔的 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还给我甩脸色 我王健 堂堂星豪集团的总经理 不要面子 韩玉玲一言不发 他死死地盯着王健 心中恼怒 对方说的没错 他的经理位置 确实是对方提拔的 但他也是在星豪集团底层 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年 一步一个脚印 就算没有对方 他相信自己 也能很快做到经理位置 但这种时候 却被王健抓住了把柄 王健刚才并没有怎么注意楚明 还以为只是韩玉玲 或者郭一新的弟弟 他好笑地看着楚明 戏雪道 小子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怎么 你还想给他出头啊 哼 楚明单笑了一下 问道 我今天还就给他出头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开除不了他 此话一出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 玄机王健忍不住笑了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楚明 我说 我开不开除得了他 是你说了算吗 你以为你是谁 王健一时间 居然还觉得这小子有点意思 他还以为这年轻人冲动易怒 会上来打他一顿 但看对方这细胳膊细腿的 也干不过他 所以他也没在怕的 只是王健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会说出这种没脑子的话 属实把他逗笑了 怎么 以为自己是星豪集团的董事长不成 小朋友 别乱讲话 你让他走 大不了我就不在星豪集团干了 韩玉玲也开口说道 虽然楚明替他出头 他感到很欣慰 但这幼稚的话 显然对王健没什么用 只能让别人笑话 郭一新没有说话 只是皱着眉头 用像看傻臂一样的眼神 看着楚明 连伪装出来都温和之色 都没有了 这小孩 以为说句大话 就能让王健怕了 楚明则没有在意 几人的话语和目光 他只是淡淡地问道 星豪集团的总经理是吧 那邱志兴你认识吗 蜀城稍微有点见识的 谁不认识邱总 怎么 你可别告诉我 你和邱总有关系 王健忍着笑意 看着装模作样的楚明 忍不住打量了对方几眼 这小子还把邱志兴的名头扯出来 看他这副模样 能和邱志兴有关系 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 楚明没有搭理他 只是拿起了手机 打开了微信 点开邱志兴的微信 拨打了微信电话 其实他的心里也没什么底 这王健自称是星豪集团的总经理 而邱志兴是星豪集团总裁 表面来说 两人并不是从属关系 也不知道能不能管得着王健 王健看着楚明开始打电话 无动于衷 脸上还挂着细血的表情 他倒要看看这楚明要装到什么时候 让楚明有点惊讶的是 邱志兴居然秒接了电话 于是他按下了外放 把手机放到桌子上 手机那头 顿时传来了邱志兴雄厚的声音 哈哈 小兄弟 我刚刚还想找你 结果你就给我打电话了 声音一传出 王健的脸色骤变 惊疑不定地看了看楚明 又看了看手机 微微俯身下去 似乎想要确定这个声音是谁的 喂 邱总 你认识王健吗 楚明开门见山道 王健 嘶 有点印象 好像是我们公司某个部门的总经理 怎么了 小兄弟你找他有事 嗨 有什么事找我呀 星豪集团都是我邱某人说了算 我不找他 楚明看了一眼脸色变得不对劲的王健 意识到了邱志兴在星豪集团的地位 恐怕要比王健要高 不由得笑了笑 这王健在我旁边呢 他想开除我一个朋友 不仅如此 还骂我朋友 不知道邱总能不能管管 什么 电话那头的邱志兴 声调一下提高了 带上了些许怒气 他现在可是想方设法的 要交好楚明 结果自己的下属 还惹到别人头上去了 王健一听就急了 他已经确定 这真的是邱志兴的声音了 赶忙弯下腰 对着手机说道 邱总 这是一个误会 我不知道 这位小兄弟认识你啊 别看王健是一个部门的总经理 在其他公司 总裁或许不能拿总经理怎么样 但邱志兴不同 他可有星豪集团70%以上的股份 有着百分百的话语权 要开除他只是一句话都事情 误会 楚明兄弟 是我邱志兴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敢骂我的朋友 邱志兴的语气已经十分不悦 其实这句话不止说给王健听 也是说给楚明听 邱志兴在表示自己的态度 朋友 王健又忍不住看了楚明一眼 在他的印象中 邱总的朋友 都是其他大公司的老总 年纪最小也30了 这小孩怎么看也不像啊 难不成是哪个大人物的儿子 想到这里 王健彻底慌了 冷汗直冒 直接给楚明鞠了一躬 诚皇诚恐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前不知道这位 楚公子是邱总的朋友 冒犯到了 还请您不要介意 小兄弟 这件事是我下属不懂事 不小心冒犯了 这样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邱志兴语气带着歉一道 听到这话 王健肥胖的身躯颤抖了一下 他没想到邱志兴 真的这么看重楚明 要是楚明说 要把自己开除了 那他岂不是完蛋了 楚明诧异地看了王健一眼 他也没想到 这邱志兴的名号 居然这么管用 想了想 说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王健你给我姐姐韩玉玲道个歉 保证以后不再骚扰他 这件事就过了 听到了吗 王健 邱志兴喝道 好的好的 王健连连点头 心里松了口气 楚明没让邱志兴 直接把他开除 已经是万事大吉了 至于道歉这种事 对于他这种职场老油条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王健转过身去 朝着韩玉玲 直接深深鞠了一躬 用力到满脸肥肉都抖了一下 看起来十分诚恳 韩玉玲小姐 对不起 今天全是我个人的错 还希望您原谅 他没有直起身子 等着韩玉玲的回答 韩玉玲早已猛逼良久 在楚明真的给邱志兴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震惊了 完全没想到 这个被自己称为小朋友的人 居然真的和邱志兴认识 还是朋友 对方一个电话 居然就让骚扰了自己好几年的上司 给自己弯腰道歉 让他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完全无法想法 他看着面前还弯着腰的王健 愣了半天 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 没事 王健这才直起身子 看向楚明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卑微地问道 楚公子 你看我能走了吗 态度和刚才完全是天壤之别 楚明忍不住觉得好笑 果然刘鹤仪那小子说得对 社会上能赚钱的人 多半都能屈能伸 处事圆滑 这王健不愧是能混到总经理位置的人 既然这个电话起到了作用 楚明也不想再为难对方 挥了挥手 走吧 好好好 那邱总 楚公子 我就先告退了 王健如释重负 连忙说道 说完他就狼狈地 小跑出了西餐厅 他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 整个西餐厅的人看着呢 既要担心职位不保 又丢面子 西餐厅里看热闹的那些人 早已被惊掉了下巴 他们亲眼看着本来十分嚣张的王健 楚明打了一个电话 就开始卑躬屈膝起来 最后 居然还灰溜溜地离开了餐厅 忍不住又议论纷纷 那小伙子谁啊 看着也不像什么有钱有势的人 怎么一个电话 就把王健吓成这样 谁知道呢 现在的有钱人看外表可看不出来 都低调着呢 也是 以后可真得注意了 这年头大学生都惹不起了 韩玉玲复杂地看了一眼楚明 诚恳道 谢谢了 楚明 又欠你两个人情了 看到楚明的这种强大人脉 他的称呼都变了 有些不敢像以前那样 叫了 而之所以是两个人情 是因为刚才楚明在让王健给他道歉的时候 说的是 我姐姐 韩玉玲也是聪明人 他清楚 这是楚明专门说给邱志兴听的 想来有邱志兴的照顾 自己以后 在公司 肯定要高升了 没事 举手之劳 楚明摆了摆手 玄机又笑道 你还是叫我小朋友吧 叫名字听得更怪了 他本来就是顺手而为 而且 这可是半猪吃虎的机会啊 刚才这一波肯定能获得积分 好啊 小朋友 韩玉玲露出笑容 莫名松了口气 但心里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随意 这是地位带来的压力 一旁的郭怡心 也开始重新打量起楚明 眼神彻底变了 这还是他认为的那个土包子吗 居然和邱志兴这种大人物是朋友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而楚明的电话还没用挂断 手机里再次传出邱志兴的声音 怎么样小兄弟 不生气了吧 没事 谢谢了邱总 楚明认真道 对了 你刚才说 本来想找我来着 是有什么事吗 嗨 遇到了点麻烦 需要小兄弟帮忙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 放心 肯定有报酬 帮忙 楚明挑了挑眉毛 邱志兴让他帮忙 那肯定是有关艺能者 或者鼓舞者方面的东西 毕竟其他的他也解决不了 说实话 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其他人拥有特殊能力后 楚明对其他艺能者和 吴哲也挺感兴趣的 而且邱志兴说 要给报酬 那肯定也不低 本来他就想赚钱来着 于是楚明就同意了 可以的 邱总 今天多久 晚上八点吧 你发地址给我 我让阿光开车去接你 好的 那我就先挂了 好 晚上见 楚明挂断了电话 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也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二十点积分 才二十点吗 这次的积分这么少吗 楚明有点失望 但想了想 这积分获得的多少 是根据伴珠吃虎对象的实力和地位来的 昨天晚上在邱志兴 龚秋鹤 还有一群富二代面前伴珠吃虎 才能获得一百积分 今天就这几个人 身份地位也一般 二十积分也还算不错了 然后楚明毫不犹豫地 把这二十积分 注入到了钢铁侠马克三战甲的图纸中 比起抽奖 他更想得到这个 马克三战甲的解锁进度变成了 二十斜杠一千 任重而道远啊 楚明暗暗摇头 看来得多装逼打脸 扮猪吃虎才行 顺其自然吧 随后他也不再多想 招呼着两女 继续吃起桌子上的西餐 之后的吃饭的时间里 韩玉玲也不再和楚明有说有笑了 变得小心翼翼 举止谨慎起来 楚明也没有办法 这是身份带来的隔阂 但他也不太在意 毕竟和对方只能算个普通朋友 不过那郭怡心 倒是没了之前的沉默寡言 开始活泼起来 话说个不停 言语间还不停有撮合两人的意思 搞得楚明一阵尴尬 浑身不自在 匆匆地吃完了东西 就和两人告了别 离开了西餐厅 楚明刚一走 郭怡心就十分兴奋地 拉着韩玉玲的手臂 使劲摇晃着 我的天啊 你这小朋友可太不得了了 不行 我必须得把你们搞到一块去 瞎说什么呢 别人年纪还小 而且是邱志欣的朋友 肯定有钱有事 我怎么高攀得起呢 见到闺蜜 又在乱点鸳鸯谱 韩玉玲无奈道 就是因为 别人有钱有势啊 而且还长得帅 你不喜欢那个王剑 不就是因为别人油腻吗 这楚明就挺好的啊 又低调 又帅 又有权有势的 郭怡心眨巴着眼睛 怂恿道 而且 你都三十二了呀大姐 现在趁着还有身材 有颜值 赶紧去追啊 而且 别人小年轻 说不定就喜欢你这种成熟的呢 韩玉玲听着闺蜜的话 看着楚明离开的方向 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楚明从天荣西餐听出来后 就回到了出租屋 然后用丑团点了的外卖 西餐那点东西 他是真没吃饱 而且也不合他胃口 还不如几十块钱 买一顿烧烤 毒液也没有在骚扰他 这家伙每次吃完巧克力之后 都会陷入沉睡 楚明也不想去唤醒他 懒得搭理 吃完外卖后 楚明就躺在床上挽起了手机 等着晚上阿光来接他 有意思的是 郭怡心的女人 居然加上了他的微信 想来是在韩玉玲那里拿到的 但楚明并没有通过 他当然知道 这女人是什么想法 他才不想理会 女人简直麻烦 很快 时间到了晚上八点 一辆麦巴赫 GLS600停在了楚明的楼下 邱志欣的保镖阿光 从车上下来 靠在车门上 默默地等着楚明 楚明租住的出租房 是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 其中大部分都是租户 平常很少见到有豪车 更别说价值500万的麦巴赫了 一时间 很多居民都远远地望着阿光 充满嫉妒 心想 这是不是哪个拆迁户 发达了来搬家的 楚明也很快 从楼上下来 笑着和阿光打了声招呼 阿光一见到 楚明身体不自觉地就弯下一分 露出崇敬之色 打开了后座的车门 说道 楚公子 请上车吧 阿光早年间 是国外某小国的雇佣兵 本身就十分崇尚强者 见识到楚明的力量后 已经完全折服了 更别提 对方现在是自己老板的朋友 自然是态度恭维 楚明看了一眼阿光 发现对方的手掌上缠着绷带 显然昨天晚上受了不轻的伤 歉意道 不好意思 下手有些重了 没事没事 这都是我自找的 阿光连连摇头 惨笑着 楚公子快上车吧 邱总等着呢 好 楚明也不再多说 坐上了车 关上车门后 阿光也坐上了驾驶座 发动了车子 邱总找我有什么事 楚明一边打量着车内的装饰 一边询问道 你别说 这几百万的豪车 和打的滴滴快车 还真不一样 四平八稳的 车上还装有香槟和红酒 逼格很高 嗯 我也不太清楚 楚公子你到了就知道了 阿光确实也不知道情况 于是 楚明也不再多问 靠着车窗沉默着 车子很快开过城区 向着郊区开去 楚明看着车窗外的路牌 发现 这是去往川省的道路 车子足足行驶了快一个小时 才缓缓停下 下车后 楚明抬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看起来就十分高贵的庞大别墅 建立在一片树林之中 看样子至少有几千平米 哈哈 楚明兄弟 等你好久了 邱志兴的声音响起 他居然专门在别墅外面等着楚明 邱总 楚明微微点头 打了个招呼 邱志兴笑着走过来 一把搂住楚明的肩膀 看起来就像两人是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一般 十分热情 别站着了 走 进去吃饭 在邱志兴的拉拽下 楚明跟着他走进了别墅的第一层 一眼望见的是 极尽奢华的大厅 繁复的灯饰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大厅的中央 摆着一个圆桌 上面铺着平整洁白的参布 而此时的圆桌边上 已经坐着一个 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少女 少女一头金色长发 颜值极高 穿着一身黑色风衣 身材高挑 面容冷艳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她的身后 还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看上去是一个管家的角色 楚明一进门 目光就停留在少女身上 无她 只因为这少女太美了 比她抖音上看到的那些网红 不知道漂亮了多少倍 而少女 则拿着一副好奇和审视的目光 打量着她 楚明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连忙挪开了目光 来 楚明兄弟快坐 邱志兴招呼着楚明 在圆桌旁坐下 然后扭头看向阿光吩咐道 让厨师上菜 阿光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然后邱志兴转过身子 看向那个冷艳少女 对楚明介绍道 楚明兄弟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龚老二 龚秋鹤的女儿 也是比人的干女儿 龚秋秦 你好 楚明对冷艳少女微微一笑 然后诧意地看着邱志兴说道 邱总 今天恐怕不是你找我有事吧 哈哈 被楚明兄弟看出来了 剑被揭穿了 邱志兴也不尴尬 哈哈一笑 然后道 确实不是我找你有事 是这位龚小姐 那龚小姐有事直说吧 我不喜欢绕弯子 楚明开门见山道 好 圆桌对面的龚秋秦开口了 声音和他外表一样冰冷 但却十分动听 我听邱叔说 你是一个B级异能者对吧 是的 楚明点了点头 是这样的 我在川省江彦市 开了几家酒吧 青城山的一些古物者 经常来找我麻烦 有几家酒吧 经常被砸场子 那些古物者的实力不低 我手下的人处理不了 希望你能帮我出手 龚秋秦说话也很直接 龚家在几百年前起家的时候 就和青城山的 那些古物者有过过节 两家是世仇 在异能者还没出世时 青城山的古物者 还一直隐藏着自己 而现在 古物者们纷纷出山 青城山的人也坐不住了 出现在世俗里 他们出世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报复龚家 但龚家作为武道世家 也有着强大的古物者 青城山的人 自然不敢去龚家的 中流砥柱产业搞事 只能欺负欺负龚家的小辈 青城山 古物者 楚明挑了挑眉头 疑惑道 你们龚家 不是武道世家吗 难道没有比青城山的 古物者更强大 而且 这种事情 官府不管吗 龚秋情摇了摇头 无奈道 龚家自然是有 比他们强大的古物者 但我只是 龚家的一个三代子孙 而且 我父亲的权力 在龚家其实并不大 我能支配的古物者 最高实力只有C级 至于官府 他们是建立了特殊部门 但目前全国的异能者 冒出的越来越多 都有些处理不过来 我这点小事 他们根本无法顾及 原来如此 楚明恍然道 所以 我听我父亲说 秋叔结交了一个 B级的异能者 我就赶紧过来了 这位楚明兄弟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件事 我可以付你200万的酬劳 龚秋情淡淡地伸出两根手指 好 我接了 楚明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下来 有钱不赚王八蛋 更何况是200万 他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忙你 不过 龚秋情却画风一转 说道 在这之前 我要确认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B级异能者的实力 哦 你想怎么测试 楚明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我身后这位是我的管家 东书 他是一个C级的鼓舞者 如果你能抗下他一招 就能确定 你有B级实力了 龚秋鹤微微扭头 示意了一下身后的老者东书 东书点了点头 向前走了几步 站到大厅中间的空旷位置 目光看着楚明 没有讲话 看着两人的眼神 楚明知道自己不露一手是不行了 只好也站了起来 走到距离东书两米的位置 一旁的邱志兴也没有阻止 他知道自己这干女儿 性格也是比较谨慎的 如果没亲眼看到楚明的实力 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而且楚明的实力 他也见识过 根本没必要担心 楚明打量着面前的东书 对方穿着一身黑色的练功服 年纪看起来60多了 头发花白 身体都有些勾搂 不过精气神十足 目光炯炯 十分有威慑力 楚明通过系统 查看了一下对方的战斗力 攻续东 战斗力47 平级C 智慧8 修为 武者初七 修炼功法 不入流 修炼武技 不入流 战斗力47 就是C级了吗 楚明有些诧异 自己原本也才 武者初七地修为 可是他修炼了破空拳 达到了足足65点战斗力 那岂不是不用毒液 都能轻而易举地 抗下对方一招 要知道 自己毒液本体附身 战斗力直接翻三倍 那就是195点战斗力 完全可以秒杀对方 于是楚明决定 不用毒液了 只凭借武道实力 正好他还没有尝试过 自己本身的实力 有多强大 龚绪东还在等着楚明 展示出自己的异能 结果等了半天 对方都没有动 不由地提醒道 小友 你不用异能 怎么能抗住我的一招呢 楚明眉头微皱 想了想 说道 其实我不仅是个异能者 也是个鼓舞者 我觉得 凭借自己的武道实力 也能扛得住您的一招 哈哈 小友 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龚绪东忍不住笑了 他还以为楚明在开玩笑 修炼武道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他苦心修炼了一辈子 才达到武者初期 看看C级的实力 要知道 在真正成为武者之前 还要修炼外境 也就是如今的D级排行 有些人终身都练不出内力 达到武者境 而能挡住他全力一招的 至少得B级以上的实力 也就是武者中期 这楚明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修炼到那种程度 圆桌边的邱志兴也笑了 楚明兄弟 你还是赶紧变身吧 不要逗老爷子完了 他自然也不会相信 楚明是古武者 而龚绪则冷眼看着 秀眉青醋 似乎有点厌恶 楚明这种对老者开玩笑的态度 这龚绪东虽然只是他的一个管家 却是从小把他带到大的 感情很好 龚秋勤一直把对方当亲叔叔看待 见几人都不相信 楚明面露无奈 只好运转起了体内武者的内力 一股玄妙的气息顿时涌现而出 此气息一出 龚秋勤和邱志兴两人 并没有什么感觉 而龚绪东脸上的笑容 却直接凝固 猛地后退两步 惊疑不定地看着楚明 古武者的气息 龚绪东的老脸上充满了震惊 他显然感受到了楚明身上的气息 这年轻人居然真是个古武者 这下信了吧 东叔 出手吧 楚明淡然说道 好 龚绪东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已经通过气息感受到 楚明的实力一定是比自己强大的 至少是B级 但龚秋勤之前要让他出招 自己当然不能忤逆小姐的话 于是龚绪东一步跨出 同样运转起体内的内力 身上黑色练功服 无风自古 气势汹汹 原本老者身上的古稀之气 已经荡然无存 随后 只见他朝着楚明一拳挥出 速度奇快 比昨天晚上阿光的那一拳 不知快了多少 携带着巨大的威力 这就是C级的实力 不过在楚明看来 这一拳却慢得如同蜗牛一般 他将内力聚集在手掌处 往前轻轻一握 就轻飘飘地接住了龚绪东的拳头 砰 拳掌交汇处 一股强大的威能迸发开来 气量席卷而出 大厅里的家具 都肉眼可见地摇晃了一下 龚秋琴和邱志兴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刚才还在以为楚明在开玩笑 结果下一刻 这两人就突然动起手来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 龚绪东慢慢地收回了拳头 只觉得整只手臂都被震得生疼 他甩了甩手 然后看向楚明 双手抱拳 佩服到 小有五道精湛 不知道师承何派 他现在是真的相信 楚明是鼓舞者了 而且实力强大 那澎湃的内力骗不了人 同时心中惊异 看对方这年纪不过十八 九岁 居然就能修炼到如此地步 要知道 在整个龚家的族谱中 最早修炼到五者中期 也就是必及实力的人 都至少五十多岁了 楚明也收回了手掌 副手而立 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 其实他的手掌也被震抹了 不过现在可是在装逼啊 怎么能甩手 听到对方的问题 楚明想了想 回答道 这个不方便透露 我师父不喜欢我向别人提及 他老人家的名号 楚明想着 反正也没办法解释 自己的武道是哪里修炼来的 干脆就顺坡下驴 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师父 既然如此 我就不问了 龚旭东点了点头 想必这楚明的师父 是某个影视的强大鼓舞者 不想让别人知道 名号也正常 然后龚旭东迈步 走到了龚秋勤的身旁 弯腰道 小姐 已经确定了 这位楚明先生 有B级的实力 而且还是个鼓舞者 鼓舞者 文言 龚秋勤看向楚明的眼神一下变了 这么年轻的鼓舞者 简直不可置信 这要不是龚旭东亲口告诉他的 他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而且 明明邱智星告诉他 这楚明是个B级异能者 现在居然还是个B级鼓舞者 那对方的真实实力 到底是什么 这种情况 他完全没有见过 一旁的邱智星 也听到了龚旭东的话 顿时心里一阵卧槽 静怡不定地看向楚明 心想这小子太离谱了吧 他也没有听说过 还有人同事是异能者 和鼓舞者 楚明面对三人的眼神 依旧面色平静 双手背在身后 朝三人走了过去 对着龚秋晴微笑道 这下龚小姐放心了吗 龚秋晴深吸了一口气 从椅子上站起来 认真地看着楚明 正色道 先前不知道楚公 是B级鼓舞者 如有冒犯之处 还请见谅 其实在他心中 异能者只是一群平白无故 获得力量的不劳而获之人 别说对方是B级 就算是A级异能者 他的心里都不会太过尊重 所以 之前才会对楚明这么冷漠 但鼓舞者就不同了 每一个鼓舞者 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和精神力 才能变得强大 更别提楚明这种 如此年轻的B级鼓舞者了 简直是天赋一饼 对于出生五道世家的龚秋晴来说 这种人更值得他尊敬 楚明看着龚秋晴态度的转变 目光露出诧异 然后摇头笑道 无妨无妨 他也想不到 自己这装逼效果这么好 心中暗自窃喜 顿了顿 楚明又道 那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那当然 龚秋晴连忙点头 想来以楚公子的实力 收拾青城山那几个杂碎 是绰绰有余了 不过这个报酬 我想提高一些 升到五百万 我先付二百万定金 您看如何 楚明这种年轻的强者 肯定是前途无量 龚秋晴自然想要拉拢 毕竟他们公家 最强大的鼓舞者 也才避急巅峰 卧槽 五百万 一天花一千 也要十多年才能花完啊 楚明心中狂喜不止 表面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好 就这么说定了 需要我什么时候 去江艳势 还请楚公子尽快吧 出秦的费用 我可以全额报销 见楚明同意了下来 龚秋晴 那冷艳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就像是寒冬里 绽放的雪梅 艳丽动人 这笑容看得楚明 都有点发愣 不得不说 这龚秋晴颜值 真是极品 完全和他爹龚秋鹤 沾不上便 可能是遗传他妈的吧 不过那笑容 很快就消失了 变成了疑惑 因为楚明实在是 盯着对方看得太久了 楚公子 嘿嘿 好的 我尽快过去 楚明连忙回过神来 倾壳一声 掩饰尴尬 好 那请楚公子入座吧 龚秋晴的脸上 再次露出笑容 待楚明坐下后 龚秋晴才坐下 哈哈 都谈妥了 那就吃饭吧 邱志兴见状 哈哈一笑 朝着后方看了一眼 下一刻 几个私人厨师 就端来饭菜 放在了圆桌上 看上去 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其实 这些菜选用的材料 都价格不菲 一桌子下来 都得上万 更别提 邱志兴手里的那瓶贵州茅台 不过 楚明并不在乎 只要不是中午 那种西餐就好了 花里胡哨 吃都吃不饱 然后 在邱志兴的招呼下 三人动起了筷子 吃饭期间 三人都隐隐地 以楚明为中心 连龚秋晴这冷艳美人话 都多了起来 还不时给楚明加菜 很快 酒过三巡 几人都吃饱了 楚明也准备告辞离开 楚公子慢走 龚秋晴站了起来 刚才他几倍茅台下肚 脸庞上 原本雪白的皮肤 已经染上了些许飞红 他挥了挥手 向楚明告别 本来他也想送一送楚明 但邱志兴拦住了他 说自己要单独和楚明说一些事 他也只好做吧 楚明朝他 点头示意了一下 然后在邱志兴的带领下 走出了别墅 楚明兄弟 邱志兴一把 把楚明拉到了一旁 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 笑眯眯地说道 你看 龚秋晴是我干女儿 你帮了他的忙 我这做干爹的 肯定不能不表示啊 说着 他从兜里 掏出一串钥匙 塞到楚明手里 我去年在蜀城大学附近 开发了一片学区房 就是你读的那个大学 这里有七把钥匙 三单元 十层一整层的钥匙 老哥就送给你了 这 怎么好意思呢 邱总 楚明看着手里的一串钥匙 砸扮了一下嘴 死死地握住 龚小姐已经说了 会付给我五百万的报酬 你这不合适吧 那片学区房 他可听说过 价格炒得老高了 一两万一瓶 一套至少一两百万 这邱志兴 一给就是足足七套 嗨 叫什么邱总 声说了呀 邱志兴音调 骤然提高 眼珠子 一下子瞪大了 满脸通红 酒气熏天 看起来已经醉熏熏的 他大声吼道 我们哥俩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就是七套房子吗 让你收下就收下 这家伙刚才 喝了整整半瓶茅台 楚明也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真的喝醉了 不然哪有平白无故 直接送房子的 那邱哥 我就收下了 谢谢了 楚明只能勉强收下 道谢道 然后把钥匙放到裤兜里 死死地拉上了拉链 诶 这就对了嘛 以后有什么事 就找哥 邱志兴 似乎已经有些上头了 身体开始摇摇晃晃 然后对着身后的阿光 挥了挥手 阿光 给我把楚老弟 好好地送回去 是 阿光诧异地看着 似乎已经喝醉的邱志兴 心想平时老板酒量 没这么差 白酒都是两斤打底 今天怎么回事 不过他没有多想 只是走过去 打开了麦巴赫的后排车门 然后示意楚明上车 那邱哥我就先走了 你喝醉了好好休息 楚明连忙挣脱了对方的手臂 然后上了车 好像生怕这邱志兴反应过来 后悔了似的 老弟慢走啊 邱志兴大声地告别道 然后阿光就驾驶着车辆 慢慢地开出了别墅 邱志兴站在原地看着 直到麦巴赫的影子 从视线中消失 他的嘴角 才露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一副老狐狸 得逞般的表情 原本摇摇晃晃的身体 也站稳了 看上去哪像是喝醉了酒的人 他刚才醉酒冲动的模样 当然是装的 目的就是为了 和楚明拉近关系 这楚明说什么 也只是个年轻人 未经逝世 忽悠起来 还是挺容易的 自己这样随便演一下 就用七套房子 和一个B级异能者 和B级修炼者 变成了口称兄弟的关系 简直不要太划算 邱志兴沾沾自喜 坐在麦巴赫后座上的楚明 掂量了一下裤兜里的钥匙 嘴角忍不住 微微上扬 邱志兴以为楚明是个 不经世事的少年 看不出来他在装醉 但楚明两辈子加起来 都快五十岁了好吗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邱志兴在演戏 殊不知楚明也在演戏 别人演得这么好 自己肯定要配合一下咯 白条七套房子 何乐而不为呢 不愧是星豪集团老大 交个朋友都出手这么阔绰 楚明心里暗自感叹 自己上一世努力了一辈子 连一套像样的二手房都买不起 结果现在 直接有了七套精品学区房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差距吗 叮 恭喜宿主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180点积分 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 这次伴珠吃虎的对象 除了邱志兴 龚秋勤两个地位不低的人物之外 还有龚旭东这样一个C级的鼓舞者 直接获得了180积分 楚明没有犹豫 直接把全部积分注入到了 钢铁侠马克三战甲的图纸中 积分拿来抽奖 还不一定获得什么玩意呢 他还是更想 尽快得到马克三战甲 注入成功 马克三战甲解锁进度200斜杠1000 就差800积分了 楚明兴奋地握了握拳头 这玩意可比钱和房子牛逼多了 几百亿都买不来啊 很快 楚明回到了出租屋 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 他的手机也发来了银行的短信 200万的订金已经到账 他刚才吃饭的时候 才告诉龚秋勤银行卡号 结果这不到半小时就打过来了钱 办事效率也真够快的 楚明看了一眼 就将手机放在一旁 一头躺在床上 今天收获太多 他都有点麻木了 他开始思考着什么时候 去江彦市 他当然想尽快过去 毕竟肯定有半猪吃虎的机会 但明天是星期一他得上学啊 想到这里楚明皱了皱眉头 顿了顿 他忽然猛拍大腿 恍然道 我现在有钱有实力 还上得几毛学啊 上辈子 他上学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毕业 能找个好工作能赚钱 他现在随随便便 都能搞到几百万 还有必要上学吗 想通了这一点 楚明毅然决然地决定 不上学了 明天直接去学校退学 过两天就去江彦市 至于为什么不是明天就去 楚明想着 这两天去看一下刘鹤仪 这家伙 刚刚觉醒了异能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作为好兄弟 当然要去关心一下 而且 楚明对刘鹤仪的 呐含兵戏异能 也挺感兴趣的 还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作用 然后他拿起手机点开美团 买了一张大后天早上十点 去江彦市的高铁票 买的商务座 有宫秋情报销 他当然是 买最贵的车票了 搞定之后 楚明起身 准备洗漱一番 然后睡觉了 就在这时 他感到体内 原本在沉睡的毒液 缓缓地苏醒了过来 楚明 我饿了 毒液从他的肩膀 伸出脑袋 嗷嗷叫着 楚明顿时一愣 他分明感觉到 毒液的气息 比沉睡前 强大了几分 这是怎么回事 楚明心生疑惑 突然联想到 毒液早上吃了5盒巧克力 难道这家伙吃巧克力 还能变强 于是他在脑海中 向系统询问了一下 毒液共生体 在摄入本一案后 实力会得到增强 同时 复身状态下 对宿主的实力增幅 也会增加 目前毒液共生体 完全复身后 能增加宿主 3.1倍的战斗力 还能这样 楚明惊喜了 本来以为毒液 这增强自身 3倍战斗力的能力 已经够bug了 没想到这个数值 居然是还能提升的 要知道毒液这两天 就吃了7盒巧克力 和两个人头的本一案 增幅能力 就增加了0.1 要是一直这么下去 岂不是无敌了 毒液见到楚明半天 不理他 顿时就不满了 低吼道 楚明 我饿了 我要吃巧克力 好好好 楚明回过神来 连忙在美团上 下单了几十盒巧克力 他现在可不缺钱了 不就是巧克力吗 要多少有多少 等到时候 毒液强到能增加 他几百倍的战斗力 那他毒液一附身 恐怕是机关大炮 都不怕了 一想到这里 楚明心里 就美滋滋的 然后他哼着小曲 心情愉悦地洗漱去了 第二天 因为毒液吃了几盒巧克力后 再度陷入沉睡 没有再打扰楚明 他睡到了 接近中午才起来 随便点了份外卖 解决了不知道 是早饭还是午饭后 他拿起手机 给刘鹤姨发了一条微信 楚明 鹤姨 怎么样了 很快 刘鹤姨就回消息了 没事 我好多了 顿了顿 对方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请了几天假 你今天没上学吗 楚明 我没有去学校 不想去了 刘鹤姨 那小明啊 要不你来 我家一趟吧 我妈非得说我病了 要送我去医院 我又不敢去 我给她说 我是那个 她也不相信我 还说我小时候看多了 你来和我妈解释一下吧 刘鹤姨显然 记住了楚明的话 在微信上 并没有说出异能者 这几个字 楚明想了想 回了一个OK的表情 正好她今天 也打算去看看刘鹤姨 吃完饭后 楚明就出门了 打了个滴滴 刘鹤姨的家距离楚明也不远 都在新城区 但是在新城区的外围 那一片都是新修的厂房 刘鹤姨家里 就在那边 开了一个制药厂 可能是为了方便 她家的房子 就买在了厂区附近 十几分钟过后 楚明就在一处小区门口 停了下来 叫居家花园 但大部分都没卖出去 多半是被附近厂房的老板租下来 当员工宿舍用 楚明上一世的高中时代 也经常去刘鹤姨家里做客 凭借着记忆 他很快就找到了 对方家的具体位置 楚明站在刘鹤姨的家门口 敲了敲门 很快 房道门打开了 是刘鹤姨他妈妈开的门 对方穿着一身围裙 头发盘了起来 看起来四十多岁 和刘鹤姨长得有几分相似 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他一看到楚明 愣了一下 然后眼前一亮 拉着楚明的胳膊 就往屋里走 一边焦急地说道 小明啊 你来得正好 你快劝劝鹤姨吧 他浑身发冷都好几天了 让他去医院 也不去 可急死我了 梁阿姨 你别着急啊 楚明被他 拉着往屋里走 又不太好挣脱 只能连忙说道 我能不着急吗 梁阿姨 把楚明拉到刘鹤姨的房间门口 满脸都是 焦急无助和担心 现在整个人更快兵似的 我都不敢动他 让他去医院 死活都不去 还跟我说他 这是觉醒了超能力 你说他是不是看网络小说 看魔症了 不是 楚明刚要开口解释 房间的门开了 刘鹤姨从里面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穿厚重的衣服 而是反常地直穿了一身短袖 让人惊奇的是 他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 居然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刘鹤姨一看到楚明 就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 连忙拉住了楚明的手臂 是来了 你快给我妈解释一下 我说我觉醒了异能 他怎么都不信 还要送我去医院 我现在哪敢去医院啊 梁阿姨一听到 刘鹤姨又说这种话 顿时更急了 小明你看看他 真的是魔障了 你是他好朋友 你赶紧劝劝他 得病了得赶紧治啊 他这个病脱下去 怎么得了 梁阿姨急得眼睛都泛红了 他是单亲妈妈 一个人拉扯刘鹤姨长大 现在看着自己的儿子 变成这样 怎么能不心疼 他抹了抹眼睛 哽咽道 看点网络小说不听 把我儿子害成这样 我一定要把网络小说 给举报了 楚明看着梁阿姨 这副模样 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这梁阿姨对他一直挺好的 以前的他 还是个穷小子 而梁阿姨 开工厂资产几百万 但也从来没有 看不起过他 每次来他家做客 对方都是客客气气的 看着对方现在这副模样 他心里也不好受 想了想 楚明微微叹气 开口道 梁阿姨 其实贺一说的都是真的 他这个样子 真的是觉醒了异能 小明啊 你怎么也会这样 梁阿姨一听这话 却更加崩溃了 眼泪直接流了出来 蹲在地上无助的眼面哭泣 妈 刘鹤姨也急了 她连忙推了推楚明 小明 你把毒液给我妈看看吧 不然她是不会相信的 楚明无奈地撇了撇嘴 现在也只能这样办了 梁阿姨 我用一下异能给你看看吧 你千万别害怕啊 楚明先提醒了一下 然后就唤醒了体内的毒液 让毒液把脑袋伸出来 梁阿姨文言 抬头看着楚明 双眼通红 满是担忧 显然不相信对方的话 不过 就在下一刻 她亲眼看见 楚明的肩膀处 涌现出一阵诡异的黑色流体 缓缓地伸展 出来几十厘米 在那流体的顶部 一个猙獰的头颅 慢慢显形出来 啊 看到这一幕 梁阿姨吓得一声尖叫 直接瘫倒在地上 目入惊恐 梁阿姨 你别怕 这就是我的意能 楚明连忙安慰道 然后扭头看着毒液说道 毒液 快和梁阿姨打声招呼 楚明 我在睡觉 毒液却发出恼怒的嘀吼 显然被打扰了休息 十分不爽 听话 快打招呼 给你买巧克力 听到这话 毒液才乖乖地 看向地上的梁阿姨 露出一排猙獰的牙齿 自认为十分友好道 你好 梁阿姨看着这颗 恐怖的头颅 只觉得浑身毛骨悚然 嘴唇都有些发紫 颤抖道 你好 好了 小明你快让他回去 我相信你了 话说到后面 都快尖叫起来了 楚明见状 就赶紧让毒液回到了体内 这家伙 确实是有点吓人 毒液一回去 就又开始呼呼大睡 刘鹤仪走过去 将坐着地上的梁阿姨扶了起来 将其搀扶到沙发上 然后无奈道 妈 这下你信了吧 梁阿姨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胸口 腿都有些发软 上下打量了一下楚明 小明啊 你这玩意也太吓人了 梁阿姨 这不是你不相信我吗 楚明苦笑不已 要不是没办法 他也不想让毒液出来吓人 原来这世界上 真的有超能力啊 梁阿姨在惊吓之余 对刘鹤仪的担忧 也放下心来 缓了缓 又唏嘘道 还是我家鹤仪的超能力好 冷湿冷了点 至少身体里 不会有怪物 楚明 梁阿姨坐在沙发上 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然后非要拉着楚明 一起吃个午饭 楚明拗不过对方 也就同意了 吃饭的时候 楚明反复叮嘱他 一定不能把刘鹤仪 觉醒异能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可能会让他有生命危险 毕竟有着特殊部门管着 虽然楚明不知道 特殊部门到底会对异能者怎么样 但他还是觉得低调最好 梁阿姨听到楚明这样说 也连连点头 他当然也不希望 自己儿子遇到危险 吃完饭后 刘鹤仪拉着楚明 去到他的房间里 关上了房门 兴奋地说道 小明 我好像摸索到 我异能的一点作用了 什么作用 楚明也很好奇 对方的能力 你看 刘鹤仪脱下了身上的短袖 只见他的身体上 也覆盖着一层冰霜 然后他从床头柜里 拿出一把水果刀 竟然直接朝自己胸口上 用力插去 咔嚓 刀尖和他的胸口相撞 发出一道冰块碎裂的声音 刘鹤仪放下水果刀 他的胸口 居然是毫发无损 只是上面的冰霜 多了个缺口 看到了吗小明 我这层冰 刀都捅不破呀 太牛了 刘鹤仪亢奋不已 楚明嘖嘖称奇 忍不住用手在对方身上 摸了一下 完全看不出这层看似 脆弱的冰霜 居然能扛得住刀刺 不过 他原本以为 刘鹤仪的寒冰 细异能是攻击能力 现在看来 似乎是个肉坛 而且 这才是对方觉醒异能的第二天 按系统说的 异能觉醒 会有三天的过渡期 之后才能完全觉醒能力 现在刘鹤仪就能抗刀了 不知道 完全觉醒后 会有多强 确实挺不错的 不过 你小子不冷吗 楚明收回了手 忍不住问道 就算他现在有着64点战斗力 肉身远远强于常人 摸刘鹤仪身上的冰霜时 都感觉到了冰凉 要是一个普通人 恐怕光着手摸一下 都得直接冻伤了 第一天觉醒异能的时候 确实是很冷 都快冻死我了 但现在 反而一点都不冷了 甚至还有点热 刘鹤仪摇了摇头 楚明无语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物极必反 不过 看到刘鹤一向没事人一样 他也放心了 想了想 说道 这下你 妈也搞定了 没事我就先走了 我准备去学校退学了 退学 你不准备读书了 刘鹤仪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楚明 今天没去上学是请假了 结果居然是不想读书了 他皱着眉头担忧道 你不上学现在出去干什么呀 高中文凭一般公司 也没人要 以后觉醒异能的人 会越来越多的 到时候恐怕 就天下大乱了 那文凭 还有什么用 楚明无所谓的 耸了耸肩道 刘鹤仪想了想 也沉默思考了一下 发现楚明说的也有道理 玄机伸手 拍了拍楚明的肩膀 半开玩笑道 也对 那我以后就跟着你小子混了 你这独业异能一看 就比我的强 然后再找个绿巨人钢铁狭啥的 咱们组建个华夏 复仇者联盟 听着刘鹤仪这么说 楚明却愣了一下 他的心里 突然有了一些想法 或许自己真的可以组建一个 异能者的团体 要是自己能用系统抽奖 抽出一些修仙未免的功法 或者是能增强普通人实力的东西 是不是就能培养出一些 强大的人为自己所用了 不过现在的楚明 还要赚积分 解锁钢铁侠马克三战甲 没有嫌积分来抽奖 这个想法 还要从长计议 楚明对着刘鹤已摆了摆手 以后再说吧 我就先走了 要是有什么事 就给我发微信 好吧 和梁阿姨也打了声招呼 楚明就离开了他们家 出了小区 打了一辆出租车 他准备去学校 把退学手续给办了 很快鼠城大学到了 鼠城大学建立在 一座被称为 北山的山峰的山腰处 环境很好 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 十分茂密 也是众多小情侣 晚自习下课后的娱乐场所 这是一座私人大学 学生要么是高考成绩 不太好的学生 要么就是一些家里有钱 来捞毕业证的富二代 上一世 楚明就是前者 楚明走进了学校 办退学手续 需要先去找辅导员 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他朝着辅导员的 办公室方向走去 其实楚明 根本不用来办手续的 想不读直接不来学校 就是了 也不会有人管他 毕竟他是锅儿 他来办手续 主要还是 因为想拿回开学交的 那两万块学费 那可是 他高中三年 辛辛苦苦兼职存下的 现在开学没多久 退学至少应该 还能退百分之八十 就算他现在有了几百万 两万块钱 也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更何况 是血汗钱 办公室到了 楚明敲了 敲门走了进去 看了几眼 朝着一个 身穿碎花长裙 扎着丸子头的女老师 走了过去 这是他的辅导员 周黎 周老师 我想退学 请问退学手续怎么办理 楚明走到周黎面前 开门见山道 退学 这才开学几天啊 周黎文言抬起了头 露出一张 显得有些老太的脸 听到楚明的话 眉头紧簇着 你是叫楚明对吧 为什么要退学 退学是要家长同意的 你得把你的家长叫来 我觉得读书没用 我想出去打工了 叫家长 就不必了 我是个郭 楚明淡淡地说道 郭儿 周黎诧异地 上下打量了一眼楚明 声调 一下子提高了 既然是郭儿 那还不好好学习 你没权没事的 还没有大学文凭 出去能干什么 去班专 当个SW 还是去要饭 楚明听到这句话 没头顿时紧皱 这周理还是和上一世一样 说话如此的尖酸刻薄 当时 楚明能被那个 绿了他的富二代 如此轻易地赶出学校 还多亏了这个周理 他不知道收了那个 富二代多少钱 然后想方设法地 给楚明寄过 扣学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学校 把楚明开除了 甚至学校 退给他的学费 都被周理给吞掉了 一分都没给他 要说楚明不恨他是不可能的 不过如今的楚明 也不想去找他的麻烦 毕竟以后 两人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不过 让楚明没想到的是 自己只是来办个退学手续 这周理 居然都说话这么难听 一时间怒从兴起 周理见楚明不说话 还以为被自己辅导员的权威震慑住了 不禁心里得意 顿了顿 话锋一转道 想办退学手续可以 但你退的那80%学费 得给我1%当做我的手续费 哼 楚明都被气笑了 这女人还真是贪得无厌 他直接道 那我要是不给呢 似乎没想到楚明居然说话这么硬气 周理诧异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 靠在椅子上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那你这2万的学费 一分都拿不到 周理相信 对于楚明这种孤儿来说 2万块肯定是很大一笔钱 肯定不会放弃 你不怕 我去校长哪里举报 楚明冷声道 去啊 随便去 周理翻了个白眼 像看傻子一样 看了一眼楚明 蜀城大学是私立大学 他和校长有关系 就算楚明去举报 他也不会受罚 所以有恃无恐 楚明抬起头 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其他辅导员 只见他们 如同没有听见一般 充耳不闻 做着自己的事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景 这就是私立大学吗 楚明冷笑一声 看着周理 眼睛里露出圣人的寒芒 2万块钱 对现在的他 来说不算大事 只不过 会有点心疼吧 但这周理 楚明对他已经产生了杀心 上一世害 自己被开除 吞了2万块钱 也就算了 现在他来退学 居然还想着吞钱 简直是不知死活 不过这里人多 显然不能出手 暂时就放过他 今天晚上 毒液就有口福了 正当楚明打算放弃 办退学手续 直接离开时 办公室门口 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周老师 我想请个几天的假 给我开个请假条 梁志超湿湿然地 走进了办公室 一进门就冲着周理喊道 他昨天被楚明附身毒液 吓得魂都丢了 现在还胆战心惊 想着先请几天的假去放松放松 哦 梁同学 想请几天假呀 我给你签个请假条 时间你随便填 周理一看到梁志超 就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露出谄媚的笑容 开始在桌子上翻着起请假条 这梁志超 可是他们班上时打时的富二代 据说家里资产几千万 接近上亿 周理这种见钱眼开的人 自然是要百般交好 他迅速地翻出一张请假条 签上名字 然后直接无视调楚明 走到梁志超的面前 递了过去 可是梁志超却没有动 眼神死死地盯着楚明的背影 身体僵硬 目光骇然 仿佛看到了什么 无比恐怖的东西 梁同学 看到梁志超 这副见了鬼的表情 周理不明所以 疑惑地喊了一声 我 我先走了 梁志超 一下子缓过神来 然后慌乱地抢过周理手中的请假条 转身就要逃出办公室 梁志超 你等等 这时楚明的声音 却从梁志超的身后传来 他顿时面色猛变 身子一下子 又僵硬住了 然后他慢慢地转过头去 却发现 楚明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不禁一股寒气直冲脑门 冷汗直冒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 在狂奔 怎么自己来 请个假都能在办公室 碰到这个怪物 梁志超面色 难看到都快哭了 他现在是真的害怕楚明了 昨天晚上楚明变成毒液 啃下两个人 脑袋的血腥画面 还历历在目 而且这家伙 惹到了 蜀城大佬邱志兴 居然还屁事 没有的来学校 难道 邱志兴都被他杀了 一想到这里 梁志超更加不寒而立起来 楚明此时已经走到了梁志超面前 他带着和善的微笑 打量了一眼对方 梁志超 你家里这么有钱 应该认识 蜀城大学的校长吧 带我去办一下退学手续 此话一出 一旁周黎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在周黎眼里 楚明一个无权无视的孤儿 完全和梁志超 这种富二代 是两个世界的人 居然还想着 让别人带他走后门退学 他配吗 玄机他立刻开口讽刺道 怎么 楚明同学 你不会想让梁同学 带你走后门吧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别人梁同学可是 啪 不过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旁的梁志超就面色狂变 然后竟然是 直接伸出了手 一巴掌扇在了周黎的脸上 周黎被一下子扇猛了 捂着脸庞退了几步 静怡不定地看着梁志超 完全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突然要打自己 自己不是在吹捧他吗 操 你TM的 谁让你这么和楚哥这么说话的 C&M的 快给楚哥道歉 梁志超骂骂咧咧的指着周黎 就一顿骂 如果仔细听 他的骂声里 还带着些许颤抖 他都快被吓傻了 这周黎 居然在楚明面前 吹捧自己 他家里是有钱 但这楚明现在 分分钟就能变成毒液 把自己脑袋砍下来 有钱又有什么用 而且昨天晚上 楚明招惹到了 蜀城的顶级大佬 邱志兴 居然都能全身而退 邱志兴都奈何不了对方 更何况 他一个小富二代 周黎捂着脸站在那里 看了一眼楚明 又看了看梁志超 一脸猛逼 不明所以 而楚明 则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开口 C&M的周黎 赶紧道歉 没听到吗 见到周黎 没有说话 梁志超又冲着他吼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周黎这才反应过来 对着楚明连声道歉 他也察觉到了 梁志超害怕的情绪 不免心中惊疑 为什么梁志超会害怕楚明啊 而且 还称呼对方楚歌 难不成 这楚明家里的权势 比梁志超家里还大 不对啊 这楚明 不是说自己是个官吗 他百思不得其解 但看向楚明的眼神 却再也没有了 轻视和嘲讽 梁志超都害怕的人 他一个大学辅导员 肯定更惹不起 见到周黎道歉了 梁志超才松了口气 旋即露出一抹谄笑 低声下气地对着 楚明说道 楚哥 你刚刚说想办退学手续室吗 对 楚明淡淡点头 那好吧 我认识校长 我直接带你过去办吧 不用走什么复杂流程 那行 走吧 然后楚明 就跟着梁志超 离开了办公室 周黎则捂着脸傻傻地待在原地 似乎这种转折 以他的脑容量来说 十分难以接受 直到他发现办公室里的 其他辅导员 都拿看笑话的眼神 看着他时 他才满脸通红地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恭喜宿主 半珠吃虎成功 获得十点积分 路上 楚明脑海中 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十点积分 聊胜于无 直接将其注入到了 马克三战甲图纸中 之后 在梁志超的带领下 楚明轻松地 就办理完了退学手续 甚至那校长 看着他是梁志超带来的 退的学费 都是直接全额退还 态度极其友好 楚明不禁感叹 有钱真好 在整个过程中 梁志超一直是诚惶诚恐 卑微的像个狗腿子一样 生怕惹得楚明不高兴 楚明也乘机询问了 梁志超一些问题 梁志超 你知道 蒋亦诚在哪里吗 我记得 他是你们那个圈子的人 蒋亦诚 这个人 就是上一世 绿了楚明的那个富二代 这个仇 他是不可能不报的 梁志超文言 皱眉想了想 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蒋亦诚啊 最近没和我们混了 他好像转学到 川省那边去了 哦 对了 有个叫李宇童的妹子 也跟着转学过去了 两个人 好像在耍朋友 转学了 你知道他具体 转到川省什么学校去了吗 楚明皱了皱眉头 心中奇怪 上一世他被学校开除后 确实听过刘鹤仪说 蒋亦诚和李宇童 两人都转学去了川省 但这一世 似乎是因为他没有 和李宇童在一起 所以时间线 发生了一点偏移 呃 这个不清楚 要不我帮你问问 怎么了楚哥 你找蒋亦诚有什么事吗 梁志超疑惑地 看了楚明一眼 没什么 你要是问到了 就发微信给我 楚明摇了摇头 反正自己马上就要 去川省了 到时候找到了两人 再报仇也不迟 他先前还答应过毒液 要带他去吃李宇童呢 好的好的 那楚哥 我们加个微信吧 梁志超才 不管楚明找蒋亦诚干什么呢 他只想 让这个怪物 早点离开自己身边 办完退学手续后 楚明在梁志超 如是重负的表情中 终于离开了 蜀城大学 不过楚明 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而是环视了一圈后 往北山的山脚处走去 里是一片新建的学区房 而邱志欣送给他的那七套房子 就是在那里 三单元十层 按照邱志欣所说的位置 楚明很快就找到了 他掏出钥匙 打开了其中一套房子的防盗门 这一套房 足足有180平米 三十一厅 主卧还有独立卫生间 已经装修好了 采光 布局都设计得很好 但楚明没有去仔细查看房子 而是一进门 就朝着窗口走去 向远处张望 虽然这片学区房在北山脚下 但楚明所处的是十层楼 从窗户一眼望去 恰好能看见山腰处 蜀城大学的大门 由于蜀城大学的地势特殊 所以这个大门 是所有进出学校的人员的必进之处 楚明的嘴角微微上扬 满意地点了点头 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他的辅导员周黎 并不在教室宿舍住 每天上晚晚自习后 都会离开学校 他要在这里等着周黎 虽然他已经成功地 办理了退学手续 但周黎那副尖酸刻薄的丑陋嘴脸 他可没忘 重活一世 楚明当然要活得随心所欲 这周黎 他今天必须要杀了 不然难解心头之恨 很快 时间到了晚上九点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周黎跨着一个包 从蜀城大学的门口走出 脸色有些难看 整个人还恍恍惚惚的 他今天始终没有搞明白 梁志超为什么会给他一巴掌 还要那么害怕楚明 他认认真真的翻看了楚明的档案 发现对方确实是个官 搞得他更迷糊了 而且整整一下午 他感觉自己办公室里的 其他辅导员都在嘲笑他 时不时的就看他一眼 搞得他老脸都丢光了 无地自容 上晚自习的时候 都无精打采的 一想到楚明 周黎就恨得咬牙切齿 自言自语道 真不知道这小鼻仔的是什么东西 有身份地位 还要藏着掖着 害我丢脸 真是气死我了 他还以为 楚明一定是一个家里势力 比梁志超家里还要高的人物 之所以说自己是孤儿 只是为了隐藏身份 然后他心中愤愤不平地 朝着北山下走去 而另一边学区房里的楚明 正趴在窗台上 一边玩手机 一边观察着 蜀城大学的大门 突然 他的余光看见校门口 有一个人影走出 他仔细一看 正是周黎 虽然他这里离校门 有一两千米的距离 但以他现在的 65点战斗力增强的体质 完全能看得清清楚楚 楚明微微一笑 唤醒了体内的毒液 大量的黑色流体 瞬间涌出 覆盖住他的全身 身形陡然拔高到三米 毒液完全附体 他之前观察过了 北山下山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由于是学校附近 道路之间监控很多 所以楚明打算 直接变成毒液 去杀了周黎 这样 就算监控拍到了他 也不知道他的身份 干什么 楚明 毒液刚刚被吵醒 还有点迷糊 楚明操控着毒液的身体 握了握 充斥着爆炸力量感的爪子 轻笑一声 带你去加个餐 说完 他直接跑到阳台 往楼下纵身一跃 哄 十层高的距离 楚明瞬间落地 发出巨大的响声 把脚下的地砖都给踩碎了 但他却没有任何感觉 感受着浑身强大无比的力量 楚明浑身的细胞都在欢呼 他兴奋地问到系统 我现在的战斗力是多少 什么级别 宿主毒液 共生体完全附身 战斗力 64乘以3.1约 等于198点战斗力 平级A级巅峰 楚明点了点头 上一次他毒液附身的时候 才60多点战斗力 堪堪达到B级 这次居然直接成为了A级巅峰 不过他有点没有搞懂 这特殊部门 是怎么评级异能者和鼓舞者的 于是他再次询问了一下系统 蓝星的评级并不严谨 只能大致判断 战斗力20-39是D级 40-59是C级 60-99是B级 100-199是A级 200-300是S级 原来如此 楚明再次点点头 然后也不再停留 一头钻进学区房附近的树林 朝着北山下山的那条唯一的道路奔去 茂密的树林里 楚明化身为一道黑影 迅速移动着 眨眼间就窜出去几十米的距离 几分钟后 一条下山的公路就出现在他眼前 楚明待在树林里 朝外面望了望 此时的道路上并没有几个人影 因为今天是周一 大部分的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宿舍 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回家 他打量了几眼 就看到了前方正低着头 玩着手机走路的周理 楚明嘴角勾起 旋即也不再犹豫 双腿猛然发力 瞬息之间就冲到了周理面前 周理正看着手机 却发现余光处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 猛然抬头 静赫然地发现一个高达三米 通体幽黑的怪物站在他面前 正伸着长长的舌头 舔视着那猙獰的牙齿 一双惨白和没有瞳孔的诡异大眼 正死死地盯着他 啊 周理瞳孔地震 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手机都摔在了地上 双腿发软 直接瘫倒在地 救命啊 救命 周理哪里见过这种东西 被吓得蹬着腿连连往后退 浑身颤抖着喊着救命 不过道路上并没有人 也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呼救 楚明见对方这副模样 心中却说不出来的畅快 直接伸出爪子 一把将其抓了起来 周理惊害欲绝 疯狂地挣扎摆动着 却也无济于事 那恐怖硕大的头颅 现在距离他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 下一刻 那黑色怪物的喉咙里 居然传出了一道 他今天原本十分憎恨和厌恶的声音 周老师 不知道你探了学生这么多钱 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真想尝一尝呢 楚明的声音 周理的大脑瞬间短路 这一刻 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为什么梁志超一个富二代 要怕楚明这样一个无权无视的锅 原来是这样 不过之后 他就再也无法思考了 因为面前的黑色怪物 已经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大嘴 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 楚明 这个脑子不好吃 口感好差 毒液不满的声音响起 行了 回去给你吃巧克力 楚明无语说道 然后观察了一眼四周 发现没有人看见过自己后 就转身又冲进了树林 在走之前 这家伙还冲着一个摄像头 竖了一个中指 不过 楚明不知道的是 学区房三单元十一层的一个房间里 也就是楚明楼上的那个房间 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 正趴在窗台上 举着手机 拍下了他杀周理的全过程 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个少女 一定会惊为天人 少女看起来十七 八岁的样子 一头细致乌黑的长发披散着 五官比例几乎完美 一双清澈明亮的双眸 仿佛能射人心魂 看着楚明最后离开之前 居然对着摄像头竖了一个中指 少女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自言自语道 这个异能者还真有意思 然后少女迅速地退回到屋内 打开电脑 将自己拍摄的视频 传到了电脑上 然后点开了一个 没有空白图标的特殊通讯软件 伸出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着 报告组织 蜀城大学附近 发现一个实力B级以上的异能者 正好居住在我楼下 是否需要接触 打完字 少女盯着屏幕 静静地等待答复 几分钟 对方回复了 视频已经观看 对方实力不详 不要轻举妄动 暗中观察 回到学区房的房子后 楚明就收回了毒液 一头躺在主卧的大床上 你别说 这邱志兴还真的心思细致 连几间卧室的床都给铺好了 吃了周离的脑袋后 虽然味觉上还有点恶心 但楚明心里却好受多了 报酬的快感真的很爽 然后 楚明又点了一下外卖 买了些巧克力和晚饭 和毒液一起吃完饭后 就心情愉悦地倒头睡觉了 第二天 楚明也没事做 去江彦市的车票是明天的 他就把这一层其他六间房子 也打开看了一眼 所有的房子都是装修好了的 家电也齐全 但七间房子 楚明一个人也没法住 他思考了一番 决定自己选一间最大的 其他六间就租出去 市中心附近的学区房 再怎么说 租金也得五六千一个月 这样 他一个月就有了固定的三万多收入 至于出租房子 需要的房产证之内的证件 邱志兴昨天就派人送到了楚明手上 于是 楚明就把几间房子的信息 和自己的联系方式挂在了网上 然后下楼去打印店 打印了几份网上下载的租房合同 回房子后 楚明就躺在了沙发上 放松地玩起了手机 重生之后的这两天 他都没怎么休息过 多多少少都有些疲惫 所以他今天就打算躺试一天 吃饭就靠外卖解决 休息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下午 楚明的脑海中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丁 自动修炼完成 目前境界五者中期 获得属性点二十点 持续自动修炼中 预计到达下一个境界 需要二十天 终于突破了 楚明浑身流淌过一阵阵热流 兴奋地从沙发上坐起来 伸了个懒腰 连忙让系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楚明 战斗力 六十四 B级 智慧 十六 危险 修炼境界 五者初期 距离五者中期 还有两天 修炼功法 八九玄弓 修炼武学 破空拳 社会地位 无 资产 二百零二万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当铁侠马克三战甲 解锁进度 二一零一千 消耗物品 零元单乘七 增弃单乘二 楚明稍加思考 把获得的二十点属性点 全部加在了智慧上 他的智慧 变成了三十六点 毕竟上次系统说过 智慧太低了 容易走火入魔 可是走火入魔 和智慧有什么关系 楚明不解地问到系统 这一点 他也实在没想明白 难道脑子不好 就不能修炼了 可是他之前 遇到的那个C级鼓舞者 龚绪东 智慧也才八点啊 智慧这个属性 代表的 不单单是脑子的聪明程度 还代表了精神力 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甚至点数更高能 涉及到灵魂 系统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 楚明点点头 然后再次看向属性面板 目光停留在那两颗增弃单上 增弃单 来自某修仙位面 服用可增长舞者 一个小段的修为 宿主服用 可减少自动修炼五天的时间 宿主是否使用 使用 楚明点头道 他现在要突破舞者后期 自动修炼要足足二十天 实在是太长了 如果有其他舞者 知道了楚明的这种反尔赛想法 恐怕会气得吐血 有些人修炼了一辈子 都只能卡在外境 连舞者的门槛都摸不着 而楚明 只用了三天 就修炼到舞者中期 甚至二十天之后 就能突破舞者后期 居然还不知足 增弃单已使用 距离舞者后期 还有十天时间 这增弃单可真是好东西 等到时候 马克三战甲的积分攒够了 一定要多抽一点增弃单 楚明美滋滋地想着 再度躺回沙发上 准备继续玩手机 这时 却有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陌生号码 想了想 楚明便接通了电话 喂 哪位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 清澈好听的女生 喂 你好 请问是楚先生吗 我在网上看到了 你的租房信息 我想租你的房子 楚明挠了挠头 他没想到 今天早上才挂出去的 租房信息 居然下午 就有人打电话来了 这学区房 现在这么抢手吗 斟酌了一下 楚明说道 呃 那你现在要过来看房子吗 你有时间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过来 大概十几分钟 电话那头的女生说道 那行吧 你过来吧 我现在就在这边 然后 楚明就挂断了电话 起身下楼去楼下等着 十几分钟后 一个长发及腰 穿着一身休闲装 戴着口罩的少女 出现在楚明面前 你好 你是楚先生吗 少女撩了撩头发 对着楚明伸出右手 对是我 你怎么称呼 楚明也伸出手 和对方握了一下 同时打量着她 少女戴着口罩 楚明看不清楚她的脸 不过光是那双露出来的眼睛 也十分地娇艳动人 年纪看起来也不大 可能刚刚成年的样子 没想到 自己的第一个租客 就是一个美少女 楚明暗自窃喜 随后两人上楼 一起看了一下房间 出乎楚明意料的是 租房的过程极其顺利 他还以为这少女 看起来年纪小 应该是学生 没多少钱 结果对方 居然嫁都没奖 直接租了一整户 三十一厅的房子 五千的房租付了三个月 眼睛都没眨一下 嗯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一个人租三十一厅干什么 楚明着实有点好奇 不告诉你 少女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然后揣着签好的合同 就走进了租的那套房子 关门之前 还扯掉了脸上的口罩 对着楚明回眸一笑 声音带着娇妹道 房东哥哥 我一个人住哦 有空来找我玩 卧槽 好美 楚明一时间 被少女口罩下的美貌 给震惊到了 这少女 简直像二次园里走来的一样 五官比例完美到极致 比她前天见到的那个龚秋勤 还要没好几个档次 直到少女将房门关上 楚明才回过神来 她舔了舔嘴唇 现在的零零后 都这么开放吗 要不要我晚上 真去找这个妹妹玩玩 叮 警告警告 S级异能者出现 战斗力 二百八十 不可匹敌 系统的警报声 突然在楚明的脑海中炸响 声音极大 震得楚明后脑勺生疼 我靠 什么情况 楚明揉了揉脑袋 警惕地看着四周 打量了半天 也没有看见楼道里有一个人影 顿时心生疑惑 这哪来的S级异能者 难道系统搞错了 不对 楚明的目光 陡然看向少女刚才 走进的房间 目光骇然 惊异道 难道这少女是个S级异能者 是的 系统回答道 那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 楚明在脑海中大吼道 一想到自己刚才和一个 二百八十点 战斗力的顶尖S级强者 有说有笑的 楚明就忍不住心里发寒 而且自己刚才居然还真的想晚上找对方玩玩 我怕刚才提醒宿主 宿主反应激烈 会引起对方怀疑 系统解释道 也对 楚明想到自己刚才的反应 也释然了 拍了拍胸口 连忙回到了自己房间 想起对方关门前的那个意味深长笑容 和那句挑逗的话 他越发地觉得不对劲 向系统问道 这个女的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系统 你知道她的身份吗 为什么她的身边 会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异能者 华国特殊部门九州的晋榜第九 姓名范小军 代号九号 昨天晚上 对方在楼上 拍下了你附身毒液 杀了周黎的全过程 是来监视你的 九州 晋榜 什么意思 楚明眉头紧锁 自己这是被特殊部门的人盯上了 而且昨天晚上 对方就在自己楼上 他居然没有一点察觉 特殊部门九州 归官府直接管理 晋榜是九州的一个排行榜 在榜的人都是 九州麾下的S级艺能者和鼓舞者 目前晋榜上有着12个人 我靠 这九州这么猛的吗 楚明一听就惊了 之前在邱志欣等人的口中 明明B级艺能者 就是十分稀有的人物了 这九州居然有着S级艺能者 还足足有12个 那个叫范小军的艺能者 280点的战斗力 属于是S级巅峰了 居然在九州的晋榜上 只能排行第九 想到这里 楚明十分忌惮地 看了一眼范小军 尖的方向 他不知道 这九州的人到底会对他怎么样 但目前来看 对方应该没有敌意 毕竟现在的他 就算变成毒液 也打不过范小军 只能逃跑 而对方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且 明天楚明就去江艳市了 十天之后 他就能修炼到舞者后期 增加属性点 到时候 就算是S级巅峰强者 也不是他的对手 摇了摇头 他也不再多想 玩起了手机 反正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管他的呢 第二天一大早 楚明就起床了 前往蜀城东站坐高铁 上电梯前 他再次看了一眼 范小军的房间门 在心里恶狠狠地说道 等着吧 看爷修炼到舞者后期 不好好收拾你 还敢监视我 然后 楚明就走上了电梯 电梯门完全关闭的瞬间 房间里 正穿着睡衣 斜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范小军 美目一顿 嘴角微微勾起 楠楠道 以为去江艳市 就能摆脱我的监视了吗 姐姐的分身 还在那里呢 江艳市距离 属城市三百多公里 坐高铁 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楚明买的商务座 一路上也十分舒适 到了江艳北站后 楚明通过商务座 车票的VIP通道 避开拥挤的人流 很快就走出了出站口 他站在原地四处张望了一下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这龚秋勤 都不派人来接一下我的吗 那我现在该去哪里 他上车之前 给龚秋勤发了个微信 对方也没有回复 就在楚明不知所措之时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突然朝着他走来 楚明测了一下身子 想让一下对方 结果那人就像故意的一样 非要撞一下他 对不起 撞到楚明后 那人到了生欠 然后和他擦肩而过 楚明愣了一下 因为那个人在他的手里 偷偷摸摸地塞了一部手机 就在他不明所以之时 那手机却突然有电话打了过来 楚明拿起来一看 来电人的备注正是龚秋勤 他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接通了电话 没好气地说道 我靠 你们怎么搞得跟无间道似的 要不要弄得这么神秘 电话那天 传来了龚秋勤恭敬的声音 楚公子 这部手机接通的是 我们公家的专线 以防止我们之间的交流 被有心人截取 毕竟您是B级异能者 如果被特殊部门九州发现 可能情况就不太好了 那你们还挺细心的 楚明撇了撇嘴 龚秋勤不知道的是 这家伙 现在本来就已经引起九州的关注了 还派人监视他 应该的 楚明挠了挠头 问道 那我现在该去哪里 我今天得到了一些消息 有几个青城山的鼓舞者 今天晚上可能会去 请去的那个夜场惹事 希望楚公子 今天可以去解决一下 您放心 应该只是几个C级D级的异能者 龚秋勤 小心翼翼地说着 好啊 你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挂了 楚明点了点头 就准备挂断电话 等一下 楚公子 还有一件事 龚秋勤的声音却再次传来 顿了顿 对方继续说道 如果您最近没什么事的话 可不可以在江艳市 多待一段时间 青城山的鼓舞者数量比较多 可能等你走了 他们会卷土重来 所以 那意思就是 想让我长期卖力了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楚明挑了挑眉头 有些不爽道 说好的 就过来解决几个鼓舞者嘛 结果自己都到了 才说这些 不是的 楚公子 龚秋勤的声音 带上了些惶恐 似乎有点害怕 惹怒了楚明 连忙解释道 我这个想法 也是临时起义 因为这几天 青城山的鼓舞者 出现的越来越多了 如果您可以在江艳市 待上一个月的话 我可以在付您一千万酬劳 如果您不愿意 好 成交 楚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露出美滋滋的笑容 反正自己鼠城那边也退学了 没什么事干 在江艳市收拾几个弱击鼓舞者 转转积分 还能获得一千万 何乐而不为呢 龚秋勤 和对方挂了电话后 楚明走出了高铁站 对方发来了东平区 那个夜场的位置 还发了一个小区的地址 龚秋勤给他 在那附近还租了个房子 要是留在了保安室 楚明就觉得 这女人一定不是临时起义 肯定是早有预谋的 不然乃能提前就把房子都租好了 不过他也懒得计较 有钱就行 现在还是早上 夜场还没有营业 楚明便决定 先去租的房子里睡一觉 今年早上起得太早了 他现在还有点困 东川区 是江艳市比较大 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区 虽然还比不上署城 但至少有二线城市的感觉 龚秋勤 给楚明租的房子 处于一条 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楼上 楼下就是他的那个夜场酒吧 名字叫夜晴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2点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商业步行街上 仍然是灯火通明 道路两旁无数的小吃摊 烧烤摊摆放着 行人络绎不绝 人生顶沸 由于江艳市是旅游城市 来这里的大多都是游客 那些摊位 卖的也是各种各样的 全国各地的小吃美食 而此时 两个巨男美女走在步行街上 她们看起来都不到20岁的年纪 通通穿着潮流昂贵的名牌衣服 两人的相貌都极其出众 身材高挑修长 一前一后 走在人群中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走在前方 那个扎着双马尾 看起来十分可爱的女孩 手上正拿着一盒章鱼小丸子吃着 同时目光四处打量着 似乎再看还有没有 其他好玩的好吃的 突然 女孩的目光 停留在不远处的夜晴酒吧上 顿时眼睛一亮 连忙伸出手拉拉拉旁边的俊俏青年 口中含着吃的 口齿不清地说道 哥 酒吧 我们去玩吧 她的目光看去 当她看到夜晴酒吧四个字时 突然皱了一下眉头 迟疑地开口道 夜晴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好像是公家那个公秋晴开的酒吧吧 公秋晴 女孩文言也愣了愣 旋即更加兴奋起来 公家开的酒吧 公家可是川省的大家族啊 他们开的酒吧 岂不是更好 说完 女孩拔腿 就向夜晴酒吧跑去 把俊俏青年一个人留在原地 俊俏青年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也跟了上去 两人一走进夜晴酒吧 迎面来的 就是震耳欲聋的DJ音乐 混杂的空气中 弥漫着烟酒的气味 此时 正是酒吧最热闹的时候 无数年轻男女 穿着潮流的衣服 站在酒吧中间的舞池中 跟随着动感的 音乐疯狂地扭动跳跃着 哇 好大 这个酒吧 女孩看起来十分兴奋 蹦蹦跳跳地拉着俊俏青年 就往酒吧深处进 俊俏青年 则好像有些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 一直皱着眉头 任由女孩拉着走 很快 两人穿过群摸乱舞的人群 来到了酒吧中间的舞池卡座处 这里的人就少了许多 俊俏青年 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 一个女子走到了两人面前 这是酒吧的营销 她露出一抹微笑 询问道 请问两位是想要开卡座吗 是的 俊俏青年点了点头 那十分抱歉了哥 今天我们的卡座已经订满了 女子歉意道 订满了 俊俏青年又皱起了眉头 她可不想去把台坐着 那里人太多了 一旁的女孩文言也有些失落 然后扭头看了一圈卡座上的人 却突然看到 一个在角落的卡座上 居然只有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喝酒 她连忙拉了拉俊俏青年 指着那边说道 哥 你看那边那个卡座上 只有一个人 要不我们去问问 能不能和他拼一下卡座 俊俏青年也看了过去 然后点了点头 走吧去问问 然后 两人朝着那个人 走了过去 卡座上坐着的是一个十八 九岁的少年 面容清秀 穿着一身休闲装 正靠在卡座的沙发上 拿着一个酒杯默默地喝着酒 同时眼睛不停地观察着四周 此人正是楚明 她今天早上 在楼上睡到下午 晚上八点钟 就来到了夜勤酒吧 开了一个卡座 想着坐在这里 等着那些来搞事的鼓舞者 因为龚秋晴早上给她说 这一个月 她在对方的酒吧的消费 都由对方买单 所以楚明就专门开了一个 酒吧内圈的五吃卡座 还开了两瓶 人头马路一十三 两三万一瓶的洋酒 美滋滋地喝着 不过她等到了现在 也没有发现 一个鼓舞者的身影 想来是那些鼓舞者 也不敢在人这么多的地方 明目张胆地惹事 毕竟头上 还悬着酒粥 这么一把利剑 估计要等到酒吧打烊了 这些人才会来 楚明也只好无所事事地等着 但就在这时 她却突然看见 一男一女 两个人朝着她走来 她坐起身来 打量着这两人 目光警惕 发现系统 并没有提示他们 是鼓舞者后 才松了口气 重新躺回沙发 俊俏青年走到楚明面前 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你好兄弟 请问你是一个人吗 是的 怎么了 楚明点了点头 疑惑地看着对方 嗯 是这样的兄弟 我们想定一个卡座 结果都定满了 看兄弟你是一个人 我们能不能和你拼一下 俊俏青年说话 很有礼貌 看起来风度翩翩 楚明打量了对方几眼 看两人的衣着 应该也不是普通人 而且这俊俏青年的言语 让楚明也生不出反感 想了想 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 就同意了 行吧 你们坐 谢谢 楚明话音一落 俊俏青年还没开口 旁边的女孩 就先行到了声线 然后十分不客气 旧地坐在了卡座上 对着俊俏青年说道 哥 快给人家 把钱转过去啊 那兄弟 加个微信吧 我把卡座钱 给你转过去 俊俏青年点了点头 就要掏出手机 不用了 你们坐就是了 楚明却摇了摇头 反正他这消费 都是宫秋勤买单 还让别人花钱干啥 这 不太好吧 这武池 卡座低销 都是两万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俊俏青年愣了愣 打量了一下楚明 他心里觉得 这个人有些奇怪 这夜勤酒吧的 武池卡座最低消费 都是两万 一般就都是 八九个人结伴来玩 这个人 一个人坐在这里 就算了 桌子上 还开了两瓶 人头马路一十三 还有好几箱鸡尾酒 这消费 都要快十万了 自己来和他拼卡座 自己的钱 而且这家伙 也不像是来喝酒的 桌子上 每瓶酒都被打开了 却只有一两个空瓶子 他乃知道 这都是楚明刚才太无聊了 在那里开着玩的 俊俏青年 还想开口客气一下 但楚明已经将目光 从他身上移开了 见状 他也只好到了声线 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他觉得面前这个人 应该和自己一样 也是个家里 挺有钱的富二代 几万块钱 对他们来说 根本无伤大雅 便也不再客气 酒随便喝 楚明目光 看着前方的舞池 开口说了一句 谢谢 这位兄弟 你怎么称呼 俊俏青年点了点头 拿起酒杯 倒了杯酒 然后举起 对着楚明 楚明也拿起酒杯 和对方碰了一下 但笑道 我叫楚明 他举起杯子 正要一口引进 旁边那个女孩 却突然叫道 诶 等等 等等 我还没碰杯呢 说完 女孩也倒上一杯酒 三人一起 再次碰了一下杯 楚明饶有兴趣地 看着那女孩 心想着女孩 还挺可爱的 便开口问道 听你们口音 不像是川属地区的人吧 来旅游的 是的 我们是楚省那边 来旅游的 我叫李正印 这是我妹妹 李家月 李正印开口介绍道 顿了顿 又好奇地问道 兄弟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点这么多酒 也喝不完啊 我无聊开着玩的 楚明耸了耸肩 李正印无语了 接近十万的酒开着玩 就算再有钱 也不能这么浪费吧 缓了一下 找了找话题 李正印又说道 这家店 是公家 那个龚秋勤开的吧 确实挺气派的 估计的值得好几千万吧 哦 你也知道龚秋勤 楚明诧异地 看了对方一眼 一个外地人 居然知道 川省的大家族里面的人 想来身份 肯定不一般 我爸在楚省 开了一家中药公司 和龚家有生意来往 上次我和我爸一起去参加过 龚家的一个宴会 我在宴会上 见过龚秋勤一面 说到这里 李正印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得意 楚兄弟 我给你讲 我还给龚秋勤 进过酒嘛 那龚大小姐 真的是长得太好看了 简直是碧月修花 李正印洋洋得意 好像给龚秋勤 进过酒 是一件 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怎么兄弟 你对龚秋勤有点意思 楚明露出调侃的笑容 哎 没有的事啊 我只是说说 李正印瞪大眼睛 连连摇头否定 然后心虚地喝了一口酒 一旁的李家月 听到两人的谈话 顿时就兴奋了 连忙伸过头来 对着李正印敌一道 就我哥这个货色 还好意思 喜欢人家龚大小姐 也不照照镜子 去去去 李正印一听就急了 老脸一红 赶忙把李家月推了回去 然后往沙发上一躺 叹气道 嗨 龚秋勤那种人物哪里是 我们这种人能高攀得起的呢 也只能在背后 谈论谈论 对吧 楚兄弟 虽然他家里也有钱 资产好几亿 但和龚家比起来 完全是小家小业 恐怕连龚秋勤这种 龚家小辈的个人资产 都比不上 楚明笑着摇了摇头 这里正印 恐怕是龚秋勤的一个爱慕者 毕竟龚秋勤的颜值 确实很高 又是龚家的小姐 有爱慕者也很正常 经过楚明的调侃后 三人的距离都拉近了 话匣子也打开了 在一起喝着酒聊着天 还摇起了头子 李家月随着DJ的音乐 不停地尖叫欢呼着 还时不时地 跑到舞池里面去蹦跋几下 很快 酒吧打烊的时间就到了 音乐停了下来 工作人员开始出来清场 酒吧里的其他人 都开始陆续离开 不过工作人员 在路过楚明 他们三人所在的卡座时 却像没有看见一般 直接走了过去 咦 他们是不是没看见我们 此时李正印 两人都有了些许醉意 李家月的小脸上 红扑扑的 煞是可爱 看着眼前 走过的工作人员 兴奋道 那我们 岂不是可以一直在这里喝酒了 李正印抬起手 就在他的头上敲一下 打了个酒嗝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呵呵呵 就知道喝 再喝就醉了 走了 回酒店 哎呦 李家月吃痛地 揉了揉脑袋 然后看向李正印 嘟起小嘴 声音嗲嗲地撒娇道 可咱们再喝一会儿吗 你看 还有好几瓶酒没喝完呢 他伸出手指了纸桌子上 还剩了几瓶酒 李正印最经不住 自己妹妹撒娇了 不禁心头一软 想了想 扭头看向楚明 有些为难道 楚兄弟 你看 楚明此时并没有一点醉意 他现在64点的战斗力 就算拿白酒当可乐喝 都不会醉 面对李正印的询问 他靠在沙发上 笑道 要喝就喝吧 反正这开了的酒 也存不了了 不喝就浪费了 本来他想让这两人离开的 毕竟酒吧打烊了 那些鼓舞者肯定马上就会来了 但转念一想 这两人也是活脱脱的 扮猪吃虎对象啊 可不能 放过这点积分 那谢谢了 李正印点了点头 真诚地写道 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这样 楚哥 加个微信 反正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几天 到时候 我请你吃个饭 李正印明显有点喝酒上头 连对楚明的称呼 都变成了楚哥 行 楚明点了点头 也不再拒绝 而且他也确实觉得这两个人挺有意思的 同样是富二代 却没有梁志超那一群人的高傲之气 和对方加了微信后 楚明挥了挥手道 继续喝吧 楚哥哥真好 李家月也冲着楚明喊了一声 然后就又开始喝起酒来 哈哈 楚明一听心情大好 突然眼睛一转 低下头对着李正印试探地问道 兄弟 你听说过鼓舞者吗 鼓舞者 知道啊 公家不就是武道士家吗 李正印一愣 他家和公家有生意来往 自然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不过他不明白楚明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那哥告诉你一个秘密 楚明装出一副 喝得有些上头的模样 挺直腰板 勾着李正印的肩膀说道 其实 哥就是一个鼓舞者 而且还是B级 哈哈 此话一出 两人都笑了起来 李正印拍了拍楚明的肩膀 夸张道 哈哈 楚哥 你要是B级鼓舞者 那我岂不是S级 李家月也被逗笑了 一口酒差点都喷了出来 楚哥哥 你可别开玩笑了 你以为我没见过B级的鼓舞者呢 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怎么 难道你反老还童了吗 他们觉得 楚明这一本正经开玩笑的样子 真的十分搞笑 两人对楚明开的这个玩笑 并不太在意 只当他是喝多了 稍后就转移了话题 开始聊起其他的 这时 酒吧的工作人员 清场了其他客人 也纷纷离开了 但却没有关灯 弱大的酒吧里 只剩下楚明三人 还在喝着酒 说说笑笑 哐 就在这时 一声清脆的玻璃 破碎声响起 在空旷的酒吧里 显得格外的响亮 同时还响起了几个男子 兴奋的呼喊声 呜呜 给我砸 T&D 总算是打烊了 给我把这里砸得稀巴烂 李正印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纷纷站起来查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震惊地发现 有几个通通穿着 青色长袍服装的人 居然打破了酒吧的窗户 进入了酒吧 抄起东西 就要开始打杂 我靠 什么情况 这是哪来的小混混杂场子吗 李正印看猛了 不过 他还没见过 有小混混穿这种古代长袍服装的 怎么 现在小混混都玩costway吗 李佳悦看到这幅场面 有点害怕的 扯了扯李正印的衣服 小声道 哥 要不我们走吧 李正印文言也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楚明 想叫对方一起离开 却发现对方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现一般 还坐在那里喝着酒 咦 这里怎么还有人 打杂的那一伙人 此时也发现了 还有人在看着他们 疑惑出声 一伙人里 为首的是一个 看上去二十几岁的青年 此人眼眶深陷 目光阴逸 看着李正印两人 还在打量着自己 便笑着向他们走了过去 其他人见状 也跟了上去 见一伙人 朝自己走了过来 李正印皱了皱眉头 伸手将李家月护在了身后 然后开口喊了一声 各位大哥 我们马上就离开 他显然不想 和这些小混混产生冲突 而此时 殷逸青年 已经走到了三人的卡座面前 露出一抹 略显阴险的笑容 别急着走啊 来一起玩玩 他们正是青城山里 出来的鼓舞者 最近砸了 宫秋晴开的好几家厂子 但都是等打样了才来 平常都遇不到人 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了几个人 他们当然不想 轻易地放他们离开 而且这些人要是离开了 出去报警怎么办 他们可不想招惹到 九州特殊部门 殷逸青年身后的其他人 也纷纷起哄起来 对啊 这位小兄弟 这么着急干什么 哟 还有个小妹妹 长得还不错嘛 哥哥 陪你喝几杯啊 哈哈 这山下的妹子 果然是漂亮 一伙人发现李家月后 顿时将目光 转移到了对方身上 露出十分感兴趣的眼神 他们从小 都在青城山上修炼 最近才找到机会下山 哪里见过如此可爱 精致的小姑娘 李家月哪里见过 这种场景 吓得小脸煞白 酒都醒了 一个劲地 往李正印身后躲藏 李正印面色 变得极其难看 见这些人 如此调侃自己的妹妹 一时间怒火中烧 声音低沉地开口道 这里可是公家开的酒吧 我家里 还和公家有生意来往 我劝你们 最好放我们离开 他想拿公家的名号 让这一伙人惧怕 却不料 对面几人 听到这句话后 互相看了几眼 脸上调戏的表情 瞬间消失 变成了愤痕 因一青年双眼一眯 上下打量着李正印 冷笑道 原来是和公家 有关系的杂碎 那你们 今天就别想 好好地离开这里了 他的身后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 也开口嘲讽 哼 居然还想拿公家的名号 来威胁我们 我们青城山的人 和公家可是世仇 本来只想为难 你们一下 就放你们离开 现在吗 其他人 也纷纷露出了冷笑 目光极其不善地 盯着李正印 他们三人 青城山 鼓舞者 李正印听到这些话 就愣住了 他也听说过公家 和青城山鼓舞者的关系 据说百年前 青城山的鼓舞者 也是一个家族 和公家一样 都混迹在世俗当中 两家实力相当 在川省这一带的地下势力中 分庭抗礼 但后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公家 居然将对方的势力 完全瓦解 那些鼓舞者们 只有像丧家之犬 一般躲进了青城山 两家自此结仇 而公家最近几十年 势力越来越大 逐渐洗白 成了熊霸一省的庞大家族 青城山的那一群鼓舞者 则逐渐被世人遗忘 在青城山的鼓舞者眼里 公家现在 所拥有的权势和地位 本来是 应该属于他们的 一听到对方称 自己是青城山的人 李正应心里咯噔一下 瞬间慌了 这一伙人 可能都是鼓舞者啊 他们三个普通人 怎么反抗得了 他看着几人 不怀好意的眼神 咽了咽口水 强行镇定下来 低声道 我家 只是和公家有生意来往而已 并不是公家的人 还希望各位大哥 能放我们离开 我可以付给你五百万 当做感谢 哈哈 银翼青年 一听就笑了 面色猙獰道 怎么 你以为我们青城山的人 在山上 就缺钱了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不是公家的人 只要和公家有关系 都该死 说完 他朝着后面的人 挥了挥手 这两个男的 都给我打断四肢 扔到街上 至于那个女的 就任由兄弟们处置了 后方几人一听 顿时目光一亮 纷纷露出 淫晦的目光 看向躲在李正印身后 身躯已经开始 微微颤抖的李家月 那个魁梧青年 率先迈出步子 向李正印走去 其他人则 纷纷跟上 大哥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给你们一人一千万 你们别动手 李正印惊慌失措 护着李家月 连连往后退 几人听到 李正印的求饶声 并没有停下步伐 反而脸上的笑容 更加猙獰了 而一旁 坐着沙发上的楚明 一直在喝着酒看着戏 等着他们把半珠吃虎的氛围 烘托到高潮 这青城山的几个人 通过系统的查询 战斗力都在C级 和D级之间 让他略微有些惊讶的是 那个为首的英译青年 居然有62点战斗力 刚刚达到B级 楚明就疑惑了 龚秋勤不是说 他们龚家的B级鼓舞者 最年轻的 都要50多岁吗 但这英译青年 怎么看也就27 8岁左右的样子 怎么就能修炼到 舞者中期 有B级的实力呢 不过现在楚明来不及多想 因为李正英两人 都快退到他的脸上了 必须得出手了 就在楚明打算站起来 解决这一伙人时 一道年迈的声音 却突然从酒吧的深处传来 青城山的小辈 敢在龚小姐的地盘 如此嚣张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众人皆是一愣 魁梧青年一伙人的步伐 也停了下来 纷纷寻着那道声音看去 只见 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 从酒吧远处的阴影处走出 双手背负于身后 虽然年老 却腰背挺直 龙行虎步 楚明愣了一下 心生疑惑 因为在这老者出现的瞬间 系统就提示了他 对方是一个战斗力58的 C级巅峰鼓舞者 对方为什么会藏在酒吧里 而且听着老者刚才的那句话 明显是认识龚秋情 难不成是龚家的人 看来 这龚秋情应该是担心自己食言 所以做了两手准备 不过 龚秋情肯定没料到 青城山来的人里面 居然有个B级的鼓舞者 想到这里 楚明刚刚要站起来的身子 又坐了回去 嘴角上扬 这场面怎么还越来越有趣了呢 那音音青年也面色一变 显然也没想到 这酒吧里居然还有一个人 而且 好像还是龚家的人 他死死地盯着那老者 眼神里充满了戒备 因为这个老者在出现的那一刻 就没有隐藏身上的舞者气息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老者的实力不低 而黑袍老者则闲停散步地 走到了众人面前 眼神里充满了高傲之色 扫视着众人 当他看到楚明的时候 目光一顿 眉头微皱 开口询问道 你就是楚明 哦 你认识我 楚明看了对方一眼 诧一道 黑袍老者 眯着眼打量了楚明几眼 不懈地摇了摇头 吃笑道 你就是龚小姐说的 那个年轻的B级鼓舞者 哼 简直可笑 真不知道你小子 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能将龚旭东 那个老头都骗过了 黑袍老者 是龚秋晴手下的鼓舞者 前几日 龚秋晴 就让他守在这处 夜勤酒吧 防止青城山的人来砸场 龚秋晴还告诉他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找来了一个年轻的 B级鼓舞者 能抗下他老管家 龚旭东的权力一击 实力强大 自己只需要协助对方就行了 龚秋晴 还给黑袍老者 看了楚明的照片 他看到照片的瞬间 下意识地 就感觉龚秋晴被骗了 怎么可能会有 如此年轻的 B级鼓舞者 整个龚家 能在50岁突破B级的人 都少之又少 就算是 放眼整个华国 在30岁之前 突破B级的鼓舞者 都不过一手之数 而且还都是 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这矛头小子 说他是B级异能者 还能勉强相信 B级鼓舞者 完全就是让人笑掉大牙 黑袍老者只觉得 这楚明 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将龚秋晴 以及龚旭东 给欺骗了 但他也不敢反驳 自家小姐的话 也没有多说 只是想着到时候 一定要找机会 拆穿楚明的谎言 B级的鼓舞者 青城山的众人 听到黑袍老者的话 也纷纷将目光 看向楚明 这个人 从他们进来的时候 就一直坐在那里 没有说过一句话 只是默默地喝酒 毫无存在感 不过 看对方连20岁 都不到的模样 众人也将目光 收了回来 这么年轻的人 怎么可能是B级鼓舞者 就算是从娘胎里面 开始修炼 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李正应兄妹两人 则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看了一眼楚明 他们还以为对方 只是今天喝多了 才在他们面前吹吹牛逼 结果没想到 对方居然把牛逼 都吹到宫秋晴那里去了 看着众人的眼神 楚明毫不在意 目光淡定 没有说话 哼 胆胆欺骗龚小姐 等我收拾了青城山 这群小辈 再来收拾你 黑袍老者 见楚明不说话 以为自己拆穿了对方 被吓到了 便也不再关注 目光重新回到 青城山的一伙人身上 收拾我 就凭你 因一青年文言 不屑地笑了 然后对着身旁的 其他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退后 那我就来和你 这个老不死的会会 一群舞者初七 甚至舞者静 都还没达到的小辈 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黑袍老者文言 怒火生疼 冷笑一声 他可是舞者初七 巅峰的C级鼓舞者 收拾一群小辈 还不是易如反掌 说完 黑袍老者抱呵一声 浑身的内力爆发开来 气势陡然提升 哼 舞者初七 不好意思老头 我是舞者中七 因一青年阴险一笑 旋即也爆发出了内力 展示出一股 比黑袍老者 还要强大的气势 什么 黑袍老者面色巨变 完全没想到 会发生这种变故 慌忙地运转着内力 迅速向后退去 与因一青年 拉开距离 青城山怎么会有 三十岁不到的舞者中七 黑袍老者 退了十多米 目光惊异不定 他刚刚还在 想着整个华国三十岁之前 突破B级的人 有多么稀少 结果下一刻 居然就遇到了 哈哈 老头 时代变了 因一青年猖狂地大笑道 我们长老说过 如今天地正在变化 灵气已经复苏 青城山聚集着灵力潮汐 我们的修炼速度 一日千里 而你们公家的人呢 早就已经被世俗的权势 金钱蒙蔽了双眼 恐怕你们公家 这一代的小辈 都没几个愿意 修炼舞蹈了吧 因一青年冷笑连连 不懈地看着黑袍老者 他们青城山的人都认为 灵力的复苏 一定会让舞者 重新站在世界的巅峰 而像公家 这种已经快被世俗 童话的舞蹈世家 完全就是鼠目寸光 黑袍老者眉头紧锁 对方的话里 信息量实在太大 他一时半会还无法理解 师兄 和这老头 讲这么多干什么 赶紧赶死他 对 赶紧赶死这公家的杂碎 身后的其他魁梧青年 一伙人叫喊着 给你说这么多 也只是为了今天 让你死得明白 现在 受死吧 殷义青年也点了点头 旋即也不再废话 运转着内力 就向黑袍老者冲去 黑袍老者面色凝重 也运转起内力 向殷义青年冲去 他认为 自己是C级巅峰 而对方 只是B级初七 不一定就没有一战之力 两人瞬间跨过十米的距离 拳脚相碰十几次 在场的众人 只能看见 两个黑影 在前方藤膜跳跃着 一朝一世之间 都携带着巨大的威能 锁过之处 沙发 椅子酒瓶纷纷被撕得粉碎 李正印正正地看着 嘴巴微张 一脸震惊道 这就是鼓舞者吗 太恐怖了 哥 你说那个老爷爷 能不能打赢啊 李家月担心地问道 应该可以吧 毕竟是公家的鼓舞者 李正印安慰道 其实他也不太确定 毕竟看刚才那两人的对话 显然黑袍老者 要弱一些 哈哈 别想了小子 我们师兄 是B级鼓舞者 而且我们青城山 处于灵力潮汐处 修炼出来的内力 比那老头强多了 魁梧青年在一旁 阴侧侧地笑着 说得对 等我们师兄 搞定那老头 到时候 就轮到你们了 另一人也附和道 贪婪的目光 不停往李家月的身上打量 文言 李正印紧紧地握着拳头 心里万分紧张 现在 他只有期盼那黑袍老者 能打过英译青年了 不然他们的下场 肯定惨不忍睹 李正印忍不住 瞥了一眼一旁的楚明 却见对方 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喝着酒 就像在看戏一般 大哥 都生死关头了 你怎么还这么淡定 他实在不知道 楚明到底哪来的底气 哄 这时场上一声巨响传来 两个人影 骤然分开 其中一人捂着胸口 连连倒退了好几步 然后跪倒在地 而另一人 则站在原地 众人定睛一看 站着的人 正是英译青年 跪倒在地的 自然就是那黑袍老者 只见那黑袍老者咳嗽两声 身体颤抖 苦笑道 看来 老夫这一次 是真的在了 英译青年 看起来毫发无损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青色长袍 看向对方 不屑道 我还以为公家的武者 有多强吗 结果 C级巅峰就这 和我们青城山的 古武者比起来 你们公家的古武者 简直就是 温室里的杂草 平时恐怕连战斗的机会 都没多少吧 不像我们 从小到大 就被要求 与山中的野兽格斗 战斗技巧 不知道比你们强大多少呗 英译青年 不停地出言嘲讽 阁下不必再出言羞辱 老夫既不如人 要杀要寡 赶紧动手 黑袍老者目光暗淡 但却没有低头 直视着对方 哼 公家的杂碎 我当然要杀 用得着你提醒 英译青年冷哼一声 然后握起拳头 缓缓朝对方走去 就准备了结其性命 此时李正应兄妹 两人早已是浑身发寒 如坠冰枯 绝望地自语道 完了 完了 他们已经能想象 到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了 等一下 就在这时旁边 楚明的声音突然响起 声音不大 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嗯 英译青年眉头一皱 不悦地转身看去 却见 原本一直坐着沙发上的少年 已经站了起来 朝着他走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 小子 英译青年目光诧异 其实他一直都注意着 这个少年 因为对方 从他们敬酒吧开始 表现得就十分平静 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而现在 自己展示出了 如此的武力 对方却依然镇定自若 显然是有什么医掌 英译青年 也不是莽夫 他能从小在青城山 与众多凶猛野兽的搏杀中 存活下来 凭借的不只是天赋 还有心思的谨慎 所以他看向楚明的眼神中 戴上了些许忌惮 对方自然 不可能是黑袍牢者所说的 毕级鼓舞者 但说不定是个 异能者吗 我当然是保然了 楚明此时已经走到了 对方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黑袍牢者 耸耸间 无奈道 龚秋晴 雇我来收拾你们 保护这个酒吧 这老头又是他的人 我当然不能让你杀了他 楚明的语气云淡风轻 但此话一处 身后的魁梧青年 一伙人顿时就乐了 出言嘲讽 收拾我们 哈哈 也不知道 龚家那群杀 比怎么想的 居然雇一个小孩 来收拾我们 就是 等会儿就要 被打断四肢 扔出去了 现在还在这里装 不会吧 不会你真以为 自己是B级鼓舞者吧 装得自己都信了吧 哈哈 李正印 被楚明的举动 给吓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大哥 你看不出来 别人真的是鼓舞者吗 装逼吹牛 也得有个限度啊 你这样搞 到时候我们死的 岂不是更惨 李家月 则将脑袋 死死地埋在李正印身上 身躯颤抖着 已经不敢再看了 地上的黑袍老者 默默摇头 看了楚明一眼 心想这小子 实在是入戏太深了 你想保人 凭什么 因一青年冷笑一声 对于楚明这种 云淡风轻的语气 他感觉十分不爽 凭什么 楚明低头想了想 然后露出一个笑容 淡淡道 凭我现在 就可以打死 你们所有人 话音一落 一股澎湃的强大气势 从楚明身体爆发出来 他瞬间 将内力运转到极致 聚集到右手臂上 然后猛然一拳轰出 破空拳 楚明一出手 就使出了5G 因为面前这个 因一青年 足足有62点战斗力 而他自己本身也只有64点 比对方高不了多少 如果凭借着自身的武道 解决不了对方 那就又只有唤醒毒液了 可是自己在蜀城的时候 就因为附身毒液杀人 被九州当成异能者 派人监视了 现在到了江艳市 楚明可不想再轻易地附身毒液 鬼知道 九州会不会再派一个 更强的异能者 来监视他 而因一青年感受到 那拳头上的强大威能 面色俱变 连忙将双手 向胸口交叉 想要挡下这一拳 可楚明的拳头 却快得不可思议 因一青年 还没有将手臂完全抬起 拳头就已经轰在了 对方的胸膛上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因一青年的肋骨 在拳头接触的瞬间 就完全粉碎 然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 那拳头仿佛携带着 击破一切的势能 如同在击打一块豆腐 竟然直接没入了自己的胸口 从他的后背击出 脆哭拉小 这一拳 居然直接把因一青年的胸口 打了个贯穿 怎么可能 因一青年低头看着 没入自己身体的手臂 双眼瞪大 惊骇欲绝 片刻后 就逐渐失去了生机 向后道去 楚明也顺势抽出拳头 楚明站在原地 右手半截手臂 被鲜血染红 血液顺着手指 向下缓缓低落 轰得一声闷响 因一青年瘫倒在地 双眼瞪大 胸口上赫然有着一个 拳头大小的血洞 血液不断地涌出 血肉模糊 恐怖至极 在场的众人 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躺在地上 已经死的 不能再死的因一青年 热大的夜晴酒吧里 这一刻竟如死寂 卧槽 快跑 魁梧青年一伙人 上一秒还在嘲讽楚明 下一秒 就眼睁睁看到他们的师兄 被对方一拳干死在地 愣住了两秒后 纷纷面色狂变 下意识地拔腿就要逃跑 要知道 他们师兄可是 B级鼓舞者 肉体强度 都快比得上石木了 普通人拿刀都不一定能捅得进去 结果楚明这一拳 就像打在一块豆腐上一般 一拳就把英译青年的胸膛打穿了 这TM什么实力啊 不是A级鼓舞者 至少都是B级巅峰了 卧槽 这楚明 卧槽 一旁的李正印 已经看傻了 满脑子都是卧槽 声音都颤抖了 感情这家伙没吹牛逼啊 这是个神仙啊 这 哥 怎么 李家月听到了几人的声音 感觉有点不对劲 就要将埋在李正印身上的脑袋 抬起来 想看一眼 发生了什么 结果李正印一把 就将对方的脑袋 按了回去 连忙道 别看 别看 少而不移 只是楚哥 把那群人吓跑了而已 这血腥的一幕 看得他都有点反胃 当然不能给自己妹妹看 楚明站在原地 没有动 他知道自己身后 其余的青城山鼓舞者 已经被吓跑了 但他已经懒得搭理了 因为他现在的心中 充满了浓浓的疑惑 正正地看着自己 染满鲜血的手臂 不对劲啊 怎么就一拳打死了呢 原本楚明以为 对方战斗力 和自己只差了两点 凭借自身 武道很难对付 于是谨慎起见 先是走到了对方面前 然后骤然发难 直接使出了破空拳 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结果 对方这62点战斗力 怎么这么水呢 这位 武道前辈 感谢你出手相救 我为先前 对你的怀疑道歉 跪在地上的黑袍老者 目光复杂地看着楚明 沉思了几秒 开口道谢 他从楚明爆发出气势的那一刻 就明白 自己真的看走眼了 20岁不到的 B级巅峰鼓舞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简直难以置信 一想到 他刚才还 如此高傲地质疑对方 就忍不住老脸一红 不过他可能脸皮太厚 表面也看不出来 楚明文言 也暂时放下了 心中的疑惑 看向黑袍老者 摆了摆手道 没事 龚秋勤付钱给我 我就一下也是应该的 说完 楚明又打量了 对方几下 感觉对方伤的 应该还挺严重的 于是挑眉道 要不要我给你叫救护车啊 不用 不用 我们公家有医师 而且我是受内力所伤 普通一生之不好的 黑袍老者连连摆手 然后身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恭敬之色 再次感谢道 今天真是谢谢前辈了 虽然他的年纪 比楚明大了好几倍 但舞蹈之中 打者为师 称一生前辈 也是情理之中 不用再谢了 我想今天过后 青城山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来惹事了 我就回去休息几天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楚明甩了甩手上的血水 说了几句后 转身就向李正印两人走去 见楚明走了过来 李正印露出一个 哭笑不得的表情 摇头苦笑道 楚哥 你这可真是牛逼 李家月也偷偷侧着脑袋 看了楚明一眼 欣喜道 楚哥哥 你居然把那些人都吓跑了 你太厉害了 说了哥是B级鼓舞者吧 还不信 楚明得意一笑 装逼成功 心情大好 这时 李正印却深吸了一口气 正色起来 认真道 楚哥 今天你又是请我们兄妹喝酒 又是救了我们一命 这个恩情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嗨 说这些有的没的 改天请我吃个大餐就行了 楚明笑着摇了摇头 顿了顿 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撇嘴道 都凌晨四点了 我走了呀 回家睡觉 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好 李正印点了点头 然后楚明转头 就走出了夜情酒吧 黑袍老者看着楚明离开的背影 目光呆滞 喃喃自语 天地灵气复苏 灵气潮汐 二十岁不到的B级巅峰 这世间 要变天了呀 定 恭喜宿主 扮猪吃虎成功 获得积分 四百九十点 正走在回出 租屋路上的楚明 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 也响了起来 我靠 四百九十点积分 发财了呀 楚明一听到这个数字 就欣喜若狂起来 但转念一想 这积分给的也对 刚才在场的人 身份 实力可都不一般 李正印兄妹 两个富二代部说 青城山的鼓舞者 就有七八个 更别提 音艺青年和黑袍老者两人了 一个B级 一个C级巅峰 楚明没有犹豫 直接将所有积分 注入到了钢铁侠 马克三战甲图纸之中 积分注入成功 马克三战甲 目前解锁进度 七百斜杠一千 无狐 就差三百了 楚明心情愉悦 这才装逼几次啊 就快赚满一千积分了 要是青城山的鼓舞者 再多来几次就好了 不过 也不现实 今天过后 青城山的人 应该都知道自己的实力了 想继续顺利地扮猪吃虎 就有点困难了 对了 系统 为什么那个人 明明有62点的战斗力 就比我低两点 我却一拳 就把他秒杀了 楚明想起了刚才的疑惑 向系统问道 那是因为功法和武技的差异 蓝星的功法武技 放在其他修炼位面 都是低级 甚至不入流的 让他们空有战斗力 却无法全部发挥 楚明点点头 他明白了 就像是两个力量 同样是五十千克的人 一个是普通人 一个则是专业拳击手 那比出权威力的话 肯定是专业拳击手更强 不过 这破空拳 是修仙位面的低阶 武技没错 我修炼的那八九玄弓 是什么玩意 感觉这名字听起来不咋地啊 楚明一直觉得 八九玄弓这个名字 就像是瞎曲的一样 一点也不霸气 八九玄弓 是来自于封神宇宙的顶级功法 是杨俭 元红 孙悟空 牛魔王等神妖的主修功法 为产教之阵 教护法神功 由九转炼救元功 来是八化九 转返纯阳 故得此名 这么猛的吗 楚明震惊了 其他他没听明白 但光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修炼的功法 就足以说明 这八九玄弓有多牛逼了 怪不得要比那阴翼青年 修炼出来的内力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不过 对方的内力 却要比公家的 那个老头 要强上一些 楚明想起刚刚阴翼青年 提起过灵气复苏 灵气潮汐等字眼 不免疑惑到 现在蓝星上 已经有人察觉到灵气 在复苏了吗 那灵气潮汐 又是个什么东西 灵气复苏时 并不是整个蓝星的灵力含量 都在稳步提升 灵气会从世界各地 类似于全眼的地域涌出 灵气全眼处 是当前的蓝星 上灵气最充裕的地方 在那里修炼的人 修为会迅速提升 同时修炼出来的内力 也比其他地方的舞者更强大 而青城山 恰好就处于一个灵气全眼处 那里的鼓舞者 将其称之为灵气潮汐 这样啊 那灵气潮汐处的动物植物什么的 经过高浓度的灵气洗礼 是不是会进化 变异得更快 楚明点了点头 又问道 他想起了曾经见过的那群 被灵气洗礼过的野狗群 能够帮助舞者修炼的天才地宝 系统回答道 那那些天才地宝对我有用吗 听到这里 楚明顿时眼前一亮 有用 可以减少宿主的自动修炼时间 那我可得找机会 去青城山上玩玩了 楚明摸了摸下巴 奸笑道 他现在正愁没有积分抽增气单 来快速突破境界呢 不过 那都是后话 现在他只想回去睡觉 因为龚秋勤给他租的房子 就在夜勤酒吧楼上 楚明很快就到了 出租屋在18层 一室一厅 60平米的样子 但由于地处于繁华的商业 不行接地带 房租居然要一个月七八千的样子 楚明回到出租屋 都快凌晨五点了 困意顿时席卷全身 倒头就睡 就算这家伙刚刚才杀了人 也依旧睡得很香 毕竟毒液啃脑袋的画面 都经历过好多次了 这点小学型场面 他简直毫无感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 沉睡了一整天的毒液 却醒了过来 伸出脑袋 打亮了一眼 睡得正香的楚明 吵吵起来 楚明 饿了 靠 你早不行晚不行 偏偏我每次想睡懒觉的时候来吵我 楚明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 就看见眼前 毒液正瞪着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饿了 饿了 巧克力 毒液才不管这么多 不停地大叫着 好好好 我买我买 楚明被这家伙吵得头都大了 只好拿起手机 开十点外卖 毒液见状 这才不叫了 趴在了楚明的身上 点完外卖 楚明正想闭上眼睛 再眯一会 却发现 龚秋晴给他的那部公家 专线手机 屏幕正亮着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手机里收到了几条短信 是龚秋晴早上七点钟发来的 感谢楚公子昨晚 对我的下属出手相救 剩下的三百万为款 我下午会转到您的银行卡上 至于昨天谈好的一千万报酬 楚公子在江彦市待上一个月后 我当天就会打给你 为了防止楚公子 异能者的身份泄露 我给您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 新的身份证件 我已经派人放到了 你楼下的保安厅 那里的保安 已经换成了我们的人 楚明看完短信 砸了砸嘴巴 这龚秋晴 不愧是大家族的人 心思还真够谨慎 估计目前自己的异能者身份 都没几个人知道 龚秋晴应该没有随意 告诉别人 不然昨天晚上 那个黑袍老者就不会 只认为 他是一个鼓舞者了 看来对方还是花了不少心思 这也算是一种 对楚明的嗜好吧 楚明想了想 翻身下床 准备下楼去把龚秋晴 给他伪造的新身份证件给取了 来到保安厅 里面坐着的那个中年保安 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就连忙拉开抽屉里 拿出一个黑色的文件袋 然后毕恭毕敬的双手递给楚明 楚明向对方点头示意了一下 然后拿着文件袋 转身就走 回到屋子后 他坐在沙发上 撕开文件袋上的封条 将里面的证件取了出来 一个身份证 一个驾驶证 一个学生证 还有一堆手续单 楚明拿起身份证看了一眼 姓名年龄没变 但是身份证号和地址变了 驾驶员就有点多余了 他根本不会开车 然后他又拿起那个学生证 打开一看 里面还加着一张转校手续单 是这商业街附近 一个大学城里面的职业学校 全称江燕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简称江燕技术学院 转校手续单上写着 楚明是昨天转校过去的 读大二 这 不会要让我去上学吧 楚明眼角一抽 他前几天才 因为觉得上学没用 刚刚从署成大学退学 结果来到江燕市 他又变成学生了 应该不用吧 这也是个私人大学 不去应该也没啥 龚秋勤那边 应该也能搞定的 楚明一撇嘴 反正说什么 他都不可能再去学校 这时 他的手机响起微信提示音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梁智超发来的消息 楚哥 你让我问的那个蒋义成的事情 我问到了 他和李宇童 都转学到江燕市东平区的 一个职业学校去了 楚明一看到这句话 就觉得不对劲 试探地回了一条消息 是江燕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吗 梁智超那边秒回道 卧槽 楚哥你怎么知道 原来你早就查到了呀 操 这妖巧 楚明忍不住骂出声来 看来这学他 还真得去上了 毕竟 这仇肯定得报啊 不过 楚明觉得 这龚秋勤能 恰好把他安排到 和蒋义成 李宇童两人 在同一个学校里面 这妖巧的事情 一定是系统搞的鬼 不过 他也没有证据 算了 上学就上学 总不能一直待在屋里吧 不出去 怎么能找到 半猪吃虎的机会呢 楚明想想也释然了 大学这种地方 肯定有半猪吃虎的机会 又能报仇 又能赚积分 何乐而不为呢 看完身份证件后 楚明等着外卖送到 给毒液吃了巧克力 然后重新回到卧室 睡了个回笼觉 其实 以他目前的体质来说 就算一天睡两小时 都不影响正常生活 可是 睡懒觉谁不喜欢呢 一觉睡到了下午两点 楚明才被恶醒 随便点了个外卖应付了一下 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楚明就出门了 他打算先去学校看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楚明走出了步行街 经过了一个街道后 就来到了大学城 出发之前 楚明也查了一下 大学城的信息 这个大学城中 有着十来座大学 最出名的 就是江燕职业学院 这是江燕市 有名的贵族大学 倒也不是说 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 和教学水平有多高 毕竟只是职业学院 而是能进这所学校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成绩很差 家里又有钱的富家子弟 因为这是一所私人大学 据说是川省的一个大人物 开着玩的 所以就算学费昂贵 也有很多想要和校长 攀上关系的家长 将子女送进学校 这读的是书吗 是人情世故 走在大学城的道路上 能看到许多轿车开过 其中不乏一些 价格昂贵的豪车 有些是家长送小孩上学 甚至还有些是 学生自己开着车来上学 楚明跟着导航 找到了江燕职业学院的大门 给保安出示了学生证后 走了进去 学校的环境很好 教学楼是白色的欧式建筑 偌大的广场两旁 系着各色的雕像 树林里栽种的都是风树 正值秋季 金黄色的枫叶 随风飞舞 不愧是贵族学校啊 这环境 楚明杂杂舌 他以前的那个蜀城大学 比起这个学校来 简直是云泥之别 身边走过的 都是一些穿着名牌 潮流服装的少年少女 个个都长得很不错 男的俊俏 女的俏力 一看就是家里条件都很好的 转学手续单上写的 我在大二三班 因为江燕职业学院的学生比较少 只有一两千人 所以并没有按照专业分班 一个班也就二三十个人 楚明向周围的几个学生 问了一下路 然后朝着大二三班 所在的教学楼走去 当楚明走到教室门口时 朝里面打量了一看 发现三十几个衣着华丽的 少年少女都坐在座位上 聊天的聊天 玩手机的玩手机 班上不管是男的还是妹子 长得都很不错 也不是说他们本身有多好看 而是因为出身叫好 家里有钱 每个人都保养得很好 而且精于打扮 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楚明疑惑了 怎么连老师都没有 你找人吗 此时 第一排的一个女生 看向楚明 开口询问道 哦 我是转校生 分到你们这个班 请问我的位置在那里 楚明解释道 你就是转校生啊 那你去后面坐吧 那里有空位 女生伸手给楚明指了一下 然后也不在搭理 自顾自的和旁边的小姐妹 继续聊天 班上其他的人 也将目光收了回去 他们昨天就听说 会有一个转校生来他们班 本来还有些好奇 但看到楚明 除了相貌有些小帅以外 衣着十分普通 便也不再关注 楚明的相貌 虽然放在普通人之中 算得上很帅 但在江燕职业学院这种 到处都是帅哥美女的学校里 只能算中等 比起容貌 在他们的圈子里 攀比更多的是家里的金钱权势 楚明耸耸间也不在意 走到最后一排的空位上坐下 大哥 你家里是干啥的 同桌的一个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年 相貌一般 楚明打亮了对方一眼 却发现对方身上居然穿着的 是和自己身上差不多的普通服装 与班上的其他人 有些格格不入 怪不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后排 楚明思考了一下 随口说道 我家里开了个小酒店 那你应该和我家差不多吧 我家里开了几家饭馆 资产也就几百万 学校里都不受人待见 以后咱俩就是难兄难弟了 瘦弱少年松了口气 然后自我介绍道 大哥 我叫赵衡 多多关赵了 我叫楚明 话说 你们这个学校这么失利的吗 楚明眼神诧异 难道就因为别人家里没有多少钱 就能把别人孤立了 大学虽然是个小社会 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嗨 所谓的贵族学校嘛 都是来度校长的金的 当然会攀比这些 赵衡无奈道 过了一会儿 一个穿着黑色套裙的中年女子 走进了教室 赵衡告诉楚明 这是他们班的辅导员 魏松慧 班上的人 见到辅导员来了 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又扭过头去 各玩各的 毫不理会 魏松慧站在教室门口 在班上打量了一阵 看到楚明的时候 目光微微顿了顿 然后又很快滑走 片刻后 他点了点头 说道 人都到齐了 今天下午还是自习 说完 转身就走 也不管班里的人听没听到 啊 这辅导员这么不负责的吗 楚明愣了一下 学校的老师 都是来混工资的 再说了 一群富二代 他能管得着吗 赵衡玩着手机 撇嘴道 那为什么不干脆逃课呢 反正没人管 楚明好奇道 学生会管着呢 我们怎么敢逃课 你们辅导员都不怕 还怕学生会管 楚明顿时迷糊了 嗨 大哥 你刚来学校不知道 咱们学校的学生会 可和别的学校不一样 赵衡看他迷惑的样子 解释道 我们学校的学生会 其实就是一群学校里的 顶级富二代 帮校长办事的 一般人真不敢惹 曾经有一个愣头青 惹到了学生会的人 你猜怎么着 这家伙一毕业 家里就被学生会的人 给整破产了 出社会打工连工作都找不到 赵衡唏嘘道 连连摇头 这些学生会的人 能量这么大吗 那他们为什么 还要帮校长管理学校 楚明挑了挑眉吗 这学校还真是奇葩 恐怕老师 才是这个学校里面 威严最低的人吧 他们能量再大 也比不上校长啊 最多也就江艳士 有点势力罢了 咱们学校的校长 是川省公家的龚秋鹤 那可是整个川省 都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学生会的人 只要把学校的学生管理好了 毕竟就能被校长安排工作 那前途简直无可限量 说到这里 赵衡的眼中 还带上了一些憧憬 楚明无语了 居然是公秋鹤那家伙开的学校 怪不得这么不靠谱 把校风搞得乱七八糟 也难怪公秋秦 把他安排进这个学校 感情就是他家的产业啊 楚明默默摇头 顿了顿 然后向赵衡问道 你知道蒋亦成这个人吗 蒋亦成 你也听说过他 赵衡一听这个名字 突然就两眼放光 现在学校里 谁不知道蒋亦成啊 这可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这家伙好像也是前几天 才刚刚转来的 结果第一天 就开着一辆一千多万的 帕加尼来上学 第二天就进了学生会 好家伙 你是不知道那车 简直太帅了 我要是这辈子能买一辆 做梦都笑醒了 赵衡越说越兴奋 哦 这家伙这么屌 楚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没想到 这蒋亦成居然混得这么好 想了想 楚明又问道 你知道这蒋亦成在哪个班吗 大一七班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赵衡疑惑地回答道 没事 楚明摇摇头 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拍了拍赵衡的肩膀 我出去逛逛 教室里太无聊了 哎 大哥 你干什么 我们班有学生会的人 你别瞎搞啊 赵衡连忙拉住他 急忙道 没事 有啥怕的 楚明才无所谓 连龚秋鹤现在在他面前 都要毕恭毕敬的 更别说学生会那一群 给龚秋鹤办事的狗了 说完 他笔直地朝教室门口走去 那个转校生 站住 就当他要走出教室门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楚明眉头一皱 转身向那人看去 这是一个戴着黑矿眼镜 面容精致的少女 只见对方秀眉紧促 拿着一种不悦的目光盯着他 干什么 楚明有点不耐烦 他还赶紧想去找蒋一诚呢 你叫楚明对吧 昨天办的转校手续 结果今天一早上没来上课就算了 现在还想逃课 少女语气严厉 声音很大 班上其他人听到了少女的话 也纷纷将目光看向楚明 大多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小子牛逼啊 敢在我们学校逃课 是啊 就他这一身衣服 恐怕家里的资产不过一千万吧 居然敢逃课 这怕是没被社会毒打过 张新月可是学生会的人 这小子要是真敢逃课 那他以后就玩完了 江燕职业学院的学生 不会怕老师 但一定会害怕学生会的人 惹到学生会的人 要是家里没什么势力 下辈子算是完蛋了 楚明盯着那个叫张新月的少女 冷笑一声 喝道 我逃课管你屁事 爬 说完 楚明一转身 不管不顾的就走出了教室 此话一出 教室里瞬间安静了一刹那 一群人目瞪口呆 我靠 这小子说什么 他居然叫张新月爬 卧槽 猛人啊 这是 牛批牛批 果然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 刚到来学校 就敢惹学生会的人 这下完蛋了呀 这小子 众人议论纷纷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纷纷将目光看向张新月 而后排的赵衡 已经看傻眼了 满脸的不可思议 我擦 大哥 而张新月 此时已经愣在当场 正正地看着楚明离开的方向 显然没料到 对方会这样和他说话 发现班上其他人都在看着他 张新月才反应过来 脸上顿时青一块白一块 异常难看 他站起来猛拍一下桌子 对着众人吼道 看什么看 上自习 其他人这才安静下来 显然不想去触碰对方的眉头 张新月这才坐下来 死死地咬着银牙 一脸怨恨 旁边的一个 化着浓妆的双马尾少女 也皱了皱眉头 这是张新月的朋友 马斯文 他小声说道 张姐 这家伙是不把学生会 和你放在眼里啊 这不得好好教训教训 哼 我当然要让他知道 这个学校是谁说了算 张新月冷哼一声 他家里本身就是上亿的家产 从小娇生惯养 而且 自从加入学生会以来 不管是在班上还是学校里 从来都没有人敢招惹 就算是老师和主任 都得和他客客气气的 今天居然被一个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转校生 当着全班这么多人 不给他面子 而且还说让他爬 连他爸都没这么说过他 张新月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于是他想了一下 拿出手机 给一个人发了一条微信 龚哥 有个刚刚转校过来的家伙 刚刚居然骂我 完全不给我们学生会面子 你说怎么办 马斯文凑过来 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惊讶到 张姐 你直接就找公子红啊 你这是不给那人活路啊 惹到我头上 还想要活路 张新月冷笑一声 公子红是谁 那可是他们校长 龚秋鹤的儿子 川省公家的公子 学生会的主席 曾经招惹到 学生会头上的人 只要被公子红知道了 都没有好下场 对方只要出去说一声 川省有的是人 卖他公家公子的面子 那些人的父母 辛辛苦苦几十年 打拼起来的产业 在一夜之间 就能化为乌有 马斯文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想这个 叫楚明的家伙 真是祸从口出 这一下是玩完了 而此时的楚明 已经走出了 大二的教学楼 悠哉悠哉地 向大一的教学楼走去 一脸笑容 心情愉悦 他知道 自己对张新月 这样一副态度 这些娇生惯养的 富家子弟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一定会找人报复他 这积分不就来了吗 很快 楚明就来到了 大一七班的教室门口 向里面张望着 但让他失望的是 蒋一成并不在班上 想来这些学生会的学生 应该可以随便地逃课吧 算了 那就改天再来找吧 想到这里 楚明摇了摇头 就打算离开 结果他一转身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子身影 朝这边走来 李雨彤 楚明双眼一眯 没想到讲 承眉找到 居然碰巧遇上了李雨彤 而此时 李雨彤也看到了 站在教室门口的楚明 当场如遭雷击 焦厉的面孔上 瞬间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身躯僵硬 好巧啊 楚明勾起一抹笑容 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李雨彤看到楚明朝他走过来 恐惧瞬间充斥全身 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但他的腿却不听使欢 有些发软 他当时在天后KTV 可是亲眼看到楚明变成毒液 啃下了两个人的脑袋 那副恐怖血腥的场面 让他连续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一想到自己和这种怪物 在一个学校 李雨彤就浑身发寒 第二天就让自己的男朋友 也就是蒋亦诚 带他一起转校 虽然蒋亦诚并不相信 现实中真的存在 毒液这种东西 但两人刚刚触上男女朋友 正式奸情正热的时候 面对李雨彤的请求 当然不好拒绝 只是让李雨彤没想到的是 自己都转校到江燕市来了 还能见到楚明 一时间想哭的心都有了 我也转校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到老熟人 是吧 李雨彤 楚明玩味一笑 你认识我 李雨彤愣住了 有些奇怪 他明明和楚明只有一面之缘 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 听过你的名字 楚明笑了笑 然后问道 蒋亦诚那家伙在哪里你知道吗 在学校的散打社团 怎么了 李雨彤迷糊了 怎么这楚明 又开始问起自己的男朋友了 哦 差点忘了 这家伙是练散打的 楚明再次露出冷笑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李雨彤一个人傻愣在原地 一脸的不知所措 他实在觉得这个楚明 有些莫名其妙 一看到自己就问 蒋亦诚在哪里 这是想要干什么 而且 对方的语气就像是很早就认识自己和蒋亦诚一样 脸上还一直挂着诡异的笑容 让他感到不寒而栗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和亦诚说说 这个学校也不能呆了 得再转一次学 李雨彤连连摇头 然后慌张地转身 小跑去 问到蒋亦诚在那里后 楚明又走出了大意的教学楼 找人问了一下方向后 就准备去学校的散打社团看看 楚明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走在学校的一条不满枫叶的小路上 心里想着要不要再去散打社团 装一波笔 转播积分 但就在这时 他的余光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 一股相风迎面扑来 楚明眉头一皱 抬头看去 却瞬间面色俱变 吓得连连后退好了几步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 好巧啊 房东哥哥 面前的少女 就像是从二次园里走出来的一样 五官完美 穿着一袭白色长裙 眨着大眼睛 看着楚明 对着他展颜一笑 正是几天前租楚明房子的那个少女 范小军 你怎么在这里 楚明禁一问道 人都懵了 这人怎么还阴魂不散啊 自己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 我本来就在这里上学啊 范小军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你放屁 楚明瞪大眼睛 指着对方 你前几天才在我那里租了房子 怎么可能在江燕市上学 你骗傻子呢 范小军没有回答 美目上下打量了一下楚明 突然说道 房东哥哥 你的异能是毒液对吧 啊 毒液 什么毒液 楚明也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 连忙装傻的 楚明想着 对方应该 只是拍下了 他杀周梨的全过程 应该没有证据说明 就是他附身的毒液 却不料 范小军微微一笑 拿出手机 展示在楚明面前 只见手机屏幕上 播放着一个视频 正是楚明杀周梨的那天 附身毒液的全过程 是无人机拍摄的 我靠 楚明嘴角一抽 没想到 还真让对方给拍到了 这就是证据哦 房东哥哥 还要耍赖吗 范小军收回手机 笑盈盈是看着他 楚明目光闪烁 片刻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 只好承认到 我确实是异能者 那天我也确实杀了那个人 但那人也不是好人 我可没有滥杀无辜 我调查过那个周梨的身份 知道他不是好人 我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范小军摇摇头 顿了顿 又说道 我是特殊部门九州的 近榜第九 代号九号 你的这个视频 我给我们领导看了 他对你很感兴趣 想邀请你加入九州 听到范小军不是 来找他麻烦的 楚明才松了口气 毕竟现在的他 真不一定打得过对方 至于对方说 想邀请自己 进入九州的事情 楚明才不会答应 毕竟他现在连九州 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不清楚 而且自己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 并不是异能者 贸然加入九州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 于是 楚明思考了一下 说道 我目前没有加入九州的想法 也希望你们 不要再监视我了 那可不行 范小军脑袋一扬 小嘴一翘 我们领导说了 如果你不加入九州 就让我一直监视你 因为楚明的异能 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唯一一个 在影视和漫画作品里 存在的能力 所以九州的高层 觉得非常有研究价值 十分重视 草 楚明无语了 这还真赖上了 自己不成 算了 你爱监视就监视吧 楚明翻了个白眼 他也懒得管了 反正目前看起来九州 对他也没有恶意 说完 楚明就直接从对方身边了走过去 范小军见状 嘟了嘟小嘴 然后转身 就跟在了楚明的身后 楚明则继续朝着 散打社团的方向走去 你不是在这里上学吗 你不用上课的吗大姐 见到对方跟了自己一路 楚明崩溃的大叫道 我不用上课啊 我是校花 你不知道美女有特权的吗 范小军眨巴眨巴眼睛 一脸天真道 我知道你长得好看 可是你才来学校没两天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成校花了 楚明拜了他一眼 不信道 我说了 我一直在这里上学的 我都读了一年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分身而已 分身 楚明疑惑地看了一眼范小军 哦 忘了给你说了 我的异能是暗影和分身 我现在在全国有五六个分身呢 每一个都有S级巅峰的实力哦 而且每个分身 还有单独的思维 厉害吧 范小军解释道 表情有些得意 我靠 还有分身这种异能吗 楚明十分惊奇 然后突然转过身来盯着范小军 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着 你干嘛 范小军被楚明的眼光 看得有些不自在 秀眉微醋 楚明却突然抬起手来 在范小军雪白水嫩的小脸上 捏了捏 嘴里嘖嘖撑齐 嘖嘖嘖 你这分身和真人没差啊 这能力绝了呀 要是以后 谁娶了对方做老婆 那五六个分身一起生活 岂不是要上天 干什么 恰痛了 范小军连忙拍开了楚明的手 揉了揉脸蛋 吃痛道 给我康康 楚明满脸好奇 又伸出手 在对方的手臂上捏了一下 然后又拿起对方的手 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的手指 他想看看 这分身有没有指纹 和真人一样了 范小军不满地嘟起小嘴 将手抽了回来 不愧是S级异能啊 长见识了 楚明感叹道 这可真是太逼真了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是上课时间 这时 一道男子的贺声 却突然从楚明身后传来 楚明回头看去 只见六七个学生正从那边走来 说话的那人是一个身穿 蓝色卫衣和工装裤的高大男子 他们是学生会的人 老远就看到了楚明两人 他们还以为是一对小情侣 因为刚才两人的动作 从远处看 就像是在轻轻我我 于是他们就走了过来 你不知道学校不允许敲课吗 你们还在这里 高大男子 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 严肃地说着 但当他看清楚楚明身后的范小军时 却面色一变 喉咙就像被人突然掐着了一般 而他身后的其他五六个人 此时也看到了范小军的脸 一时间嘴巴纷纷张大 一个个目瞪口呆 像是看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有事吗 楚明疑惑地看着高大男子 没事没事 高大男子连连摇头 露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楚明奇怪地看了一眼对方 然后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范小军见状也跟了上去 带两人走远后 那一群人才缓过神来 我靠 那不是范小花吗 范小军谈恋爱了 卧槽 我不能接受 那小子是谁啊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而且看起来平平无奇 凭什么范小军看上他了 哎 你们先别说这个 我们学生会公主席 可是追了范小军整整一年 都没有追到啊 现在居然被这个小子截胡了 高大男子 听着他们一伙人的谈论 也眉头一皱 当即喝道 别说了 赶紧去告诉公哥吧 这下公哥怕 是要发火了 说完 他转身就朝着学校 另一个方向走去 其他人也连忙跟上 这些人是学生会的 他们是不是误会 什么了 楚明舞者 近中期的听力 清楚地听到了 那一群人的谈话 顿时面色有点奇怪 谁让你刚才动手动脚的 范小军白了楚明一眼 但看起来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这不是好奇吗 楚明见对方都不在乎 也不再多说 误会就误会吧 然后就继续向散打社团走去 江燕职业学院的散打社团 有一处专门的训练场地 在教学楼的旁边 足足有两个篮球场大小 还没有走近 楚明远远地就看到 那片场地上 有一群通通穿着 红色散打服的学生 正坐在地上围成一圈 圈内有两个人正在切磋着 人群中不时爆发出 激烈的欢呼和呐喊声 楚明看着中间那两个 正在切磋的人 脚步一顿 眼中露出玩味的笑意 因为两人中 其中那个身材壮硕的男子 就是蒋亦诚 怎么 你认识他 范小军也跟着楚明停了下来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以他S级的实力 自然知道 楚明看的是蒋亦诚 认识 而且有仇 楚明淡然点头 有仇 什么仇 他把你绿了 范小军玩笑道 楚明 草 还真给他猜对了 反正我是爱报仇的就对了 楚明不想多说 范小军看了楚明一样 突然正色道 我可提醒你啊 你要报仇可以 但一定要像 杀那个周历一样 找个没人的地方 要是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使用异能 九州会追杀你的 谁说我要杀他了 楚明眉毛一挑 笑道 杀了 他太便宜他了 我要他下半辈子 都生不如死 上一世 蒋亦诚害的 他在电子场 像狗一样 活了十年 最后得到一个病死的下场 如果只是杀了对方的话 实在难解 楚明心头之恨 哟 没想到你还挺腹黑的嘛 范小军诧异的 看了楚明一眼 然后疑惑道 那你现在来这里干嘛呢 我本来想现在过来找找他的麻烦 然后顺势收拾他一顿 楚明撇了撇嘴 接着说道 但现在嘛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找我麻烦了 找你麻烦 谁啊 范小军一脸懵懂 没听明白楚明在说什么 楚明刚想解释 却突然看到远处 一群人走到了散打社团那边 顿时笑了笑 说道 你看 这不就来了吗 范小军向远处望去 只见刚刚高大男子 那一群人 居然走到了散打社那里 其中还多了一个人 是一个长相俊逸 衣着华丽的男子 公子洪 范小军一看到那个人 眼中就露出一抹厌烦 同时也明白了 楚明刚才说有人会找他麻烦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公子洪这个人 可以算的上江彦 职业学院里除了校长外 全是最高的人了 之前就一直追求他 搞得他烦不胜烦 要不是九州规定 不能随便杀人 他早就把对方了结了 走吧 过去吧 楚明笑了笑 就朝那边走去 范小军也紧紧跟着 而散打社团那一边 蒋义成正认真的 和面前这个学生对打着 打得对方节节败退 享受着其他人的欢呼和彩声 但他突然看见 公子洪一群人走了过来 他眼睛一亮 直接一记猛踢 将和他对打的人踢翻在地 直接终止了切磋 公哥 你怎么过来了 蒋义成甩了甩手臂 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 赶忙朝着公子洪那边 迎了过去 蒋义成转来这个学校 不仅仅是因为李宇彤的请求 其实他早就想来了 目的也是为了攀上校长 公秋贺的关系 而这公子洪 是公秋贺的儿子 他现在才刚刚进入 学生会这个圈子 当然要赶紧抱好 这个大腿 蒋义成 你不是散打八段吗 帮我打个人 公子洪脸色难看 一脸的怒气 走过来就开口吼道 谁惹你生气了公哥 那人家里做什么的 蒋义成小心翼翼地问道 同时心里疑惑 他记得刚刚进学生会的时候 那些前辈都说过 如果有人惹到了他们头上 尽量不要使用武力 传出去不好听 只需要在对方家庭事业上搞事 拿全是压他 让对方家里破产就行了 这样可以让对方生不如死 毕竟从富二代 变成普通人 谁都受不了 而且 蒋义成也十分同意 学生会这些人的想法 因为他在署城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么干的 可是今天 这公子红 怎么就会突然让他去打人呢 我管TM的他 家里是做什么的 老子今天必须搞他 公子红咬牙切齿地说道 一个叫楚明的小子 先是骂了我们学生会的人 然后又被李超看到 这小子 居然和范小军 在路上亲亲我我 完全不把 我这个学生会主席放在眼里 他没多久之前 就收到了一个 叫张新月的学生会成员 发来的微信 说是一个叫楚明的 转校生居然骂了他 然后公子红反正 也嫌得无聊 就打算顺手 收拾收拾对方 就在他还在 查楚明的资料的时候 学生会的李超跑来找他 说是刚刚看到范小军 和一个男学生 在路上 十分亲密的样子 公子红 当时就怒火中烧 江燕职业学院 谁不知道 他在追求范小军 而且他追了足足一年 都没有追到 现在居然被人 截足先登了 他当即怒问 李超那男的是谁 结果李超说没见过 但却看到了 公子红的办公桌上 楚明的档案和照片 于是就指认了出来 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幕 听到公子红的话 散打社团的一群人 顿时面面相去 然后小声地议论起来 我靠 我们学校的校花 居然和别人谈上恋爱了 我怎么不知道 谁这么大胆子 敢和公子红 追的女人耍朋友 这不是没死过吧 嘿嘿 你们说 这下公子红 算不算是悲虑了 操 别瞎说 我从口出啊 注意点 其中还不乏一些 幸灾乐祸的人 楚明 蒋一诚皱了皱眉头 似乎觉得 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蒋一诚 我就问你能不能打 公子红此时 已经快愤怒 到失去了理智 被人横刀独爱的感觉 任谁都受不了 更别提 他堂堂一个公家公子了 能能能 放心公哥 那个叫楚明的小子 现在在哪里 蒋一诚连忙点头 也不再多想 反正 他现在就想抱住公子红 这根大腿 对方让他做啥 他就 啥 不就是打个人吗 他一个散打八段 收拾一个普通学生 简直绰绰有余 那个楚明在大二三班 不过这小子逃课了 现在在哪里我也 公子红皱着眉头说着 但是话还没说话 目光突然看向远处 双眼眯起 目露寒光 其他人见状 也顺着公子红的目光看去 只见那一边 范小军挽着楚明的手臂 正有说有笑地谈论着 向这边走过来 看上去就像一对小情侣一样 蒋一诚看见这一幕愣了一下 又看了一眼 身边脸色阴沉得快滴出水来的公子红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就是那个楚明吗 公哥 对 公子红缓缓点头 冷笑道 居然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找死 而另一边 楚明一边和范小军聊着天走着 一边偷看着公子红那一群人 突然目光一闪 小声地兴奋道 哎 他们看见我们了 你快看到公子红的眼神 嘖嘖嘖 跟想杀了我似的 你可真欠 范小军翻了个白眼 挽着楚明的胳膊 这是楚明刚刚要求的 说是要气一气 那个公子红 虽然他不知道 楚明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他和公子红又没仇 但气一下这个 让他十分厌恶的人 范小军也是十分乐意 不会要打我吧 好怕怕楚明 做出一副害怕的表情 但却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范小军 而公子红那边的几十个人 全部都将目光 向楚明两人看了过去 一时间表情各异 小声地议论着 我尼玛 这小子真有种啊 抢了公子红的女人 还敢光明正大的 在学校里面走 这人谁啊 你们见过吗 没见过 看起来很普通啊 范小花怎么就看上他了 我不能理解 别说了 你看公子红那表情 已经快想杀人了 楚明两人这时 已经走到了众人面前 打量了几下 没有说话 假装路过的样子 小子 站住 公子红 直接爆合出声 啊 干什么 有事 楚明一脸猛逼地转过头 看向公子红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公子红声音低沉 充斥着怒气 双目就像是要喷出火来 看见自己追求了这么久的女人 居然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臂 在自己面前走着 公子红感觉心都在滴血 怒火中烧 你记把谁啊 我和我女朋友逛逛学校 爱你什么事了 楚明毫不客气地对道 此话一出 仿佛空气都安静了 众人纷纷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全都傻眼了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这个小子 抢了公子红的女人 就算了 还敢对他这么讲话 简直就是在挑衅公子红 这公大公子能受得了吗 果然 公子红文言后愣住了几秒 然后就怒急返校 好好 别说在江燕职业学院 就算再穿上 都没几个人敢这么和我公子红讲话 小子 你完了 他说到后面 已经是咬牙切齿 但公子红却没有直接让蒋义成动手 而是顿了顿 看向了范小军 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说道 小军 你确定要和这小子在一起吗 他能给你什么 我堂堂公家子弟 不必他强一百倍 别叫我小军 我们很熟吗 而且 我跟谁在一起 关你屁事 范小军却冷眼看着对方 声音清冷 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模样 心里十分舒坦 好好 公子红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直接破口大骂 臭巴要子 真TM 是给脸不要脸 以为有一副好皮囊 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 我到时候 让你哭着求我要上我的床 公子红已经完全被怒火所淹没 他打定了主意 今天过后 他一定要通过公家的权势 给范小军家里施压 他能查到的档案里 范小军的父母资产不过几亿 以他的手段 对付起来简直不要太轻松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能查到的背景 都是九州给范小军伪造的 而范小军听到了这句带有羞辱的话之后 粉拳瞬间紧握 美目中杀意涌动 楚明察觉到了对方的异样 拍了拍他的胳膊 示意他不要冲动 同时心中也极为不悦 同样是公秋鹤的子女和公秋情比起来 这公子红完全就像个顽固子弟 一见面就威胁他不说 眼看得不到范小军 居然直接出言侮辱 还想从背后耍阴招 哪里有大家族子弟的风范 而你小子 公子红再度看向楚明 冰冷一笑 今天你要是能站着出校门 我就不信公 说完 他对着旁边的蒋义成 眼神示意了一下 后者点了点头 然后活动了一下手臂 朝着楚明走去 这小子完了呀 蒋义成可是散打八段 这不是他自找的吗 真不知道是个傻子 还是愣投青 川省是谁的地盘不打听打听 公家的人都敢惹 嗨 他只有自求多福了 被蒋义成打一顿 估计下辈子都废了 散打社团的人都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已经看到了楚明的结局 散打有九个段位 一段最低 九段最高 而蒋义成是散打八段 已经是顶级散打高手 打一个普通人 简直就是像打小孩一样 毕竟法条都规定了 散打三段以上的人打架 都能算是迟现 可见一个散打高手 对普通人的威胁程度 小子 只能怪你不长眼了 蒋义成摇了摇头 怜悯地看着楚明 他想要抱住公子红的这根大腿 出手一定会下死手 不打断楚明几根骨头 他都不好交差 蒋义成 楚明看着对方 目光淡然 上一世 楚明还只是个战斗力 只有四的普通人 结果被蒋义成挤拳挤脚 就打倒在地 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星期 完全像一个小鸡仔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而现在 楚明看着对方 对方在他眼里 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渺小 因为系统告诉他 对方的战斗力 只有八点 风水轮流转 楚明忍不住感叹一声 什么意思 蒋义成 却被这句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 一脸奇怪地看着楚明 你管我什么意思 你特么到底打不打 楚明不耐烦地说道 直接向前走了几步 将范小军拦在自己身后 他倒不是要保护范小军 一个S级巅峰 哪需要他保护 而是楚明 已经明显感觉到 范小军很生气了 要是自己再不出手 他到时候 忍不住先出手了 那可真就是 失衡遍野了 要是在学校见血 那就过不了审了 你他妈找死 蒋义成文言 脸色陡然阴沉 直接爆和出声 作为散打八段的高手 他有自己的傲气 本来出手 打一个普通人 是不太光明的事 但现在 别人都出言挑衅了 他怎么能忍 蒋义成话音一落 就直接抬起右腿 对着楚明的脑袋 就是一记横扫 空气中 一阵破空声响起 可见力度之大 楚明眉头紧锁 他要是个普通人 对方这一腿下去 恐怕就直接是 重度脑震荡了 而不远处的公子洪等人 此刻脸上已经露出宁笑 他知道 蒋义成这一脚下去 楚明这小子 肯定是不死也惨了 就为了给公子洪献殷勤 就下手这么狠 楚明冷哼一声 既然如此 那今天 就心仇旧恨一起算 于是他直接伸出左手 一记手刀 朝着蒋义成 踢来的右腿上劈去 蒋义成见状 冷笑一声 居然想要用手 来挡住他的横扫 简直是异想天开 要知道 他从小就在训练 小腿劲骨的坚硬度 连钢管都能踢弯 更别踢人的手掌骨了 全力之下 能直接将其 踢成粉碎性骨折 但却见楚明的 左手速度极快 竟是后发先制 瞬间就结结实实地 劈在蒋义成的小腿进骨上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对方的小腿 居然直接骨折弯曲 而楚明的手掌 却毫发无损 蒋义成脸上的 冷笑瞬间凝固 刹那间感觉 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袭来 再加上楚明手掌上 带来的强大力道 让他重心不稳 当即身子就要朝 一边倒去 楚明乘着对方 还没有倒下 抬起一条腿 迅速一脚踹出 把蒋义成 直接踹飞出去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蒋义成在空中 划过一道弧线 划向了五六米的距离 然后精准地重重 摔在公子红的脚下 蒋义成一落地 就抱着自己 已经骨折了的右腿 哀嚎起来 表情万分痛苦 卧槽 公子红面色大变 后退两步 静怡不定地 看了看地上的蒋义成 又看了一眼前方的楚明 而原本一直坐在地上的 其他散打社团的学生 此时已经震惊地 纷纷站了起来 一脸的不可置信 完全不敢相信 这个看起来身材瘦弱的小子 居然能轻易地 就打败了 散打八段的蒋义成 而且居然一脚 把对方踢出去 五六米的距离 这得多大的力量啊 一时间 他们看向楚明的眼神 都变了 先前还以为这是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没想到 原来居然这么能打 可是 能打又能怎么样 公子红可不是 能打就能解决的 果然 公子红在短暂的震惊后 很快就回过神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楚明 阴沉道 没想到我 居然看走眼了 想不到你小子 还有几分拳脚功夫 怪不得范小军 能看上你 知道就好 楚明淡然一笑 看了一眼 躺着地上 痛苦哀嚎的蒋义成 报仇之后 心情大好 但这只是 肉体上的报复而已 他对蒋义成的报复 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 你以为你能打 就能抗衡我了吗 公子红不屑一笑 行似疯癫地吼道 你知不知道 公家在川省的地位 知不知道这个学校 是谁说了算 等我查到你的家庭背景 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公子红 今天真的是要被气疯了 他在江燕职业学院 凭借着公家 还有他爹的关系 横行霸道了 三四年之久 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屈辱 今日之后 他发誓 一定要让楚明 和范小军两人 在整个川省 都无立足之地 而且 一般人还不知道 他们公家 是武道世家 楚明在能打 能打得过鼓舞者吗 随便你 你想查就查吧 楚明无语道 看着如同疯狗般的公子红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像看傻子一眼看着他 对方要真查出来 他和范小军的身份 那估计人都得吓死 他现在在公家那里的身份 可是一个B级异能者 和鼓舞者 连公子红 他爹都要拉拢他 范小军就更不说了 光是S级巅峰异能者的身份 就能让公家家主 都背公屈膝 更别说 他的身后 还有个九州 说完话 楚明也不想再搭理对方 拉着范小军的手 转身就走了 范小军走之前 也看了一眼公子红 和地上的蒋义成 露出嘲讽的笑容 默默地摇了摇头 一群人 看着楚明两人离开 却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上前阻止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400点积分 这时 楚明脑海中 也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刚才在场的人有 30多个 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富二代 每个人都贡献了 10点以上的积分 牛逼啊 可以换马克三战甲了 楚明在心中狂喜 赚了这么久都积分 终于赚到了 两人走出那一群人的视线后 楚明才放开了范小军的手 得意洋洋地笑道 怎么样 解气了吗 哥帅不帅 范小军看着楚明这副模样 忍不住一笑 心里也不再生气了 是啊 他一个异能者 和普通人生什么气 真要惹怒了 一巴掌拍死就是 顿了顿 范小军美目突然诧异地 看了楚明一眼 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你刚才没有使用异能 却有这种力量 一般来说 异能者如果没有使用异能 那实力和普通人差不了多少 除非是力量型异能者 可楚明明明是变身型啊 毒液也增强了我的力量 楚明随口说道 范小军目前还不知道 他是鼓舞者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你这个异能真的很奇特 怪不得老大对你很感兴趣 范小军撇嘴道 呃 你老大是男的女的 楚明突然问道 男的 怎么了 姨娜你帮我转告他 不要再对我感兴趣了 我喜欢女的 楚明一脸嫌弃地说道 范小军 他说的感兴趣 是这个意思吗 无语了一阵 范小军接着问道 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回家呀 楚明脱口出 他现在当然想快点回家 去解锁马克三战甲呀 他这段时间 对着钢铁侠的战甲 可谓是朝思暮想 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走吧 范小军点了点头 走什么走 楚明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看了对方一眼 发现范小军 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突然脸色一变 大叫道 大姐 你TM不会连我回家 你都要跟着吧 当然 我的本体 给我的任务 就是一直监视你 范小军理所当然地说道 监视个头啊 你去我家监视我 楚明目瞪口呆 还真要赖着他 不走了不成 放心 我只是个分身 不会影响你的 范小军淡然道 你他妈不是说和真人一样吗 楚明一脸生无可恋 我骗你的 我TM信你个鬼 大姐 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出了校门后 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 楚明看着旁边 一直跟着他的范小军 无可奈何道 不能 本体的命令 我不能违背 范小军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说道 你他妈 你这分身有巴巴 哪这样监视人的 监视人 不都是偷偷摸摸地监视吗 楚明无语了 要不是现在 他还打不过对方 他真想 狠狠地收拾他一顿 我不管 我必须看着你 范小军头也不抬得说道 反正在他的理解中 监视一个人 就是不能让那个人 离开他的视线 不然算什么监视 楚明 算了 不跟他计较 反正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子 跟着自己 自己也不吃亏 很快 楚明就回到了出租屋 范小军也跟着走了进来 然后十分不客气地 走到沙发上坐下 玩着手机 楚明眼角一抽 这家伙 还真把这儿 当成他自己家了 我先说好了 你要在我这里 待着就待着 但是不许进我房间啊 晚上 你自己睡沙发 楚明想了想 开口说道 那我不就看不到你了吗 范小军文言 袖眉一簇 抬起头来看向楚明 不满道 看不到人 那还算什么监视呢 大姐 我又不会跑 你特么 非要盯着我干什么 难道你们九州在这里 就没有其他眼线了吗 我特么能跑到哪去 楚明都快崩溃了 伸出手指着范小军 恼怒道 我告诉你啊 让你待在这里 是我最后的底线了啊 别得寸进尺 再这样我就发火了 范小军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楚明 想了想 好像觉得 楚明说的也有道理 然后就点了点头 小嘴一嘟 好吧 楚明这才松了口气 赶忙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将房门反锁两圈 TMD 这都什么事吗 楚明一头倒在床上 欲哭无泪 他怎么觉得 范小军这个分身 有点呆呆的 不太聪明的样子 简直是一根筋 算了 还是来看看 我的马克三战甲吧 摇了摇头 楚明不再多想 让系统打开了 钢铁侠马克三战甲的图纸 马克三战甲解锁进度 700斜杠时 00 注入300积分 楚明连忙说道 神情十分兴奋 定 注入积分成功 宿主目前剩余积分100点 马克三战甲解锁进度100% 解锁成功 已放入系统背包 楚明赶紧打开了背包的界面 只见一个红金相间 整体机甲感十足的人形机甲 正静静地躺在其中一个背包格子里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是系统的介绍 物品 钢铁侠马克三战甲 来自漫威宇宙的科技物品 效果 穿戴之后 获得180点战斗力 注 马克三战甲在战斗中受到损伤 战斗力会大幅下降 放回系统背包后 会自行修复 无虎 也现在是钢铁侠了 楚明在心中欣喜若狂地喊道 想要了这么久的战甲 总算是到手了 而且 让他意外的是 马克三战甲 在钢铁侠战甲系列中 只能算得上最基础的一款 没想到 居然都有足足180点战斗力 A级顶尖 仅次于当前的楚明 附身独业后的A级巅峰实力 又是一个底牌 楚明看着背包里的马克三战甲 眼貌金光 他很想现在就把战甲取出来 穿在身上 然后在天上飞一圈感受感受 不过 那范小军现在还在客厅待着呢 要是取出来 动静太大 被对方发现 就麻烦了 根本无法解释 楚明目前还不想暴露这个底牌 操 解锁了又用不了 这算什么事吗 算了 还剩100积分 先抽个奖吧 楚明郁闷地撇了撇嘴 只好打开了系统的抽奖页面 现在能抽10次奖 按照之前的经验 楚明觉得 应该很有机会再抽出一个特殊类奖励 毕竟他之前总共就抽了12次奖 就抽到了独叶和马克三战甲 两个特殊类的奖励 他估计 这个抽奖肯定是有保底的 那来吧 给我装 楚明直接大手一挥 将10次抽奖全部一起抽了 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抽奖页面 抽奖大转盘 快速地旋转起来 恭喜宿主 获得消耗类奖励 林元丹一枚 白子某修仙未免 恭喜宿主 获得消耗类奖励 增弃丹一枚 白子 不出所料的是 前面五次抽奖都是消耗类 四个林元丹 一个增弃丹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类奖励 秘术 影 来自王者荣耀未免 秘术影 是王者荣耀中 原歌的一技能 宿主学习之后 可以放出一个傀儡 傀儡能模仿 任何生物的外表 可以远程操控 傀儡的实力 为宿主的三分之一 注意 傀儡在离开宿主 身边一公里一个小时后 会自动收回宿主体内 技能类 居然还能抽到 王者荣耀里面的技能 不错呀这个 楚明眼睛一亮 这是他第二次 抽到技能类的奖励 看起来比 第一次抽到的 破空拳 逼格高多了呀 王者荣耀中原歌的一技能 能放出一个 可以模仿任何生物的傀儡 这不是居家旅行 诈骗栽赃的戾气吗 等一下 楚明回头看了看客厅的方向 眼睛一转 突然想到了什么 这傀儡 可以模仿任何生物 那可不可以模仿我自己呢 他现在不是因为范小军在家里 没办法试试 刚刚到手的马克三战甲吗 楚明想着 如果这秘书 尹放出的傀儡 能够完全模仿自己的话 那他把傀儡放在家里 自己穿上马克三战甲飞出去 不就行了吗 不行 我得赶紧试试 楚明兴奋起来 看了一眼抽奖界面 发现剩下的四发 抽奖都抽完了 全部都是零元丹 他也不再关注 直接打开了系统背包 看向了 秘书 尹 宿主是否学习 秘书 尹 学习 楚明连忙点头 叮 已学习成功 楚明只感觉脑海中 瞬间又多了一股新的信息 意念一动 只见他的身体里 几缕黑线闪出 片刻后 一个通体蓝色 造型精致的傀儡 出现在他面前 楚明看了傀儡一眼 然后在脑海中 想象起自己的模样 傀儡迅速转动了一下 无数黑线缭绕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 和楚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牛逼啊 简直一模一样 楚明内心惊奇不已 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傀儡 对方连衣服都模仿出来了 连他本人都看不出来 和自己有一点的区别 那就好办了 楚明黑黑一笑 从床上跳了下来 然后操控着傀儡 躺在床上 楚明摸了摸下巴 想了想 然后又把手机递给了傀儡 让他假装玩起手机 破费特 楚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准备就绪 现在就是拿出马克 三战甲的时候了 系统 穿戴马克三战甲 楚明摩拳擦掌的 在脑海中说道 话音一落 一块块精密 复杂的金红色 机械结构凭空冒出 然后 在楚明惊奇的眼神中 一块块地附着在他的身体上 开始自动安装 从脚步到腿甲 然后是胸甲 每一步都安装得紧紧有条 严丝合缝 齿轮转动声 和金属撞击声不断响起 充斥着十足的机械感 声音十分的悦耳 听得楚明肾上限速飙声 枪 直到最后那块金色的面甲 在脸上合并 胸口处的方舟反应堆 顿时爆发出蓝色的光芒 极其耀眼 楚明的眼前 也瞬间亮起了一块全息屏幕 和电影李刚 铁匣战甲的屏幕一模一样 感受着背机 夹紧紧包裹的感觉 楚明的眼中 闪烁着难以抑制的亢奋 有哪个看过钢铁匣的男人 没想象过 拥有一个钢铁匣的战甲呢 毕竟 机甲是男人的浪漫 楚明尝试着动了 动自己的手臂 发现这战甲的反应 异常灵敏 活动起来如同无物 看着手臂上 随着活动 而不停开合的紧密的机械结构 楚明激动的头皮 都在发麻 房东哥哥 你在里面干什么 范小军的声音突然响起 似乎是听到了 刚才楚明穿戴马克 三战甲时发出的声响 楚明连忙操控 着床上的傀儡回话道 我在看小电影 什么小电影 范小军声音充满疑惑 钢铁匣的电影 别打扰我 楚明的傀儡大吼道 哦 范小军的脚步慢慢远去 片刻后 楚明还听到对方小声地嘀咕了一声 口味真重 楚明 不过看着对方应该没用 察觉到什么异样 楚明才松了口气 然后他小心翼翼走到窗口处 直接翻出窗户 从十八层一跃而下 喷火喷火 楚明慌忙地操控着 战甲脚步和手部的喷射器 汹涌的火焰瞬间喷射出 但他一时间没有掌握好力度 导致马克三战甲 在空中不停地打转 眼看着就要向地面坠去 草 电影里看起来没这么难操作啊 楚明面露慌张 头都快被转晕了 连忙摸索着调整了一下喷射器的火焰 这才能勉强摇摇晃晃地停在了空中 松了口气 楚明往下方看去 他的楼下就是商业步行街 现在正是人来人往的时候 要是他刚才掉下去 可就麻烦了 先飞一圈试试 楚明激动地操控着喷射器 向前方飞去 身形在空中不停地摇晃着 然后他咬了咬牙 猛然加大了喷射器的功率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流光冲了出去 呜呼 强烈地推背赶袭来 楚明爽地忍不住叫了出来 他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飞翔盘旋着 第一次能上天飞行 极致地亢奋和刺激充斥着他的神经 与此同时 一个高层酒店22层的一个房间里 一个15、16岁的男孩 正站在窗子边 撑着下巴 正正地看着窗子外的夜景发神 男孩一头银发长发 一脸稚气 看起来十分可爱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而此时他的小脸上 写满了郁闷 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 真不知道老大怎么想的 九号姐姐的分身就在这里 还要我来干什么 男孩是九州的晋榜第十 代号十号 前几天被九州派遣了一个任务 就是来九州观察一个异能 为独业的B级异能者 十号非常不解 一个B级的异能者 找一个A级的人来 观察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让他 一个晋榜上的S级异能者来 而且他昨天才知道 九州不只是让他观察对方 居然还让九号 去监视了那个B级异能者 这就让十号更加迷惑了 不就是一个B级异能者吗 就算对方的异能 是电影漫画里面的东西 也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吧 咦 那是什么东西 十号正在郁闷着 却突然看见一道流光 在空中划过 那个物体 竟然是打破了阴障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原本十号还以为那是个无人机 但当他仔细看去 却瞬间面露金色 钢铁侠 卧槽 十号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又连忙看了过去 以他S级的实力 就算那道流光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音速 他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真的是电影里 钢铁侠的战甲 十号现在十分猛逼 这种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现实里 要知道 虽然这个世界上 出现了异能者 但钢铁侠的战甲 和异能者可不一样 这可是需要十分超前的 科技支持 才能制作出来的 而目前人类的科技 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 下一刻 十号突然联想到了 那个毒液B级异能者 两者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漫威的 他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个钢铁侠站甲里的人 一定和九州 让他监视的那个人有关系 不行 我得跟上去 十号小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然后竟然是直接 从22层的窗户翻了出去 就在他的身子 快要失去平衡时 只见他浑身轻光一闪 一把长达三米的长剑 瞬间凭空出现在他的脚下 十号稳稳地落于长剑之上 此时他的身上 原本现代的服装 已经变成了一席月白色长袍 银色长发 随风而动 身形也拔高了很多 从一个稚嫩的男孩 变成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模样 脸庞上 一道道青色的剑纹浮现出来 此时的他 浑身飘逸着一股 无比纯粹的锋利气息 宛如一位剑仙 十号盯着 已经远去的钢铁侠站甲 念头一动 瞬间化为一道青色的流光 朝着对方追去 楚明此时已经在天上飞了半个小时 现在的他 已经渐渐掌握住了飞行的诀窍 不再像刚开始那样生疏 原本激动的心 也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飞到一处人际罕至的树林上空 楚明操控着 机甲减缓速度 向下方翔去 降到离树林 还有五米的高度时 楚明悬停在了空中 经过刚才的飞行 楚明已经测量出来 马克三战甲的极限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二马赫 也就是两倍音速 这种速度 恐怕只有超音速战斗机 才能追得上他吧 而现在的楚明 想要试试马克三战甲的攻击力有多强 求不要养说 马克三战甲作为钢铁侠 第一代功能全面的战甲 除了速度和防御 有了很大的提升外 同时装备了三种威力巨大的武器 分别是等离子光速脉冲武器 微型导弹 双肩六管迷你炮 其中威力最大的是微型导弹 隐藏在马克三战甲的小臂处 在钢铁侠电影中 托尼使用微型导弹 直接炸毁了恐怖分子的一辆坦克 其次就是等离子光速脉冲武器 分别可以由掌心的喷射器 发出掌心炮 和胸口的方舟反应堆 发射出胸炮 威力也不可小觑 而双肩的总共12管迷你炮 与其说是炮 其实更像子弹 威力一般 但优点是 带有自动锁敌功能 可以在一瞬间同时攻击多个敌人 楚明思考了一下 微型导弹的威力太过巨大 相当于大型热武器 就不是了 而迷你炮威力太小他也不感兴趣 他最想尝试的是 能从掌心和胸口发射出去的等离子光束 这可是钢铁侠的标志性攻击方式 而且也是远超于目前蓝星人类科技的产物 于是楚明抬起右手 对准了下方的一棵大树 念头一动 只见马克三战甲手掌中心 爆发出璀璨的白光 随后一道白色光束携带着巨大的威力 以超越光束的速度 直接击中了大树的树感 哼 一道巨大的声响过后 只见那棵直径接近一米的大树的树干处 出现了一个人头大小的空洞 空洞的边缘还闪烁着火光 牛逼啊 不愧是高科技武器 楚明满意点头 这么大棵树都给轰穿了 要是轰炸人身上 那不得直接轰成渣渣了 楚明觉得 光是这个掌心炮的威力 B级以下实力的人根本就扛不住一发 更别提威力更大的凶炮了 正当楚明还想接着来两发掌心炮时 系统的声音却突然在他脑海中炸响 警告 警告 有S级异能者正从后方靠近 有S级异能者正从后方靠近 S级异能者 楚明目光一鸣 猛然向身后看去 赫然发现 远处天空中一道耀眼的青色流光 正在迅速朝他这边飞来 怎么又是S级异能者 不会又是九州的人吧 楚明一时间感觉有点蛋疼 怎么自己干什么都能被人盯上 沐原燕 九州晋榜第十 代号十号 战斗力268 异能 剑先之躯 系统说出了对方的信息 我靠 还真是九州的人 九号来了又来十号 没完了是吧 楚明无语至极 九州的人还真就盯着他不放了 但现在也来不及思考了 他连忙操控战甲声向空中 手臂上的威型导弹和肩膀上的迷你炮一瞬间就锁定了对方 楚明现在也并不是太担心 马克三战甲的极限速度能达到两倍音速 而那道白色流光连突破音障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显然楚明真要跑的话 对方也追不上他 很快 青色流光在飞到距离楚明百米的位置 骤然停下 一个银发飘飘 气势锋利纯粹的青年男子显现出来 脚下踩着一把三米长的巨剑 月白色长袍随风飘动 牧原艳抚了斧头发 露出一张妖艳俊美的脸 这张脸看得楚明都惊了 世界上除了他和读者老爷们外 居然还有长得这么帅的男人 他的心中现在只想到了一句话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真不愧是见仙之躯 他妈的 九州的人怎么一个比个好看 要不是对方这强大的战斗力 楚明都快怀疑九州是个偶像公司了 你是什么人 牧原艳带着好奇的目光 不停地打量着马克三战甲 开口询问道 楚明警惕地看着对方 思考了一下 用战甲发出合成 电子音回答道 I am Ironman 我是钢铁侠 牧原艳 我还知道是钢铁侠呢 我问的是这个吗 那这个钢铁侠战甲是你的异能吗 牧原艳理了理思路 又问道 他实在好奇现实里 为什么会出现钢铁侠战甲 这种高科技产物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异能 是的 楚明用电子音回答道 有事吗 没事我就先走了 楚明也不想和对方有太多交流 打算开溜了 等一下 牧原艳突然焦急叫道 干什么 楚明一脸警惕地看着对方 那个 牧原艳却突然露出一副扭捏的表情 一脸纠结 突然变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那个钢铁侠哥哥 能不能 楚明傻眼了 这牧原艳看起来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怎么还这样 能不能像他一样成熟点 有屁快放 楚明时再看不下去 不耐烦道 能不能 和你合个影 牧原艳终于是说出了口 俊美的脸庞上都戴上了一抹 润 他本身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虽然成为了异能者 但对钢铁侠这种电影里的超级英雄 同样十分崇拜 不能 再见 楚明一头黑线 直接操控着战甲 全力朝远方飞去 瞬间就突破了阴障 化为一道流光 眨眼间就飞出去上千米 TMD 九州的人都这么奇葩的吗 一个范小军 非要贴着他监视就算了 现在来个牧原艳 千里迢迢地追过来 结果 就为了和他合个影 什么技吧 玩意都是 等我打得过他们了 九州的人 我真是见一个打一个 楚明眼角抽搐 自言自语道 而沐原艳 看着楚明飞走了 下意识地想追 但想着对方两倍音速的速度 顿时泄气下来 一脸委屈 合个影都不行 真小气 钢铁侠战甲异能 我怎么感觉比我的剑仙之躯还帅呢 沐原艳喃喃喃自语 露出羡慕的表情 但很快又回过神来 皱起眉头 这个异能看起来 实力也有A级以上了 不行 得赶紧告诉九号姐姐 他虽然很喜欢钢铁侠战甲 但这个突然出现的异能者 还不知道是好是坏 虽然他年纪小 但也知道自己是九州的成员 这种事情当然要上报 沐原艳赶紧掏出了手机 发了一个消息出去 收件人 赫然是范小军 而另一边 楚明很快就飞到了出租屋的窗户处 小心翼翼地翻了进去 然后让系统收回了马克三战甲 楚明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 床上的傀儡还在玩着手机 他将傀儡收回 然后自己躺在床上 本来他还想再找地方再试试凶炮的威力的 但傀儡离开楚明一公里远 超过一个小时就会被自动收回 现在距离他出去的时间已经过了50分钟了 再加上刚刚被沐原艳发现了 对方多半会告诉九州的人 范小军肯定也会知道 为了防止意外 楚明只好先回来了 当当当 楚明刚躺上床不久 他的房间门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同时还伴着范小军的喊声 楚明你在里面吗 干嘛 楚明皱了皱眉头 心想范小军果然还是得到消息了 爬起来打开了房门 装出一脸不悦的表情 看着对方 你刚才没走哪里去吧 范小军死死地盯着楚明的眼睛 开口询问道 美目中流露着怀疑 他刚刚才看到 10号沐原艳发来的消息 说是在城郊的树林处 发现了一个钢铁侠战甲的异能者 实力估计在A级以上 范小军当即就联想到了楚明 第一是因为楚明的毒液异能 和那钢铁侠战甲异能 都属于漫威系列 第二是因为 这小子在一个小时之前 发出了奇奇怪怪的声响 还说自己在看钢铁侠的小电影 哪有这妖巧的事 没有啊 你隔一会就来问我一下 我能去哪里了 楚明拿一副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对方 心里却在偷着乐 这妮子在他离开的一个小时里 隔十分钟就来敲一下他的房间门 楚明则远程操控着傀儡 每次回答几句 他知道范小军此时 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但是对方又没有证据 能拿他怎么样 范小军仔细盯着楚明的眼睛 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只好点了点头 然后静止地就走进了楚明的房间 在他的床上坐下 你干嘛 说好的不许进我房间呢 楚明当即面色一变 一脸恼怒地看着范小军 我想睡觉了 你总不能让我一个弱女子 睡沙发吧 感冒了怎么办 范小军眼巴巴地看着楚明 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撒娇道 你说是吧 房东哥哥 声音嗲里嗲气的 听着楚明一阵头皮发麻 行 你牛逼 我睡沙发行了吧 草 楚明骂骂咧咧地拿上枕头 就要往客厅走 心说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草 不行 你不能睡沙发 我得盯着你 范小军却直接叫住了楚明 刚才沐元燕发来的消息 让他打定了主意 一定不能让楚明 离开自己的视线 那我睡哪里 楚明转过身 看了对方眼 不可置信地说道 难不成 还要我跟你一起睡 楚明惊呆了 这范小军 不知道男女受受不清吗 而且 还有这种好事 你想多了 范小军却白了他一眼 然后站起身来 看着楚明房间里的大床 沉思了一会 然后 在楚明震惊的眼神中 范小军伸出了纤细的右手 只见一道巨大的黑色镰刀 瞬间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上 黑色镰刀是由影子组成 缭绕着一片暗影 极致的黑暗 一眼看去仿佛是人魂魄 范小军右手拿着黑色镰刀 对着楚明的床 一刀挥下 轰隆一声 大床竟然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床上的被子 毯子也纷纷变成两截 切口处整齐如镜 草 你干什么 楚明已经看傻眼了 范小军没有理会 只见他收回了黑色镰刀 然后一只手 拖着石木的一半床 将其拖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又在书架上 拿来几本书 将床底垫屏 再把一半被子破好 范小军才拍了拍手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楚明展颜一笑 你看 一人一半床 不就好了吗 楚明 草 这一人一半 可真特么硬核 算了 不跟一个女的计较 楚明生无可恋地拿着枕头 走到其中 一半床上睡下 打又打不过 他能怎么办 既然不能反抗 那就享受吧 反正和一个美女 共处一室 他又不吃亏 范小军看楚明 在床上躺下 他才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在另一半床上睡下 第二天早上八点 楚明和范小军 一起走在去江燕职业学院 上学的路上 昨天晚上 两人都没洗澡 就睡觉了 身上黏乎乎的 搞得楚明都没有睡好 一大早就醒了 本来楚明是不想去上学的 但他实在忍受不了 范小军的监视了 他想着 在学校两人 又不是一个班的 总不能一直盯着他了吧 到时候 他直接想办法溜了 但是当楚明走进校门 向大二三班的教学楼走去时 范小军 却仍然雷打不动地 跟在他的旁边 楚明心中顿时 涌现出不好的预感 他当即试探地问道 大姐 你的教室不在这里吧 范小军瞥了楚明一眼 淡然一笑 我昨天给你的辅导员 说了一下 现在我转到你们班了 楚明双眼瞪大 崩溃道 凭什么你说转班就转班啊 美女总是有特权的吗 范小军耸了耸肩 草 见算盘落空 楚明也只好垂头丧气地 朝教室走去 而此时的大二三班的教室里 一群学生 正在兴奋地讨论着 哎兄弟 你听说了没有 昨天我们班星来的那小子 居然惹到了公子洪 卧槽 他昨天不就对了张星月一句吗 怎么还惹上公子洪了 不不不 不是因为那件事 我跟你讲 是那小子居然和笑花 范小军在一起了 你妈 别瞎扯了 那小子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 笑花能看上他 而且他不是才来学校一天吗 真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 公子洪当天就让散打队的蒋义成 去找楚明的麻烦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楚明深藏不落 居然直接把蒋义成的腿 给打断了 真的假的 蒋义成可是散打八段 我怎么感觉你在胡扯呢 昨天下午 楚明与公子洪发生冲突的事情 就被当时在场的散打社团成员 给传了出来 这可是整个江燕 职业学院第一个能惹到公子洪 还能全身而退的狠人 一时间 楚明瞬间就成了整个学校的讨论对象 更有传言称 楚明惹到公子洪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和笑花范小军 在一起了 而全校都知道 公子洪可是追了范小军 足足三年都没追到 不过 大部分人都不是太相信这个传言 毕竟听起来实在是太玄乎了 简直像网络小说里面的情节 这时 楚明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全班的人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楚明愣了一下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连忙退出班级看了一下门牌 然后又走了进去 自顾自地向自己的位置走去 奇怪道 没走错班啊 都看我干什么 而范小军也跟着楚明走进了教室 走到后排 在楚明的旁边坐了下来 全班人在看到范小军的那一刻 已经是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卧槽 范小军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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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真的是范小军 他居然跟着楚明来我们班了 那个传言不会是真的吧 凭什么 我不能理解 我不能接受 啊 我的校花 我的女神 范小军的出现 简直惊掉了众人的下巴 纷纷不可置信地小声议论着 那个学生会的成员张新月 此时看向楚明的眼神 已经带上了一丝 畏惧和怨恨 他知道一些内幕 所以才更为震惊 一个抢了公子红女人的人 居然还能像没世人一样的来上学 而且还如此高调 居然还把范小军给带过来了 叮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200点积分 后排的楚明 本来看着众人的眼神 心中十分无奈 但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顿时就精神了 我靠 这都能赚积分吗 学校 还真是伴珠吃虎的好地方啊 他扭头看向身边的范小军 他之前的同桌照横 还没来教室 范小军 直接把别人的位置给占了 这家伙看起来非常的淡定 自顾自的玩着手机 完全不在乎 别人的眼光和议论 真不错 能赚积分真不错 楚明本来还想着 既然暂时摆脱不了范小军 那就干脆回出租屋 睡觉算了 但现在 既然挣到了积分 他也不着急走了 说不定等会还有机会挣积分呢 于是 楚明悠哉悠哉的 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他刚刚拿出手机 就发现 早上收到了一条微信 是刘鹤一发来的 小明 你怎么去江彦市了 都不告诉我一声 我跟你讲 我昨天发现一个奇怪的人 一直在跟踪我 太特么吓人了 我能感觉到 那个人身上的气息很强 绝对也是个异能者 我该怎么办 小明 楚明看完之后 顿时眉头一皱 有人跟踪刘鹤仪 刘鹤仪也是个至少C级的异能者 能对异能者感兴趣的 还有什么人呢 九州 想到这里 楚明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范小军 特么的这九州的人 还真是哪里有异能者 哪里就有他们 盯上他就算了 他真要跑 有马克三在随随便便都能逃跑 可是刘鹤仪就不一样了 他只是个C级 楚明放下手机 沉思了起来 刘鹤仪作为他的好友 他当然要帮 可是他现在自己 都处于九州的监视中 要怎么帮呢 他现在有什么 64点的战斗力 毒液 马克三战甲 秘数 赢 等等 秘数 赢 楚明顿时眼睛一亮 嘴角微微上扬 想到了一个计策 他立马拿起手机 回了刘鹤仪的消息 你赶紧来江彦市吧 我找人去接你 而这个时候 赵衡也来到了教室 他走到最后一排 看到自己的位置上 坐着的范小军时 整个人都傻了 正正地愣在原地 嗯 这是我的位置 赵衡挠了挠头 呆呆地说道 同学 你去帮他座椅过来吧 我要和楚明坐一起 范小军抬头看了他一眼 露出一个微笑 哦 赵衡又愣了一下 然后才连忙点头 转身就向教室外走去 走之前 他还对着一旁的楚明 竖起一个大拇指 吐出两个字 牛逼 赵衡当然也听说了那个传言 但他当时根本就不相信 毕竟楚明才来了学校 不到一天的时间 怎么可能就和笑话好起来了 但是现在看来 居然是真的 很快 赵衡就搬着桌椅回来了 放在了楚明的旁边坐下 他偷偷摸摸地看了一眼范小军 发现对方在玩手机后 才小心翼翼地对着楚明 低声说道 擦 大哥 你真是大哥 居然一天不到 就把笑话给搞定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是他非要赖着我你信吗 楚明无可奈何地靠在椅子上苦笑道 怎么可能 赵衡当然不信 他觉得楚明能这么快追到范小军 已经很牛逼了 哪还有笑话倒贴的说法 真以为自己是彭于晏 楚明见他不相信 当即冷笑一声 下一刻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指着范小军就大声叫道 你特么能不能离我远点 声音很大 全班人都听到了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纷纷一头雾水 这楚明发什么疯 怎么还吼起范小军来了 吵架了 我靠 什么人 昨天才和别人在一起 现在就让别人离他远点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不知道走了几辈子的运 才让范小军看上 现在居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吼别人 这能忍 我觉得这下范小花要生气了 当他们都觉得范小军会生气 准备看好戏的时候 范小军却只是诧异地看了楚明一眼 秀眉微醋 他不知道这家伙在发什么疯 淡淡说道 不行 我必须要一直跟着你 这句话 直接是惊掉了一地的眼球 班上的很多男生 眼角都在抽搐 表示完全不能理解 叮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积分200点 楚明听着系统的提示音 心里都快笑出了花 这范小军 简直是个刷积分神器啊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就给他刷了400积分 楚明点点头 满意地坐了下来 看像已经完全傻眼了的赵衡 双手一摊 撇嘴道 你看吧 让他走 他都不走 非要赖着我 牛逼 赵衡虽然看不懂 但却大受震撼 难道女人 都喜欢这种霸道的男人 赵衡在心里 暗自想着 这种方法 连笑话都追到了 那拿来追其他女生 岂不是轻轻松松 于是他立马拿出了手机 打开微信 给他最近一直在追的一个女生 发过去一条信息 你特么能不能离我远点 发完消息后 赵衡露出 志在必得的笑容 很快对方就回了消息 你TM有病吧 滚 赵衡一看旧面色大变 连忙回消息 想要道歉 但一发过去 就出现了红色感叹号 对方已经把他删了 操 凭什么 为什么我就不行 赵衡欲哭无泪 楚明健壮 伸过头来打量了 一下赵衡的聊天记录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他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还想照葫芦画瓢 叹气道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丑吧 整整一个上午 楚明都待在教室里 他还想找机会再利用利用 范小军刷积分来着 但没找到 而且 楚明本来以为 公子红今天 还会来找他麻烦来着 结果也没见着人 眼看就要中午了 楚明也不打算再待了 刚准备站起身来离开 他却感觉到裤兜里 公秋情给他的那部公家 专线手机震动了一下 楚明拿出来一看 果然是公秋情发的信息 楚公子 我的爷爷 今天晚上在江洪庄园 开了一场宴会 是专程为您办的 想邀请您参加 您有空吗 宴会 楚明愣了愣 公秋情的爷爷 那不就是公家家主吗 公家的老爷子 居然还专程给我开了一个宴会 真是有心了 楚明嘴角上扬 这种事情 他当然要去了 别的不说 多多少少可以蹭顿饭啊 于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楚明用屁股想都知道 肯定是对方知道了 自己异能者的身份 想要结交自己咯 但是楚明不在乎 能蹭饭就行 地址发给我 楚明回了短信 好的 楚公子 请您今天晚上八点钟 前来江洪庄园 这次宴会 整个川省的大人物都会参加 您也可以在宴会上结交一些朋友 地址我已经给您发过去了 龚秋情回复道 楚明点了点头 现在中午还不到呢 正好回去睡个午觉 收起了手机 他扭头 看向范小军 走了 回去睡觉 说完楚明站起来就走了 好吧 我也困了 范小军也站了起来 紧紧地跟在楚明身后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赵横呆呆地看着两人就这么离开了 心中深深地被刚才两人的话给震撼到了 楚明说 要回去睡觉了 然后范小军也说困了 然后两人就一起走了 他们不会是要一起睡吧 赵横疯狂挠补着 而此时 班上的几个男生 看着楚明两人离开了教室 纷纷朝着赵横围了过来 赶来吃瓜 赵横 你听到他们去干什么了吗 有个男生好奇地问道 赵横还没有缓过神来 下意识就说道 他们说 回去一起睡觉 什么 一群人目瞪口呆 而前面的张星月 目光死死盯着楚明的背影 眼神极其怨恨 一旁的马斯文 见对方脸色不好 想了想 小声道 嗨 张姐 别和那小子生气了 我听说那小子就是能打一点也 家庭背景其实并不怎么样 范小军居然能看上他 简直就是瞎了眼了 就是 我看那范小军 就是光长颜值不长脑子 楚明这种只会打架的烂仔 都看得上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我听说他家里条件也一般吧 长得这么好看 不知道去帮个有钱人 真是傻子一样 旁边一个女生也附和道 提起范小军就满是不屑 文言 张新月面色也好了一些 是啊 这楚明就一个普通人 最多稍微能打了一点罢了 范小军看上了 他又能怎么样 而且 对方惹到了公子红 恐怕以后都没有好日子过 你说的也对 没必要和这种人置气 张新月摇了摇头 然后对着马斯文说道 搞得我这两天 心情都不太好 我听说 今天晚上公家家主 在江洪国际开设宴会 说是要请一个大人物吃饭 我爸给我搞了几张入场票 你们今天陪我去玩玩吧 公家 是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个公家吗 马斯文惊呼道 不然呢 川省还有哪个公家 张新月无语道 那我肯定去啊 那可是公家啊 称霸一省的大家族 居然说 要请一个大人物吃饭 那我可得看看那大人物是谁 马斯文一阵兴奋 是啊 我也挺好奇的 能被公家称作大人物的人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了 张新月一脸憧憬 显然对真正的上流社会 十分向往 说完 他又看了一眼楚明离开的方向 不禁摇头想笑 心声不屑 像楚明这样的人 恐怕连宴会的门都进不去吧 而另一边 楚明此时已经躺在了出租屋的一半床上 而范小军那妮子 估计是实在受不了 跑去洗澡去了 楚明则趁着这个空档 打开了系统的抽奖界面 他刚才可是获得了400积分 当然要尽快抽奖了 足足40次抽奖机会 楚明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想想都兴奋 400积分一次性全部注入 抽奖大转盘旋转起来 40次抽奖很快抽完 楚明都看傻眼了 40次奖励居然全是消耗了 这么的 40次抽奖啊 特殊奖没有就算了 技能类的都没有 系统 我要告你黑幕 楚明看了一眼抽出来的奖励 顿时气愤不已 本系统公平公正 绝无黑幕 完全是宿主脸黑所导致 系统的声音毫无感情 楚明也懒得和系统去计较 唯一让他有点欣慰的是 虽然抽出的奖励全是消耗类 但也不全是凌元丹和增气丹 居然还抽到了两瓶基因药剂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奖励 基因药剂 普通来自于某高五位面 普通人使用可觉醒为 地级异能者 有个好东西啊 楚明眼睛一亮 每一瓶基因药剂 都能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异能者 还能让异能者进阶 如果他有足够多的基因药剂 那岂不是就能无限制地 批量生产出异能者了 楚明顿时想到了 当初刘鹤仪给他说的那句玩笑话 以后 咱们就组成个华国复仇者联盟 当时楚明就想着 要是他能抽奖抽到一些 能使普通人实力变强的物品出来 那不就可以培养一个 属于自己的势力了吗 现在看来 这个想法还真是行得通的 有意思了 楚明眼中金光闪烁 上午他让刘鹤仪来江燕市 就是有了一些这种想法 现在似乎是更可行了 不过还得从长计议 楚明也不再多想 回过神来 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看 宿主 楚明 战斗力 64 B级 智慧 36 修炼境界 五者中期 距离五者后期还有七天 修炼功法 八 九玄功 资产 502万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钢铁侠马克 三战甲 技能类物品 秘术 影 破空拳 消耗物品 灵源单乘52 增气单乘2 想了想 楚明使用了一颗增气单 距离突破五者后期的时间 就缩短到了两天 等到了五者后期 毒液一附身 再怎么说 也打得过范小军了吧 楚明嘴角上扬 心里想着 两天之后再怎么说 也得好好收拾他一顿 这两天 他过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很快 范小军洗完澡出来了 对方竟然只是裹着一层浴巾 将身材勾勒得玲珑有致 一头绣发湿漉漉的 水滴顺着头发 流到他如雪般白皙的脖梗上 犹如出水芙蓉般艳丽 楚楚动人 楚明正正地看着这美艳的一幕 忍不住艳了艳口水 这妮子 还真不把他当外人啊 楚明 吹风机呢 范小军一边拿毛巾擦着头发 一边走进房间 询问到 丝毫不在意楚明的眼光 嗯 床头柜里面 楚明拿起枕头盖在自己的大腿上 给他指了指 语气十分不自然 哦 范小军拿上吹风机 就回到卫生间去吹头发了 楚明这才松了口气 低头看了看 然后连忙钻进了被子里 还是先睡一觉吧 晚上还要去参加宴会呢 楚明连连摇头 将脑海中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甩了出去 然后闭上了眼睛 晚上六点左右 楚明和范小军就出门了 准备前去宴会 两人都只是穿了一身休闲服装 一点也不像是去参加上流社会宴会的人 不过 楚明才不在乎那么多 他只不过是想去蹭饭罢了 吃饭还挑什么衣服 至于范小军 他就更不在乎了 楚明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两人来到路边 直接打了辆车 其实之前龚秋情也说了 要来接楚明来着 但是楚明拒绝了 因为据他所知 大型宴会在正式开始前 前面都可以自助用餐 要是龚秋情来接他 肯定是直接去参加正式宴会的 那他不就不能蹭吃蹭喝了吗 所以楚明打算自己过去 还提前了两个小时 准备先去吃饱了再说 江洪国际庄园 建立在江燕市东平区城郊的一处小山之下 占地极广 足足几千亩地 风景宜人 其中包括了一个高尔夫球场 几栋别墅 还有一些娱乐场所 而这次的宴会 就开在其中一个别墅里 楚明两人来到这里时 已经快七点了 站在外围 远远就看到庄园的外面 停着非常多的豪车 最低端的 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奥迪宝马 保时捷 法拉利等顶级豪华跑车 以及几千万的劳斯莱斯商务车 也遍地都是 看得我也好想买辆车啊 楚明看着琳琅满目的豪车 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逛车展一样 一时心中燥热难耐 你有钱吗 范小军在一旁毫不客气地对道 范 楚明不屑一笑 懒得理会对方 他现在卡里就有五百万 等一个月过后 龚秋勤还会给他一千万 买一辆几百万的豪车 简直轻轻松松好吧 不过 让楚明感到诧异的是 他居然这些车里 看到了邱志欣的那辆麦巴赫 GLS600 邱志欣居然也来了 楚明眉毛一条 这家伙居然千里迢迢地 从蜀城跑到江艳市来参加宴会 虽然门口的保安 看着楚明两人的服装 眼神十分诧异 但在楚明爆出龚秋勤的名字后 也不敢怠慢 十分恭敬地就放两人进去了 映入眼帘的是 别墅一层灯火辉煌的大厅 装修极为奢华 此时大厅里已经有了不少人 全是衣着华丽 衣冠楚楚的上流人士 其中还有不少和楚明同龄的富家子弟 一小圈一小圈地围在一起交流着 显然都是认识的 楚明两人一进来 就吸引了很多目光 因为两人的衣着都是休闲装 和他们一群都身着正装的人 显得格格不入 毕竟是公家组织的宴会 大部分食人都十分重视 怎么可能会穿普通的衣服附会呢 不过楚明不在乎这些 他一进入大厅 目光就死死地 看向大厅两侧的长桌 长桌上铺着整节雪白的餐布 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高级甜点 零食和酒类 任由在场的客人自助取食 走 吃东西 楚明对着范小军挥了挥手 然后就两眼放光地向长桌旁走去 范小军眨了眨眼睛 也连忙跟了上去 楚明拿起一个外表鲜艳的马卡龙饼干 放进了嘴里 酥脆甜腻的口感瞬间上头 连连点头 不错呀 你也尝尝 真的吗 范小军抿了名嘴 将信将疑 然后也拿起一块马卡龙 放进了嘴里 顿时美目一亮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好吃 这些都是能随便吃的吗 范小军显然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 不太确定里面的规矩 应该是吧 管他呢 楚明又拿起来一个甜点 然后低下头小声道 反正这个宴会邀请的就是我 我吃点东西怎么了 有道理 范小军文言也连连点头 然后也不再客气 直接拿起桌上的一瓶拉菲 将其打开 倒入杯中 一口饮尽 两人在长桌旁大块朵衣 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甚至还一起 分拾了一只昂贵的帝王蟹 其他人见到这一幕 都纷纷躲开 目光吃惊地看着两人 这两人谁啊 你们认识吗 没见过呀 川省的富人圈子里 有这两个人吗 哪有穿变装来参加公家的宴会的呀 而且一来就这样吃东西 不会是偷偷溜进来 混吃混喝的吧 我觉得也像 哎 就是可惜了那女孩 多好看啊 居然还做混吃混喝这种不道德的事 很多人都对楚明两人 这格格不入的行为 产生了怀疑 不远处 有几个穿着昂贵晚礼服的少女聚在一起 有说有笑 为首的那个少女 赫然是张新月 楚明 范小军 这两个人 怎么会来这脸 一个穿着低胸白色晚礼服的女生 突然看到了楚明两人 顿时奇怪道 张新月文言一愣 也看了过去 瞬间面色就阴沉了下来 她白天还在想着 楚明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进入 参加这么高端的晚宴 没想到 居然还真在宴会上看到了对方 不对 张新月看着楚明 两人的一身变装 突然反应过来 开口道 这楚明是偷偷混进来的吧 你看他们这样 像是来参加聚会的吗 一旁浓装艳某的马斯文 文言顿时恍然大悟道 对哦 楚明和范小军 都不是有什么大家庭背景的人 他们怎么可能 有公家宴会的入场资格 而且 你看这俩人 一直在那里大吃大喝 明显就是来混吃混喝的 唉 好好的笑话 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要是范小军 接受了公子红的追求 那她现在可能 就是这个宴会的主人一方了 有女孩 向范小军投去怜悯的目光 似乎对对方感到不值 哼 那都是她自找的 张新月冷笑一声 然后仿佛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顿时露出玩味的笑容 你一说公子红我倒想起来了 公子红现在不就在二楼吗 你说公大公子 要是知道楚明这家伙 居然混进了宴会 他会不会发火呢 对啊 不行 我得去和公公子说一下 马斯文也当即兴奋起来 转身就向别墅的二楼小跑而去 一群女孩都相视一笑 似乎已经等不及 想看接下来会发生的好戏了 其实这个宴会 开在别墅的两层 第一层只是一些身份资产 比较普通的妇人 以及一些跟着父母 或者朋友进来长见识的富家子弟 而第二层聚集的人物 才是整个川省真正的大佬 每个人都是川省各行各业的领袖级人物 资产几亿都是等闲 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的话题 可能无声无息间 就决定了几千万人的就业生存问题 在第二层的中心区域 一个年余古戏的老者 穿着一身中山装 坐在一把太师椅上 头发已经全白 气息有些微米 正端着一个茶杯 默默地喝着茶 目光看着窗外 古井无波 虽然老者看起来身体十分虚弱 一个普通老人模样 但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上位者气势 不怒自威 第二层的那些大人物们 都不敢出现在老者十米以内的距离 每当目光看向老者时 眼神中都带着敬畏和奉承 因为这个老者 就是此次宴会的发起人 公家家主 公无昌 公无昌的身边 只站着两个人 正是公秋鹤 公子洪父子 爸 你的病都这么重了 没必要亲自来主持宴会吧 交给我不就就行了吗 公秋鹤用担忧的目光 看着自己的父亲 同时为其倒上一杯茶 唉 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这次的宴会 我才必须亲自前来 公无昌微微叹气 眼神中流露着忧虑之色 爸 你这是什么话 公秋鹤眉头一皱 你们也没必要再骗我一个老头子了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公无昌摇了摇头 淡然一笑 爷爷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值得您亲自接待啊 公子洪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 昨天下午 他本来还想着去找处民麻烦来着 却突然被他爸公秋鹤叫回了家族 说是明天晚上 爷爷要亲自开办一个宴会 接待一个大人物 他当时就十分惊讶 在他的记忆里 他爷爷可是从来没有亲自接待过别人的 毕竟这可是公家家主啊 川省全市最大的人之一 平常都是别人来奉承他 哪有他放下身份来教好别人的 公子洪非常的好奇 能被爷爷称为大人物的人 那是何方神圣 公无昌抬头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 沉默片刻后悠然开口 这个人 或许关系到我们公家的存亡 我当然要亲自接待 什么 公子洪一脸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自己的爷爷 会对那个人有如此的评价 爸 这个 不至于吧 公秋鹤听到这句话 也震惊了 你们也知道我们公家是如何起家的 凭借的是当初强大的武道 而现在我们公家的武道 已经开始衰弱了 公无昌没有理会两人的震惊 自顾自地说着 衰落了又怎 样呢 现代社会 还需要武道吗 武道衰落了 这并不代表我们公家衰落了呀 公子洪十分不解地说道 以前确实是如此 但现在不同以前了 公无昌摇了摇头 这几年 世界上冒出了太多的异能者 也有太多的古武者出世 我们公家的世仇 青城山那一派的古武者 最近也在蠢蠢欲动 虽然现在只是小打小闹 但我清楚 对方只是在试探 我们公家的武道实力 而现在天地灵气复苏 青城山又处于灵气潮汐处 那里古武者的实力会越来越强 总有一天 我们公家会无法抗衡对方 像百年前一样 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 但那个时候 输的多半会是我们 说到这里 公无昌眼神中的忧虑 更加浓厚了 听到这些话 公秋和父子两人都沉默了一下 公子洪还是有点不相信地说道 可是爷爷 那些古武者和异能者 真的能改变现代社会的秩序吗 公无昌笑了笑 喝了口茶解释道 会的 现在的异能者都成了稀有资源 官府成立特殊部门九州的目的 除了管理异能者 更是为了吸纳他们为自己所用 所以在以后 一个强大异能者和鼓舞者的地位 只会越来越高 而我们公家现在 整个家族的鼓舞者 不过百数 毕级以上的鼓舞者 甚至只有那寥寥几个老辈 年轻一代中 愿意修炼武道的都没有几人 如此下去 我们公家总有一天 会被青城山一脉的人所取代 龚秋鹤听完微微点头 似乎明白了一些 恍然道 所以 像楚公子这样一个 即是弊级异能者 又是弊级巅峰鼓舞者 而且还 如此年轻的人物 我们公家现在必须要交好 没错 龚无昌看了一眼龚秋鹤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有三个儿子 其中两个儿子 现在都不在川省 这次宴会 又是他临时决定的 家族中能来的嫡系 就只有龚秋鹤一脉 所以这些事情 他必须要交代好 龚无昌低头看了一眼 手腕上的老实手表 抬头问道 小秦还没接到楚公子吗 小秦之前打电话给我说 楚公子拒绝了去接他 要自己前来 说是不想暴露身份 龚秋鹤想了想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龚无昌闭上了眼睛 靠在太师椅上假妹道 龚子红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 心里也大致明白了 那个被称为楚公子的人 在自己爷爷心中的地位了 这时 龚子红却突然看见不远处 有一个穿着低胸白色晚礼服的少女 正对着他招了招手 龚子红面带疑惑地走了过去 问道 你到第二层来干什么 第二层都是穿绳顶级大人物交谈的地方 对方这一个小辈 显然不应该来这里 少女正是马斯文 他见到龚子红走了过了过来 急忙道 龚公子 我刚刚在一楼看见了楚明 楚明 龚子红一愣 不由地皱着皱眉头 那家伙 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 你看错了吧 龚家这次宴会的邀请函 发放条件极为苛刻 资产没有几千万 或者没有同等资产的人做担保的话 根本就没有入场资格 真的 马斯文见对方不幸 顿时就急了 不仅楚明来了 他还把范小军给带来了 而且我怀疑 他们两个是偷偷溜进来 混吃混喝的 一听到范小军的名字 龚子红的脸色 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冷笑道 以那小子的身手 混进来倒是有可能 哼 我没时间来去找你麻烦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送上门来 说完 公子红直接就朝着一楼走去 马斯文跟在对方身后 心中好笑不已 心想 这次有好戏看了 此时的别墅一层 楚明和范小军 两人仍然站在长桌旁 旁若无人地吃着东西 哎 你们看 那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范小军吗 因为在场的人都是富家子弟 其中也不乏 有和楚明两人同一个学校的 已经有很多人认出了范小军 我靠 还真是 他旁边那个小子 就是传言中的楚明吧 有人惊一道 现在学校的大部分人 都听说了楚明的事情 一个转校生 才来了学校一天 居然就和笑花范小军好了起来 而且还打了公子红的脸 我刚刚听说他们是偷偷溜进来 混吃混喝的来着 看他们这个样子还真像 这堂堂一个笑花 居然跟着这小子做这种事 真是是遇人不输啊 有人摇头感叹 不说这个 我倒是挺佩服楚明这小子的 哦 怎么说 你想想啊 这可是公家的宴会 公子红肯定在的吧 这家伙抢了公子红的女人 还敢明目张胆地溜进来 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换做是我 我肯定不敢 那也是 不过这要是被公子红发现了 这小子可惨了 现在这地方可是公家的地盘 正当楚明和范小军 还在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有说有笑谈论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走到了两人面前 来人正是公子红 他的目光在楚明身上停留了一下后 就看向了范小军 一脸嘲讽地开口道 范小军啊范小军 你说 你是何必呢 要是从了我在这个宴会上 川省所有的大人物见了你 都得毕恭毕敬的 你看你现在跟着这个楚明 连进入宴会的资格都没有 还得偷偷地混进来 真是可悲啊 楚明 范小军两人听到这句话 结实一愣 然后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莫名其妙 怎么 心虚了 公子红见两人这副模样 一声冷笑 不由得心中大爽 何道 我告诉你们 混进宴会容易 你们想轻易地出去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公子红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让两人在这里下不来台 而且楚明这家伙 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一番 不把对方打到半残 都难解他心头之恨 这次宴会可是公家举行的 公家的几个鼓舞者都在宴会上 就算这楚明再能打 还能打得过鼓舞者不成 而刚刚将公子红叫下来的马斯文 此时已经回到了张兴岳那一圈人里 十分兴奋地看着这边 好戏开始了姐妹们 这公子红不愧是公家公子啊 可真是太霸气了 你看他一说话 楚明和范小军都被吓愣住了 一个女生看着公子红 西装革履的霸气姿态 露出轻慕的眼神 我倒要看看楚明这家伙 要怎么收场了 张兴岳优雅地拿着红酒杯 冷眼看着这一幕 而一楼大厅里的其他人 原本就有不少人 一直在关注楚明两人 公子红的出现 更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纷纷围了过来凑热闹 这下好了 这两个混吃混喝的人 居然被公子红带到了 这下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以公子红的脾气 这两个人怕是玩了吧 大部分人都在幸灾乐祸 他们都听过公子红的名号 是个完完全全的顽固子弟 天天仗着公家和他父亲的名号 在江燕市这一带横行霸道 如今居然有人偷偷摸摸地 混进了自家的宴会 更别提还是楚明这种 抢了公子红女人的人了 这公家公子怎么能忍 楚明看着面前一副高高在上姿态的公子红 差一道 谁说我们是混进来的 范小军则拿起一块蛋糕 默默地退到了楚明身后 自顾自地吃着 好像发生的一切都不关他的事实的 哼 还想嘴硬 公子红看着楚明 高傲道 公家的宴会 只有资产三千万以上的人 才有资格收到请柬 你觉得你一个家里资产不过几百万的人 我们公家会给你发请柬吗 他昨天就调查过楚明的背景 所以显得自信满满 楚明了一眼对方又环视了一下众人 淡然开口道 我确实没有请柬 此话一出 众人一阵哗然 这小子居然这么轻易 就承认了 张星月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对方再怎么也得狡辩一下 说不定还会气急败坏 结果没想到 居然直接承认了 哎 没意思 马斯文也摇了摇头 十分失望的样子 公子红听到楚明这句话 脸上顿时浮现出傲慢的神情 看向范小军 讥讽道 看到了吧 范小军 这就是你选的人 连在我面前反抗都用气了没有了 范小军默默地吃着东西 仿佛没听到对方的话一样 我还没说完呢 楚明的声音却再次响起 虽然我没有请柬 但我是你姐姐公秋晴请来的 而且这个宴会 不是专程为我办的吗 其实楚明的心中也颇为奇怪 按理说 这公子红是公秋晴的弟弟 自己的真实身份 对方不知道就算了 居然连这个宴会邀请的是他都不知道 楚明觉得 这公子红的地位 在公家 恐怕不怎么样 这家伙疯了吧 张新月文言一皱眉 暗暗摇头 刚才承认了就承认了 我还能高看他一眼 结果现在 居然说出这种话 我看他就是 慌不择路了 所以才编出这种 傻子都不幸的谎话来 马斯文则又来了兴致 想看看公子红会做何反应 而人群中却爆发出一阵哄笑 似乎都对楚明这句谎话 感到滑稽 他们当然知道 这次公家家主开设宴会 是为了招待一个大人物 但很显然 楚明这幅普普通通的毛头小子模样 怎么可能是公家家主都要讨好的那种大人物呢 至于被公秋情邀请 那就更不可能了 公秋情虽说是公子红的姐姐 但她和公子红这种 只会仗着公家的权势 在外面胡家虎卫的顽固子弟可不同 公秋情是公家三代嫡系子孙中最优秀的几位 还不到二十五的年纪 已经在整个江燕市开了不下十家大型夜场 资产高达十亿 属于人中龙凤级别 对方怎么可能会认识楚明这种人 他们都认为楚明是在座垂死挣扎 才会说出这样荒唐的话 但是公子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面色却突然变换了一下 心生迟疑 因为他还清楚地记得 爷爷刚刚才给他说过 要招待的那个大人物 姓楚 而且还是个年轻人 难不成 这楚明就是那个楚公子 公子红心中惊疑 他又不是傻子 这么多巧合碰到一起 自然会有一些怀疑 但显然不能凭楚明的一面之词 就做评判 而且在公子红的潜意识中 楚明和那位楚大公子的形象 完全不符 人总是会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事情 这是人的通病 他沉思了一下 心中还是选择相信了自己的潜意识 眯着眼睛看着楚明 低声道 不要以为知道 我姐的名字 就可以拿来胡编乱造了 楚明叹了口气 不想和对方多逼逼 打算掏出手机 给公秋情打个电话 突然 一道清冷的女子 声音突然从人群外传来 公子红 你在做什么 围观的人皆是一惊 纷纷向声音处看去 只见一位身穿黑色玩礼服的 冷艳少女正快步走来 所过之处 人群如潮水般散开 少女一头金色长发披散 容貌绝佳 身材高挑 算上高跟鞋 足足有一米气五以上 强大的气场 让在场的很多女孩 都自残行贿 这女的谁啊 连公子红都敢吼 有刚入圈的小白 不明所以 开口嘲笑道 草 你特么疯了 这是公子红的姐姐 公秋情 她的同伴 连忙拉着她 就往人群后方躲 生怕被别人听见 而那人文言 瞬间面色惨白 赶紧灰溜溜地离开了 来的人 正是公秋情 此时公秋情的脸色 带着韵怒 秀眉紧促 快步走到公子红的面前 姐 怎么了 公子红在看到公秋情的时候 整个人就愣了一下 刚才那副嚣张跋扈的模样 瞬间消失 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一丝不妙 公秋情 却没有说话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竟然是直接伸出手 一巴掌毫不留情地 就甩到了公子红的脸上 大声呵斥道 混账 快给楚公子道歉 楚公子 他就是楚公子 公子红 被一巴掌扇猛了 公秋情的话 更是让他惊骇万分 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 一直被自己看不起的小子 居然真的是爷爷邀请的 那个大人物 爷爷今天专程为楚公子 开设宴会 你却在这里 为难别人 怎么 你觉得现在的公家 爷爷说了不算了是吗 公秋情冷哼一声 目光凌冽地看着公子红 不敢不敢 公子红很少见到 自己的姐姐这副模样 一时间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不管他心中愿不愿意 此时也只能转过身去 对着楚明深深地鞠了一躬 楚 楚公子 对不起 我先前不知道 您是爷爷请来的贵客 不小心冒犯了 公秋情脸色 这才好看了一些 他看向楚明 脸上露出一抹歉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 楚公子 我弟弟年纪还小 不懂事 希望您不要在意 楚明好笑地 看了一眼公子红 撇嘴道 年纪还小 我今年十九 他都二十一吧 这 公秋情的脸色难看下来 他刚才 只是潜意识地 认为自己的弟弟 是真的年纪小 才说出这样一番话 现在才突然想起 面前这个楚公子 似乎比他弟弟 年纪还要小 算了算了 我懒得和他计较 楚明摆了白手 也不想再为难对方 公秋情 这才松了口气 微笑道 楚公子 正式宴会 在二楼 我爷爷 也在上面等着你呢 我现在 带你过去吧 他之所以一来 就对自己弟弟这副态度 完全是为了救他 楚明是什么人 一个B级异能者 以及B级巅峰鼓舞者 要是公子红 把对方惹怒了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 他爷爷也就不了他 行吧 楚明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反正他也才吃了的半饱 再上去吃点东西 也差不多了 呃 这位是您的女朋友吗 公秋情突然看到了 正站在楚明身后 自顾自地吃东西的范小军 他第一眼就被这个女孩的颜值 给震惊了 虽然范小军 没有穿华丽的服装 也没有化妆 但那五官 完全是精致到完美 公秋情自认 颜值已经是顶尖了 但在对方面前 却有一点自残行贿的感觉 呃 这个 楚明却一时不知道 如何回答 不是呢 这学校里的大部分人 都认为他们是一对了 没错 我是他女朋友 范小军却突然走上前 挽着了楚明的胳膊 展颜一笑 那既然这样 就请楚公子和这位小姐一起 跟我到二楼参加宴会吧 公秋情点头微笑道 好啊 还莫等楚明开口 范小军就先行达到 楚明诧异地看了范小军一眼 心想这演戏 怎么还演上头了呢 但当他看了一眼 对方手上还拿着的蛋糕时 顿时就恍然了 范小军一个S级的强者 显然饭量很大 这妮子这样做 多半是刚才没吃饱 想再去正式宴会上 蹭一顿而已 然后楚明两人 就跟着公秋情 一起穿过人群 向二楼走去 站在原地的公子红 见到围观的人 都一副憋笑的表情 知道今天自己这面子 算是丢大发了 面色铁青 但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跟在了几人身后 去往二楼 这怎么可能啊 张星月那一群人 此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的迷茫 这剧情反转得太快 他们完全没反应过来 楚明就是那个 被公家家主 邀请的大人物 不可能吧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直想要看 楚明好戏的马斯文 此时已经呆住了 似乎是完全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既然公秋情 都这样表态了 肯定是公家家主 邀请的那个人没错了 张星月一脸苦涩 摇头苦笑 原本以为只是个 会打架的烂仔而已 没想到 看来范小军没看走眼啊 是我们看走眼了 虽然他家里 也有好几亿的资产 在上流社会 也有一定地位 但别说和公家比了 就算和公秋情 个人都比不了 哪怕是他爸 在公秋情面前 都得毕恭毕敬地 喊一声公小姐 此刻 他对楚明 再也生不出一丝 想要报复的心思了 那种高度 已经变成了 只能让他仰望的存在 别墅的二楼 西装革履的邱志兴 正端着一杯红酒 和几位川省的大佬 谈笑风声 你们说 这公老亲自邀请的大人物 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啊 一点风声都没有 另一个摇了摇头 我倒是听到了一些传言 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说道 据说这次公老邀请的是一个 B级的鼓舞者 所以才会这么隆重 B级鼓舞者 另一人惊呼道 那怪不对啊 一个B级鼓舞者 确实能有公家家主的地位了 众人都是一方大佬 当然知道 在如今这个世道 一个鼓舞者 意味着什么 唉 要是我能认识一个B级鼓舞者就好了 那也不至于拘泥在都南市这一带了 有人摇头叹息 然后目光突然看向邱志兴 好奇道 邱哥 你和公家的公秋和熟啊 你知不知道一点内幕 那个鼓舞者 你认不认识 邱志兴虽然产业都在蜀城 但他和公家关系匪浅 而且还是 熊霸蜀城整个直辖市的人物 所以 在公家的宴会上 也很吃得开 我当然知道了 邱志兴抿了一口红酒 得意一笑 那个人可是我小老弟 咱们关系可好了 不然我怎么会一得到消息 就千里迢迢地跑来江淹市呢 邱哥你得了吧 那人显然不幸 一个不知名的B级鼓舞者 你说你认识我还相信 你说别人是你小老弟 吹牛可不是这么吹的呀 哈哈 那你等着看吧 邱志兴笑了笑 也不解释 突然他目光一顿 看向楼梯处 楚明这时刚好踏上二楼 范小军在身旁搂着他的胳膊 龚秋勤站在旁边 恭敬地为他指路 而公子红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 低着头看 都不敢再看楚明一眼 二层的大佬们 都纷纷看了过去 这等阵容 让他们都是心头一惊 这两人谁啊 龚老的孙女 居然亲自给他带路 邱志兴旁边的艺人 看到这一幕 惊诧到 两个小辈 居然能上二楼 而且连龚秋勤 都对他们这么恭敬 这不会是京城 或者魔都来的大家族子弟吧 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也是嘖嘖称奇 同时眼神带着炽热 想着等会要不要过去 敬一杯酒 但很显然 众人都没有将楚明 和龚无畅邀请的 那个鼓舞者联系到一起 毕竟对方看起来 实在太年轻了 小老弟终于来了 邱志兴却眼睛一亮 拿起桌子上的两杯红酒 就朝着楚明那边走了过去 楚明淡定地走着 在众多川省大佬的注视下 十分地从容 呦 楚老弟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楚明寻声望去 忍不住一笑 只见一身西装革履的邱志兴 正拿着两杯红酒 向楚明这边走来 一脸的热情 邱哥 你怎么来降厌室了 楚明顺势接过邱志兴手上的酒杯 然后和对方碰杯 一口喝下 楚明之前就在庄园外面 看到了邱志兴的车 现在遇到对方也不是太惊讶 邱志兴也将红酒引进 豪迈一笑 我一听说 公老居然给你开办了一场宴会 我二话不说就过来了 我这个做老哥的 当然要沾沾老弟的光啊 楚明摇头一笑 他是真觉得邱志兴这人挺有意思的 这是铁了心 要和自己弄好关系 而且 对方每次都过于热情 让他也不好拒绝 这是弟媳吗 邱志兴看到范小军 顿时眼睛一亮 拍了拍楚明的肩膀 楚老弟眼光不错呀 这才来江彦氏多久啊 就找到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邱哥好 范小军露出笑容 打了个招呼 好好好 邱志兴哈哈一笑 等会宴会结束了 我得给弟媳包个红包啊 见面里可不能守 楚明善善一笑 摸了摸鼻子 这误会可真是越来越大了 干爹 你们这一旁的龚秋勤 都看傻眼了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自己的干爹 怎么和楚明称兄道弟起来了 那不是乱背了吗 然而最猛逼的还是公子红 因为邱志兴 同样也是他的干爹 自己的干爹 居然和楚明称兄道弟 那范小军 现在是自己的什么人 公子红整个人 现在都有些凌乱了 小青 紫红 邱志兴这才给两人打了招呼 然后目光落在了公子红的身上 紫红啊 你脸色不太好啊 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干爹 公子红露出一个笔哭 还难看的笑容 对了 紫红 邱志兴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走过去 把公子红拉到楚明的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来紫红 快叫楚叔叔 嗯 这 公子红脸色俱变 抬头看了一眼楚明 发现对方和身边的范小军 都一脸憋笑的模样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现在的心情 只有用热了狗菜那形容 TMD 这都什么事吗 你这孩子 怎么不叫人呢 邱志兴眉头一皱 然后看向楚明 歉一道 这孩子就这样 不爱叫人 楚老弟不要在意啊 没事没事 我们还是先去见一下公老吧 别让老爷子久等了 楚明连忙说道 他生怕再待下去 会真的忍不住笑出来 今天一过 这公子红 怕是连见他的勇气都没有了 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性死亡 也对 邱志兴点了点头 然后推了推旁边的公子红 你小子愣着干什么 快给你楚叔叔带路啊 好 公子红哭丧着脸 转身向前方走去 我靠 邱哥这是干什么 之前和邱志兴一起喝酒的那些人 已经看猛逼了 他叫那个年轻人老弟 那他刚才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那个人真的就是公老邀请的 B级鼓舞者 不会吧 这么年轻怎么看也不像啊 人不可貌相啊 那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摇了摇头 先看看情况吧 要是这年轻人 真的是公家邀请的那个人 我们等会也得过去露个脸 不只是他们 二楼的所有大佬 都被邱志兴的行为给惊到了 纷纷不自觉地 朝着楚明那边围了过去 在公子红的带领下 楚明一行人穿过人群 来到了公吴昌面前 爷爷 楚公子来了 公子红走过去 低声说道 然后站到了一边去 此时公子红的心中十分地紧张 自从知道楚明 就是爷爷邀请的那个人之后 他就生怕爷爷知道了 自己招惹楚明的事 公吴昌闻言 转头看去 看见楚明后 先是一愣 然后在公秋鹤的搀扶下 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对着楚明抱拳道 这位就是楚公子吧 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 虽然他先前就听说过 楚明的很年轻 但当真正看到的时候 公吴昌还是忍不住惊讶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毕级古武者 显然天赋异禀 前途无量 他们公家必须要交好 功劳 楚明也抱拳回应 与其不卑不亢 既然楚公子已经到了 那我们就入席吧 公秋鹤对着楚明点了点头 一脸恭维 然后走到大厅中央的长桌前 为楚明拉开了一把椅子 那我也不客气了 楚明汉手走了过去 在长椅上坐下 范小军也跟着在楚明的身旁坐下 美目中跃跃欲试 似乎已经等不及开吃了 而公无昌见邱志兴 和楚明关系十分要好的模样 也让对方在长桌上坐了下去 邱志兴内心十分的激动 能在这大厅中央的长桌上坐下的人 都是公家的嫡系子弟 是整个川省全市的核心人物 以往在公家的宴会上 他都没资格坐在这里 今天属实是沾了楚明的光 当然 这也是他不留余力的 交好楚明的目的 很快 中心的长桌旁 所有人都已经落座 楚明坐在主位 右手边就是范小军 左边是公无昌 而后就是公秋鹤等人 在场的大佬们 此时已经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 公家专程开设宴会 邀请的人 居然真的是 这样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 更没想到的是 楚明在公无昌心中的地位 居然如此之重 直接让他坐上了主位 在公家的宴会上 可从来没有外人 在主位上坐下过 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猜测楚明的身份 几个知情的人 说楚明是B级古武者 但这种话 却没几个人相信 在他们心中 如此年轻的B级古武者 简直是天方夜谭 各位 公秋鹤此时站了起来 对着目瞪口呆的众人说道 宴会正式开始 请落座 一群人这才停止对楚明的讨论 纷纷走到大厅两侧的长桌旁坐下 而后 一群招待人员 才从楼下走上来 开始上菜 不知如此招待 楚公子可否满意 公无昌看向楚明 恭敬道 功劳有心了 其实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 楚明客气地笑了笑 他打量了一眼对方 开门见山地说道 不知道公老请我吃饭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楚明才不会相信 公家家主这种老狐狸人物 只是单纯地请他吃个饭 哈哈 老头子确实有事相求 见楚明拆穿了自己的想法 公无昌的老脸上 却无半点波澜 只是笑了笑 然后道 不过现在不急 我们先用餐吧 好啊好啊 一旁的范小军 早就等不及了 一听到这句话 就眼睛一亮 连连点头 这位是楚公子的女朋友吧 小姑娘挺好看的 公无昌 一脸慈祥和睦的表情 打亮着范小军 其实公无昌 本来他还想撮合一下 自己的孙女 公秋勤和楚明的 要是这是成了 那楚明就成了 他们公家的人了 也不用如此麻烦地去交好 但在看到范小军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心里的算盘是落空了 不说别的 光是范小军的容貌 都比自己的孙女 高上几个档次 虽说公无昌现在心中有些失望 但却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哈哈 那就先用餐吧 楚明尴尬一笑 悄悄地瞪了范小军一眼 然后就动起了筷子 范小军却毫不在意 自顾自地吃起东西 吃饭的过程中 公秋贺等人 不停地给楚明敬酒 楚明也是来者不拒 楚公子 我也敬你一杯 公子红这时也见缝插针 站起来给楚明敬了杯酒 表情十分尴尬 显然是想亡羊补牢 修补一下和楚明的关系 虽然楚明有些诧异 但还是和对方碰了一下 他也懒得去再为难对方 公老 您不喝酒吗 楚明突然看向公无昌 诧异地问道 公无昌虽然也多次敬他 但每次都以茶代酒 楚公子 我的父亲重病在身 不方便饮酒 还请多多见谅 公秋贺健壮连忙歉意地说道 重病 楚明眉头一皱 打亮了公无昌一眼 他刚才看见对方的时候 就觉得对方的身体很虚弱 而且系统告诉他 公无昌是个B级鼓舞者 显然不应该这样 没想到居然是得病了 哎 年轻食言抽多了 得了肺癌 公无昌苦涩地摇了摇头 顿了顿 他突然说道 楚公子 你估计也是影视 武道世家出来的人吧 是的 楚明点了点头 他上一次就是这样 给公秋勤他们这样说的 如今也只能顺颇下驴了 范小军文言 正在包龙下的手突然一顿 抬头看了楚明一眼 目光诧异 楚明还是武道世家的人 还是个鼓舞者 他怎么不知道 那楚公子也知道 灵气复苏 灵力潮汐的事情吧 公无昌接着问道 知道 楚明有点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青城山那一脉的鼓舞者 一直是我们公家的心腹大患 而如今青城山处于灵力潮汐处 那里的鼓舞者 都隐隐有崛起的势头 甚至还出现了 不到三十岁的B级鼓舞者 楚公子你也和对方交过手 知道我所言非虚 公无昌不紧不慢地说着 而如今我们公家 仅有的几个B级鼓舞者 还都是些老不死的 现在我们的身体也都抱恙了 我怕等我们几个通通离去 青城山那一脉 恐怕会很快取代我们公家 哦 所以呢 楚明听到这里 眉毛一挑 公无昌这老狐狸 怕是要说出他真正的目的了 这次宴请楚公子的目的 就是想让楚公子 帮我们公家办一件事 公无昌的老眼中 流露出恳求的神色 希望楚公子 能以我们公家的名义 去威慑一下青城山一脉的鼓舞者 事成之后 我会付给楚公子一亿的报酬 哦 听到这句话 楚明眼睛一眯 这公无昌找他 原来是为了这个 其实楚明之前就想着 要去青城山一趟来着 因为系统告诉他 那里有着能加快 他修炼速度的天才地宝 而去那里 他肯定会和青城山上的 鼓舞者产生冲突 毕竟是别人家的底盘 既然这次公无昌 花一亿的价格 让他以公家的名义 去威慑青城山的舞者 那他何乐不为呢 而且 这样一来 他在青城山上 不管闹出什么名堂 那都是公家承担责任了 想到这里 楚明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可以 没问题 那就谢过楚公子了 见楚明答应了下来 龚无昌才松了口气 旋即端起桌上的茶杯 敬了楚明一杯 龚秋鹤等人 也有些惊讶 龚无昌的做法 显然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下这一步棋 楚明的综合实力 在公家的鼓舞者们的预估中 可能已经达到了A级以上 而青城山那边的鼓舞者 据公家的内线爆出的消息 最高也就B级巅峰 让楚明去威慑青城山的鼓舞者 显然是很容易做到的 这样一来 龚家只需要付出一亿的钱 就能让青城山一派 不敢轻举妄动 而对龚家而言 一亿不过只是个小数字 龚无昌这一招 确实很妙 龚老 您刚刚说你得了肺癌 楚明顿了顿 突然问道 是的 怎么了楚公子 龚无昌面露诧异 是这样的 楚明摸了摸下巴 整理了一下思路 开口道 您也知道 我是影视五道世家的人 在我们家族 有一种丹药 或许可以治疗您的肺癌 楚明说的丹药 当然是抽奖抽出来的龄元丹 系统说是可以治疗蓝星上的任何疾病 现在系统背包里 都还有五十多颗 楚明之前一直觉得 这玩意挺鸡肋的 毕竟 他哪来的那么多病 但是现在 楚明突然想到了龄元丹的用处 可以拿来卖钱啊 像龚无昌这种手握大权的人 怎么可能舍得 就这样因病去世 要是能够治病 恐怕出多少钱都愿意吧 能治疗肺癌的丹药 龚无昌文言皱了皱眉头 摇头道 楚 此 不是我不信你 就是 这个东西 太匪夷所思了吧 不只是龚无昌 常桌旁的其他人 听到楚明这话 都不太相信 就连范小军 都拿吹什么牛逼的眼神 看着楚明 癌症这个东西 全世界的顶级医学家 研究了几十年 都没有功课 那什么丹药 显然就是偏方性质的玩意 众人当然不相信 楚明看着众人怀疑的目光 他只是淡然一笑 将手放进兜里 让系统拿出一颗灵源丹 然后掏了出来 递给了龚无昌 龚无昌连忙接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 手上这个通体青绿色 暗淡无光的药丸 摇头苦笑道 楚公子 你可别逗老头子我了 这个就是 你说的能治疗肺癌的丹药 我知道您现在不信 但是您吃下去 就知道了 楚明显然料到了这个情况 表现得十分淡定 那我就先收下了 等回到公家 我再使用 如果有效 我会重金感谢楚公子 龚无昌也没有多说 只是将淡源丹 给收到了衣兜里 作为公家的家主 他肯定不会轻易吃下 来路不明的东西 至于后面的话 只不过是客套而已 他当然不会 乡楚明这个 偏方有什么用 楚明也不在意 他对系统给的东西 相当有信心 只要龚无昌 将其服下 就能知道 有没有用了 而一旦龚无昌的肺癌治好了 有功家家主背书 淡源丹在川省的上流社会 一定会成为 人人哄抢的存在 到时候 楚明就不愁金钱来源了 正式宴会 很快结束 楚明和范小军两人 在众多川省大佬的簇拥下 离开了江洪国际庄园 而龚无昌等人 则亲自将两人送到了门口 目送两人上了 龚秋鹤的专车 一辆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 让司机把两人送回去 龚无昌站在庄园门口 眯着双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片刻后 他从中山庄的衣兜里 拿出了那枚灵源丹 然后交给了身旁的龚秋鹤 沉声道 把这颗药丸 拿去检测一下成分 龚秋鹤愣了一下 接过了灵源丹 插一道 爸 你不会真想试试这个偏方吧 虽然楚公子是实力强大 但不代表这药丸就有效果啊 哎 难道我不用这个药丸 我的肺癌就能治好了吗 龚无昌摇了摇头 叹息道 我能抗到现在 靠得全是五者中期的修为 现如今也抗不了多久了 所以 不管这东西有没有效 我也只能试试 算是我病急乱投医了吧 龚秋鹤沉默了一下 然后也点头答应了下来 叮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一千积分 劳斯莱斯上 楚明脑海中的提示音 也想了起来 是刚刚在别墅 一楼装逼打脸 获得的积分 因为在场的人 都是富家子弟 身份不一般 所以获得了 足足一千的积分 不过 楚明这时 却没有理会 只是看着窗外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半个小时候 楚明两人终于回到了 那条商业步行街 从劳斯莱斯上下车 你小子 还是个骨折 范小军美目死死地 盯着楚明 刚才在车上 他就一直想说这个事 但司机 是龚秋鹤的人 他不太好说 范小军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 楚明打奖一城的时候 明明没有用异能 却还是轻易地 就打断了对方的一条腿 你管我是什么 楚明翻了个白眼 看向远处 不想搭理他 这种事情 反正也瞒不下去 范小军知道了 就知道了 看来我得上报一下九州 重新评估一下 你的等级了 范小军秀眉紧促 不停地打量楚明 他不知道 对方身上还有多少秘密 切 反正我再怎么现在 也打不过你 你已经一炸地干什么 楚明双手一摊 满不在乎的样子 心中却一阵冷笑 过两天 他就舞者后期了 到时候非得 好好收拾范小军一顿 顿了顿 楚明突然瞥了范小军一眼 说道 明天我就去青城山 你要跟着去吗 废话 我的任务就是盯着你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范小军毫不犹豫到 那行 随便你 楚明嘴角勾起一摩 难以察觉的笑容 这样一来 他心中的那个计划 就可以正式启动了 回到出租屋后 楚明就直接躲进了卫生间 说是要洗澡 范小军也没有拦着 坐着沙发上 自顾自地看起了电视 但楚明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为了抽奖 今天赚了一千的积分 总共能抽一百次的奖 再怎么说也得抽到特殊类的奖励了吧 但鉴于上次连抽四十次都全是消耗类奖励的局面 楚明思考了一下 然后赶紧洗了两把脸 这次我脸白了 总能出好东西了吧 楚明直接打开了系统的抽奖界面 然后将一千点积分全部注入 抽奖大转盘迅速旋转起来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奖励 基因药剂 普通 来自某高五位面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奖励 零元丹 来自某修仙位面 不出所料 前面的十几次抽奖 全是消耗类 获得了三瓶基因药剂 和十五颗零元丹 不会吧 我都洗了脸了 怎么还是抽不出好东西 楚明十分郁闷 难道运气都被上几次给用完了 但这时 第二十一次抽奖的转盘指针 居然落在了特殊类的区域 恭喜宿主获得特殊类奖励 绿巨人好科药剂 来自于漫威宇宙 注射进人类身体后 会获得变身绿巨人的能力 注 经过系统改良 通过绿巨人好科药剂 成为绿巨人的人类 变身绿巨人后 并不会失去理智 变身绿巨人后 战斗力会上升两级 普通人变身绿巨人后 战斗力为B级 C级实力变身绿巨人 战斗力为A级 以此类推 战斗力上限为220点 绿巨人好科药剂 出名眉头一皱 心生疑惑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漫威宇宙里的绿巨人 不是打药剂变成的吧 不管是在电影 还是漫画中 绿巨人的由来 都是一个叫做罗伯特 布鲁斯 班纳的物理学家 在一次意外中 被自己制造出的 伽马炸弹的放射线 大量辐射 身体产生了一变 后来每当他情绪激动 心跳加速的时候 就会变成 名为好科的绿色怪物 不然不可能 直接给一个伽马炸弹 然后炸了试试 能不能变异 成为绿巨人吧 但系统 也剔除了绿巨人的 一个特性 那就是变身后 会愤怒地失去理智 楚明也不知道 去除这个特性 是好是坏 毕竟 绿巨人还有一项能力 那就是怒气值越高 战斗力就越强 不过 整体来说 还是蛮不错的 楚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自己又多了一张底牌 然后他的注意力 再次集中到抽奖界面上 抽奖还没有结束 又抽了一堆 消耗类物品出来 还是老三样 零元丹 增气丹 基因药剂 此时 一百次抽奖就要抽完了 正当楚明都觉得 不会再抽出什么好东西 都准备关闭 抽奖页面的时候 转盘的指针 却再次落在特殊类上 卧槽 果然洗了脸 就是不一样 运气爆发呀这 楚明惊喜万分 这还是 他第一次连续抽中 两次特殊类奖励 但想想 总共一百次抽奖 平均五十次 出一个特殊类 倒也是合理 恭喜宿主 获得特殊类奖励 加特林机枪 来着于蓝星未免 杀伤力及其 强大的热武器 持有后 战斗力评估 三百 住 经过系统改造 这挺加特林机枪 能达到最高理论 射速每分钟六千发子弹 但要为无限 且不会发生 枪管过热的问题 卧槽 666 楚明惊了 先前他抽到的特殊类奖励 都是来自科幻 或者玄幻世界里的物品 虽然这次是蓝星的本地物品 却依然毫不逊色 加特林这个玩意 只要是个枪械迷 或者玩过射击游戏的人 都不会陌生 通常情况下 加特林都是机枪中最牛逼 杀伤力最大的武器 可谓是加特林之下 众生平等 更别提这个 被系统改造过后的加特林机枪了 每分钟六千发的极限射速 还能无限子弹 枪管还不会发热 导致卡壳 简直就是无敌 楚明相信 就算是S级巅峰的强者 在这挺加特林机枪面前 都撑不过几秒钟 毕竟系统给加特林的战斗力评级 都足足高达300点 已经达到了S级的天花板 牛逼 牛逼 楚明一脸傻笑 他已经在想象 以后自己和其他强者打架 一言不合 就掏出加特林扫射的场景 那可不直接把对方给干猛逼了 不过 在华国 这玩意可不能轻易使用啊 但很快 楚明就回过神来 华国可是进枪的 这玩意要是随便用 指不定哪天就被官府派人给压走了 只能当做一个压箱底的底牌了 今天的收获 还是很不错的 楚明满面春风 此时抽奖已经全部完成 他退出了抽奖界面 打开了属性面板 宿主 楚明 战斗力 64 B级 智慧 36 修炼境界 五者中期 距离五者后期 还有两天 修炼功法 八九玄弓 资产 1502万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钢铁侠马克三战甲 绿巨人 浩克药剂 加特灵机枪 技能类物品 秘术 影 破空拳 消耗物品 灵源单 乘142 增气单乘4 基因药剂 普通 乘8 我的资产1500万了 看了属性面板楚明才发现 原来宿秋晴之前 答应他的1000万报酬 不知道 什么时候 已经打到了他的账号上 想来自己答应了 去威慑青城山的鼓舞者 到时候威慑成功 那些人 也不会去找龚秋晴的麻烦了 所以这1000万提前支付 也是情理之中 对了系统 这绿巨人药剂 只能我自己使用吗 楚明突然问到 他想起 之前系统说的是 注射进人类体内 而不是宿主体内 只要是蓝星人类 都可以使用 系统回答道 那我倒是有个想法 楚明嘴角上扬 他目前战斗力 只有64点 B级 就算使用了这个药剂 最多也就达到上限 也就是220点战斗力 普通的S级实力 但两天过后 当他突破舞者后期 给战斗力加点后 毒液附身 战斗力就远超220点了 这个东西楚明 给自己用 显然作用不大 要是给别人用 那作用就大了 楚明此时 想到了刘鹤仪 对方目前 是C级异能者 如果用上基因药剂 就能达到B级 再给对方使用 绿巨人浩克药剂 战斗力就能直接 飙升到S级 那样一来 自己就多了一个 S级的帮手 毕竟楚明现在 也是有意要组成一个 自己的组织 总不能自己一个人实力强 组织里的其他人 都是来拖后腿的吧 大致看了一眼属性面板 楚明心满意足地 将面板关闭 思索了一下 楚明使用了 秘术 影 将傀儡放了出来 然后在脑海中 构思出了一个形象 面前的傀儡 在黑线缭绕中 迅速变成了一个 身穿黑色风衣 面旁如刀客般 硬朗的硬汉形象 不错 这个形象 很符合A级异能者的气势吗 楚明满意点头 然后让系统 拿出了马克三战甲 同时 楚明打开了浴室的花洒 掩盖了马克三战甲 发出的机械声响 楚明在脑海中 操控着傀儡 小心翼翼地 将战甲穿戴在傀儡身上 之后 傀儡操控着战甲 从卫生间的窗户翻出 向地面坠落了一会 才启动了喷射器 化为一道流光 眨眼间就消失在夜空中 明天 就让傀儡去接刘鹤仪吧 楚明嘴角上扬 之前楚明 还一直想摆脱九州的监视 但后来想想 毕竟九州 是华国官方的组织 有着众多的异能者 和鼓舞者 不说别的 光是镜榜上 都有着12位S级强者 凭借楚明目前的一己之力 显然不能摆脱 所以之后 楚明也想明白了 只有自己也组建个强大的组织 也拥有众多的强者 最好能够和九州分庭抗理 那样才能让对方产生忌惮 但不敢再如此毫无顾忌地监视自己 而刘鹤仪就是楚明计划中 他组织里的第一位S级强者 但光是刘鹤仪 加上他 组织里也才两个异能者 显然是不够的 虽然目前 楚明已经掌握了 能批量产生异能者的手段 也就是基因药剂 但目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所以楚明思考着 让傀儡套上马克三战甲 也能充当个A级的异能者 虽然这也会暴露那天晚上 被沐渊燕发现的马克三战甲 和楚明有关系 但也无所谓了 虽然九州目前没有什么证据 但钢铁侠 毒液 这种同属漫威的异能 早就已经引起了九州的怀疑 而且 楚明在知道 刘鹤仪被九州的人 跟踪那件事后 就十分怀疑 九州的人 或许已经掌握了 判别异能者 和异能者级别的能力 刘鹤仪之前 还只是的C级异能者 而且楚明深知 以对方胆小的性格 知道 有特殊部门 在监管异能者的情况下 显然是不太敢 随意使用异能的 然而 就这样 还是被九州发现了 更别说以后 自己让刘鹤仪庸 有了变成绿巨人的能力 想必早晚 也会被九州发现 这种事情 显然是瞒不住 九州这种官方组织的 楚明也就不打算再瞒了 明天就给九州的人 一个惊喜 绿巨人 毒液 钢铁侠 还真就是复仇者联盟了 这种组合 哪怕是九州 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吧 楚明思索着 一切搞定后 楚明才开始洗澡 你怎么洗澡洗了这么久 范小军狐疑 看着从卫生间走出来 只穿着一个大裤衩的楚明 这家伙 足足洗了半个小时 男生洗澡 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两天没洗澡了 多洗一会儿怎么了 楚明哼着小曲 湿湿然的 就走进了卧室 在床上躺下 然后喊了一声 我睡了呀 明天早点去青城山 哦 好吧 范小军跑进卫生间 打亮了几眼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便也不再多问 重新坐回沙发 继续看起电视 第二天一大早 楚明就被毒液的嘶吼声 给吵醒 本来以为对方 又是吵吵着 要吃巧克力 就没打算搭理他 但朦胧中 楚明发现 毒液这次的嘶吼 好像有点不对劲 声音中 居然带着一些惊恐和畏惧 猛然睁开眼 楚明顿时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到了 只见范小军 正站在他的床边 将毒液包在怀里 笑盈盈地抚摸着毒液 嘴里还不停轻声道 毒液乖乖 不要吵了 姐姐给你买巧克力 好不好呀 不要 不要 楚明 快救我 毒液在范小军的怀里 不停地挣扎嘶吼着 拼命地想要 摆脱对方的手臂 但却始终动弹不得 毒液似乎感受到了 范小军身上 属于S级顶尖异能者的气息 十分地惊恐 你怎么能这样呢 姐姐 难道不比楚明那臭小子好吗 范小军嘟了嘟嘴 看上去有些委屈 草 你干什么 把毒液放下 楚明从猛逼中缓过神来 当即大叫出声 这女人大清早地 就对毒液下毒手 是想干什么 范小军被吓了一跳 手上顿时一松 毒液乘机挣脱了她的手臂 然后迅速地缩回了楚明的体内 声音焦急地对楚明吼道 楚明 快离开这里 这个怪女人 我们打不过 别怕 她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等会给你买巧克力啊 楚明连忙安慰了 一下毒液 对方这才平静下 来 然后楚明转头看向范小军 不悦道 你干什么 我没干啥呀 范小军见毒液缩回去了 有些失落 嘟嘴道 我这不是刚刚被毒液吵醒了吗 我看毒液挺可爱的 我就想抱一抱吗 可爱 楚明一头黑线 毒液这怪物一样的猙獰模样 范小军居然还觉得她可爱 楚明顿时有点怀疑对方的审美了 对啊 你不觉得毒液的大眼睛 很萌的吗 范小军点头道 算了 你爱怎么觉得 就怎么觉得 反正现在毒液害怕你 不想和你玩 知道范小军对毒液没有恶意 楚明也就懒得管了 掏出了手机 在丑团上点了些巧克力过来 那好吧 范小军撇了撇嘴 然后有些惊奇道 你这一能挺有意思的 毒液居然还有自己的思维 变身系的异能者 九州里也有不少 但像楚明这样 变身物中还有自己的思维的 那可是一个都没有 切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楚明翻了个白眼 自顾自地 翻过身去背对着范小军 不想再搭理他 很快 外卖到了 除了买给毒液的巧克力之外 楚明还点了两份早餐 楚明和范小军两人 在桌子上吃着饭 毒液则伸出脑袋 隔着老远在沙发旁的茶几上 吃着巧克力 目光警惕地看着范小军 只要范小军稍微有点动作 毒液就会立马缩回楚明的体内 看起来十分滑稽搞笑 吃完早饭 楚明和范小军就出门了 准备前往青城山 毒液在吃完十几盒的巧克力后 又回到了楚明体内 开始沉睡 让楚明有些惊喜的是 这次毒液苏醒后 能力又增强了 能提高他3.2倍的战斗力了 以目前的64点战斗力来说 附身之后 也就是205点战斗力左右 成功地踏入了S级强者的行列 这样下去 我的战斗力 很快就能突破S级了吧 那S级之后是什么等级 SS级 楚明在心中暗自窃喜 两人很快来到了楼下 早晨的步行街行人携手 店铺也都是关闭的 一片清冷的景象 走出步行街 来到公路旁 楚明招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和范小军坐了上去 师父 去青城山 楚明对司机说道 青城山 青城山去不了啊 那里的景区半个月前就关闭了 路也疯了 车开不上去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 听到楚明的话 连连摆手道 关闭了 楚明眉头一皱 十分诧异 青城山可是全国顶级 也是江艳市最为出名的5A级景区 往常一年四季都开放着 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关闭的 毕竟江艳市是旅游城市 景区是GDP的重要来源 楚明觉得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会将青城山的景区关闭 于是他对司机问道 师父 你知道青城山景区为什么要关闭吗 这个啊 官府不是说青城山景区里面出现了 很多大型野兽吗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 没办法才关闭的 司机想了想到 你不知道吗 小兄弟 这事都上新闻了 听说之前有游客 就被一群狼给叼走了 可吓人了 原来是这样 楚明眉头皱得更深了 因为他知道 司机说的那些大型野兽 极有可能是那些受过灵气洗礼 已经变异进化的凶兽 他的心中有些骇然 要知道 如果不是没有办法 官府是绝对不会做出 封禄这种容易引起民众 恐慌和猜疑的做法的 想来 青城山上的那些凶兽 已经进化到了 某种强大的程度 亦或者是数量太多 连青城山上的那些实力 达到B级的鼓舞者 都处理不了 官府才会出面干涉 青城山可是处于林立潮汐处 上面凶兽的进化速度 肯定比其他地方的 要快上许多 而对付那些实力 超过B级的凶兽 官府出手的话 除了军队 那就是特殊部门九州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青城山上 肯定有大量九州的强者 想到这里 楚明看了范小军一眼 这个事情 对方可从来没有和他说过 自己这一去 岂不是直接钻到九州的窝里去了 楚明不知道 范小军在打什么算盘 但是他也无所谓 反正他还留有后手 看什么看 我也是才知道 范小军扭头 看向窗外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TMD 我信你个鬼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楚明可不相信 九州这种行动 会不告诉范小军这种 在镜绑上的S级强者 对方多半是故意不告诉他的 我说 你们还走不走啊 司机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走 当然走 师傅你送我们 到青城山脚下就行了 楚明连忙到 闻言 司机才启动了车子 向青城山的方向走去 而此时 在千米高空中 傀儡驾驶着钢铁侠马克三战甲 正匀速地飞行着 保持着和楚明一公里的距离 半个小时后 出租车终于开出了市区 行驶在通往青城山的主干道上 由于景区关闭的原因 道路上的车辆非常少 偶尔开过的几辆 大多还是些军方用车 而越接近青城山 遇到的军用车就越来越多 怎么军队都来了 不就是一些野兽吗 司机有些发怵 正正地看着一辆 辆军队的车辆从旁边开过 估计是野兽数量太多吧 楚明随口道 心中却越发惊诧 这青城山的凶兽得有多强 官府才会出动这么多的军队 你要是怕 就别去了 范小军突然说到 一脸笑盈盈的表情 饶有深意 楚明没有搭理他 就算有军队和九州又怎么样 这青城山他是非去不可 一意的报仇 他才不想放弃 而且有后手在 楚明根本不怕九州为难他 这一意 就像是白送给他的一样 他怎么可能不要 我说小伙子 这景区都关闭了 你们非得去青城山干什么 司机这时发出疑惑 捡钱 楚明不假思索道 司机 出租车在青城山脚下的一处小餐馆停了下来 其实这里还远远没到封路的地方 但司机看到那么多军队车辆 实在不敢开了 楚明也就只好在这里下了 下车后 楚明张望了一下四周 除了路边的那一家小餐馆外 能看见的就是郁郁葱葱的大树 繁密道遮住了整片天空 空气也比城里清新了不少 咦 这里除了军队和九州 还有其他人吗 楚明突然注意到 在那小餐馆门口居然停着一辆非军队的越野车 顿时心生疑惑 他之所以没有怀疑这是九州的车 是因为这居然是一辆价值接近千万的库里南豪华越野车 九州作为官府部门显然不会开这种车 可是青城山都封路了 怎么还有其他人来这里 而且看这车 对方的身份也不一般 楚明顿时有些好奇 然后拉着范小军就往小餐馆里面走去 此时小餐馆中 四个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 正吃着饭 互相交谈着 其中三人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通通衣着光鲜亮丽 一看就是富家子弟 还有一人 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 古少 不知道青城山上的龙门派会不会接纳我们 一个人一边吃着饭 一边问到旁边那个气宇轩昂 神情高傲的青年 四人中 盈盈以这个被这个被称为古少的青年为首 开玩笑 古少是什么人 才二十四岁就成为了B级古武者 龙门派有什么理由不收他为弟子 旁边一人高声奉承着 古少文言 傲然笑道 如果不是青城山处于灵力潮汐 凭我的天赋 怎么可能会来这种小地方 是啊 一股少的天赋 去华山 岳山那种大门派 都是有人抢着要的 这次都是便宜 青城山了 那一人继续羡慰道 只不过 我听说现在的青城山上 已经出现了A级的凶兽 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呀 你看官府 都出面封路了 还触动了军队 和九州的人 另一人有些担忧道 哼 有无数在 A级的凶兽 有什么可怕的 无数可是A级顶尖的异能者 古少不屑摇头 然后看向了那个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 随后古少的眼神中 浮现出一丝细血道 对吧 无数 你会保护我的吧 只要古少保证 我妻儿的安全 我必定全力保护古少 无数面庞坚毅 恭敬地看着古少 眼神深处 却隐藏着一丝恨意 就在这时 楚明两人走进了小仓馆 一瞬间 就吸引住了四人的目光 准确来说 吸引目光的是范小军 那三个青年 在看到范小军的一刹那 就呆了一下 这种相貌绝佳的少女 即使是出生名门的他们 都很少见过 特别是古少 他看向范小军的眼神 已经戴上了些许炽热 在看到小仓馆里的四人的那一刻 楚明心中就是一宁 因为通过系统得知 这四人居然都不是普通人 为首的那个青年 是个B级鼓舞者 战斗力72点 而另外两个青年 都是C级鼓舞者 战斗力在50左右 最让楚明惊讶的是 坐在一旁 一直沉默不语的那个中年人 战斗力居然足足185点 还是个异能者 A级顶尖 这等阵容放在川省 除了九州和官府 完全无人能与之抗衡 这些人来青城山干什么 而且看起来像是外省的人 楚明心生疑惑 小心哦 这里面有高手 范小军也在一旁低声提醒 秀眉微醋 以他S级顶尖的实力 自然是不拒 只是那三个青年 用饱含侵略性的目光 不停地打量着他 让他感觉到 有点不自在 正当楚明犹豫着 要不要上去交谈一番时 那个鼓哨 却先行开口了 这两位 是来青城山旅游的吗 景区已经关闭了 呃 不是 我们听说 青城山有野兽出没 专门来探险完的 楚明想了想 随便编出了一个理由 探险呢 鼓哨和另一个青年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 露出一抹嘲弄的笑意 这两个小年轻 还真是不怕死啊 这种时候 还赶来青城山探险 要知道 现在的青城山上 可是出现了A级的凶兽 就算是 他这样一个B级高手 都不敢独自前去 还要找个 级强者来护航才行 而眼前这两个人 一看就是普通人 而且看装扮 连一点野外生存的装备 都没带 显然一点野外生存的经验 都没有 估计就是 年轻人头脑一热 这要是真上了山 那真是要死的 连渣都不剩了 鼓哨暗暗摇头 他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范小军身上 旁边这小子 死了就死了 还带个这么漂亮的妹子 一起去送死 简直是暴殿天物 不行 绝对不能浪费 他思索了一下 舔了舔嘴纯道 可是现在官府 已经把上山的路给封了 你们怎么上去呢 楚明文言也是一漏 他之前 也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上山的主路 都被军队 把控住了 根本没办法上山 虽然凭他现在的底牌 也能在普通军队 面前全身而退 但这是华国的军队 楚明是华国人 自然对华国的军队 十分的敬畏 根本不想和军队产生冲突 华国的军队本身 也是值得敬畏的 保命 更何况 还有九州的人在 他更不能硬闯 见楚明这副模样 鼓哨目光狡黠 勾起一抹计谋 得逞的笑容 小兄弟 不如这样吧 我们恰好 也是去青城山有事 而且我们知道 一条小路可以上山 要不你们 直接跟着 我们一起上去吧 哦 楚明微微一愣 这些人 居然也要上青城山吗 几个鼓舞者一能者 在这种时候 上青城山干什么 而且居然还主动提出 带他们上山 楚明才不相信 对方会对一个 素不相识的人 如此好心 显然是有目的的 他想起刚刚进门时 那个鼓哨 看向范小军的 炙热眼神 瞬间就明白了 对方的想法 楚明心中 暗自发笑 范小军一个 S级顶尖强者 一巴掌 都能把这四个人 给扇死了 这些人 居然还敢 对他有想法 不过 楚明表面上不动声色 不管如何 目前跟着这些人 走小路上山 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于是他装出一副 十分感激的模样 激动道 那好啊 那就麻烦大哥 带我们上山了 真是太感谢了 那你们过来坐吧 我们吃完饭就上山 你们要不要吃点 鼓哨点了点头 然后热情地 招待着楚明 两人坐下 谢谢 我们刚刚吃过早饭 楚明摇头道 对鼓哨头去感激的目光 好吧 那请问你们怎么称呼 鼓哨一脸和善 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 心中却一阵想笑 现在的年轻人 也太好忽悠了吧 随便说几句话 做做样子 就能获得信任 果然是普通人家的小孩 没有经历过 他们大家族里的 明争暗斗 勾心斗角 心思真是单纯 我叫楚明 他叫范小军 楚明憨厚笑道 这位范小姐 是你的 鼓哨看向范小军 露出一个自认为 十分绅士的笑容 询问道 楚明本来想说 范小军是他妹妹来着 但还没开口 范小军就直接将身子 靠在了他的身上 但然道 我是楚明的女朋友 范小军眉头微醋 看都没看鼓哨一眼 显然心中不悦 不想搭理对方 楚明听到这句话 心中顿时狂翻白眼 这妮子完全就是 拿他当挡箭牌来使 算了 几个砸碎 挡就挡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范小军的身子 靠着自己还挺舒服的 哦 女朋友啊 鼓哨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 又和另外两个青年 对视一眼 但却没有失落 还露出了一副 饶有兴趣的表情 鼓哨本来以为 楚明和范小军 要么是姐弟 要么是普通朋友 根本没想过 是男女朋友 毕竟和范小军的颜值比起来 楚明看起来 实在太普通了 但知道两人 是男女朋友后 鼓哨也并不在意 反而兴奋起来 因为她平时最大的爱好 其实就是抢别人的女朋友 通常情况下 因为她的权势太大 那些被抢女朋友的人 最终只会陷入绝望 她非常喜欢那种场面 那种夺人挚爱 又让对方无法反抗的感觉 让她非常痛快 此时 在鼓哨眼里 范小军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了 之后 楚明和几人聊了起来 获得了一些信息 这几个人果然不是川省的人 居然是来自于魔度 那个为首的青年 是魔度一个大家族 古家的嫡系子弟 名叫古显东 而另外两个青年 是古家的庞系 看样子应该是古显东的小弟 至于那个中年人 据那古显东自己介绍 说是他的保镖 名叫吴奎 但楚明却觉得 没这么简单 就算是魔度的大家族 实力地位 远超川省公家 那也不太可能 招募到一个A级顶尖的 异能者 做保镖 这种实力的异能者 多半都被九州收纳了 而且 楚明36点智慧 带来的精神力 能清楚地感觉到 那个吴奎 看向古显东的眼神中 始终带着一丝 极其隐晦的恨意 这其中 怕是还有什么故事 而这些人来青城山的墓地 居然说是要去青城山上一个 叫龙门派的门派 拜师学艺 那龙门派 就是青城山一脉的 鼓舞者建立的门派吧 这古显东一个不到30岁的 B级鼓舞者 放眼望全国 都是天赋一禀了 居然来这种小门派拜师 估计也是看中了青城山 处于灵力潮汐的地界 楚明觉得 自己把对方的目的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而且这些信息 还是很有用的 之前他还有些迷茫 青城山如此之大 要去哪里找那些鼓舞者 但现在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只需要跟着这些人上山就行 接下来的交谈中 古显东一直表现得十分友好 但有一无一间 总是会谈起 他们魔都古家的资产 有多么雄厚 地位有多高 比如他的父亲 也就是古家家主的长子 光是个人资产 居然都达到了千亿以上 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都有一席之地 听到这个楚明 都有些惊讶 不愧是魔都的大家族 要知道 就算是川省公家 这种雄霸一省的大家族 总资产也不过千亿 不过江彦市 倒是出过一个富豪 那就是千达集团的王林健 曾经是全国首富 但王林健貌似 和公家没什么关系 目前人也不在江彦市 很快 古显东几人都吃完了饭 好了 饭吃完了 我们出发吧 古显东站了起来 对着楚明笑道 他的目光 却不停地打量着范小军 之前在吃饭的时候 他不停地 展示自己的家事和权势 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 古显东 本来很有信心 这种未经世事的小女生 在知道自己的家事后 再怎么说 都会高看他一眼 甚至是直接抛弃 自己的男朋友 来倒贴他 但范小军 却就像没听见一样 一直靠在 楚明身上玩着手机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让古显东心生恼怒 十分不悦 他这招 在魔度的圈子里屡试不爽 没想到 在这里 却不受待见 但是他却没有立刻发作 因为他知道 死刑的正事 是去青城山败入门派 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哼 等到了山上 荒郊野岭 我一个臂级鼓舞者 还拿捏不住 你们两个普通人 古显东心中冷笑 表面上 却依旧是一副和颜悦色 温文尔雅的模样 那我们赶紧走吧大哥 楚明也赶紧扶着范小军站了起来 一脸憨厚的笑容 范小军则默默地推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 一行人就坐上了古显东的那辆越野车 因为空间很大 所以坐六个人 也是绰绰有余 车辆在主干道上行驶着 越往青城山里走 树林就愈发地旺盛 有些地方 还能看见数十人 都不能暴拢的参天大树 树冠更是一眼望不到头 这些树木 应该也是受到了灵气的滋养 才能生长得这么巨大吧 楚明在心中暗自想着 这里可是青城山的外围 还没到主峰 按理说是不会出现这么粗壮的树木的 这样看来 青城山上的生物净化速度 应该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车辆在行驶一段距离后 突然拐弯朝路旁的茂密草丛里开去 视野瞬间被杂草覆盖 车窗也被露水打湿 正当楚明疑惑时 车辆已经迅速冲出了草丛 面前豁然开朗 露出一片平坦的草地 下车吧 到了 古显东喊了一声 然后开门下车 其他几人 包括楚明 这条小路他可是花费了大量金钱和人脉才得知的 那个龙门派难不成真的有仙人吗 听起来挺好玩的呀 要不大哥 你顺便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楚明装出一副十分感兴趣的样子 兴奋到 仙人算不上 但都不是普通人 如果小兄弟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 古显东嘴角上扬 这正合他意 只要楚明跟他一起去龙门派 等他办完正事 就可以将范小军据为己有了 那真是太感谢大哥了 楚明一副感激涕灵的模样 范小军在一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太特吗 能演戏了 那两个古显东的小弟 纷纷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相视一笑 他们自然知道自己大哥在打什么算盘 以往在魔度的时候 古显东要是看上了别人的老婆或者女朋友 都是先用自身的权势和金钱勾引对方出轨 如果没成功 那就直接抢抢了 什么残暴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绝望 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一直站在古显东身边沉默寡言的吴奎 此时看向楚明和范小军的眼神 已经戴上了些许怜悯 他知道 这两人的下场一定会很凄惨 恐怕到时候死在荒郊野岭都无人收尸 如果是以前遇到了这种事情 吴奎自认肯定会拔刀相助 但现在的他 妻儿都在古显东手上 这种事情 他也只能冷眼旁观了 别说普通人了 连我一个A级顶尖的异能者 都玩不过古家这位大少 世道不恭啊 吴奎在心中暗自感叹 随后 古显东让他的两个小弟 从越野车的后备箱 拿了一些食物出来 背在身上 然后又让吴奎在前方开路 楚明泽根在几人的身后 正是踏上了上山的路 这条小路泥泞不堪 杂草丛生 又十分陡峭齐驱 普通人攀登起来非常困难 但还好众人 都是C级十里以上的人 又有吴奎在前方开辟杂草 所以行走起来也十分轻松 小兄弟 你们要是爬不了了 就叫我们扶你们一下 前方的古显东 转头看去 顿时目光诧异 他本来以为楚明和范小军 都是普通人 攀登这个 由古武者开辟的小路 会十分困难 到时候 两人走不动了 他就主动去扶范小军 乘机肢体接触 和对方拉近距离 但却见两人爬起山路来 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身后 完全没有掉队的迹象 没事大哥 我们跟得上 楚明抬头一笑 行吧 古显东扭过头去 眉头紧皱 算盘又落空了 让他十分不爽 范小军那绝美的容貌 实在是令他心仰难耐 恨不得现在 马上就对其用强 但正是在前 他必须得先办正事 青城山的海拔 其实并不高 只有1260米 如果走紧去路线的话 普通人三个多小时 就能登顶 龙门派的所在地 据古显东所说 只是在接近山顶的位置 虽然楚明他们走的是 崎岖的小路 但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速度也很快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爬到了山腹的位置 但即使到了山腹 由于这里的树木 也很难看见天空 抬头望去 只能看到 繁密庞大的树枝 盘根错节 只有几缕阳光 能透过树叶 挥洒进来 这些植物 真是大的可怕啊 后方的楚明 低声感叹着 据他所知 天地灵气 是三年前开始复苏的 青城山 处于灵力潮汐 也不过三年而已 植物的一变 已经是如此明显了 要是再过几年 恐怕官府 都瞒不住了 不过 这样看来 青城山的天才地宝 估计也不少 楚明兴奋起来 想着等 会到龙门派后 一定要趁火打劫一番 搞点天才地宝 这样一来 即使不用增气丹 自己的修为 也能突飞猛进 喂 等会帮我杀个人 范小军看了楚明一眼 秀眉微醋 突然低声道 嗯 杀谁 那个古显东 楚明扭头道 废话 那杀比什么心思 你不知道吗 而且这一路上 还不停回头看我 烦死了 范小军一脸厌恶 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不就是个B级的杂碎吗 楚明嘴角上扬 然后突然奇怪道 那你为啥不自己杀 我不想被九州处分 范小军淡然道 哦 索嘎 包在我身上 楚明拍拍胸口道 他也早看那个 古显东不顺眼了 要不是为了让他带路 和伴珠吃虎的话 早就干死他了 这时 前方带路的古显东 一行人的步伐 突然慢了下来 带楚明两人走近后 最前方的吴魁转过头来 陈生说道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 青城山腹地了 这个区域 据说是凶兽 开始出没的地区 大家走慢点 脚步轻一点 注意观察四周 好 古显东点头答应 然后又看向楚明两人 笑道 你们跟紧一点 千万不要掉队了 如果实在累了 我们到前方 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不用 大哥 我们不用休息 楚明连连摆手道 行吧 古显东 打亮了两人一眼 发现两人都没有感觉 太累的样子 心中十分奇怪 两个普通人 是怎么能跟上他们的步伐 还如此轻松呢 但是他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楚明两人 经常运动的关系 楚明此时 也开始仔细地 打亮起四周 思考了一下 然后在脑海中问到系统 这青城山上的凶兽 大概都什么等级了 由于青城山上 原本动物稀少 数量最多的是 藏迷猴 唯一的猛兽 只是为数不多的狼群 进化速度有限 目前普遍在C级实力 最高为普通A级 系统回答道 听到这里 楚明顿时就放松了下来 他现在独业附身 战斗力已经达到了S级 普通的A级 完全无所畏惧 接下来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行走着 途中还翻过了几个陡坡 但一路上 别说凶兽了 连一只松鼠都没看见 奇怪了 难道凶兽都在前山吗 古显东有些疑惑道 估计是吧 毕竟这个地方都没有被封路 而且还是龙门派的下山路 估计凶兽也不太赶来这里 旁边一个小地道 也是这个道理 古显东点了点头 也放松了许多 但就在这时 前方的吴魁突然低喝出声 别说话 看山上 吴魁目光凌冽 身体威攻 死死地盯着山上的一个地方 众人被吓了一跳 纷纷静声 循着吴魁的目光看去 此时已经接近山顶 山顶的气温较低 风比较大 所以这里的植被也少了起来 不再过分地遮挡视线 众人赫然看到 一只浑身幽黑的狼 正助力在山上几十米处 紧紧地盯着他们 这只狼体型十分巨大 身高足足两米 一身黑色的毛发 随风飘摇 尾巴低垂着 双眸里映射出圣人的寒芒 古显东等人 一脸金句地看着那只狼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虽然对方并没有展现出攻击的意图 但他们仍然感受到了 其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这就是凶兽吗 两米高的狼 确实挺吓人的 楚明暗暗则舌 光是这种体型 要是报道出去 那绝对会引起轰动 怪不得官府要封锁这片区域 而且 系统还告诉他 这只狼足足有125点的战斗力 达到了A级 这种实力 恐怕普通枪械 都不一定能对其造成伤害 难怪会出动军队 那只狼战在原地看了一会之后 很快就转身离去 消失在树林之中 幸好走了 古显东松了口气 庆幸道 我们得赶紧到龙门派了 吴奎却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与其十分焦急 一脸担忧道 这恐怕是一条A级实力的狼 虽然不是我的对手 但狼是群居动物 他直接离开 多半是回去叫同伴了 到时候狼群来了 我也无可奈何 我靠 那赶紧走啊 古显东闻言当即色变 连忙催促着众人 向山上爬去 到了龙门派 那里鼓舞者这么多 狼群应该就不敢过来了 古显东 虽然是B级实力 但出生名门 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连野兽都很少见过 更别说 一条两米的巨型凶兽了 他现在已经有些背下破胆了 于是他们又加快了上山速度 一路胆战心惊地 向龙门派走去 不过幸好的是 那只狼并没有找回来 很快 众人都看见了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 有一块平地 修建着一个巨大的建筑 这是一个 看起来修建于 民国时期的大院 大院的大门紧闭 顶上挂着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龙飞凤舞的 五个红色大字 全真龙门派 而大门的两边 站着两个 身穿青色道服的年轻男子 龙门派到了 古显东看见那个建筑 顿时一喜 步伐变得更快 一群人 很快就走到龙门派的大门门口 门口的两个年轻男子 警惕地看着众人 纷纷抽出了配件 其中一人开口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魔都古家的古显东 前来龙门派拜师 之前和你们官长老联系过 古显东眉头一皱 自爆家门 气势瞬间高傲起来 听到这句话 门口两人对视一眼 他们是龙门派的外门弟子 今天轮到他们守门 早上官长老就给他们说过 今天会有魔都的四位贵客 前来拜访 让他们客气相待 于是 两人收回了配件 对着古显东抱拳恭敬道 原来是古公子 试镜了 官长老就在里面 我们带你进去吧 古显东点了点头 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古家少爷的名头 即使到了这里 也同样好使 同时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范小军 想从对方脸上 看到一丝惊现的神情 但范小军的脸上 却依旧十分平淡 古显东的心中 刹那间怒火腾生 他还从来没有 遇到过这种女人 其他女人 在自己展示出 权势和地位后 至少都会有羡慕 和吃惊的表情 这个女人不仅没有 居然还一直不拿正眼看她 哼 真是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等 会你还会不会这么淡定 古显东心里 有些病态的冷笑着 都已经到龙门派 这种山高路远的地方了 等他办完正事 也是时候 该对楚明 范小军两人下手了 两个龙门派弟子 将大门打开 带领着一行人走了进去 入眼处是一片 巨大的练武场 有几十个 身穿道袍的龙门派弟子 正在上面操练着武学 雄厚的 叫喊声不绝于耳 最前方 站着一个一身白色道袍 好手白须的老者 双手背负于身后 腰背鼻挺 一副先锋道鼓的模样 古公子 那位就是我们 龙门派的官长老了 领路的弟子 其中一个恭敬地介绍道 而另一个弟子 已经向那官长 老小跑去 看起来气度不凡啊 不知道 你们这官长 老是什么修为 古显东看了过去 点头询问道 官长老目前 是我们龙门派修为最高的一人 也是第一个 发现灵力复苏 和灵力潮汐的人 前几天修为 刚刚突破五者境后期 也就是世俗里所说的A级 那个弟子 有歇的一道 这么快A级了 古显东闻言 目光一宁 以他之前的情报所知 这位官长 老在一年前 不过堪堪达到B级 没想到 这才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突破到了A级 不愧是处于灵力潮汐处啊 这修炼速度 果然是一日千里 如此一来 我也算是来对地方了 古显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连官长老这种 七老八十的岁数 都能修炼得这么快 古显东相信 以他的天赋 只要在龙门派 前行修炼半年 就足以达到A级实力 也不枉他千里迢迢 从魔都来到江艳市 一行人后边的范小军 听到了这些话 看了楚明一眼 挑眉低声道 喂 你听到没有 龙门派里面都有 级高手了 你还要在这里惹事吗 九州根据楚明 表现出来的实力 大致判断也就A级 最多也就A级巅峰 范小军觉得 要是楚明 和那官长老一对一 还有得打 但龙门派可不止他一人 还有众多弟子 B级的 或许也不在少数 更何况 古显东一行人里 还有个A级巅峰的吴魁 楚明没有回答 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一边好奇地 打量着龙门派的建筑 范小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心想 难道这小子 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另一边 那个弟子 已经走到了官长老面前 和对方说了几句 然后官长老扭头 朝古显东一行人看了一眼 朝他们缓步走来 官长老 古显东抱拳行礼 眼神中却没有丝毫尊敬之色 仿佛只是走个形式 官长老一脸笑容地 看着对方 点了点头 平和道 古公子前来我们龙门派 老夫有失远迎了 虽然古显东 安辈分只是小辈 但对方的身份可比他一个 偏远门派的长老高多了 他自然不敢摆长老架子 无妨 官长老 想必我爸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来龙门派拜师的事情 古显东收回首 淡然道 是的 官长老点了点头 思索了一下开口道 既然如此 老夫就直说了 我知道 一股公子不到三十岁 就突破五者中期的天赋 能到我们龙门派这种 小门派来拜师学艺 其实就是看中了 我们处于灵气潮汐这一点吧 更何况 你们古家也是五道世家 功法五学 也远比我们龙门派要好 老夫也没有什么 能够教你的 既然这样 不如古公子 就屈尊一下 成为龙门派的寄明弟子 老夫会专门给你 安排一处单独的住所 以便你专心修炼 古公子 你看如何 古显东闻言 嘴角上扬 点头道 可以 对他而言 只要能在灵力潮汐处 修炼就行了 什么寄明弟子无所谓 不管是什么弟子 以他古家公子的身份 在龙门派所有人 都会对他恭敬三分 如此甚好 官长老笑着点了点头 接那一个古家的嫡系子弟 对于他们龙门派来说 也是有很多的好处 魔独古家 可是真正的大家族 比起他们的世仇 川省公家不知道 强大了多少倍 这样一来 他们龙门派计划 推翻公家的底气 又多了几分 搞定了古显东后 官长老看向后方的一群人 目光停留在楚明 范小军两人身上 顿时有些奇怪道 古公子 这两位是什么人 之前古显东的父亲 和他联系过 说了来龙门派的是四个人 除了古显东外 还有两个古家 庞系子弟 和一个A级异能者 是个中年人 官长老看衣着 都看得出来 楚明和范小军 两人显然不是古家的人 所以才心生疑惑 哦 这两人啊 古显东回头看向两人 脸色突然就变了 先前装出来的那副 温文尔雅的模样 已经消失不见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目光十分阴冷 既然正事已经办完 范小军下手了 这小子 我不认识 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我 官长老你看着办吧 古显东露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神情 看了一眼官长老 指了指楚明 语气意味深长 大哥 你不是你带我们上来的吗 楚明听到这句话 表情愣了愣 焦急开口 古显东没有回答 只是冷笑更慎 眼神中充斥着高傲 看向楚明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只能随意 捏死的蚂蚁 他已经在想象着 等一会 当着对方的面 把范小军侵犯了 楚明的表情 会有多么绝望 那种感觉 光是想想 都让他血脉膨胀 不认识 官长老眉头一皱 觉得有点不对劲 古显东一行人 都是C级以上的实力 两个不认识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会跟着他们 那个女子呢 官长老看向范小军 又问道 她是我女朋友 古显东露出一抹笑容 稍显变态 女朋友 官长老瞥了古显东一眼 评了评对方的语气 突然明误了 他之前就听说过 这位古家的大少 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喜欢别人的女朋友 和老婆 见到漂亮的 就会想方设法地抢过来 眼前这两个年轻人 大概就是一对 被古显东骗上山的情侣 现在才露出了真正的目的 官长老 这小子擅闯龙门派 你作为一派长老 不处理吗 古显东的一个小弟 也扇风点火起来 等着看两人的好戏 官长老臣撕了一下 对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显然就是等着让他出手 他也不能不给古显东面子 微微叹气后 看向旁边的两个弟子 指向楚明 报喝出声 此人擅闯龙门派 给我把他拿下 是 那两个弟子面面相去 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人明明是 跟着古显东进来的 现在怎么又说 不认识了 但长老的话 他们也不敢违背 只能应答一声 然后静止 向楚明走去 看着两个 朝自己走过来 龙门派弟子 楚明脸上焦急的表情 瞬间一收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淡笑 这古显东总 算是露出真面目了 那他也不必再装了 而古显东和他的两个小弟 正拿着嘲弄的目光 看着楚明 古显东 看着看着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不明白 为什么楚明的表情 突然平淡了下来 而且那个范小军 更是连一点慌张的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 被吓傻了 古显东心中 十分不悦 看不见对方 惊恐害怕的反应 让他感到非常不爽 无法满足 他病态的欲望 他当即癫狂出声 曹尼玛 给我把那个女的眼拿下 然后给我绑起来 好的 两个弟子面面相去 但还是点了点头 连他们长老都卖对方的面子 他们当然不敢反驳 哼 楚明忍不住冷笑一声 这古显东 真是不做死到极致不罢休 眼看两人就要走到面前 楚明也运转起了内力 当即准备出手 这两人只不过是C级 他仅凭舞蹈 也能轻易拿下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却恍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楚明诧异地抬头一看 居然是那个吴魁 这是干什么 保护我 这吴魁不是古显东的保镖吗 楚明有些疑惑 吴魁 你干什么 古显东见到这一幕 面色猛然一沉 死死地看着吴魁 只见吴魁刚毅的面旁 上一阵挣扎 但片刻后 还是坚定下来 目光直视古显东 低沉开口道 鼓手 您说过的 我这次的任务 就是保护你来龙门派 然后您就会放了我的妻儿 现在 你已经安全到龙门派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希望您不要食言 呵呵 我当然不会食言 古显东冷笑一声 上下打量一下吴魁 冷声道 那你现在 又是什么意思 古少 我既然任务完成了 我就不再是您的保镖 我现在想保护这两个人 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吴魁沉声道 他的妻子 其实就是被古显东看上了 然后抢过去的 甚至还顺手抢走了他的儿子 之后 吴魁痛不欲生 下觉醒了A级异能 这才被古显东所利用 吴魁深知 那种失去挚爱的痛苦 所以他并不希望 楚明也经历那种痛苦 呵呵 古显东和两个小弟对视一眼 冷笑连连 半赏后才细血道 你觉得你有资格 和我提条件吗 你还想保人 你的老婆和孩子 都在我手上 你确定要和我作对吗 无输 吴魁文言 顿势沉默了 眉头紧锁 片刻后 他泄气下来 眼神黯淡 转身过去 看向楚明 歉一道 对不住了小兄弟 我尽力了 但无能为力 说完 他就退到了古显东那边 一脸悲凉 在古家这种势力面前 他能明哲保身 就不错了 还想保护别人 确实是一响天开了 古显东见到这一幕 眼底竟是猖狂的笑意 A级巅峰又能怎样 在他面前 就是随意指挥的一条狗 而那两个弟子 看见吴魁走开了 继续向楚明走去 两人的内力 已经开始运转 眼看着就要 对他出手 楚明却像没看见似的 目光认真的 看着那个吴魁 微微点头 道谢一声 谢谢 我记住你了 他从刚才两人的对话中 也大致明白了吴魁的触底 即使如此 对方居然还会站出来 想帮他 楚明游心地觉得 这人不错 嗯 吴魁却愣了一下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年轻人怎么还有 心思道谢 楚明道完谢后 才将目光落到那两个弟子身上 嘴角上扬 下一刻澎湃的内力 猛然爆发 尽数灌入双臂之中 旋即以极快的速度 向两人骤然轰去 破空拳 两人本来以为 楚明就是个普通人 所以根本没什么防备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拳头 在视线中迅速放大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楚明的拳头 直接轰在了两人的脑袋上 两颗头颅 瞬间就像是两个西瓜般 被一拳打爆 鲜血 脑组织头骨碎片 迅速向四周飞溅出去 血腥暴力 惨不忍睹 整个广场 都似乎安静了一刹那 卧槽 骨险东愣了片刻后 当即大叫出声 脸上的冷笑瞬间凝固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骇然 一些脑组织 都飞溅到了他的脸上 黏乎乎的一片 他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哪见过这幅血腥场面 根本来不及思考 胃里一阵翻滚 立马就吐了出来 他的两个小弟 反应也和他如出一辙 这内力 这力量 B级 不到二十岁的B级 吴奎也被吓了一跳 当即退出去数米 那些脑组织 才没有见到他身上 吴奎惊骇不已地 看着远处面带微笑的楚明 目光有些呆滞 上一秒 他还觉得这两个年轻人 要被古显东摧残了 结果居然发生了这样一幕 但很快 吴奎心中再次焦急起来 这楚明就算是B级古武者 也没用啊 龙门派这么多古武者 长老还是A级 现在又杀了龙门派两个弟子 这关长老能善罢甘休吗 古武者 关长老见到这一幕 也当即色变 他本来以为他 这两个弟子都是C级实力 拿下一个普通人 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一招就杀掉了两个C级古武者 这个小子岂不是至少B级 不到二十岁的B级古武者 关长老突然愣住了 他想起了一件事 不久前他的一个清传弟子 和一群外门弟子一起下山 去公家小辈的产业去闹市 结果后来 那些外门弟子 慌忙地回到龙门派 告诉他 他的清传弟子 被公家的一个 不到二十岁的B级古武者给杀了 关长老当时根本不相信 公家 怎么可能会有二十岁不到 就修炼到B级的古武者 别说公家 放眼事件 都不可能有 就算他们龙门派 处于林立潮汐三年 最年轻的B级古武者 也才二十六岁 所以 当时他认为自己的清传弟子 极有可能 是为了权势背叛门派去了公家 让一群人来哄骗他 一怒之下 就将那些外门弟子 给就地处决了 但是现在 关长老突然反应过来 那些外门弟子所说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真的 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是那个杀了他清传弟子的 B级古武者 而且还是公家的人 不仅如此 对方还假装普通人 跟着古显东一群人一起上山 必然是另有目的 一想到这里 关长老心中顿时怒火腾生 看向楚明的眼神中已经充斥着杀意 爆喝出声 公家的畜生 你来我龙门派 究竟有何目点 楚明在打抱两人的狗头后 就和范小军一起 迅速后退了十米 防止飞溅的血液弄到身上 听到关长老的怒吼 楚明抬头看向他 但笑道 哦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我确实是公家的人 既然答应了帮公家 威慑龙门派 楚明自然要以公家的名号 呕吐完的古显东 面色难看地抬起头 看了楚明一眼 眼角直抽 曹尼玛 原来你是公家的鼓者 他当然知道川省公家 也是一个武道世家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个一直看起来 十分憨厚的楚明 居然就是个公家鼓者 而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 B级鼓者 他想起之前 他对自己不到三十岁 就突破B级鼓者的天赋 有多么的引以为豪 现在和楚明比起来 又是多么的垃圾 他又想起刚才一路上 他看楚明那像是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现在才发现 傻子居然是他自己 一种被戏弄的屈辱感 顿时涌上心头 他堂堂鼓家大哨 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曹尼玛 曹尼玛 古显东形似癫狂 指着楚明大骂出声 不要以为你是个B级 就为所欲为了 老子今天非得搞死你 还有你 古显东又指向范小军 恶狠狠地叫道 我曹尼玛 烂壁婊子 老子不把你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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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古 范小军听到这些话 美目一眯 拳头紧握 顿时怒气上冲 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要喷涌而出 楚明脸色也瞬间一沉 一股不知名的怒火疯狂涌动着 目光冰冷地看向古显东 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哼哼 怎么 生气了 古显东看着面色难看的两人 讥讽一笑 然后对着一旁的吴魁大喊道 吴魁 给我弄死他们 不对 男的弄死 女的打断四肢 古显东表情十分阴冷 节节冷笑 吴魁顿时眉头一皱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是真的不想伤害楚明两人 正当他犹豫之时 那个官长老却突然踏出几步 低沉道 古公子 不用你们出手了 这个杂碎 之前杀了我的青传弟子 又是我们龙门派世仇 就交给我处置吧 也好 古显东无所谓 他现在只想看到楚明去死 然后折磨犯小军到生不如死 而此时 练武场上的其他龙门派弟子 看到了自己的两个同门 惨死当场 早就纷纷围了过来 他们都听到了 自己长老说的话 知道这两个人 居然是他们的世仇 公家的人 还杀了他们的 同门师兄弟 一时间所有人都义愤填膺起来 极其不善地看着楚明两人 官长老 打死这两个公家的杂碎 打死公家的杂碎 打死公家杂碎 为师兄报仇 不知道是谁开的口 但仅仅是片刻后 在场的所有龙门派弟子 都高声叫喊起来 打死你妈 楚明忍不住大骂出声 他彻底怒了 自从重生后 他还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 不知为何 古显东辱骂范小军的那些话 就像是一根根刺一样 插进了他的心里 让他难受至极 毒液 楚明当即怒吼一声 我在 毒液似乎是感觉到了楚明的怒火 瞬间苏醒了过来 下一刻 楚明的身形在毒液的包裹下 迅速拔高 气势陡然上升 完全附体 一个高达三米的黑色怪物 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好 毒液发出一声 如野兽般的嘶吼咆哮 震耳欲聋 声音中包含着汹涌的怒火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毒液 古显东脸上 癫狂的表情 再次僵硬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 十米开外的毒液 这是异能吗 这楚明居然还是个异能者 世界上 怎么会有毒液这种异能 异能者 官长老目光凌然 瞬间反应过来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个楚明 居然不止是个鼓舞者 还是个异能者 怪不得 他有底气来龙门派 而那一群 叫喊着要杀了楚明的龙门派弟子 早就惊慌失措地向后方退去 目光骇然 哼 纵使你是异能者 又如何 变身细异能者 也不过B级 加上B级鼓舞者实力 也最多A级 官长老反应过来 当即冷哼一声 毫无畏惧 这种变身 细异能一般来说 只是肉体强大而已 有任何技巧 在鼓舞者的武学面前 往往都要弱上一筹 更何况 他还是A级鼓舞者 官长老直接一步踏出 雄厚的内力瞬间爆发 迅速拔出身后的长剑 只见他的眼中光芒大胜 内力竟然如同实质一般 从体内飘然而出 化成一缕缕青烟 一身道袍无风自舞 眉宇之间先锋道鼓 风火剑 官长老轻贺一声 只见他浑身缭绕的内力 迅速向手中的长剑灌去 一股灵力 纯粹的剑意陡然而生 旋即官长老脚下轻点 整个人腾空而起 手中的长剑 携带着惊人的气势 向毒液的胸膛刺去 身后的一群龙门派弟子 见到这一幕 都是眼前一亮 这一招烽火剑 是雌雄龙虎剑法中的一事 相传是由千年前 祖天师张道林所创 是真正的顶级剑法 而且烽火剑一事 是最重攻击和杀伐的一招 杀伤力惊人 他们没想到 这官长老一出手 就是杀招 这一招 他们相信 就算对方是变身系的异能者 肉体强大 也断然不可能抗下 而官长老心中 也是这样想的 这一招他没有轻敌 直接注入了全部的内力 他觉得 就算是A级顶尖的强者 都不可能挡得下 他这杀伤力惊人的一剑 更别说面前 这个区区B级异能者了 楚明操控着毒液 冷冷地看着 一剑刺来的官长老 眼看着长剑 就要刺到自己的胸膛上 他冷哼一声 直接伸出爪子 正对着剑尖抓去 不知死活 见状 官长老一声冷笑 这家伙居然想凭肉身 接他这一剑 下一刻 长剑猛然刺上毒液的爪子 但官长老想象中的 直接贯穿对方手臂的画面 却没有出现 他只感觉自己的长剑 就像是刺上了一块金刚一般 渐渐冒出一阵耀眼的火花 然后 在他骇然的眼神中 手中的长剑竟是寸寸断裂 而对方的爪子 却毫发无损 S级 官长老面色俱变 瞬间就意识到了 面前的这个怪物 不是B级 也不是A级 对方竟然是S级的异能者 他没有片刻犹豫 当即就要向后退去 但毒液的爪子 却比他的身子更快 直接将其牢牢抓住 A级 就这 毒液的口中 发出楚名侵略的声音 一双惨白的大眼 死死地盯着 被抓在手中的官长老 官长老惊骇欲绝 疯狂地催动着内力 想要挣脱毒液的爪子 但却毫无作用 有话好好说 小兄弟 官长老慌忙开口道 但迎接他的是一张猙獰的大嘴 下一刻 毒液爪子一松 一具无头尸体跌落到地上 练武场上一片死寂 古险东几人 和一众龙门派弟子 一脸惊悚地看着官长老 就这样惨死当场 毒液咀嚼头颅的声音 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令人头皮发麻 死了 官长老死了 跑啊 一众龙门派弟子 在反应过来之后 下意识地 就向后方的围墙处跑去 想要翻墙逃跑 连他们门派 实力最强的人 都不是眼前这个怪物的义合之敌 他们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找死 S级 他是S级 古险东发出一道颤抖的尖叫 整个人都有些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目光中只剩一片惊恐 打死他也想不到 楚明居然会是个S级强者 作为武道大家族的少爷 他当然知道 一个S级的强者 有多么可怕 那已经是几乎超脱凡人的境界 硬抗导弹 手撕装甲 都是轻而易举 是能与军队正面对抗的存在 据他所知 如今偌大的华国 能达到S级实力的强者 有名有姓 不到20个 每一个S级强者都受华国高层密切关注 其中大部分都被收纳进了九州 古险东根本想不到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 还未满20岁的楚明 居然是个S级 这怎么可能 古险东呆滞地站在原地 浑身发颤 高傲得他似乎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自己只不过是想抢一个普通人的女朋友而已 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至于他的那两个小弟 早就跟着那些龙门派弟子 一起翻墙逃跑了 身边只剩下了同样目瞪口呆的吴魁 咕噜 毒液将官长老的头颅咽下 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古险东 楚明冰冷的声音响起 轮到你了 楚明操控着毒液 缓缓地向对方走去 他只感觉一团怒火在心中燃烧 必须要将古险东折磨至死 才能熄灭 看着毒液向自己走来 古险东这才从惊恐中缓过神来 瞬间爆发内力 想要逃跑 但楚明哪会给他机会 双腿猛然发力 化为一道黑影 眨眼间就越过数十米的距离 一爪将古险东握在爪中 曹尼玛 放开我 古险东看着近在眼前的争鸣头颅 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 当即大骂出声 你TM嘴是真脏啊 见对方死到临头了 还在叫骂 楚明冰冷一笑 顿了顿 阴森地开口道 你刚才说要怎么犯小军来着 打断四肢 握曹尼玛 小笔崽子 不要以为你MB是S级就牛逼了 我古家也有S级强者 比你更强 我可是古家大少 你敢杀我 你也活不了 古险东就如同没听见一般 表情猙獰地叫喊着 像急了一条疯狗 楚明目光一寒 当即伸出另一只爪子 捏住古险东的一只胳膊 然后轻轻一扯 啊 古险东瞬间发出一道 犹如杀猪般的凄惨叫声 只见他的整只右手臂 已经被楚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连带着半个肩膀 血肉模糊 鲜血疯狂涌出 楚明将手臂随意一扔 看着对方痛不欲生的表情 心中奇爽紧接着又抓住了对方的右腿 再次连根拔出 古险东再次发出惨叫 血液如喷泉般涌出 失血过多后 很快就萎靡下来 叫不出声了 叫啊 怎么不叫了 你嘴不是很臭吗 楚明细血地看着 已经如同一条死狗般的古险东 十分愉悦 错了 大哥 放过 古险东终于不再嚣张 开始求饶起来 剧烈的疼痛 让他说话都有些困难 好啊 我放过你 但你还有一只手和一条腿呢 强迫正范了 看着不舒服 楚明阴森森地说道 他要将对方的四肢全部拔下 然后放在地上 看着对方痛苦流血而死 一旁的吴葵 骇然地看着 这血腥无比的一幕 不自觉地退后几步 一阵恶心想吐 这年轻人 怎么这么残暴啊 他完全想象不到 这个一直看起来十分憨厚的年轻人 居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 一时间 吴葵看向楚明的眼神 都带上了一丝恐惧 楚明将骨险冬的四肢全部拔下后 将其随手扔到了地上 然后就收回了毒液 他站在原地面带微笑 静静地看着 已经变成一根人棍的骨险冬 对方是一个B级鼓舞者 生命力顽强 即使这样 也得痛苦好一阵才会死 范小军这时也走到了楚明身边 正正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骨险冬 片刻后低声开口道 谢谢 他知道 楚明明明可以直接杀了对方 却要如此折磨 显然是为了给他出气 应该的 想欺负我女朋友 就是这个下场 楚明淡然一笑 我们不是装的吗 范小军秀眉微醋 看着楚明 呃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楚明挠了挠头 善笑两声 这时 毒液却从楚明的肩膀处冒出脑袋 对着一脸奇怪的范小军 就一阵兴奋怪叫 女人 楚明他对你见色起义了 他 曹你妈 楚明大惊失色 直接给了毒液一巴掌 强行将毒液收回了体内 TMD 睡你的觉去 瞎逼逼什么 嗨嗨 楚明尴尬轻壳两声 瞥了范小军一眼 发现对方正拿着一种 非常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顿时更加尴尬了 挠了挠头 只能装作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范小军眨了眨眼睛 嘴角勾起一抹莫名的笑容 想了想 还是转移了话题 没想到你 居然是个S级异能者 文言 楚明顿时得意一笑 嘿嘿 怎么样 歌流避不 变身系的S级 你是第一个 算起来 你应该是华国已知的第15个S级了 范小军点了点头 笑道 确实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但这样一来 九州可必然要拉你加入了 哦 什么意思 楚明眉头一皱 有些诧异 难不成到了S级 九州就要强制征收不成 S级的强者 实力太过强大 一人就能媲美 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 范小军怂怂间解释道 所以 一个不受控制的S级强者 在城市里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对民众和官府的威胁太大了 九州必须要将其收纳管理 嗯 那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楚明点了点头 突然一笑 但我是个好人 我可不会用异能去为非作歹 好人 范小军秀眉一挑 看了一眼地上 还在痛苦挣扎的古显东 似笑非笑道 我没看出来 呃 这不是帮你出气吗 我平时可不这样 楚明善善一笑 然后突然挑眉看向对方 打趣道 怎么了 难不成我不加入九州 你还要强行把我绑过去不成 虽然以现在的实力 他打不过范小军 但楚明相信范小军不会这么做 毕竟他是为了给对方出气 才暴露实力的 果然 范小军闻言沉默了一下 突然转过身去 看向远处的天空 淡然道 我不会对你出手的 但是 不代表别人不会 别人 楚明愣了一下 片刻后 他突然反应过来 你是说九州的其他人 可是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啊 他们已经知道了 范小军一双美眸 冥望着远处的天空 微微摇头道 你刚才散发出来的 属于S级强者的能量 肯定被九州 在青城山的人检测到了 楚明文言 眉毛上挑 他之前就一直怀疑 九州的人 有检测异能者 和异能者等级的能力 没想到还真有 不过无所谓 九州的人知道了又怎样 他要是想走 对方根本留不住他 此时楚明的傀儡 还驾驶着马克三战甲 在千米高空盘旋着 他想要逃跑的话 穿上战甲 两倍音速的速度 没有异能者能追得上他 不过楚明并不打算这样做 马克三战甲 他另有他用 九州这次派遣了 诸多异能者 前来青城山围剿凶兽 光是镜榜上的S级强者 都有三个 现在应该 已经有人来找你了 范小军淡淡说道 撇了一眼楚明 却发现对方一副 毫不紧张的模样 顿时秀眉微醋 奇怪道 你还站着干嘛 不打算跑吗 我还可以帮你拖延一回 干嘛要跑 我还想看看你们九州其他的S级强者呢 楚明淡定自若地摇了摇头 看向对方 不禁笑道 你居然想帮我拖延一回 你可是九州的人啊 你的任务可是监视我 这次你帮我出窃 算是我欠你个人情 我只是想报答你一下而已 范小军说道 哦 你确定不是看我刚才那么帅 你有点异动了 才打算帮我的 楚明调侃一笑 顺势将手靠在对方的肩膀上 窃 要帅也是毒液帅 和你有什么关系 范小军一脸不屑 看都没看楚明一眼 嘴角却微微上扬 也没有将对方的手臂拿开 两人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少年少女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天空 空气中似乎有荷尔蒙的气息涌动 看上去好像还有一丝唯美 嗨嗨 直到一声轻壳声从背后响起 楚明和范小军才猛然回头 只见无魁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 看着两人 他心中只感觉一万匹草泥马在狂奔 他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站在两人旁边 结果这两人就像看不见似的 自顾自地聊天 完全把他晾在一边 哦 无说 差点把你忘了 楚明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随后笑道 谢谢你刚才站出来帮了我们 楚明对这个无魁 还是很有好感的 毕竟对方在自身妻儿 都在古险东手里的情况下 还站出来帮他们说了话 这确实是个好人 没事没事 应该的 无魁连连摇头笑道 虽然他心中吐槽 但表面上可不敢表现出什么 眼前这个小伙子 可是S级异能者 而且 无魁刚刚清楚地 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心中更是震惊 这个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的 漂亮小姑娘 居然还是特殊部门九州的人 并且 对方还是爱监视这个楚明的 那这样一来 这个小姑娘 岂不是也是个S级 无魁此时在心中庆幸 还好刚才古险东 让他对楚明出手的时候 他没有动手 不然恐怕下场 就和那古险东一样了 不过 无数 楚明看了一眼 地上已经没有了 生命迹象的古险东 忽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一皱到 我记得 你说 你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古险东 但他现在已经死了 那你的妻儿 如今 古险东的两个小弟 已经随着龙门派弟子 翻墙逃跑了 可见这位古家大少生死的消息 没有多久 就会传到古家的耳朵里 到时候 古家的人 怎么可能会让吴魁的妻儿活着 唉 吴魁闻言 深深叹气 眼神瞬间就暗淡下来 摇头苦笑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的小兄弟 其实 就算我安全送古险东 到了龙门派 他也大概率不会放了我的妻儿 我只是心存侥幸罢了 吴魁心中很清楚 他这样一个A级顶级异能者 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 古险东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放他走 多半只会继续拿他妻儿做把柄 将他利用到极致 吴叔 我可以帮你 去救出你的妻儿 楚明想了想 突然说道 什么 吴魁愣住了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片刻后 他才反应过来 不可置信道 救我的妻儿 小兄弟 你认真的 吴魁不敢相信 他和对方只不过是一面之缘 最多也就是 帮对方说了几句话而已 怎么可能会帮他这么大的忙 我认真的 楚明郑重点头 顿了顿 又说道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条件 吴魁一听到这句话 心中顿时激动起来 吴魁知道 如果楚明 仅仅是因为他帮对方说了几句话 就会帮自己去救妻儿的话 他肯定不信 但有条件就不一样了 这就说明 对方是真的有这个心 只不过需要自己 帮对方做些什么事 其实吴魁本身就打算着 等会 就立马回魔都 就算拼尽一切 也要尝试 救出自己的妻儿 可是古家 毕竟是真正的武道大世家 有S级的鼓舞者存在 他能成功救出人的几率很小 但如果有楚明 这样一个S级强者帮忙 就不一定了 成功几率能大大提升 于是 吴魁当即向楚明一抱拳 认真道 只要楚公子助我 救出我的妻儿 不管什么条件 我吴某都会尽己所能地完成 绝不失言 嗨 也不是什么大事 楚明笑了笑 我只是希望 吴叔能够加入我的组织 在对方站出来 帮自己说话的时候 楚明就有了这个想法 对方一个A级顶尖的异能者 只需要使用一个基因药剂 就能飙升成为S级顶尖强者 而且 吴魁人品也不错 这种人加入组织 楚明稍微也放心 组织 吴魁又是一愣 他还以为 楚明会让他做多难的事情 没想到 就是加入组织这么简单 而且 加入一个S级强者的组织 对他来说 也完全没有坏处 于是他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这个没问题 吴某愿意为楚公子效力 组织 什么组织 一旁的范小军 听到这话却梦了 他怎么不知道 楚明还有什么组织 嘿嘿 想不到吧 楚明得意地看向范小军 他特别喜欢看到范小军 那副猛逼的模样 十分的呆萌 你什么时候有的组织 华国除了九州 蓝不成还有其他异能者组织 范小军秀眉一簇 惊疑不定地看着楚明 以前有没有不知道 但现在有了 楚明黑黑一笑 得意洋洋道 本人 楚明 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 总有一天 我会把组织发扬光大 比见你们九州 吴魁听到这句话 差点没站稳 一脸猛逼地看着楚明 还以为多牛逼的组织呢 敢请您这组织 是刚刚才建立的 还想比肩九州 你怎么不上天呢 算了 只要能帮我救出妻女就行 管他 加入的什么破烂组织 吴魁默默摇头 破 范小军更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好笑地看着楚明 搞半天 原来是这小子在这里做白日梦吗 还想建立个比肩九州的组织 就凭他一个S级的异能者呀 想什么呢 他们九州 能屹立在所有异能者 和鼓舞者之上的 靠的可是实力 九州除了镜榜上的 一众巅峰S级强者之外 还有着上百个A级高手 B级更是数不胜数 更何况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他们九州 还有着一位S级以上的异能者存在 这就是九州 站在异能界 和武道界顶峰的底气 曾经也不是没有人 想成立一个 像九州一样的异能者组织 但最终 都是一些乌合之重吧了 很快就被九州收编了 光凭楚明这样一个 刚刚达到S级的异能者 怎么可能创建出什么 强大的组织呢 范小军觉得楚明就是在搞笑 切 不信算了 你等着瞧 楚明知道范小军不信 但他无所谓 虽然现在他的组织 才刚刚成立 也就区区几个异能者 但楚明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 他相信自己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这个组织 提升到比肩九州 甚至超越九州的存在 毕竟他从众生 回来到现在 才不到两个星期 就从一个战斗力四点的普通人 成为了一个S级的强者 而这仅仅只是 刚刚起步而已 好好好 我信我信 范小军忍住了笑意 然后调侃道 那不知道楚少爷的组织 叫什么名字呢 楚明一愣 对哈 他还没有想好组织的名字呢 叫什么呢 总不能真叫 复仇者联盟吧 这组织取名 也得有逼格一些 就像九州一样 总不能比对方差了 楚明沉思了一会 突然灵光一闪 傲然道 我的组织 就取名曙光吧 曙光 这名字挺不错啊 范小军美目含笑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楚明 正当他打算 在调侃楚明几句时 却突然秀眉 紧促起来 猛然转头 向天边看去 楚明和吴奎两人健壮 也随着对方的目光看去 只见 天空中有两道流光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三人飞来 一道是青色 一道是金色 即使在白天 这两道流光 也格外地耀眼 这是 你们的人来了 楚明眉头一挑 瞥向范小军 这两道流光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九州的人来找他了 只是 楚明看着那道青色的流光 感觉有点眼熟 范小军点了点头 双眼微眯 这是八号和十号 没想到 他们两个都来了 居然这么看得起你 八号 十号 楚明一愣 顿时反应过来 这十号不就是那天晚上 他穿着马克三战甲 偷溜出去的那天 遇到的那个沐原宴吗 怪不得这么眼熟 范小军打量了楚明一眼 你确定你有办法跑掉 他们可都是S级巅峰的异能者 而且 我在他们面前 也不可能表现得太放水 切 我怕个毛啊 楚明耸了耸肩 无所畏惧 同时 他在脑海中 控制着空中的傀儡 操控着马克三战甲 瞬间爆发出极限速度 以两倍因素 向江燕市市区飞去 因为傀儡离开楚明一公里距离 一个小时后 就会自动收回 所以之前 他一直让傀儡驾驶 马克三战甲待在空中 现在 让傀儡飞回江燕市市区 也完全不晚 两倍因素什么概念 680米每秒 而青城山到江燕市市区 是15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只要22秒 马克三战甲 就能到达市区 傀儡有充足的时间 给楚明办事 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底气 范小军诧异地看着楚明 其实他心中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毕竟就算把楚明带回九州 九州又不会拿他怎么样 只是让楚明加入组织而已 片刻后 天边的那两道流光 飞到了龙门派的上空 两个青年的身形 显现出来 一人身着 一袭月白色长袍 一头银色长发 随风飘动 妖艺俊美的脸庞上 挂着一丝淡笑 副手而立于一把三米长的古剑之上 一股锋利纯粹的剑道气息飘渺而出 而另一人 金发蓝眸 面旁如同刀削斧斗般 英俊硬朗 身穿一副金红色的铠甲 他手中持着一把形似十字架的金色长剑 背后四副金光闪烁的巨大羽翼缓缓煽动 使他凭空战力 整个人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辉 叮 请告 请告 出现两名S级强者 不可匹敌 不可匹敌 楚明的脑海中 系统的警告声轰然乍响 打量着空中的两人 那个妖艺青年他已经见过了 是九州的竞榜第十 代号十号 亦能是剑仙之躯 战斗力268点 楚明的目光 主要集中在那个生有金色羽翼的青年 眼中有一丝惊艳 对方这个形象 太像西方传说中的赤天使了 系统 说一下对方的信息 楚明在脑海中说道 江小 九州竞榜第八 代号八号 战斗力298点 S级巅峰 亦能赤天使之力 果然是赤天使啊 这哥们帅啊 九州的人都这么的帅吗 楚明在心中嘖嘖称奇 他都怀疑 九州的异能者 可能都是番茄的读者老爷 不然为什么一个个 研制这么高 更让楚明惊讶的是 对方的战斗力 居然已经达到了298点 几乎只差林门一脚 就踏出了S级的300点战斗力极限 达到更高的层次 最恐怖的是 这298点战斗力 都已经是S级巅峰了 对方在近榜上 居然才排行第八 那前面的7个是什么东西 岂不是已经超过了S级 不是说近榜上的12人 都是S级吗 楚明一时有些惊诧了 这时 空中的沐渊燕 看向范小军 突然挥舞起手臂 一脸激动地叫道 九号姐姐 小元 范小军对着她微微一笑 楚明在一旁 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沐渊燕 居然叫范小军姐姐 范小军才18 9岁吧 那沐渊燕 看着都至少20来岁了 怎么会这么称呼 姐姐 难道是某种逆称 那还挺亲密的 喂 你们什么关系 楚明眉头一皱 用肩膀碰了碰旁边的范小军 心中有股莫名的不舒服 啊 他就是我弟弟啊 范小军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 楚明那一脸别扭的表情 顿时反应过来 是对方误会了 不由地吃笑一声 你别看他现在 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 其实这是 他使用异能之后的模样 小元原本只是一个 15岁的小孩子而已了 嗯 这样 那没事了 楚明眼角一抽 有些无语 这见仙之躯一能 还带能让人变成熟的 哦 怎么 你不会吃醋了吧 范小军似笑非笑地看着楚明 啥 你开什么玩笑 我吃你的醋 你想多了吧你 我只是好奇 楚明当即怪叫起来 连连否认 你就是楚明 空中的江小突然开口了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楚明 表情冷漠 一股自然而然的威严气息 扑面而来 楚明文言 抬头看去 顿时眉头一挑 轻笑道 对啊 我就是 怎么了 沐原燕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兴奋开口道 原来你就是毒业哥哥呀 你的毒业呢 能不能便出来给我看看 小元 现在 是在工作 江小眉头一皱 呵斥道 哦 沐原燕嘴巴一撅 一副 委屈巴巴的模样 不敢再开口了 其实 九州刚才检测到楚明散发出来的S级能量 本来是只派了江小一个人过来的 但当后面得知这个S级异能者 大概率就是那个 拥有毒业异能的楚明时 沐原燕就死皮赖脸的 要跟着江小一起过来 沐原燕 可是一个漫威迷 再加上年纪上小 自从上次遇到那个钢铁侠的异能者之后 他就对那个 同属漫威的毒业异能者 充满了兴趣 这次一看有机会见到了 他当然要过来看看 更何况 他找了这么久 都没找到的九号姐姐 也在这里呢 江小也拗不过他 就勉强将其带来了 楚明饶有兴趣地看着沐原燕 知道对方的年纪不大后 他也理解了 对方那天晚上想要 和他的马克三战甲拍照的心思了 江小呵斥完沐原燕后 顿了顿 才继续看向楚明 冷声道 S级异能者 楚明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一号要见你 虽然江小的话 看似很客气 但却带着一股 不容置疑的威严气息 一号 楚明有些疑惑 一号就是近榜第一 也是我们九州的老大 范小军在一旁低声解释道 哦 楚明点点头 然后突然嘴角上扬 细写道 那如果我拒绝呢 文言 江小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漠然地看着楚明 身躯之上金光大盛 一股充斥着威严 和神圣的气势 陡然向楚明压迫而来 我会强制你前却 江小默然出声 强制我前却 楚明眼睛一眯 冷笑一声 这个江小 还真是霸道 江小 你这样做不合规矩吧 范小军 也是有些不悦地看向江小 沐元燕 也微微诧异地看了一眼江小 按理说 九州虽然不想一个S级强者 不受他们控制 但一般来说 都不会强制对方加入 而是用九州的 高福利来说服对方 毕竟华国已知的S级强者 之前有14人 九州只收纳了12人 还有两人也没有加入九州 只是处于九州的监视中 他们老大这次 让他们来找楚明 虽说是下了死命令 必须要带楚明回九州 但也说了 必须要态度友好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用强 可是这江小 怎么还没说两句 就想着用强制手段了呢 沐元燕有点迷惑 江小听到范小军的话 看向了他 原本冷漠的面庞上 竟是戴上了些许柔和 小军 一号可是下了死命令 要带这个楚明回去 我也是秉公行事 秉公行事 老大是让你这样办事的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范小军面色微寒 冷眼看着江小 其实 这个江小一直以来 也是他的爱慕者 只不过这个人 为人比较冷漠严肃 平时在九州 也没怎么表现出来 但范小军 一直都明白对方的心思 但他对江小 一点感觉都没有 也懒得说破 而这次 对方一来就想要 对楚明用强 显然是看出来了 他和楚明的关系不一般 想要拿楚明泄分 这明显就是公报私仇 你知道 你这样做 会骄傲一个 S级异能者吗 范小军目光冰冷 小军 你这是在帮他说话吗 你要记住 你是九州的人 而且 你只是个分身 你的任务 也只是监视他而已 江小的面色 再次冷漠下来 寒声道 况且 这个楚明的能量波动 也只不过是 堪堪达到S级 我个人觉得 他还没有资格 加入九州 排入竞榜 我知道 我只是个分身 但我有自己的思维 不要你提醒 听到这句话 范小军如同一只 被踩到了尾巴的猫 语气瞬间暴躁起来 还有 楚明的实力 能不能进入竞榜 不是你说了算 是老大说了算 江小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范小军会是这个反应 但他只是淡淡点头 看向楚明道 我知道 但我也相信 就算是一号 也不会认可他的实力 毕竟他只是个 变身系异能者而已 江小对楚明的实力 十分不屑 九州进榜的12位 S级强者 至少都是S级顶尖 而楚明 仅仅只是堪堪跨入了 S级的门槛罢了 更何况 楚明的异能 还是变身系的 变身系的异能 是九州公认的 最弱的异能 因为这种异能 往往实力不超过A级 最主要的还是 变身系的异能者 只拥有强大的肉体和蛮力 没有任何的法术能力 和远程攻击 即使突破了S级 又能怎样 肉体再强大又如何 只要你是个探机生物 在强大的热武器面前 同样不堪一击 现如今 人类的武器 可没这么简单 楚明或许能轻易 抗下手枪 步枪的子弹 勉强能抗下穿甲鞠鸡弹 但绝对抗不下一发 RPG火箭筒 而江小 他曾经做过试验 仅仅只是凭借着他自身散发出的赤天使光辉的保护 就能再多没RPG的轰炸下 毫发无损 所以 他有资格瞧不起楚明 楚明此时 却没有管江小在说什么 他正正地看着 旁边瞠目切齿的范小军 有点猛 范小军之前一直都是一副没头没脑 有点呆呆的模样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对方生过气 怎么呢江小 只是一句话 就让他生气了 喂 你怎么了 楚明小心翼翼地 碰了碰他的肩膀 别碰我 范小军称喝一声 一脸气鼓鼓地扭过头去 楚明一头问好 不明所以的摸了摸脑袋 这是啥情况 不是我惹的你 你吼我干嘛 楚明再次轻轻碰了碰范小军 范小军却没有理他 生着闷气 只不过 两人的行为 放在江小眼里 却多多少少有点打情骂靠的意思 他的脸色瞬间就拉了下来 爆和出声 楚明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跟我们走 要不然 我就要动手了 楚明抬头看去 眉头紧锁 双眸中 寒芒涌现 他虽然不知道 范小军为什么生气 但他知道 是这个江小说的话 让范小军生气的 心中刹那间 木火生疼 TMD S级巅峰了不起啊 老子今天还非要干你了 系统 给我使用增气单 楚明当即在脑海中爆和 定 增气单已使用 宿主当前境界 五者境后期 距离下一个境界 还有30天 恭喜宿主 突破五者境后期 获得属性点40点 之前楚明距离五者后期境界 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 所以他就没打算用增气单 因为突破境界后 自动修炼时间会刷新 并不会减少 后续的修炼时间 增气单能减少五天的 自动修炼时间 现在用的话 就只能减少两天时间 直接亏了三天 毕竟增气单本身 还是比较稀有的 楚明上次抽了一百次奖 也才抽到两颗 他才不想浪费 但是现在 楚明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现在只想干那个僵小 在心中 这计算了一下 楚明把35点属性点 加到了战斗力上 剩下的5点 加到了智慧上 这样一来 他的战斗力 就达到了99点 毒液附体 翻3.2倍 就是316点左右的战斗力 直接突破了S级 再加上楚明修炼的 风神宇宙顶级功法 8 九旋功 实力远比面板强大 对付一个298点战斗力的僵小 绰绰有余了 更何况 他依旧还有后手 空中的江小 见楚明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半天都没有说话 哼 真以为我不敢动手不成 江小的眼神彻底冷漠 举起了手中 那把如十字架般的金色长剑 璀璨的金红色光芒 在长剑上绽放 神圣纯粹的气息扑面而来 江小身后 四肢巨大的羽翼扇动起来 反射着金属的光芒 楚明 你将接受审判 此时他整个人宛如一位 高高在上的天神 目光灼灼地俯视着楚明 低沉开口 声音如银唱般 传进所有人的耳朵 高贵 神圣 不容反抗 审批你马 终二病啊杀别 楚明直接破口大骂 范小军目光一凝 他也没想到 江小居然真的打算动手了 当即也顾不上生气了 伸出手 直接将楚明护到身后 死死地看着江小 下一刻 他的眼眸转化为纯黑 一缕缕黑色的暗影 如烟般从他的体内涌出 转瞬间化为一把长达五米的黑色镰刀 范小军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 现在的他 犹如一个从深渊里走出的妖魅 充斥着一股诡异的美艳之感 楚明正正地看着他 他也是第一次看见 范小军 完全使用异能的形态 这模样着实让他有些惊艳 小军 你确定要护着他 江小的面色陡然变得极其难看 饶是以他盛光洗礼的庄严星星 看到自己爱慕的女子 挡在别的男人面前 也不免生起怒气 你违反了九州的规矩 范小军语气冰冷 漆黑的眼眸里已经看不出情绪 两股强大 却又截然相反的力量 互相对峙着 空气中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 此时场上的几人中 最猛逼的 还是吴奎和沐元燕 吴奎此时早已退出去了几十米 金亥玉觉得看着这边 TMD四个S级强者 这要是真打起来 只要波及到他一点 都能给他打得灰都不剩了 至于沐元燕 他愣愣地站在巨剑上 看了看江小 又看了看范小军 人都傻了 他到现在都没明白 为什么往常一向 循规蹈矩的江小慧 一来就想对楚明出手 为什么范小军 又会维护那个楚明 他们要是真打起来 我帮谁 沐元燕苦恼了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决定等会帮范小军 毕竟九号姐姐和他的关系 要好很多 楚明站在范小军的背后 默默地看着他 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容 对方能站出来维护他 他还是很欣慰的 但他楚明 怎么能让女人保护呢 他伸出手拍了拍范小军的肩膀 淡然道 好了 我来吧 文言 范小军扭头过来 袖眉微醋 你来 你来什么 别逞能了 等会我叫小元一起拖住江小 你赶紧走 你这样当当到S级门槛的实力 你不会还想跟江小打吧 同为九州近榜 范小军非常清楚江小的实力 对方的赤天使之力 放在九州都是非常顶尖的异能 而且还是 为数不多的 在觉醒异能时 能获得天赋武器的异能者 江小手中的金红色十字架长剑 就是他的天赋武器 名为米加勒之剑 极其强大 范小军就曾经见过对方全力斩下的一剑 那等恐怖威能 完全看比导弹 再加上米加勒之剑 具有审批之力 极其克制他的暗影之力异能 范小军根本就拦不住他多久 就算是和沐渊燕合力 也完全不是对手 他不明白 楚明到底是哪来的底气说 这个话的 嘿 你还瞧不起我 楚明眉毛一挑 直接一转身就走到了范小军的面前 一脸轻挑地摆了摆手 不就是个大扑伦额子吗 给他一巴掌就解决了 你说什么 江小金光缭绕的双眸一眯 看向楚明的眼神 陡然涌现出一丝杀意 下一刻 他双手握着十字架长剑的剑柄 猛然举过头顶 剑身筋芒大胜 江小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 亵渎赤天使语意 当斩 草 你干什么 快跑啊 范小军面色俱变 直接爆出了粗口 连忙伸手 就要去拉楚明 他知道楚明那句话 已经彻底激怒江小了 这一剑 对方可能都没有留守 楚明根本看不下这一剑 你干什么 九号姐姐 还在下面呢 空中的沐原燕 看到这一幕也慌了 大叫一声 他只是一道分身而已 小军不会说我什么的 江小不管不顾 继续蓄力着手中的一击 沐原燕一咬牙 当即双手掐出一个法掘 一道道青色的长剑虚影 在他周身凭空浮现 旋即他虚空一指 只见那一柄柄长剑 瞬间化为一条溪流 朝着江小手中的金色暴射而去 但长剑溪流还未到 江小手中的米加勒之剑 已经斩下 一道长达三米的剑芒 朝着楚明击射而去 剑芒由极其耀眼的金光构成 蕴含着恐怖又纯净的力量 接受米加勒的审批吧 江小轻声吟唱 目光直视楚明 一片漠然 沐原燕的那条长剑溪流 此时已经击中了江小 但都被对方周身散发出来的 金色光辉给挡住了 连身子都没有晃一下 赤天使的光辉 连RPG导弹都能抗下的护身能力 沐原燕这一招 根本连防都破不了 楚明看着那道巨大的剑芒朝自己披来 眼中毫无波澜 只是一声冷笑 轻贺一声 毒液 下一刻 毒液迅速冒出体内 将其包裹 完全附体 楚明转身将范小军护在了身下 打算用背部硬抗这一击 而此时 范小军眼眸中的漆黑已经退去 当他看见江小斩下这一剑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绝望了 他的能力完全被对方所克制 在这一剑之下 楚明可能都不会死 但他必死无疑 审批之力 对他来说就是致命毒药 用不用异能 已经无所谓了 用了只会死得更快 范小军正正地看了一眼毒液 凄惨一笑 分身的命果然不重要啊 他并不相信 楚明能抗下这一剑 瞎几把说什么 你又死不了 楚明无语的声音 从毒液口中传出 他紧紧地将对方揽在怀中 下一刻 一阵疼痛袭来 那道剑芒 已经结结实实地 披在了毒液的后背上 沐原燕呆滞地 看着下方剑芒劈重的地方 那里已经掀起了一片尘埃 将他的视野全部遮蔽 你怎么能这样 我必须要告诉老大 沐原燕指着江小 一脸悲伤的大吼道 浑身都在颤抖 双眼泛红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江小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默然地看着下方的尘埃 他亲眼看到 金芒已经劈到了毒液的身上 他这一剑 其实只用了七成的力量 他觉得 大概率是杀不死楚明 只会让对方重伤 毕竟一号下达了死命令 要带楚明去见他 江小也不敢杀死楚明 违背对方的话 但范小军的这道分身 是必死无疑了 江小也不怕范小军本体的怪罪 对方的分身异能 只需要消耗很小的精力 就能制造一个分身 损失一个分身对范小军而已 并不算什么大事 最多就是说江小两句 小元 你还小 你不懂 江小这才看了一眼沐原燕 然后摇了摇头 情敌这种东西 不给点教训 怎么行呢 一个低级的变身细异能者 怎么有资格看上范小军呢 哪怕是一个分身也不行 沐原燕却不服 双眼通红地指着江小吼道 你等着吧 我一定要叫老大收拾你 他虽然年纪小 但也不傻 他知道江小这种做法 一定是不对的 而且根本不符合九州的规章制度 说完 沐原燕转身就打算操控着巨剑离开 江小毫不在意对方的话 只是默然地看着下方的练武场 等待尘土消散 将楚明带回去 他当然知道 自己这样做会被九州处罚 但是他不在乎 他一个九州的中流砥柱 即使犯了错又怎么样 一号就算要处罚他 也不会太重 而炼无常远处的吴奎 此时已经快被 吓得魂飞魄散了 惊恐万壮地看着那片飞扬的尘土 颤抖得喃喃自语 楚公子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他一直站在下方 所以对那道剑芒的感受 无比清晰 那种恐怖的威力 吴奎觉得 如果让他碰上一丝 恐怕会直接当场气化 连一根毛都找不到 楚公子能抗住吗 他要是死了 我怎么去救齐儿 吴奎心中悲痛 这好不容易燃起的一丝希望 难不成就这样熄灭了 好 就在这时 一道震耳欲聋 如野兽般的嘶吼声 从尘土中传出 江小当即色变 莫然的表情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惊诧出声 他怎么可能还能吼出来 在他的预料中 他这一见下去 楚明必然是重伤 即使没有昏迷 那也是奄奄一息 怎么可能会发出这种 中气十足的吼声 沐原燕也猛然回过头来 震惊地 看向那一片尘土 只见尘土缓缓散去 一道黑色的巨大身影 赫然展现在几人面前 正是毒液 毒液此时依然背对着江小 背部有着一条清晰可见的剑痕 此时正在迅速愈合 很快就恢复如初 而范小军半跪在毒液身下 娇艳的脸庞上 此时已经苍白一片 嘴角一出鲜血 美目死死地看着毒液 充斥着困惑 惊疑和震惊 楚明看着这副凄惨模样的范小军 心中涌出一丝心疼 刚才剑芒劈到 他身上的时候 除了疼痛 楚明还感觉到 一股神圣庄严的气息 瞬间充斥在他的周围 而范小军在这股气息之下 表现得无比的痛苦 就如同被烈火焚烧一般 幸好毒液的身形够大 挡住了全部的剑芒 如果有一丝落在范小军身上 他恐怕会当场香消玉玉 楚明 你没事 范小军震惊了半嗓 才开口问道 声音极其虚弱 楚明摇了摇头 他想了想 让系统拿出了一颗零元丹 递给了他 柔声道 别说话了 你把这个吃了 好 范小军点点头 正正地从毒液的爪子里 拿下一颗青绿色的药丸 没有犹豫 直接放进了嘴里 他没有问楚明 这是什么东西 刚刚从生死边缘回来的他 已经难以思考了 范小军只知道 楚明现在不会害他 楚明见他把零元丹吃下 这才缓缓地转过身子 目光冰冷地看向天空中的江小 杀意已经沸腾 8号是吧 你对我出手也就罢了 范小军同为你们九州的人 你居然对他下死手 毒液口中传出楚明冰冷的声音 蕴含着即将狂暴的怒意 楚明已经意识到了 这江小 分明就是没有顾及范小军的死活 江小听到这句话 才从警察中缓过神来 双眼微眯 仔细地打亮了一眼下方的毒液 皱眉道 你不是普通的S级 普通的S怎么可能挡得下 他七成力量挥出的那一件 而且看起来居然还如此的轻松 还能将范小军保护下来 这个楚明 必然是S级巅峰 江小心中凝然 他没想到 这个楚明居然隐藏了 自身散发的异能者能量 连他们九州的检测仪器都欺骗了 你特么管我什么节 我问你为什么要对范小军下手 楚明再次爆和出声 他只不过是个小军的分身而已 死了就死了 小军又不会在意 江小无所谓的挑眉道 卧槽你马 你他妈给我死 楚明瞬间破防 他感觉浑身的血液 都被怒火燃烧到沸腾 下一刻 楚明双腿猛然发力 一跃而起十几米 瞬间就冲到了江小面前 又找朝着对方猛然抓去 赤天使的光辉 江小见楚明突然袭来 不闪不闭 只是轻声吟唱一句 直接他周身原本就散发着的金色光辉 在他的吟唱之下 光芒更盛 整个人就如同一抹药日般耀眼 江小冷漠地看着飞升而来的毒液 心中不屑 就算这楚明是S级巅峰又如何 他这赤天使的光辉的护身能力 连RPG火箭筒的轰炸都能轻松抗下 一个只有蛮力的异能者 能耐他何 恐怕光是这光芒中蕴含着的审批之力 都能让对方再次受伤 楚明也感受到了 那光芒中蕴含着的能量 但却不管不顾 毅然全力一找击打在上面 爪子与光芒交汇 楚明瞬间感觉一股疼痛袭来 毒液都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吼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毒液的爪子已经骨折了几根 但还好 毒液有自愈能力 只是瞬间疼痛就尽数消失 而那光芒 在楚明的轰击下 也如同一面镜子一般 被毒液的爪子击打得破碎开了 瞬间化为无数光点消散开来 而毒液的爪子于是不减 直直地朝着江小的身上抓去 这不可能 江小冷漠的表情瞬间变化 瞳孔猛缩 他对赤天使的光辉过于自信 没有丝毫防备的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毒液的爪子 抓到他的身上 刺了 毒液的爪子 狠狠地抓在江小的金红色盔甲之上 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 江小当即慌忙地 想要举起手中的米加勒之剑反击 但楚明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伸出爪子 将其死死地握在手中 然后猛然朝地上坠去 轰得一声巨响 楚明平稳落地 旋即将沼中 还在不断挣扎的江小 狠狠地朝着练武场的地面 按去 沙石铸成的地面 瞬间被巨大的力量 按出一个大洞 江小此时如同一条死狗一样 被楚明死死地按在地面上 鼻青脸肿 唯一的弱点就是肉身极其脆弱 一旦被击破防御 在同等级的强者面前 完全就是任人宰割 一切发生得太快 江小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干猛逼了 你 你是SS级 江小惊骇地看着毒液 面旁上哪还有之前的漠然 早已是满脸惶恐 我说了 一个扑伦额子而已 一巴掌就能拍死 你还不服 楚明没有理会江小的震惊 他心中的怒火 还没有完全发泄 冷笑着一爪握住江小背后的 四肢黄羽翼 然后猛然发力 将其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江小的背部 瞬间出现四个血窟窿 血液跟不要钱似的 疯狂涌出 而这血液 竟然都是金色的 啊 剧烈的疼痛 让江小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嘶吼 没了翅膀的扑伦额子 看起来顺眼多了 楚明阴森一笑 心中十分痛快 然后将江小和他的翅膀 随意地丢在地上 我的羽翼 摔在地上的江小 完全不顾背上的伤势 疯狂地向自己的羽翼爬去 一脸的悲痛欲绝 我靠 太残暴了 空中的沐原燕 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 面旁下的煞白 战战兢兢地悬浮在空中 他怎么也没想到 楚明的实力 居然如此之强 连S级巅峰的江小 居然都真的被对方一巴掌 给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还被扯下了羽翼 这种实力 必定是SS级的顶尖强者了 我靠 SS级啊 他怎么可能会是SS级啊 沐原燕正正地喃喃自语 完全不敢相信 目前在九州的情报网中 整个华国的SS级强者 都只有一人 那就是九州的领导者 静绑地 一号 这样一来 楚明就是华国第二个SS级强者了 一个变身戏异能 就算是毒液 也不该这么强啊 沐原燕震惊无比 完全不能理解 地面上 范小军此时缓缓地 走到楚明身旁 吃下林元丹的他 面色已经恢复了红润 状态好了很多 范小军心中十分惊讶和疑惑 他刚才的状态 其实已经处于冰死之际了 但吃下楚明给他的那颗药丸之后 居然只是不到一分钟 伤势就完全恢复 他记得 这颗药丸 楚明在公家的宴会上拿出来过 说是可以治疗功劳的肺癌 他当时根本就不信 但是现在 范小军有点信了 连这么严重的伤势 都能被这药丸轻易治疗 说不定 肺癌真的能治呢 楚明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处处都充满着神奇 范小军心中疑惑 对楚明充满了好奇 他走了过去 看了一眼楚明 又看了一眼 地上正抱着羽翼 已经痛哭流涕的江小 忍不住嘖嘖摇头 这一下他算是废了 楚明收回了毒液 化为人形 听到范小军的话奇怪道 哦 这话怎么说 江小异能的所有力量 都来自于他的赤天使羽翼之中 现在你把他的羽翼给拔了 他几乎就是个废人了 范小军笑了笑 解释道 这样啊 从S级巅峰变成普通人 那确实挺惨的 楚明怜悯地看了江小一眼 可怜道 要不直接杀了 算了吧 太残忍了 范小军摇了摇头 平静道 还是等他多感受一下痛苦 再杀吧 也是 有道理 楚明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痛哭流涕的江小 听到两人的话 猛然一愣 惊恐万壮地看着两人 这特么说的是人话吗 给个痛快好吗 楚明看着江小的这副表情 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突然看向范小军 打亮了对方一眼 想了想 迟疑地开口问道 你对我的实力 怎么不震惊了 范小军文言 直接翻了个白眼 我早就骂了 他确实已经骂了 楚明的实力 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 最开始 范小军以为他 只是个普通的B级 变身系异能者 结果后边楚明 又多出了一个 B级巅峰鼓舞者的身份 再后来 又直接变成了S级异能者 本来以为这样就顶天了 结果 现在楚明又展示出来 SS级的实力 这谁不麻 你来你也麻 现在就算是楚明 表现出再高的实力 范小军也懒得震惊了 吴魁也从远处跑了过来 满脸兴奋地看着楚明 楚公子 原来你是SS级的实力啊 他在看见楚明轻而易举地 就拿下江小时 先是震惊了一阵 随后就立马兴奋起来 楚明的实力如此强大 那岂不是很容易的 就能帮他救出妻儿 范小军在一旁沉默了一下 突然想到了什么 秀眉微醋 楚明 你刚才的SS级异能能量波动 肯定已经被九州检测到了 你现在得赶紧离开了 哦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又不怕他们 楚明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不为所动 我知道你 SS级的实力很强 整个九州 也只有老大能打得过你 但是青城山 现在可不只有九州的人 还有军队 在军队面前 你也扛不住的 范小军担忧地看着楚明 你现在已经废了江小 甚至还打算杀了他 而他是九州的中流砥柱 老大是不会放过你的 估计不惜一切代价 都会杀了你 明明是他先动手的 那一件 他分明起了杀心 如果我真是普通的S级 恐怕不死也是重伤 而且 你也是必死无疑 楚明冷哼一声 难道你们的老大 就这样不明便是非吗 虽然算是江小的错 但他毕竟是九州的人 你一个外人杀了九州的异能者 传出去必然会影响九州的威信 老大不可能不杀了你 范小军摇头说道 吴魁听到这些话也是一愣 顿时焦急起来 对啊 楚公子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到时候军队找上来 我们都走不了啊 吴魁十分担忧 他死了也就算了 要是楚明死在这里了 那就没人帮他就气了呀 楚明只是淡然一笑 摇了摇头 平静道 放心吧 他现在不敢杀我 哦 你还有什么底盘 范小军眉毛一挑 不自觉的就松了口气 听到楚明这样说 他心中的担忧 莫名的就消散了 楚明身上的神奇之处太多了 不管是不合常理的强大实力 还是毒液的异能 还是那颗效果奇家的药丸 都让人嘖嘖称奇 对方到底有多少底牌 范小军完全看不透 你等着吧 等会你们老大 一定会让你们放我离开的 楚明一副运筹帷幄的模样 十分平静 听到楚明这样说 吴魁眉头一皱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泄气下来 只能无奈地站在楚明后面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楚明了 对方不走 他也不敢走啊 吴魁也只能期待 九州的那个老大 能手下留情了 此时 沐渊燕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然后缓缓地从空中落下 走到范小军旁边 九号姐姐 嗯 范小军点了点头 打了声招呼后 沐渊燕就躲到了范小军身后 目光有些畏惧地看着楚明 不敢再开口说话了 江小悲惨的模样就近在眼前 他已经开始害怕 这个手段凶残的毒液哥哥了 楚明也没有搭理他 此时 他正听着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五百点积分 恭喜宿主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一千点积分 两次伴珠吃虎的积分都到账了 第一次是刚才在龙门派弟子 和古显东一行人面前伴珠吃虎 第二次是在江小和沐渊燕面前 总共一千五百百点积分 趁着九州的一号 还没有找上门来 楚明打算先抽一波奖再说 万一又抽到了些什么好东西 他就更有底气了 系统 打开抽奖页面 将一千五百积分全部抽了 楚明当即在脑海中说道 好的 只有楚明自己才能看见的全息屏幕出现在他眼前 熟悉的抽奖大转盘再次旋转起来 由于此次抽奖次数大于一百次 抽奖时间过长 宿主是否跳过抽奖过程 系统提示道 还能跳过吗 那赶紧跳过吧 楚明眼睛一亮 这要是能跳过抽奖过程就方便了呀 就懒得一次一次地看抽奖结果了 上一次 他抽一百分抽奖 足足抽了二十分钟 当时他还是在卫生间偷偷抽的 差点就引起范小军的怀疑了 而现在能跳过就方便了 瞬间就能知道全部抽奖结果 叮 一百五十次抽奖已完成 恭喜宿主抽到消耗类奖励一百四十七次 抽到技能类奖励一次 抽到特殊类奖励两次 是否查看 我靠 楚明忍不住叫出声来 这特么人品又爆发了呀 两个特殊类 一个技能类 怎么了楚公子 九州老大来了吗 吴葵听到楚明的惊叫 顿时浑身一颤 慌张地看向天空 但看了半天也什么都没看见 一时间奇怪地看向楚明 楚明这才想起 旁边还有好几个人呢 他转头看去 发现范小军和我沐渊燕都差异地看着他 范小军秀眉微醋道 瞎叫什么 吓我一跳 你要是怕了 就赶紧离开吧 等会老大就来了 楚明摸了摸脑袋 善善一笑 不好意思 刚刚放了个屁 范小军 沐渊燕 嗨嗨 楚明轻咳一声掩饰尴尬 然后就扭过头去 继续看向系统面板 在脑海中说道 先给我打开一个特殊类奖励 楚明有些激动 每次的特殊类奖励都是好东西 每一个都能大幅提高他的实力 或者是他组织里的人的实力 定 特殊类奖励已打开 恭喜宿主获得铠甲勇士宇宙 帝皇铠甲召唤器 可合体为光之帝皇铠甲 帝皇铠甲 是鸿蒙混沌自然孕育的天赐铠甲 具有自我意识 已经诞生亿万年 是铠甲史上第一位铠甲勇士 第一位终极铠甲 拥有第一只铠兽 光之帝皇战龙 特殊能力 唯心无敌 帝皇铠甲的战斗力为无限 具体战斗力 取决于召唤人的信念和意志 包含于智慧属性之中 所以智慧点越高 战斗力越高 宿主目前智慧为41点 召唤帝皇铠甲后 战斗力翻为3倍 为123点 A级 牛逼啊 帝皇铠甲 楚明惊喜了 这可是童年的记忆啊 特殊类奖励 果然没让他失望 而且 这帝皇铠甲和毒业一样 都具有成长性 同样是3倍 只不过 这个看的居然是智慧属性 而且 毒业的成长性 有没有上限 楚明不知道 但这帝皇铠甲系统 可是清楚地说明了 战斗力为无限 那可太牛逼了 可惜我只有41点智慧 早知道我以前留点 属性点加在智慧上了 楚明在心中暗自失落 看来下次突破 获得的属性点 必须全部加智慧 这样一来 很快就能将帝皇铠甲 也提升到SS级 想到这里之后 楚明也不再关注帝皇铠甲 这个东西虽然上限无限 但对他现在来说 作用不大 他继续看向系统页面 让系统打开了 另一个特殊类奖励 和技能类奖励 第一 奖励已打开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类奖励 来自某修仙卫面武学 破虚指 执法武学 学习之后 可增加30点战斗力 恭喜宿主 获得特殊类奖励 来自某玄幻未免 真龙弹一枚 孵化后 可得真龙做棋 初始战斗力为500 SS级 祝 孵化龙弹 需要注入5000级分 收获颇丰啊 楚明十分满意 这两个特殊类奖励 真是一个鼻个猛 只不过 目前两个都用不上 帝皇铠甲 目前对现在的他来说 实力太低了 而龙弹又需要5000级分 才能孵化 唯一能用的 就是技能类的 破虚指了 没记错的话 是来自于一本网络小说中 那个小说的作者 似乎已经去世了 哎 网文作者真是太难了 又没钱吃饭 又要透支身体的马字 楚明唏嘘不已 然后他也不再多想 直接让系统学习了 破虚指 叮 破虚指 学习成功 战斗力加30 宿主目前战斗力 为129点 可以 已经129点战斗力了 独叶附身 就是大概413点战斗力 楚明暗暗点头 如今的他 似乎已经是这颗星球 最强的一批人类了 不过 系统 200-300战斗力是S级 SS级的战斗力 是怎么算的 更上面还有什么等级 楚明疑惑地问到系统 SS级的战斗力 为300-600点 这是蓝星人类 目前最高的评级 因为SS级的强者以上 还未被蓝星官方人员发现 所以 并不存在更高的评级 系统回答道 也就是说 蓝星上是有SS级以上的强者的 只是还没有人发现 而已是吗 楚明眉头微皱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系统化中的关键信息 是的宿主 楚明沉思了一下 他本来以为 SS级的实力已经足够离谱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类 能硬康热武器 已经是超人一般的级别了 但没想到 蓝星上真正的强者 居然都还没有露过面 SS级以上 是影视五道世家里的鼓舞者 还是其他的异能者呢 楚明喃喃自语 嘴角却微微上扬 不管这颗星球怎么变化 强者有多少 他们都永远不可能比得上 自己的进步速度 不管是什么人 都不能阻止他继续装逼 正当楚明等人 还在等着九州一号前来时 不远处的青城山主峰的景区山腹处 驻扎着一个营地 几个军用帐篷搭建着 上百个全副武装的军人 在营地的周围认真巡逻着 不时有几只体型庞大的猴子 野狼等凶兽 想要冲破营地 都会迅速被几名军人开枪射杀 即使有一些实力达到A级的凶兽 不怕普通枪械 也会很快被隐藏在暗中的狙击手 用穿甲弹爆头 军人们表情严肃 如阴笋般的双目 仔细地观察着四周 他们要防止任何一只凶兽 进入营地的范围 以防打扰到中心帐篷里的人 那里面都是特殊部门九州的核心人物 甚至九州的领导者都在其中 不能受到任何打扰 营地最中心的一个帐篷中 一个身穿中山装 气质清冷的青年 正坐在椅子上 目光凝重地看着面前 投影仪投到帐篷上的画面 画面里 正是楚明变成毒液 硬抗江小的一件 然后尘土散去 毒液一找 将江小击败的画面 看着视角 应该是有微型摄像头 藏在江小的身上 直到毒液将江小按在地上 那画面才戛然而止 似乎是摄像机已经坏了 清冷青年 看着一片黑暗的投影仪光幕 双眼微眯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她的身后 站在一个穿着作战服 身材火辣 年纪约莫二十三四岁的女子 投影仪的画面 性感的翘脸上满是紧张 小心翼翼地看着面前的清冷青年 迟疑了半晌 才低声开口道 老大 这毒液异能者 是SS级 这个清冷青年 正是九州的领导者 近榜一号 虽然一号看着年轻 但实际年龄已经超过了五十 如今这个模样 是她的异能改变的 一号的异能是木系异能 有操控植物 以及吸收植物生机之气等等的能力 而她的外表 就是因为吸收了大量生机之气所改变 一号听到了女子的话 缓缓开口说道 确实是SS级异能者 也是整个华国除我之外的第二个SS级 一个变身系异能者 居然能达到这种实力 看来 我们对异能者的研究 还不够深啊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异能者出现在世界上 也不过三年 女子紧张地回答道 似乎有些惧怕一号 女子是九州近榜第五 代号五号 异能是镜像空间 一号文言点了点头 目光中却陡然露出一抹圣人的寒芒 低沉道 本来一个SS级强者 如果加入我们九州 必然有着大好前途 但这楚明却对我们的人出手 直接就废掉了八号 这个人不能留了 五号听到这句话 浑身一颤 连忙说道 可是 是八号 自己先不按规矩办事 惹怒了这个楚明 对方才对八号出手的 我们没有必要拿对方怎么样吧 他脑子里此时满是恐惧 因为五号以前见过一号杀人的画面 直接将一个A级异能者的生机之气 硬生生抽出 让其变成一具干尸 无比恐怖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他真的不想再看到一号杀人 他只是个普通人 加入九州 也只不过是半年前而已 还没有习惯异能者的生存和战斗方式 对杀人这种事情 还是无比的抗拒 但是五号也知道 一号是九州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对方对九州的荣誉 看得极其之重 如今他们九州镜绑上的人 被一个外人所废 一号必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 一号文言当即冷笑一声 八号不按规矩办事 他也应当受我们九州的处罚 而不是让他处名一个外人来打废 既然他废了八号 那我就废了他 一号目光阴森 可是 五号尽可能想着 不让一号杀人的理由 慌忙说道 可是我们九州的规矩 不是不能随意杀异能者吗 您要是杀了这个处名 万一他还有异能者的朋友在城市里 对方狗急跳墙就麻烦了呀 一号曾经亲口说过 千万不要把一个异能者逼急了 指不定对方就能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很多觉醒时间长的异能者 都会和其他的异能者交朋友 一旦九州对一个有朋友的异能者 采取强制措施 对方的朋友万一和那人关系很好 就很容易失控 造成难以遇见的损失 九州作为异能者管理组织 任何异能者造成的损失 都会被官府算到他们头上 所以一般而言 他们都是以管理为主 不会采取强制措施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之前一直让范小军监视楚明 而没有动手的原因 这一点 我早就考虑到了 一号不为所动 那个楚明我早就调查过 他的异能觉醒时间很短 不到两个星期 唯一一个和他关系 要好的异能者 是一个叫刘鹤仪的人 寒冰系异能 只不过是C级而已 而且 那个刘鹤仪 我早就派了一个A级的异能者 去悄悄监视他 等收拾完楚明之后 我就把那刘鹤仪也控制住 对方根本掀不起什么浪花 一号眼神冰冷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这 五号听得一愣一愣的 思考了半上 终究还是苦涩的摇了摇头 既然一号都把一切都考虑好了 那他说什么都没用了 对方是铁了心 要杀了楚明 五号在心中默默地为楚明默哀 怪就只能怪他毫无谋略了 连后路都没有想好 就废了九州的人 要是楚明有一个A级以上的朋友 在城市里 一般都会投鼠忌器 断然不敢对楚明下手 毕竟一个A级高手 不顾一切的破坏力 不亚于一颗炸弹 对城市造成的损失 他们九州根本承担不起责任 哎 真的是 要是这个楚明觉醒的时间 稍微再长一点 多结交一些事情 强大的异能者朋友就好了 五号在心中叹息 帐篷里安静了片刻后 一号直接下达了命令 五号 你让一个作战帘 带上大型热武器 将龙门派的四周包围 然后 你直接用镜像空间异能 先将他困住 防止他逃跑 是 五号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 就朝帐篷外走去 一号此时 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装 双眸里猛然冒出一缕惨绿的光芒 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如一棵参天大树般 苍净雄伟 此时 营地周遭的那些树木花草 就如同感应到了他们的神灵 纷纷弯腰朝拜 一股股绿色的生机之气 如雾气般 从他们身上飘逸而出 向一号的方向涌去 岂我九州之人 必废之 对了 九州的一号 是什么战斗力 异能是什么 龙门派练武场上 抽完奖励后的楚明 在脑海中问道系统 之后肯定会和对方打起来 他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 九州一号 姓名不详 战斗力420点 SS级 异能为木系异能 百森君王 具有对植物的操控能力 拥有木系法术攻击和防御能力 可以吸纳植物 甚至动物体内的生机之气 为自身所用 如果在森林或丛林中战斗 战斗力能提高50点 系统回答道 百森君王 这九州的异能者 给自己异能取的名字 真是一个比一个中二 楚明眉头一条 有些想笑 不过调侃归调侃 对方的战斗力也是够高的 420点 比他都高上一点 再加上在青城山这种植被茂密的地方 对方战斗力能达到惊人的470点 这等战力 怪不得能成为九州的一号 领导者 要知道 蓝星上灵气复苏 和出现异能者的时间 也不过三年而已 能达到这种战斗力 已经是天赋异禀的存在了 但这种人 必定有自己的傲气 也足够膨胀 毕竟短短三年时间 就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一个万人之上的顶尖强者 说不膨胀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 楚明知道 对方断然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了 不过也无所谓 刘鹤仪现在已经注射了 绿巨人好科药剂和基因药剂 达到了S级实力 有他在城市里 一号也不敢 拿我怎么样 楚明微微一笑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毕竟他远超常人的41点智慧 也不是白来的 早在来青城山之前 为了防止意外 他就做好了后手准备 让刘鹤仪来江彦市 然后楚明让傀儡穿着马克三战甲 一直跟着自己 并且 楚明还将一瓶基因药剂 和绿巨人好科药剂 也一起交给了傀儡 之前在江小和沐原燕 两人来找他的时候 他就远程控制傀儡 驾驶着马克三战甲 迅速回到了江彦市市区 找到了刘鹤仪 楚明直接让傀儡给刘鹤仪 注射了一瓶基因药剂 以及绿巨人好科药剂 从原本的C级实力 上升到了S级 至于一直跟踪刘鹤仪的 那个九州异能者 已经被刘鹤仪给控制住了 是个A级高手 在如今的刘鹤仪 和马克三的手下 不堪一击 只要楚明通过傀儡 给刘鹤仪下达指令 让那个九州异能者 给九州一号报告一声 一旦九州的一号知道 楚明还有一个 A级和S级的同伴在城市之中 对方就大概率不敢对他下手了 楚明知道 像一号这种 如此在乎九州名声的人 是肯定不敢冒这个险的 九州的职责 可是管理全国的异能者 就算是一个B级的异能者 脱离九州的管控 在一个城市里 唯非作歹的破坏 都能严重影响 九州的威信和名声 更别说一个S级和A级了 但是 虽然楚明留了后手 但他现在还不打翻暴露 因为他还想和九州 这个一号碰一碰 作为曙光的领导者 我可是放出话 要让曙光以后 比肩九州 甚至超越九州的 要是遇到了九州的老大 就直接怂了 那怎么行呢 虽然现在的楚明 还没有信心 因为那个九州一号 他还是有把握拿捏的 一号在青城山 能发挥出470点的实力 我现在最高才413点 让我算算 楚明思考了一阵 突然眼前一亮 嘴角上扬 已经够了 他立马在脑海中 对系统说道 系统 给我使用一瓶基因药剂 基因药剂 能够使普通人成为 D级异能者 异能者使用 能提高一个等级 第一 基因药剂 普通 已使用 恭喜宿主晋升 D级异能者 获得雷电系异能 如果宿主还想提升异能者等级 请使用基因药剂 高级 楚明点了点头 系统 打开我的属性面板 宿主 楚明 综合战斗力 149点 A级 智慧 41点 异能 雷电 D级战斗力20点 初始雷电之力 攻击带有点击麻痹效果 修炼境界 武者后期 距离武者巅峰 还有30天 修炼功法 八九玄弓 资产 1502万 特殊物品 毒液共生体 钢铁侠马克三战甲 加特灵机枪 帝皇铠甲召唤器 真龙弹 孵化进度05000 技能类物品 秘术 影 破空拳 破虚指 消耗物品 灵源单乘262 增气单乘4 基因药剂 普通 乘19 149点战斗力 毒液附体 就是大概477点 对付1号足够了 就是可惜一瓶基因药剂了 用在我身上也太亏了 也就获得了一个D级的雷电异能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 楚明在心中暗暗扎舌 如果不是要对付1号 他才不会使用基因药剂 虽然楚明现在巅峰战斗力 已经达到了SS级 但他所有的实力 都来自于修为 武学和毒液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异能者 使用基因药剂 普通 也只能成为D级异能者 增加堪堪20点战斗力 这也是之前楚明 没有给自己用基因药剂的原因 这玩意抽出来 本来就比较困难 用于给自己提高20点战斗力 还是很亏的 而且 这每一种级别的基因药剂 都只能使用一次 想要继续增加异能者等级 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基因药剂 但是楚明都抽了好几百发奖了 全是基因药剂 普通 更高级的 连影子都没见到 所以他之前就认为 这种药剂 最好要用在无魁这种A级 或者是更高等级的异能者身上 才划算 能直接提升对方上百点战斗力 收入曙光后 对楚明的作用显然更大 但是现在 必须要用了 不然根本打不过那个九州的一号 作为曙光的领导者 要是连九州的领导者 都打不过 那还谈什么超越九州 就算楚明能够凭借 刘鹤仪这个后手全身而退 但那显然 是个很耸的行为 以后说出去 谁还愿意加入他们曙光 楚明可是想着 让曙光成为全华夏 最强的异能者组织 这一号 他是非打不可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要做的 就是继续等待一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楚明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眉头一皱 抬头打量起四周的天空 有些诧异 奇怪 怎么了 范小军猝眉看向他 不知道 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楚明紧缩着眉头 他总觉得 这个天空有点和之前不一样了 有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吴奎和沐渊燕两人健壮 也狐疑地打量起附近 但都没有发现什么 这时 坐在地上生无可恋地 抱着自己羽翼的江小 却突然眼睛一亮 一脸怨恨地猖狂笑了起来 哈哈 这是五号的镜像空间 你已经被五号给困住了 一号肯定也来了 楚明你死定了 哈哈 郭躁 楚明目光一寒 直接捡起了地上 原本属于江小的米加勒之剑 一把插进了对方的肺液里 江小猛然吐出一口金色的鲜血 栽倒在地上 目光中充满了怨恨恶毒之色 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五号 镜像一能 什么东西 楚明让江小闭上了嘴 才转身开口问道 对 没错 确实是五号的镜像空间 范小军此时已经发现了端倪 他缓缓俯身 捡起了一颗石子 用上了异能 一股暗影缭绕在石子之上 他用力向前一甩 那石子如同一颗黑色的子弹一般 迅速向前方射去 只见 石子在击射几十米的距离后 就像撞上了一面空气墙一般 直接炸裂开来 几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疑愣 范小姐 这是什么情况 吴奎有些害怕的 低声询问道 这是九州镜榜第五 五号的异能 他是空间系异能者 能够将一片空间给镜像化 然后将空间里的人都困在里面 我们现在就处于他的镜像之中 范小军有些凝重的解释道 妈呀 五号姐姐都来了 那估计老大也来了吧 沐原燕吃惊道 玄机有些担心的看了楚明一眼 独夜哥哥 五号姐姐的镜像空间 连老大都打不破 你怎么跑呀 虽然他是九州的人 但沐原燕很清楚 这件事情明显是江小做错了 楚明只是反击罢了 他当然不想看到对方出事 吴奎听到这些话 也是面如死灰 连九州老大都逃不出去的异能啊 那我们岂不是完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龙门派附近 估计有军队包围了 老大那种人 一旦想要杀你 必然会做万全的准备 范小军一脸忧虑道 楚明此时正在听系统 给他介绍五号的信息 五号叫云冰 是个女的 战斗力在299S级巅峰 系统告诉他 云冰的空间 亦能制造的镜像空间 只要被困在里面 没有500点以上的战斗力 根本没办法强行突破 除非在外界将对方杀了 楚明现在肯定是突破不了 但他也没想着突破 面对范小军几人的担忧 他只是淡然一笑 不用担心 虽然我出不去 但一号想要杀我的话 必然会进来 到时候我干他一顿就行了 你 哎 范小军听到这句话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默默叹了口气 就算楚明真的有底牌 能打得过一号 但他也不可能打得过军队啊 能活着出去的几率太小了 算了 反正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回九州也会被本体销毁 不如就全力帮他一次吧 范小军在心中默默下定了决心 他之前当着江小的面 维护楚明 这种行为 其实已经违反了本体 当初给他的指令 他这种不听话的分身 本体肯定是不会放过他了 更何况 楚明刚才还救了他一命 反正他都要死 不如就还楚明一命好了 独夜哥哥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老大 我们老大是沐细一能 青城山这种地方 就是他的主场 实力会提高一大截 你刚才被江小的一剑都批受伤了 你的实力肯定没有老大强的 沐元燕十分焦急地说道 他的思维很简单 他觉得楚明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 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一号的 沐元燕是吧 你的一能是可以变大 楚明文言没有回答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了沐元燕一眼 上下打量着对方 开口问道 呃不是变大 是变帅 沐元燕被楚明的目光看得有些发楚 缩了缩脖子 胆怯到 都差不多了 我还没看过你没变大之前的样子 要不就变给我康康 楚明露出感兴趣的目光 他确实很好奇 对方原本是什么模样 快 给我康康 不要了 独夜哥哥 沐元燕被吓得连忙躲到了范小军身后 范小军和吴奎都快看傻了 这楚明都什么时候了 还搁这聊有的没的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响声突然在天地间响起 这声音就如同镜面破碎一般 楚明几人结实一愣 然后纷纷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天空中 那里的空间不停地扭曲变化 随后就像是一面镜子 被一道莫名的力量击碎 镜子碎片迅速化为灵星的光点 消散开来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一人大小的洁白空洞 这是什么 楚明双眼一眯 警惕地看着空中的白洞 低声询问道 范小军美目一片复杂 低声叹息道 老大来了 他话音刚落 只见那空洞处 一条条绿色的植物金曼 缓缓地向镜面空间里攀爬而来 无数的绿色藤蔓盘根错节 茂密异常 很快就组成了一条 横立在半空中的植物空岛 一男一女两个身影沿着藤蔓 从空洞中走出 站立在空岛之上 低头俯视着楚明几人 这两人自然就是九州一号 以及五号 云冰 老 老大 沐渊燕见到一号 表情有些惧怕地叫了一声 一号俊郎的面庞上一片清冷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目光打亮着下方的几人 当他看到躺在一片金色血泊 胸口还插着米加勒之间的江小石 面色顿时一沉 眼神犀利起来 死死地看向楚明 楚明也仔细地看着空中的两人 其实他具体看的是 一号后面的五号云冰 心中充满了疑惑 云冰 这身材哪里冰了 一点也不冰了 范小军看到一号的脸色 顿感不妙 小脸戴上了些许哀求之色 连忙对一号说道 老大 这是江小不守规矩在先 楚明他只是出于自卫 希望您不要怪罪他 一号依旧沉默着 只是目光看向了范小军 而且 楚明也是一个SS级异能者 如果加入我们九州的话 也会提高我们九州的实力的 范小军紧接着小心翼翼的求情道 SS级 一个变身系的SS级有什么用 在九州甚至华国 有我一个SS级就足够了 一号终于开口了 语气十分轻蔑 还有你 范小军 你只不过是一个分身而已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为他求情 就凭你之前维护着 楚明的行为 你就该被摧毁 听到一号的话 范小军的翘脸上一阵阴晴不定 怒火顿时涌上心头 但想到一号的实力 终究是不敢开口反驳 他现在只希望 对方能饶楚明一命 楚明原本游走在云冰身上的目光 瞬间转到一号身上 双眼微眯 一道寒芒涌现 一号见范小军沉默了 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 顿了顿 然后看向了沐原燕 开口道 沐原燕 你过来 我要处理这个楚明了 小心误伤到你 沐原燕一愣 然后看了一眼范小军 和躺着地上的江小 小声地迟疑道 那江小和九号姐姐呢 江小已经是个废人了 不需要再待在九州了 一号清冷的双眸里 似乎没有感情 语气淡然 至于范小军的分身 他已经违背了本体的指令 这种分身 就算是范小军的本体在这里 也会把他摧毁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顺便帮他动手了 这 沐原燕傻在那里 他完全没想到一号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时间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小元 过去吧 范小军看着沐原燕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一号说的没错 就算是我的本体在这里 我也会被他摧毁 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分身 况且 范小军又扭头看了一眼楚明 在心中说道 我还欠这小子一条命呢 沐原燕愣了半赏 俊美的脸庞上满是纠结 最终还是咬牙点头 然后召唤出巨剑 向一号那边飞去 对于他来讲 范小军的分身 显然比不上范小军的本体重要 而且再怎么说 他也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 在一号的权威之下 也不太敢反抗 而此时的江小 见到一号居然如此轻易地 就把自己抛弃了 目光中满是惊诧 和不敢置信 想要开口说话 但米加勒之剑插在肺液中 他只能发出一阵 含糊不清的声音 楚明文生回头看了他一眼 眼底浮现出一抹怜悯 讽刺道 这就是你引以为豪的老大 江小一愣 他的目光一阵闪烁 旋即突然暗淡下来 脸上浮现出一抹自嘲 随后竟然是 吐出一口鲜血 直接晕死了过去 楚明摇了摇头 然后转头看向空中的一号 目露寒光 冷笑开口 就你还想处理我 你配吗 一号眼角猛然一抽 一股暴力之气 陡然在心中涌起 语气冰冷地低沉开口道 可是 已经有三年 没有人和我这么说过话了 我本来今天 只想废了你 但现在 你必须死 一号在三年前 本来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修理工 年过五十了 连媳妇都没找到 本来他以为自己 就要这么凄惨地 过完一生时 天地灵气复苏了 他成为了第一批觉醒的异能者 而且一觉醒 就是当时最强的等级 A级 从此以后 他的地位就变了 成为了所有异能者心中的 最强的存在 并且顺理成章地建立了九州 后来更是被官府看中 让他管理全国的异能者 这三年来 他无论是成长到S级 还是SS级 他的实力 都是全国异能者里 最强大的存在 受万人敬仰 何曾有人这样 和他说过话 此时 一号的心中 已经为楚明 判了死刑 他绝不允许 一个实力 可能超过他的人 一个对他毫无尊重的异能者 可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去死吧 一号眼中绿光大盛 他抬起右手 一道惨绿色的光芒 在他掌心亮起 随后竟然化为一张 通体青色的符露 生机提却 一号轻喝一声 右手一挥 那青色符露 猛然向楚明击尸而去 沿途中 巴掌大的青色符露中 竟然不停地冒出一条条荆棘 其迅速支撑一张 荆棘大网 布满尖刺 向楚明 缓缓覆盖而去 此时一号身后的云冰 看到这一幕 火爆的身躯 顿时一颤 目入恐惧 直接捂住了双眼 不敢再看 完了完了 老大怎么一来 就用这一招啊 一旁的沐原燕 也是一脸惊恐 他曾经也看过一号 使用过这一招 这些荆棘 看似脆弱 但其支撑的网 连子弹都能抗下 而且这荆棘网 可不仅仅只是 困住人那么简单 荆棘上的尖刺 无比锋利 一旦被刺入身体 体内的生机之力 就会迅速被荆棘吸收 曾经有个A级巅峰的异能者 在一号的生机提取之下 仅仅只过了三秒 就变成了一个干尸 独夜哥哥能抗下吗 沐原燕心脏直跳 担心不已 楚明看着面前 覆盖而来的荆棘大网 这张网 虽然速度缓慢 但极其的大 覆盖了整片镜像空间 根本不留给他躲闪的余地 楚明 你躲开 我试试 我能不能用暗影之帘 劈开这些荆棘 范小军一脸凝重 爆合出声 他双眸瞬间化为一片黑暗 浑身如烟般的暗影 疯狂涌动 迅速化为一把五米长的黑暗镰刀 范小军手握镰刀 一跃而起 暗影中如优美般的身躯 在空中弯成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手中的镰刀 猛然向荆棘大网劈砍而去 不自量力 一号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冷笑一声 区区一个S级能攻破的 哪怕是那个SS级的楚明 也得挣扎一番 才能挣脱 一号心中已经打好了算盘 楚明这种SS级实力的 变身系异能者 蛮力很强大 他这个荆棘肯定会被对方撕烂 但只要楚明碰到了荆棘 就一定会被吸取生机之力 虽然不至于吸干 但实力也会骤降 对付起来就很轻松了 这时范小军的镰刀 已经踢在了荆棘上 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作用于他的虎口 手中的镰刀直接被震飞 瞬间消散化为一片暗影 啊 范小军吃痛地叫了一声 他整个人受到这股力量的冲击 身躯顿时控制不住地 朝地面迅速栽倒而去 当他感觉自己快要砸到地面的时候 却发现一只手臂 已经将他稳稳接住 他抬头一看 正好看到了楚明无语的目光 你是不是杀笔 知道你老大是SS级 你还要去碰 楚明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到 让我来吧 你走远点 这些荆棘你不能碰啊 范小军焦急道 只要是生物 一旦碰到荆棘上面的尖刺 就会被吸取生机之气 就算你用毒液 也不可能扛得住啊 我自有办法 说完 楚明就把范小军扶稳 然后向前缓缓走去 一边走着 楚明的身上迅速地被毒液覆盖 几秒之后 毒液就完全附体 楚明看着眼前庞大的荆棘大网 沉默了半秒 然后直接从系统背包里 取出了加特林机枪 一号一只手操控着荆棘大网 泛着绿芒的双眸 冷眼看着下方 一边走着 一边毒液覆体的楚明 没有远程攻击的 变身细异能者 就算是SS级又怎样 碰到了我这荆棘 实力马上就会降到S级 到时候就让我拿捏了 一号心中 泛起细血的情绪 此时的楚明 在他眼中 不过是一条 即将被捕捞的鱼 只不过 这鱼凶残了一些罢了 可以挣脱鱼网 但终究会遍体鳞伤 牧原艳俊脸煞白 牙齿紧咬 怀着抱着那把巨剑 暗暗催动异能 想着要不要等会自己出手 帮楚明将荆棘大网打破 范小军则早已是万念俱灰 美眸中都已经失去了神采 其他几人 也都注视着荆棘大网之下的 那道巨大的黑色身影 特别是九州的几人 他们似乎都想象到了毒液 在被吸取生机之气后的痛苦模样 但就在这时 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 毒液的手中竟然凭空冒出一个长一米多 通体幽黑的金属物品 那物品的前段 由数十个金属管构成 在阳光下闪烁着圣人的寒光 这竟然是一挺加特林机枪 一号 时代变了 毒液手持加特林 楚明嘲弄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 一号 沐原艳 范小军 众人直接猛逼了一秒 显然没想到剧情还能这么展开 这探马哪来的加特林 一号蒙了一秒之后 当即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前一秒 他还在戏谑着楚明 没有远程攻击能力 结果 下一秒对方就跟变魔术似的 变出一把加特林来 一时间搞得他情绪都不连贯了 但还他还来不及多想 楚明手中的加特林已经启动 枪管处瞬间爆发出耀眼的火光 一串串子弹 犹如一条条火蛇一般 向那金属大网覆盖而去 哒哒哒哒 一分钟六千发的极限射速 一秒钟就是一百发子弹 瞬间就形成了一张密集的火力网 那金属大网在如此猛烈的火力轰炸下 瞬间就如同泡沫 一般被打出一个机密大小的窟窿 楚明却没有停止射击 继续扣动着扳机 密集的子弹穿过那个窟窿 向天空中的一号覆盖而去 我踏马 一号面色猛变 虽然他是SS级 但肉身并不强大 要是被这加特林射中 恐怕会直接当场暴毙 他当即双手伸出 一阵强烈的惨绿色光芒 在他手中绽放 迅速在面前交织呈现 成千上万道绿色的光线 如同一条条植物之慢 眨眼间就编织成了一个 十几米大小的半透明光照 光照上烙印着无数的青色浮落 下一秒 无数的子弹射击到那光照之上 发出一道道清脆的响声 就如同击打在了一面 坚不可摧的钢化玻璃上一般 所有的子弹都纷纷被弹开 不得寸进 不愧是SS级啊 加特林一个300战斗力 平分的神器都奈何不了他 见到这一幕 楚明暗暗扎舌 但他也不失落 他本来就没打算 用加特林来干掉对方 这也不现实 旋即 楚明也不再扫射那个光照 枪口一转 继续对着那荆棘大网扫去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在强大的火力下 所有的荆棘都被打碎 变成一块块碎片 从空中落下 解决完这些荆棘之后 楚明直接收回了 加特林机枪 站在原地 目光灼灼地 看着光照之后的一号 在场的其他几人 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无法理解 这楚明的加特林 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范小军在愣了半晌后 眉目中涌出喜悦之色 一彩连连地看着楚明 对方居然又给了他一个惊喜 这加特林 凭空冒出 又凭空消失 这难道也是这楚明的异能吗 一号瞳孔微缩 满脸不可置信 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楚明到底是什么怪物 有毒液异能就罢了 居然还存在 这样一把重武器的异能 而且光是 这把加特林机枪 展示出来的杀伤力 都已经达到了S级巅峰 最恐怖的是 这个楚明 觉醒异能的时间 仅仅只有不到两个星期 两个异能 一个SS级 一个S级巅峰 还不到两个星期 这要是让他成长下去 那岂不是 很快就能轻而易举地超过我 不行绝对不行 我才是华国 最顶尖的异能者 一号双眼一瞇 杀意涌动 他的地位以及权力 都是来自于 他最强大的异能者的实力 如今居然有人能超过他了 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他的双手迅速翻转起来 浑身的绿芒疯狂涌动 只见天空之中的光照 一阵扭动 片刻后 竟然化成一只巨大的绿色手掌 手掌足足有十米大小 布满着纹路 连指纹都清晰可见 一股苍茫雄伟的 气势弥漫出 仿佛来自于远古 神灵战场上 被斩下的神灵之手 下一刻 一号伸出一只手 轻描淡写地向下一按 那绿色巨手 随着他的动作 也束手为掌 携带着恐怖的威势 向楚明猛然按去 楚明 小心 范小军惊呼出声 原本看到楚明 打破荆棘大王的喜悦 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万分惊讽 那绿色手掌上 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让他心惊胆战 他知道 这是一号的杀招 束神之手 自从他加入九州以来 只看见对方使用过一次 那是在军方的一次 对一号的实力测试上 对方使出这一招 那巨手一掌 直接将一辆坦克碾成粉碎 奠定了一号九州领导者的地位 这次一号 竟然直接对楚明 使出了这一招 显然对方有着必杀之心 死吧 一号的双眸 中杀机毕露 发出攻势后 双手背负于身后 就算楚明的毒液异能 已经达到了SS级 肉体极其强大 但在强大能强得过坦克吗 在这束神之手的 全力一掌之下 很难不死 楚明看着那对 他按下来的巨大手掌 目光十分平静 淡然一笑 操控着毒液的爪子 像人手一般 竖起一根手指 体内的内力疯狂涌动 随后 毒液的一指猛然向 那手掌点去 来自修仙世界的武学 破虚指 随着毒液的一指点出 整个镜像空间中 气流涌动 狂风大作 惊人的气势爆发而出 仿佛要击碎整片天地 漠然间 在毒液的前方 空间破碎塌陷 一根通体幽黑的巨大手指 从破碎的虚空中 缓缓伸出 直指天空之中的 束神之手 这是什么 异能 武学 一号再一次色变 无比骇然 在看到幽黑手指的那一刻 他下意识地就认为 这又是楚明的异能 但只是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了 这根手指的气势 分明是鼓舞者的内力 怎么可能 他不只是一个B级鼓舞者吗 一号惊骇地发现 他在那根手指上 居然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不 不可能 一个小辈 怎么可能 能威胁到我 一号面露 癫狂之色 恼羞成怒 浑身气血沸腾 他不能接受 为什么这个楚明的底牌 能层出不穷 还一个比一个强 一时间一号火冒三丈 目光中涌现出一抹很利之色 当即伸出双手 疯狂地结印 快到都出现了虚印 他的周身 残绿色的光芒 沸腾起来 尽数涌入前方的树神之手中 那巨大的青色手掌 在接受绿芒的灌入后 瞬间凝视了几分 威势更是陡然提升 加快速度 向楚明暗去 我就不信 你能抗下这一招 施展完这一招后 一号死死地盯着毒液 他的气势 萎靡了下来 整个人瞬间衰老下去 面旁变成了一个 五十多岁的中老年人 九州的范小军 沐元燕等人 看到这一幕 惊骇万分 容貌的生机之气精华 都灌入了树神之手中 那对方这一掌 到底有多强 楚明的这招武学能抗下吗 而下方的楚明 却依旧十分平静 淡然地看着空中的树神之手 毒液的手指 缓缓向上点出 那黑色手指 也缓缓地向那手掌点去 看似古井无波 但手指锁过之处 指尖之上 虚空寸寸炸裂开来 威势惊人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眼神中 黑色手指和青色手指 在空中猛然接触 哄 惊雷般的巨响爆发 一道威势恐怖的气浪 席卷开来 整个镜像空间 都震荡了一下 在两者接触的一刹那 那青色手掌 绽放出无比璀璨的绿芒 下一刻 黑色手指 携带着催枯拉小的势头 将其直接洞穿 树神之手的光芒 就如同流星一般一闪即逝 很快就暗淡下来 缓缓地消散在众人的视线中 而那黑色手指 承受这一掌之后 只是通体虚化了一些 但却于是未减 继续朝着 空中一号的藤蔓空岛 碾压而去 快躲开 沐原燕见黑色手 只向他们这边击来 瞬间汗毛倒立 连忙大喝一声 慌忙拉着旁 瑟瑟发抖的云冰 就从空岛上跳了下去 一号也是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楚明的这一招 竟是如此之强 这么轻易地 就击破了他竭尽全力施展之下的 束神之手 甚至还有游有余力 不过他现在也来不及思考了 迅速跟随着沐原燕两人 一起跳下了空岛 他刚才将全部的异能力 和生机之气 都注入到了束神之手当中 现在的他根本挡不住 那视如破竹的黑色手指 而黑色手指 此时已经触碰到了空岛 仅仅只是一瞬间 那空岛就四分五裂开来 从空中落下 黑色手指继续向前方按去 很快就接触到了 镜像空间的边缘 一阵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 那里的空间 如同镜面一般 被暗得粉碎 但是最终 黑色手指 也没能击破镜像空间 化为一道道光点 潇洒而去 而此时的楚明 已经收回了毒液 化为人形 他有种身体被抽空的感觉 他没有轻敌 这破虚指一招 是全力施展 直接抽空了 他A级鼓舞者的所有内力 甚至还包括了 毒液的一些本源之力 让他直接陷入了沉睡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过这威力 也是强得离谱 轻描淡写的 就击破了束神之手 不愧是修仙未免 叶晨那家伙的武学啊 太霸道了 把毒液都抽干了 也不知道这次 得多少巧克力 才能补回来 楚明正正地 看着自己的手指 喃喃自语 身后的范小军 已经是一脸猛逼 看向楚明的眼神 无比复杂 他居然真的打过了老大 范小军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三年以来 一号都是华国 最强的异能者 九州最威严的存在 无人可以挑战 而现在 楚明竟然看上去 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击败了对方 范小军感觉 这一幕有些不真实 有些梦幻 这真的是最开始 他认识的那个 毕级异能者吗 至于那个吴魁 此时已经傻了 目光有些呆滞 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似乎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楚明愣了片刻后 才抬起头来 看向不远处 半跪在地上 气息微靡 面色阴晴不定的一号 他嘴角勾起 一抹轻蔑的笑容 缓缓朝对方走了过去 九州一号 就这 楚明站在对方面前 俯视着对方 嘲讽开口 好好 闻言 一号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死死地盯着楚明 眼神中已经充斥着 毫不掩饰的杀意 低沉道 没想到 华国还真有 比我更强的易能者 看来我们九州 对易能者的了解 真的不够多啊 但是 你以为你比我强 你就能离开了吗 一号突然暴力起来 有些老太的面庞上 争鸣无比 你再强 你能强得过军队 我告诉你 你已经被一个作战连包围了 你今天必死 只要你死了 我还是华国最强的易能者 还是九州的领导者 还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而你呢 只会成为一具 死在枪炮下的尸体 没有人会记得你 说到后面 一号已经冷笑起来 净显癫狂 SS即又如何 在现代军队下 仍然不堪一击 一号心中很明白 即使当初他的束绳之手 能一掌暗碎坦克 但那只是测试罢了 如果军队真的要攻击他 别说坦克了 就算是一些当量大的火箭筒 他都完全扛不住 而如今包围龙门派的 那只作战连之中 就存在着 能轻易杀死 SS极强者的热武器 楚明 他不可能跑得掉 范小军此时也走了过来 听到一号的话 也是秀眉一簇 但很快又舒展开来 默默地看向楚明 经过了这么多 他已经相信 楚明还会有底牌存在 这个年纪不大的男孩 似乎什么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楚明听到一号的话 没有一点慌张 眉毛一挑 顿了顿 轻笑道 是 你是九州的领导者 也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那想必你也很在乎九州的威严吧 毕竟你的所有权利 都是来自于九州 你想说什么 文言 一号顿时一愣 眉头一皱 他不明白 楚明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范小军等人 也是疑惑地看向楚明 楚明看着一号 继续说道 官府给你们九州权利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你们管理全国的异能者 让他们不在城市中胡作非为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S级和一个A级的异能者 并不在你们九州的管理之中 而且 他们现在就在城市中 还是我的手下 你觉得 如果我死了 他们干出什么事情呢 不可能 一号当即大喝一声 冷笑道 不要以为凭空编造两个并不存在的强大异能者 我就会投鼠记器了 我早就调查过你 你认识的异能者 不过只有一个叫刘鹤仪的C级异能者罢了 而且早就被我派人监视起来了 哦 是吗 楚明淡然一笑 看来你对我的调查不彻底啊 本人其实还有一个组织 名叫曙光 而曙光里 恰好就有一个S级和一个A级异能者 就在江燕市市区 有人说灭天帮太low 我就改成曙光了 前面也改了 不影响阅读 其中就有你说的那个刘鹤仪 不过他现在并不是C级 而是S级 哼 少给我编 你当我九州的情报人员 是吃干饭的吗 两个星期以前 你还是个普通人 乃来的什么组织 我告诉你 别想着拖延时间 作战连马上就围上来 你现在趁早投降 我还可以只废了你 饶你一命 一号冷笑连连 显然不幸 他对九州的情报能力非常自信 全国各地的异能者 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范小军也是诧异地看着楚明 对方确实有一个叫曙光的组织不假 但那不是 他刚刚才建立的吗 除了吴奎那个A级异能者 哪还有什么强者 楚明轻笑一声 没有搭理一号 而是看了一眼 其他几个九州的人 目光突然定格在那个五号云冰身上 默默地看着对方 云冰性感的身躯微微一颤 不敢指视楚明的目光 似乎有点畏惧 范小军见状 秀眉微醋 喂 你看他干什么 其他人也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这楚明说着说着 还看起美女来了 但就在这时 云冰却神情一顿 突然从作战服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部军用手机 上面显示着有人来电 李浩 看到来电人的姓名 云冰顿时一愣 抬头看了一眼楚明 又看了一眼一号 片刻后 才对一号小心翼翼地说道 老大 这是李浩的电话 就是那个负责监视 刘鹤仪的A级异能者 李浩 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 打电话过来 一号也是一愣 当他看见楚明 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时 顿时感到有些不妙 犹豫了片刻后 才咬牙道 接电话 云冰文言 马上就接通了电话 按下了免提键 下一秒 5号 出事了出事了 赶紧告诉老大 太TN的恐怖了 我今天本来在监视刘鹤仪 结果突然飞来一个钢铁侠 来找刘鹤仪 对 就是那个漫威里面的钢铁侠 然后那个钢铁侠 给刘鹤仪注射了两针 不知道什么东西 结果那个刘鹤仪 就变成了绿巨人 然后我就被他们发现了 我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TMD根本打不过 那个绿巨人 太特么恐怖了 至少是S级的实力 那个钢铁侠 也至少是A级 他们把我控制了起来 我本来由我活不成了 结果就刚才 那个钢铁侠居然说 把我放了 我就赶紧逃出来 给你打电话 你不知道 电话里 李浩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而在场的人 早已是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听到了吗 一个S级 一个A级 就在市区 你现在还打算杀我 楚明轻蔑一笑 意味深长道 这两个异能者 如果破坏城市 你九州能承担得起责任吗 钢铁侠 绿巨人 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异能 这里号疯了不成 一号大叫出声 但语气却有点虚了 因为楚明的异能 不就是毒液吗 这两个异能 好像也不太稀奇 一旁的沐元燕却一愣 突然惊讶到 A级异能者钢铁侠 那不就是 我那天晚上 遇到的那个异能者吗 我当时就觉得 对方可能和毒液有关系 没想到还真是呢 听到沐元燕这么一说 在场九州的人 包括一号 都想起来了 之前沐元燕就报告过 说自己遇到过一个 钢铁侠异能者 不过沐元燕并没有摄像记录 没有证据 九州派人在江燕市 寻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这个异能者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只当这个15岁的小孩 说了个谎 但是现在 貌似他说的是真的 想到这里 一号待住了整整有半分钟 脸色阴晴不定 最终还是泄气下来 他看向楚明 自嘲一笑 想不到啊 想不到 本来以为你只是个 刚刚获得了强大异能 变得膨胀的年轻人 没想到 居然有如此深谋远虑 连后路都考虑得这么远 一号此时也明白了 他现在是真的不能 对楚明下手了 两个A级以上的异能者 如果将报复的怒火 发泄到城市上 到时候 就不单单是 九州威严的问题了 官府要是怪罪下来 他根本无法承受 我膨胀 听到这句话 楚明却笑了 一脸讽刺地看向一号 一号 膨胀的是你吧 官府给予你权力 是让你认真管理 全国的异能者 而不是让你沉溺于权力之中 用自身的强大实力和权力 来满足私欲和打击报复 楚明的话 如同一记重锤一般 狠狠地击打在一号的心上 他浑身一颤 目光一阵闪烁 死死地看着楚明 不知道在想什么 片刻后 他目光突然暗淡下来 整个人都瘫倒在地 一脸颓势 他摇头苦笑起来 没想到 今天还被你给上了一课 是啊 九州的权力 华国最强的异能者的头衔 这些光辉 让我有些迷失自我了 我好像 已经快忘了自己 最开始建立九州的初衷了 一号黯然失色 说完这些话后 沉默了一会 然后对身后的云冰挥了挥手 五号 你让作战连撤了吧 把镜像空间也收了 让他们离开 是 云冰点了点头 能不看到再死人 他也松了口气 然后他用手机 给作战连发出去了一条讯息之后 抬手一挥 一阵镜子碎片般的光影 从他周身散发出来 在众人惊奇的眼神中 整个龙门派四周的空间 发出一阵阵破碎的声音 如镜面般一块块掉了下去 最终也化为光影消失 这异能真不戳啊 楚明也忍不住感叹道 空间系的异能果然神奇 看上去像玻璃一样脆弱的镜像空间 居然能抵挡得住 他那破虚指的冲击 虽然杀伤力没多少 但作为一个控制技能 算得上最顶尖了 还好啦 云冰有些怯生生地回道 楚明对他笑了笑 他觉得这妹子还真挺有趣的 对方这身材这么火爆 但性格却和身材截然不同 似乎有点内向 可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那楚明也该走了吧 范小军突然倾咳一声 面色有些古怪 哦 也对 确实该离开了 楚明这才收回目光 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一号 意味深长道 一号 我希望你作为九州领导者 以后能多为华夏做点实事 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一号沉默不语 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楚明也不再多说 转身就打算离开 但走了两步之后 却发现有点不对劲 眉头一皱 转身回来 看向站在原地没有动的范小军 范小军低头看着地面 美眸中带着一丝复杂 楚明迟疑了一会儿 开口询问道 小军 你不跟我走 你留在九州 不会被你本体销毁吗 文言 范小军抬头看了他一眼 露出了一个凄美的笑容 缓缓摇头道 这是我作为分身的宿命 我的本体要是知道了我做的事情 我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他也能远程将我销毁 再见了 范小军美眸中一片悲凉 和你待的这几天 确实挺开心的 一股极其难受的情绪 顿时涌上心头 楚明眉头紧锁 沉默了一会儿后 他直接破口大骂 你TM放屁 劳子救了你 结果你TM现在 告诉我你要死了 劳子不允许 范小军被骂得一愣 随后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他苦笑道 这就是事实啊 我一个分身 有什么办法呢 其他几人看到这一幕 互相对视了几眼 心中明了 但都没有开口说话 这种事情 他们也没法说 试试你吧 楚明面色阴沉 但骂了一句之后 也沉默了下来 他脑子一片混乱 是啊 面前这个范小军 不过是个分身 他的本体要处理他 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难道他就要 被这么摧毁了 不对不对 一定有解决办法 对啊 我TM解决不了 我不是还有系统吗 楚明突然眼睛一亮 当即在脑海中 对系统问道 系统 有没有办法让范小军不被本体摧毁 有的 系统的声音如同天籁之音 我靠 我就知道你TM是无敌的 楚明顿时欣喜若狂 连忙道 什么办法 其实很简单 范小军的分身异能 和克隆原理类似 分身和本体的基因链是相同的 所以本体才能凭借基因链来操控对方 如果想要让分身脱离本体的控制 只需要改变分身的基因链就可以了 而基因药剂 在注射近活体之后 会对其进行基因链重组 让对方的基因变得更亲和灵气 这也是 为什么注射基因药剂能提升异能者等级的原因 也就是说 只要给他注射基因药剂就行了吗 楚明顿时扬意其喜悦的笑容 他没想到 原来解决这个事情 居然这么简单 先前本来 他就打算拉范小军 进入曙光 然后留一瓶基因药剂给他的 让对方提升到SS级 现在一来 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众人看着站在那里 一会面色阴沉 一会又兴奋不已的楚明 面面相去 心想这小子 难道被逼疯了不成 但下一刻 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 楚明突然从裤兜里 掏出了一个银色的针管 针筒里 是一管湛蓝色的液体 还不等他们 反应过来 楚明就直接手握针管 快步走到范小军面前 一针扎到了 他洁白如玉的脖梗上 将一整管基因药剂 注射了进去 操 你干什么 沐原燕剑撞 当场就急了 拿起手中的巨剑就要冲过去 但他却被身旁的云冰 给拉住了 云冰对着他摇了摇头 你等等 楚明应该不会伤害小军 云冰作为女人的直觉 告诉他 楚明对范小军 这个分身绝对有点意思 肯定不会伤害对方的 沐原燕也是一愣 然后放下了手中的剑 正正地看着那边 而范小军此时 正捂着脖子 美目震惊地看着楚明 他也不明白 对方这是在干什么 但当基因药剂 注射完后的几秒 他顿时感觉到 体内的异能力 居然在节节攀升 一股股强大的灵气 仿佛在冲刷着 他的每一个细胞 这不可能 范小军懵了 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提升 要知道 他本体的分身异能 制造出来的分身 实力最高 都只能和本体相同 如果分身 想要提高实力 只有本体的实力提高了 然后对分身进行改造 分身才可能提高实力 而他现在 根本就没有接受到 本体对他的改造啊 正当范小军 惊异不定之际 他却突然感觉到 他自身与本体相连接的 那道无形的线 居然在缓缓地消失 很快 那道线就完全消失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 感受不到本体的存在 基因链完全重组 他已经从一个分身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楚明 你这是什么东西 范小军惊讶不已 一脸猛逼 那一针药剂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如此神奇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楚明却没有回答 兴奋又有些紧张地问道 我 我感觉不到本体的存在了 范小军不可置信道 而且我的实力 好像突破了SS级 哈哈 这就对了 楚明哈哈一笑 忍不住抱了范小军一下 兴奋不已对他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是一个分身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没有人能够看不起你 也没有人能够销毁你 什么 听到两人的对话 一号等人都是面色一变 不可置信地看着范小军 那楚明给范小军打的是什么东西 居然能直接切断了他和本体的联系 甚至还让对方提升到了SS级 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要知道 现在全华国已知的SS级 也就一号和楚明两人 而现在楚明居然随随便便地 就让范小军突破了SS级 这楚明到底是什么人 一号眯着眼睛打量着楚明 他觉得自己怎么也看不透对方 那层出不穷的底牌 奇异的异能和对方的组织成员 还有这真要紧 这真的是一个只觉醒了两个星期的异能者吗 一号不敢相信 而范小军此时还有点猛逼 愣了半晌 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喜悦的情绪浮现出来 难难道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真的自由了 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但在反复确认 那道与本体链接的线真的消失 和自身已经突破SS级的实力之后 也不得不相信了 他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分身 何尝没想过要有一个自己的人生呢 但每次范小军一有这种想法 都会被本体发现 然后受到惩罚 而现在 他居然真的得到了自由 一时间兴奋 激动种种情绪涌上心头 十分复杂 那当然 楚明笑了笑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认真道 你加入曙光吧 跟我一起 范小军一愣 深深地看了一眼楚明 又回头看了看沐原宴 一号以及云冰 犹豫了片刻后 郑重点头道 好 楚明黑黑一笑 然后拉着范小军的手腕 招呼了一下一旁 呆至良久的吴魁 三人一起向青城山下走去 走之前 楚明还走到龙门派官长老的 那具无头尸体旁 掰下了对方的一截手指 揣在身上 这是为了给公家交差 得到一亿的报酬 练武场上 只剩下一号三人留着原地 大眼瞪小眼 心中的震惊 久久不能平静 直到楚明三人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里 云冰才缓缓 对一号说道 老大 这楚明真的 就这么轻松地 让小军成为SS级强者了吗 那他们曙光 岂不是 就有两个SS级了 一号此时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气息恢复了不少 他拍了拍中山庄上的尘土 目光始终看着 楚明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如果放在以前 有人告诉他 说是有人能随随便便的 就让一个S级异能者 突破SS级 那他肯定是嗤之以鼻 但现在 见识过楚明那些 闻所未闻的神奇手段之后 他也将信将疑了 片刻后 他才开口道 五号 你现在立刻回营地 带上仪器 趁他们还没下山 去偷偷检测 一下范小军 那道分身的异能等级 是 云冰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身去 脚尖轻点 脚下镜面破碎的声音响起 然后他整个人纵身一跃 轻松翻越过龙门派的围墙 快速向营地赶去 那 老大 我也先回营地了吧 沐原燕见状 也小心翼翼地说道 见一号点头之后 沐原燕才纵身站上巨剑 随后化为一道青色流光 向空中飞去 此时 偌大的练武场上 就只剩下了一号一人 和几具尸体 曙光 楚明 钢铁侠 绿巨人 毒液 一号自言自语起来 目光有些复杂 看来这个世界 终究还是年轻人的啊 我等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不知道以后 又还会有多少人 觉醒一能呢 以后的世界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号沉思了两久 最后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轻轻摇了摇头 罢了 我也该尽快提高自己的实力了 今天也算是被这小子 给打醒了 说完 一号又看了一眼不远处 躺在金色血泊中 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的江小 顿了一下后 就转身离去了 一号的身影消失后不久 地上的江小 猛然睁开了双眼 挣扎着从地上坐了起来 然后一咬牙 直接拔出了 插在胸口上的米佳勒之剑 江小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面色猙獰 但肺泡受伤的他 想叫都叫不出来 只见他背后 原本被拔掉羽翼 留下的四个大洞 此时竟然已经恢复 如初了 而胸口的那道剑伤 也在肉眼可见的愈合 待浑身的伤口 都全部愈合之后 他才摇摇晃晃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剧烈地喘着粗气 目光阴森地 看着一号离开的方向 没有人知道 江小的赤天使之力一能 居然还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他刚才 只是在装死罢了 这就是我引以为豪的老大马 真够讽刺的 江小自嘲一笑 脑海里 一直循环着楚明 对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 心中久久不能平息 此时 龙门派下山的小路上 楚明和范小军 并肩走着 乌魁则根 在他们身后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2000积分 第一 宿主赚取积分速度已达标 现已开启 高级抽奖转盘 脑海中 系统的声音响起 楚明微微一愣 问到系统 高级抽奖转盘 什么玩意 高级抽奖转盘 100积分 抽一次奖励 同样是分为消耗类 技能类 以及特殊类 但是能抽到 更高级的奖励 如消耗类物品 可以抽到基因药剂 高级等 而高级抽奖转盘 抽到特殊类 合计能类的几率 也会提升 系统回答道 楚明点了点头 怪不得他之前 抽了一两百发奖 都只抽到了基因药剂 普通 高级的连影子都没看见 原来这抽奖转盘 还有等级之分啊 系统 我怀疑 你是看我现在 积分转得太快了 所以想快点 消耗我的积分对吧 才搞出这个高级转盘 楚明在脑海中 没好气地说道 如果宿主 不想开启高级抽奖 我可以关闭 系统毫无感情道 别别 我开玩笑的 楚明连忙陪笑道 随后 楚明思考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不抽奖 把那两千积分 注入到了真龙弹里面 他还是想 先把这玩意给孵出来 一个五百战斗力的真龙宠物 那骑出去多拉风啊 叮 积分注入成功 真龙弹孵化进度 两千斜杠五千 楚明点了点头 正当他还打算看一眼 那个高级抽奖转盘的页面时 范小军的声音响了起来 楚明 谢谢你 范小军一路上犹豫了很久 才低声道谢了一声 今天 楚明相当于救了他三次性命 第一次是江小的那一件 和那颗林元丹 第二次是一号的荆棘大王 第三次 就是楚明给他打的那针药剂 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么多恩情 范小军觉得自己根本无以为报 所以在楚明让他加入曙光的时候 他才没有怎么犹豫 就同意了 光说声谢谢就完了 楚明一愣 然后细血地看了他一眼 我为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至少得以身相许吧 楚明本来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出 范小军会十分羞怒 但没想到 对方听到这句话 却直接沉默了 美目中一阵闪烁 不知道在想写什么 喂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楚明健壮 挑了挑眉毛道 我可没同意 范小军扭过头去 小声嘀咕道 嘴角微微上扬 那你也没拒绝啊 楚明迷惑了得挠了脑脑袋 那我现在拒绝了 哎卧槽 你这是不讲武德呀 你 信不信我打你 两人开始互相伴嘴起来 而吴奎跟在他们身后 内心还久久不能平静 正正地看着楚明两人的背影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来护送古显东上 青城山拜师的 居然能遇到这么多 匪夷所思的事情 楚明这个一开始 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些憨厚的年轻人 先是杀了古显东 又杀了九州八号 最后竟然展示出了SS级的实力 轻易地就击败了九州一号 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让他感觉十分梦幻 吴奎犹豫了很久 最终才鼓起勇气 喊了一声 楚公子 嗯 怎么了吴叔 楚明文言收回了 即将敲到范小军头上的手 回过头来 疑惑道 楚公子 我现在算是您曙光的人对吧 吴奎有些紧张地问道 他最开始还以为曙光 只是一个楚明 随便建立的破烂组织 加入了也就加入了 但现在 他知道了楚明 居然是SS级实力 而且连这范小军 甚至都有可能是SS级 并且也加入了曙光 一时间 他都有些不敢置信起来 这妖牛逼的组织 真的就让他随便加入了吗 那当然啊 之前不是就说好了吗 你加入曙光 我帮你救签 楚明也看出了对方的想法 但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淡然一笑 曙光 只有他和范小军两个 顶尖强者可不行 一个组织最重要的 还是得有中流砥柱 这吴魁只要给他使用一瓶基因药剂 就能达到S级巅峰 成为曙光 除刘鹤仪以外的 第二个S级强者 而且 这吴魁人品很不错 帮对方救出妻儿之后 还能大概率的保证 吴魁的忠心 这种买卖 楚明觉得 还是很划算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吴魁立马松了口气 然后突然焦急道 那楚公子 还请您尽快和我赶到魔都 去救我的妻儿吧 那两个谷家庞系子弟 估计已经给谷家报告了 谷显东生死的消息了 如果我们不尽快赶过去 恐怕我的妻儿 就凶多吉少了 楚明淡然地摇了摇头 轻笑道 你别急 那两个谷显东的小弟 已经死了 谷家暂时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 他早在派马克三战甲 去找刘鹤仪的时候 就顺手将那两个人给杀了 这种事情 楚明早就考虑到了 死了 吴奎一愣 我早就派人把那人杀了 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了 至于救你妻儿这件事吗 楚明轻描淡写的 摆了摆手 思考了一下 说道 就是肯定要救的 但我现在在江艳市 还有点事情 再加上曙光也刚刚建立 也需要点时间 要处理 两天之后吧 两天之后 我就跟你去魔都 那也行 那我就先行谢过楚公子了 吴奎皱了皱眉头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抱拳谢道 既然谷家暂时不会知道 谷显东生死的消息 那晚两天去也没什么答案 嗯 楚明点了点头 目光中露出思索的神色 之后三人顺着这条小路 很快就下山了 吴奎开上了谷显东的 那辆越野车 载着楚明两人 向市区的方向开去 回到江艳市市区之后 楚明没有去找刘鹤仪 而是和范小军一起先回了 商业步行街的出租屋 至于吴奎 则先找了个酒店住了起来 出租屋的卧室里 范小军坐着一半床上 正孝盈盈地为着毒液吃巧克力 而楚明躺在另一半床上 他在思考一些事情 如今 他算是正式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 而曙光要真正发展起来的话 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不说别的 光是曙光成员的住所和基地 都是一大笔开销 楚明也想像复仇者联盟里的钢铁侠 托尼一样 直接买下一栋楼 来作为曙光的基地 但是 他没那么多钱啊 就算是加上公无昌给的一亿 那他总共也才一亿五千万的资金 距离买下一幢大楼还差远了 所以 楚明再等一个电话 公无昌的电话 楚明 不够 我还要吃巧克力 这时毒液突然叫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楚明 看上去还有些虚弱 范小军也看向楚明 眼巴巴地说道 巧克力吃完了 你们 楚明看了过去 顿时一头黑线 范小军你TM的 我买巧克力 是给毒液补身体的 结果 你自己吃了一大半 你好意思吗 我饿了吗 范小军一脸委屈 我也饿了 毒液也继续叫着 我特吗 你们两个 行 我服了 我买还不行吗 楚明翻了个白眼 万分无语 他拿起手机 直接点了一百盒巧克力过来 然后就直接躺在床上 开始假妹 直到晚上九点左右 楚明的手机终于响了起来 他连忙拿起来一看 正是公无昌打来的 楚明嘴角一扬 接通了电话 喂 楚公子吗 公无昌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 是我 楚公子 真是太感谢您了 公无昌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 您给我的那颗药丸 我今天服下了 我的肺癌居然真的痊愈了 楚公子 您的这颗药丸太神奇了 我让人用了各种检测仪器 来检查它的成分 根本检测不出任何含药物的成分 但偏偏 我服下之后 我的身体 不只是肺癌 连其他困扰 我很久的各种疾病都全部消失了 公无昌的声音充斥着震惊 喜悦和感激 有用就行 楚明汉手道 既然楚公子帮我治好了绝症 那我公家的报酬肯定不能少 这颗药丸 我会另外付您一亿的价格 公无昌十分诚恳道 等您去往青城山威慑完那一脉的鼓舞者后 一共两亿的报酬 我会一起付给你 我今天已经去过青城山了 你委托我的事情 我已经做完了 楚明笑道 这么快 公无昌的声音有些不敢相信 他疑惑道 青城山最近不是被官府封锁了吗 九州和军队都在那里 我估计还有几天才能解封 楚公子 您今天是怎么上青城山的 你不用管这些 青城山那一脉的鼓舞者 是不是属于龙门派 他们的最强者 是一个姓官的长老对吧 那个官长老已经被我杀了 他的一截手只在我这里 你可以拿去验指纹或者DNA 听到这些 电话那头的公无昌沉默了一下 片刻后 才恭敬说道 既然这样 那还请楚公子 明天来一趟公家吧 我正好也有钥匙 和您商量 好 那我明天早上 派人来接您 电话挂断 楚明心满意足地 躺在床上 嘴角含笑 他大概清楚 公无昌说的 钥匙是什么事情 肯定和他的那颗陵园 单有关系 你又要去公家吗 范小军眨巴着眼睛 看着楚明 对啊 怎么了 楚明疑惑道 能不能带我去啊 他们公家的东西 很好吃呢 范小军双眼放光 十分兴奋 啪 我这次是去干正事 不是去蹭吃蹭喝的 楚明没好气地说道 可是 我想吃东西 范小军低下头 小声嘟囔着 一副 委屈巴巴的模样 那我现在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 楚明试探地问道 好呀 川省宫 德大院建立在川省的省会都南市附近的郊区处 和龙门派一样 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但占地更大 看起来也更辉煌大气 此时 公家大院里的一处小庭院里 公无昌坐在那里 看着自己的手机 正正发神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了之前虚弱驰目的感觉 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目光炯炯有神 看起来感觉 整整年轻了十岁有余 而他的面前 站着三个人 其中一人正是龚秋鹤 另外两人 一个是和龚秋鹤长得有几分相似 但看起来年长几岁 他穿着一身名贵的西服 腰杆笔直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还有一人站在后方 是一个穿着休闲装 高大帅气的青年 他淡定自若地 看着龚无昌几人 眼神中隐隐带着一丝高傲 龚秋鹤看着刚刚给楚明打完电话 一直沉默不语的龚无昌 忍不住开口问道 爸 楚公子怎么说 楚公子答应 明天来公家了 龚无昌抬起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龚秋鹤文言顿时松了口气 玄机有些兴奋道 如果不是这颗药丸 真的治好了您的病 我还真不敢相信 世间居然有如此神药 是啊 爸 那个西装男子也开口说道 如果我们这次能和楚公子谈合作成功 或者直接得到这种药丸的秘方 这种能够治疗所有疾病的药物 如果被我们公家垄断渠道进行销售 那我们公家很快就能成为南方 甚至整个华国的大家族 这西装男子正是龚无昌的大儿子 龚忠旭 他与龚秋鹤这种 还有利于黑色势力和娱乐产业的人物不同 龚忠旭是川省的一家名为 中旭药业的上市医药公司的董事长 完全控股 掌握着整个川省保健品行业和医药行业 至少40%的市场 中旭药业的盈利和资金非常雄厚 几乎占据了龚家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 所以龚忠旭是龚家真正的中流砥柱 龚忠旭原本远在外省出差 但听到居然有人治好了他父亲的肺癌 他就连夜赶回来了 本来他还有点不相信 但今天在反复给龚无昌做体检之后 他也不得不信了 刚开始他还是震惊 但很快就化作狂喜 作为一个药企的董事长 当然知道 这样一种真的能治疗百病的药物代表着什么 这种东西 只要控制好渠道 以他们龚家的名义随便营销一下 都能被全国各地的富豪大佬们哄抢 卖再高的价格也不为过 这要玩的价值 无可限量 所以龚忠旭立马就让他的父亲给楚明打电话 请对方来龚家一趟 想聊聊合作的事宜 不过 龚无昌这时却突然话锋一转 楚公子还说 他今天已经去了青城山 不仅威慑了那一脉的鼓舞者 还杀了他们的那个官长老 这怎么可能 龚忠旭一听到这句话 顿时眉头一皱到 青城山现在还处于官府的封锁中 据我得知的消息 至少还有两天才能解封 那个楚公子是怎么上去的 那个青年这时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龚老 如果说这个楚公子能偷偷上青城山 以对方避急巅峰鼓舞者的实力 我倒是还有些相信 但要说他杀了青城山那个官长老 那可就一笑大方了 哦 小兵 这话怎么说 文言 三人都看向那个青年 龚无昌微微皱眉问道 这个青年名叫李斌是龚忠旭带回来的一个A级异能者 说是花了大价钱 雇来当保镖的 不过龚无昌不太待见这人 虽然对方是A级实力 但他是个异能者 龚家毕竟是武道世家 对异能者这种不劳而获的人 龚无昌提不起任何尊重 主角不是不劳而获 他是卦 但毕竟是个少有的A级强者 龚无昌也不能将不屑表现出来 他们龚家现在武道落寞 能多结交一个强者 自然是最好 听到龚无昌对自己的称呼 李斌不露痕迹地皱了皱眉头 心中极其不悦 凭什么那个B级古武者龚无昌 就称他为楚公子 而他李斌堂堂一个A级异能者 却只被龚无昌叫为小兵 但想到自己来龚家 是为了赚钱的 李斌也只好压下不悦的情绪 然后有些轻蔑地说道 早在青城山封锁之前 我就去过那里一趟 那青城山龙门派的官长老 那时已经晋升A级古武者了 那位楚公子 只是B级巅峰 怎么可能杀得了他 况且龙门派又不止官长老一人 还有众多B级弟子 而楚公子就一个人 想在龙门派杀掉官长老 这有些天方夜谈了吧 那官长老已经A级了 武者后期 文言 几人都一脸错愕 龚无昌也皱起眉头 如果按小光所说 那以楚公子B级巅峰古武者的实力 想杀对方 确实是困难了一些 龚无昌本来就没怎么认为 楚明能通过自身的实力 来威慑龙门派 更别说杀掉对方的长老了 他希望的是 楚明能通过他那个 不知名的隐士武道世家的背景 来让龙门派那些人畏惧 而现在被李冰这么一说 自然是更不相信了 是啊 哪怕楚公子还是个B级异能者 但就像小光说的 龙门派还有很多B级古武者 这确实不太现实 龚秋鹤也点了点头 所以说 这楚公子在骗我们吗 想骗取那一一报仇 龚中旭眼睛一眯 凶光毕露 但很快就舒展开来 笑道 看来这楚公子 也是爱财之人啊 这样一来 只要我们肯花钱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 就能拿下他手中 那个药丸的配方吗 龚无昌摇了摇头 沉思片刻后说道 先别急着下定论 楚公子说了 他取下了那个 官长老的一根手指 只要我们做一下 DNA检测就知道 他有没有说谎了 这样啊 龚中旭文言 缓缓点头 爸 其实不管他有没有 杀了官长老 现在都不重要了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要想办法 拿下对方手中的药丸配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龚无昌也认同道 如今你找到了小兵 这样的A级异能者做保镖 青城山的人 肯定不敢轻举妄动了 所以 楚公子有没有完成我的委托 都不重要了 我们就当他已经杀了官长老 多给他一个亿 又怎么样 只要能拿下那个配方 再多的钱 我们公家都能赚回来 龚无昌继续说道 老眼中浮现出一丝脚侠之色 还是把目光长远 龚中旭也是两眼放光 兴奋道 那我就先去准备一下 几亿的资金 再去拟一下合同 确保能万无一失地拿下配方 好 尽量在明天早上之前准备好 龚无昌点了点头 即使他们公家家大业大 但要拿出几亿的现金流 还是得花点时间的 龚中旭微微汗手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李光也向龚无昌和龚秋鹤 笑着告辞 跟了上去 龚秋鹤站在原地 注视着两人离开 目光闪烁 他是在场的人中 唯一一个见过楚明 附身毒液之后的样子的 所以他对楚明 有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害怕 龚秋鹤潜意识里觉得 楚明肯定没表面上那么简单 他爸和大哥 想要用钱 就买下对方手里的配方 应该没怎么容易 不过最终龚秋鹤也没说什么 他在龚家的地位 远远比不上他这个大哥 既然对方都已经决定了 那也不是他说几句话就能改变的 而此时跟在龚中旭身后的李冰 也在沉思着 虽然他刚才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已是非常不爽 他认为 龚无昌如果是先认识的他 而不是那个楚明 那去威慑龙门派的委托 一定会交给他 这样一来 获得一亿酬劳的人 就是他了 李冰同意做龚中旭的保镖 求的就是钱财 而不是名利 如果他需要的是名利的话 早就去加入九州了 龚中旭虽然给他的酬劳也不菲 一个月两百万 但和楚明那样 轻轻松松的就能获得一亿 还是差了太多 更何况 这楚明根本就没有去威慑龙门派 只是撒了个谎 光是凭借着手中那个神奇的药丸 龚无昌就还是决定 要给楚明一亿甚至更多 这让李冰心中十分不平衡 不行 我一定要让龚老更看重我 这样我 才能获得更多的钱 李冰在心中暗暗思索着 他必须要打压一下 楚明在龚无昌心中的地位 楚明和范小军 一起在楼下的商业步行街 吃了个火锅 又买了一大堆小吃 心满意足地 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 范小军手里 拿着一大把闸串 吃得翘脸通红 他突然看向楚明道 话说我加入曙光了 都没工资的吗 九州可是有工资的哦 你之前一个分身 还有工资 楚明双手插兜 撇了他一眼 有啊 怎么没有 范小军眼睛一瞪道 之前我一个月 可是有五十万工资呢 我的本体一个月一百万 九州每个S级强者 都是一一百万一个月 那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楚明突然若有所误 眉毛一条 什么 范小军一愣 怪不得你的本体 没事要搞这么多分身出来 原来是为了薅九州的羊毛啊 一个分身五十万 十个就是五百万 楚明砸吧 砸吧嘴道 真是个理财鬼财 范小军 看到对方一副无语 又有些失落的模样 楚明忍不住一笑道 行吗 工资肯定是有的 咱们数光再怎么说 也不能比九州差吧 你现在SS级 那我就给你一个月二百万 可以吧 可以可以 听到这些话 范小军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似的 展颜一笑 继续美滋滋的吃起闸串 楚明默默摇了摇头 他也知道工资这种东西是必须的 这是留住人心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 只是 SS级一个月二百万 S级一个月一百万 再加上还没有敲定的组织基地 这特么开销也大得太离谱了吧 也就九州这种官府收纳的组织 能没有压力了 楚明感觉压力山大 但还好 公家的那两亿还能撑不少时间 他也得尽快通过公家 来打通零元丹的销售渠道了 随后 两人就一起回到了出租屋 然后洗了个澡 完事后 楚明躺在床上 打开了系统界面 增气丹还有四枚 全部用了吧 楚明对系统说道 虽然增气丹合金药剂 是同类型的玩意 能给其他鼓舞者使用 提高对方的修为 但楚明现在还不打算 收鼓舞者进入组织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 鼓舞者没有异能者帅 除非真的有很强的鼓舞者 也能勉强收下 定 增气丹使用成功 以减少宿主二十天自动修炼时间 目前距离舞者巅峰 还有十天 还有十天 太久了 楚明有些失落 都怪我今天走得太着急 忘记了在青城山上 找天才地宝了 不然现在 可能就已经突破 舞者巅峰了 今天他在龙门派 装逼装得太爽了 再加上范小军加入了曙光 让他太过兴奋 连最开始找天才地宝的事情 都给忘了 但楚明转念一想 这青城山上 都被九州河军队封锁了这么久了 就算有天才地宝 也早就被他们拿走了 哪里还轮得到他 罢了 大不了再找机会转转积分 抽点增气丹就行了 楚明也懒得多想 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 楚明收到了龚秋勤打来的电话 说是已经到他楼下了 楚明不紧不慢地洗漱了一番 吃了个早饭 然后独自出门了 他一下楼 就看到一辆几百万的保时捷跑车 停在步行街上 龚秋勤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色风衣 静静地靠在车门上 冷艳美女加上超跑 这等让人惊艳的搭配 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眼光 最主要的是 我说这是步行街 你怎么还把车开上来了 楚明一走过去 就十分诧异地说道 楚公子 龚秋勤看见了他 冰冷的翘脸上 立马浮现出一抹笑容 丝毫没有因为等了对方这么久 露出不满的情绪 他打了声招呼 然后解释道 这条商业步行街 是我罢的 楚明嘴角一抽 有钱还真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楚公子 我爷爷已经等了您很久了 还请您赶快上车吧 龚秋勤拉开了跑车副驾驶的车门 楚明也不墨迹 直接坐了上去 一上车 一阵清香就扑别而来 楚明估摸着 这应该是龚秋勤自己的车子 龚秋勤为楚明恭敬地关上了车门 然后转身坐上驾驶位 启动了跑车 车子很快开出了步行街 行驶在通往都南市的主干道上 一路上 龚秋勤也没找楚明聊天 而楚明想和他说两句话 对方却一直挂着那副公事公办的笑容 说一些客套话 这让楚明感觉有些奇怪 今天这龚秋勤 怎么好像有些不待见他呢 但他也没有多想 靠在了车窗上 挽起了手机 龚秋勤偷偷瞥了楚明一眼 眼底浮现出一抹失望 他自从在大伯那里知道 楚明居然是个骗子 想骗取一亿元的报酬之后 就有些看不起对方了 干不了就干不了 为什么非要一副 我可以干的样子呢 估计还是这一亿的价格 对于他来说太多了吧 竟然不惜用诈骗的手段 龚秋勤默默摇头 江燕市离都南市开车 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很快跑车 就开到了龚家的大院 楚明一眼看去 发现龚无昌和龚秋贺几人 居然站在大院门口等着他 楚公子 见楚明下车 几人都迎了过来 龚无昌笑着说道 龚老 你的身体看起来好多了 楚明也打量了一下对方 让他有些惊讶的是 对方的身体 不仅看起来完全好了 而且系统还告诉他 龚无昌的武道 已经达到了B级巅峰 楚明估摸着 这老头恐怕能多活好几十年了 这修仙未免的丹药 确实是神奇 多亏了楚公子的那颗药丸 老夫真是感激不见 龚无昌一脸激动地抱拳道 龚老客气了 楚明汉手 心中只盼着对方快点给钱 然后他开始打量起 龚无昌身后的几个人 A级异能者 楚明的目光 突然停留在那个 穿着休闲装的青年身上 有些惊诧 这龚家什么时候 有A级强者了 不过还没等他多想 龚无昌就说道 那我们就别站着了 还请进院里一叙 楚明点头 然后随着几人 一起走进龚家大院 一路上 龚无昌给他介绍了一下 龚中旭 以及那个李冰 然后和他寒暄了一些 有的没的 楚明本打算 先拿出官长老的那截手指 让对方先去检测一下 但龚无昌却笑呵呵地表示 先不着急 随后 几人来到了议事厅里落座 虽说这间屋子 名字叫议事厅 但装修的古色古香 有着一股民国大族的气势 议事厅的中央 摆着四把黄花梨制作的木椅 正坐着楚明 龚无昌 龚秋鹤 龚中旭四人 而李冰和龚秋晴 两人都站着一旁 这时 龚无昌和龚中旭两人 才说出了 这次找楚明的真正目的 你们想买 我的林渊丹配方 楚明双眼一眯 有些不爽地看着几人 他倒是没想到 龚家的这几个人 特别这是龚家长子龚中旭 居然野心如此之大 想要直接垄断林渊丹的销售 是的 楚公子 龚中旭一脸热情地笑容道 您的这个 林渊丹 具有能够治疗癌症的能力 已经是突破了已知的科学技术 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如果能卖给我们 龚家专利配方的话 我们可以出五个亿的价格 加上之前答应您的两个亿 一共就是七个亿 说完 龚中旭从西服中 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恭敬的地向楚明 七个亿就在这张卡里 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他非常自信 楚明这种好财之人 必定经不住这么多钱的诱惑 七个亿 此话一出 一旁的李冰眼睛都直了 眼底浮现出万分的嫉妒 足足七个亿啊 他在龚中旭身边 干一辈子保镖 都得不到这么多钱 而现在这个楚明 只需要轻描淡写地 卖出林渊丹的配方 就能轻轻松松地 赚这么多钱 如果是他的话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但是楚明却是冷笑一声 目光冰冷地看着宫中旭道 你们公家是当我傻吗 林渊丹这种东西 能创造出来的财富 会有多少 恐怕不下于一千亿吧 你七亿就想打发我 不说楚明根本就没有 林渊丹的配方 全是系统抽奖得来的 就算是有 他也绝对不可能卖 这种东西 完全就属于画时代的物品 全世界都仅有他一家 只要操作好了 成世界首富都没问题 听到这句话 几人都是面色一变 公中旭原本志在必得的表情 也僵住了 愣了一会后 才焦急道 楚公子 我知道 您想自己售卖林渊丹 但您一个人 怎么比得上公家的人脉呢 如果你自己卖 可能根本赚不了多少钱 不必再说了 我本来我还想着和公家合作 售卖一些林渊丹 但现在看来 公家的心思 有点跑歪了呀 楚明冷哼一声 接着道 既然如此 那林渊丹 你们也不要再想了 今天你们只需要付我 应得的那两亿报酬就可以了 如今公无昌已经证实了林渊丹的作用 很快川省的上流社会 都会流传开来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瞒得住 所以 以后 有的是人求楚明来买林渊丹 他又何必再求着公家来帮他卖 之前 他只不过是看在对方出手阔绰的情面上 再加上楚明 也的确是懒得自己卖 所以才找到公家 但现在 既然对方都想要独吞林渊丹了 他也没必要给公家送钱了 这 此话一出 公中旭和公无昌两人 面色都难看了起来 显然没料到 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两人对视一眼 公中旭思考了一下 然后试探道 楚公子 如果您不想卖林渊丹的配方 我们也不强人所难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我们公家合作销售 毕竟我们公家在川省的人卖 不必了 把两亿给我结了就行 楚明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话 冷声道 公中旭面色猛的一沉 殷勤不定地看着楚明 眉头紧锁着 其实本来他打算的是 如果不能成功买下林渊丹的配方 那公家和楚明合作卖 也不是不可以 但他没想到 对方的反应居然如此之大 连后路都给他堵死了 一旁公无畅的表情也是很难看 老眼中一阵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公秋贺则微微摇了摇头 他勾起了一抹苦笑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种场面 他想了想 开口说道 爸 大哥 既然楚公子暂时不想和我们公家合作了 要不就先算了吧 让楚公子先考虑一段时间 他并不想因为这件事 让公家和楚明的关系闹僵了 不然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有你说话的份吗 龚中旭却直接冷喝一声 目光极其不悦地看了一眼龚秋贺 闻言 龚秋贺错愕了一下 一股怒火顿时涌上心头 但最终还是化为一抹无奈 没有再开口 对方说的也没错 他在公家的分量 远远比不上他的这个大哥 他和龚中旭比起来 只不过是一个混迹黑色产业的小人物罢了 总资产仅仅只有公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一直以来 龚秋贺在公家的地位就不高 这次能和几人一起来和楚明谈合作 最先认识楚明的份上 只是个陪衬罢了 而且 就算公家买下了林云丹的配方 和他龚秋贺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龚中旭的医药公司赚钱 站在后方的龚秋情 看到自己的大伯对他的父亲这样一副态度 也是秀眉微醋 但也没有说什么 这种情况 他早就司空见惯了 而楚明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他想要看看 这龚中旭和龚无昌 两人会不会因此恼羞成怒 然后对自己出手 如果这样的话 他又可以半珠吃虎一波 转转积分 不过楚明还是小看了 龚家这种大家族子弟的城府 只见龚中旭面色阴沉了一阵后 很快就恢复了那副热情的笑容 对楚明说道 我三弟说的其实也对 既然楚公子暂时不愿意合作 那就先不谈这个 龚中旭自然也清楚 得罪了一个B级巅峰鼓舞者 对他们龚家也没有好处 所以也不愿意撕破脸皮 他顿了一下 又道 但我还有一事相求 那就是 还请楚公子再卖一颗零元丹给我 就按一一颗的价格 哦 楚明也有些诧异 但思索片刻后 还是点了点头道 可以 这个没问题 说完 楚明就手伸进裤兜 然后让系统拿出了一颗零元丹 掏了出来 递给了对方 龚中旭眼角一抽 赶忙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零元丹 心里忍不住一阵吐槽 这特么价值上意的药丸 这楚明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揣兜里 这要是影响了药效怎么办 龚中旭连忙让李光去找来了一个精致的盒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零元丹放了进去 生怕磕碰到一点 处理好后 龚中旭才松了口气 露出一抹春风满面的笑容 楚明看他这副模样 心里忍不住偷笑 他当然明白这家伙在想什么 龚中旭肯定是眼看得不到零元丹的配方 就想从他这里买一颗零元丹 然后通过科技手段来检测出成分 自己研究出制作配方 但是楚明一点也不担心 这可是修仙卫面的丹药 就算是很低级的一种 但也不是现代科技能制作出来的 这龚中旭属实是异想天开了 零元丹也卖给你了 那现在可以给我把报酬结了吧 总共三亿 楚明有些不耐烦地看着一脸兴奋的龚中旭 那是自然 龚中旭笑了笑 然后又突然话锋一转道 不过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 还得请楚公子证明一下 你是真的杀了龙门派的官长老 不然 我只能给你两亿 龚中旭心中冷笑 既然这楚明都不愿意卖他们零元丹的配方了 那对方想骗他们的那一亿 他肯定不会再给了 什么意思 楚明眼睛一瞇 然后直接从兜里 拿出官长老的那截手指 扔在了桌子上 冷声道 我说了 这截手指 就是那个官长老的 你们公家去检测一下指纹 或者DNA不就完了 我们公家确实也有官长老的DNA数据 但要检测的话 得至少两天才能知道结果 想必楚公子也不想浪费这些时间吧 龚中旭挑眉道 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半截手指 他潜意识地就觉得 这肯定不是那个官长老的手指 大概率是楚明随便找来 想要蒙混过关的 你想说什么 楚明算是看出来了 这公家的几人压根就不相信 他能这么短时间 就跑到青城山上去杀了官长老 就算他拿出了这截手指 对方也不愿意 直接派人送去检测 人只愿意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他 这真的是人的劣根性 就算对方是大家族的人 也避免不了 我也是不久前才得知 龙门派的官长老 已经是A级鼓舞者的修为 龚中旭不紧不慢地说着 而楚公子只有B级巅峰的实力 就算加上异能者的手段 也只能勉强达到A级实力吧 而龙门派里 有众多B级鼓舞者 再加上官长老这样一个A级 楚公子你 真的能做到杀了对方 还能留下对方的手指 然后全身而退吗 龚中旭显得极为自信 云淡风轻地说着 听到这句话 站在一旁的龚秋情 也是默默摇头 楚明的谎言 这下被揭穿了 也不知道 对方要怎么下得来台 而李斌则是十分兴奋 细血地看着楚明 心里爽快极了 本来心里很不平衡的他 现在舒服多了 能看到对方亏了一亿 简直比他自己赚好几亿还要爽 看着众人各不相同 但都带着质疑的眼神 楚明忍不住笑了 你们就这么笃定 我只是B级异能者 文言 宫中续笑而不语 根据他的了解 变身系异能者 最多也就A级实力 那都已经是天赋一禀的存在了 哪怕就算楚明是A级 又怎么样 那也不可能在龙门派 众多弟子的保护中 杀掉A级的官长老 如果我要说 我只用一招 就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官长老 楚明见他不答 轻笑一声 自顾自地说道 不仅如此 我还在青城山 杀掉了九州竞榜的八号 甚至还击败了九州的一号 你们信吗 此话一出 宫中续的表情 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其他几人也都面面相去了起来 诧异地看着楚明 心想这小子 是不是脑子出了点问题 怎么还越说越离谱了呢 杀了官长老也就算了 也有那么一点可能性 但杀掉九州八号 就很离谱了 武道界和异能界 谁没听过九州竞榜的名号啊 那上面的异能者和鼓舞者 无疑不在S级巅峰的强者 每一个放出来 都是称霸一方的大人物 更别说九州一号了 那可是九州领导者 整个华国唯一一个 SS级的顶尖强者 那可是无敌于天下的存在 你一个变身戏异能者 还想击败对方 这已经不能说是天方夜谈了 简直是没脑子 龚秋晴已经是毫不掩饰的 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她出生武道世家 又是一个只有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对于楚明这种不到二十岁 就达到B级鼓舞者 修为的年轻才俊 曾经也是产生过一些恭敬 甚至爱慕的情谊的 但是现在 看到对方 只不过是一个爱说谎话的小人罢了 一时间对楚明已经失望透顶 宫中续集人都沉默了起来 似乎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楚明这些话了 总不可能直接说 对方在吹牛逼吧 这也太让对方下不来台了 这时 一旁的李冰却眼睛一亮 剑缝插针地开口了 其实这位楚公子 想要证明自己 真的有杀掉官长老的实力 也很简单 几人都闻声看向他 楚明也挑了挑眉毛 嘴角含笑地打量起李冰 这个家伙 系统告诉他是一个战斗力 一百一十二点的异能者 属于A级里比较弱的一批 楚明已经大概猜到了 这家伙现在开口是想要干什么了 小斌 你有什么建议 宫中旭见对方开口打破了僵局 也松了口气 连忙问道 想要轻而易举地杀掉官长老 那也至少得有A级中等的实力吧 李冰继续说道 本人刚刚达到A级没有多久 实力也不高 我想和楚公子切磋一番 如果楚公子能击败我 那想必杀掉官长老也是有可能的 说完 李冰目光灼灼地看着楚明 他早就在等一个机会 能够在宫老和宫中旭面前 击败楚明的机会 好好地打压一下对方 这样一来 他在公家的地位 一定会水涨船高 这也是个办法宫中旭文言 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公无昌问道 爸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可以 公无昌也微微汗手 满意地看了一眼李冰 对方出的这个主意 确实一针见血 要是楚明连李冰都打不过 就更别提杀官长老了 于是 公无昌看向楚明 楚公子 既然你说 你拥有能击败九州一号的实力 想必和小兵切磋 完全是绰绰有余的吧 李冰也稍有些紧张地看着楚明 他生怕对方不敢和他打 可以 楚明耸了耸肩 他才无所谓 他只想尽快得到三亿报仇 李冰文言 顿时兴奋起来 拱手道 那还请楚公子手下留情了 他已经想象着 等会自己轻易击败楚明 龚家人对他赞许的眼光了 等一下 这时 龚秋勤却突然出声 秀眉紧促地看着楚明 楚公子 你可要考虑清楚 李冰可是火系异能者 如果你的毒业异能和电影里的一样 那火系可是很克制你的 说不定会让你重伤 楚公子 说谎被拆穿了 确实很丢人 但如果你要硬着头皮 非要继续这个谎言 到时候还是得被拆穿 那岂不是更没面子了吗 龚秋勤想要劝一下楚明 他虽然对楚明很失望 但也并不希望对方 为了圆一个谎言而受伤 宫中续几人也看向楚明 想看他会如何抉择 楚明只是淡然一笑 说道 我的毒业异能确实怕火 听到这句话 几人都有些忍不住想笑 这下好了 李冰的异能又刚好克制楚明 那对方就更不可能打得过李冰了 但是 楚明却突然画风一转道 和这个李冰切磋 我根本用不上异能 只用我的五到十力 就足够了 李冰当即面色一变 不越道 楚公子 你这就太看不起我了吧 他十分不爽 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鼓舞者 五到十力能有多高 B级已经是妖孽了 再高不可能了吧 这还想打得过他 宫中续几人 也是默默摇头 这楚明 似乎是脑子真有点问题啊 不仅如此 还很狂妄 楚明 龚秋情当即娇喝出声 心中又怒又急 最终只能跺了跺脚 然后也不再说话了 气鼓鼓地站在一旁 算了 不管他了 这家伙 怎么就听不进劝呢 丢面子 怎么也比受伤好吧 楚明也不在乎几人的态度 从椅子上缓缓起身 自顾自的朝一室厅外走去 走吧 赶紧出去切磋了 我赶时间 好 李斌感受到了楚明语气中 轻蔑的情绪 一时间火冒三丈 死死地看着对方 然后也跟着对方走了出去 走吧 出去看看吧 龚无昌也站起身来 向外面走去 龚中续点了点头 站了起来 他现在心中十分愉悦 能让李斌压一压 这楚明的傲气 也很不错 真当他们公家 对他客气 就能看不起他们了吗 即使 你是B级鼓舞者 大爷最多只能算是和龚家平起平坐罢了 只有龚秋鹤默默摇头 目光有些复杂 沉思片刻后 也起身跟了上去 几人跟在楚明的身后 向院落中走去 这时 龚中续却突然眼睛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走上前 凑到了李斌的身边 低声道 小斌 这个机会很好 你直接用你的那个火焰印记 李斌顿时一愣 悬急露出了一副阴险的笑容 点了点头 好的 楚明此时已经站在了庭院里 他扭头看去 就看见龚中续在李斌的耳边说着什么 两人见到他看了过来 连忙就分开了 楚明眼睛一眯 这两人的反应让他有点疑惑 于是他立马在脑海中问道 系统 他们说什么呢 系统把两人的话重复了一遍 火焰印记 什么东西 楚明不解道 火焰印记 是李斌火系异能的一种天赋能力 只要被李斌打入火焰印记的人 他就能随时通过火焰印记 让被打入印记的人 产生烈火焰身的感觉 让对方痛不欲生 从而达到控制那个人的目的 那意思就是说 这龚中续 想通过李斌 直接控制我 或者说 强迫我交出所谓的林渊丹配方 楚明顿时眉头紧皱 眼底浮现出一抹寒芒 看来这龚中续 还是放不下我这林渊丹配方 果然是一介商人 为了利益 真是不择手段 楚明暗暗冷笑 这就是资本家吗 永远追求最大的利润 如果今天他 真的是一个B级的鼓舞者 那就真的会入龚中续的院了 直接让他变成龚家的一具傀儡 不过 可惜了 他不是 这时 李斌已经走到了楚明的对面 拱了拱手 看起来十分兴奋 他也没想到 龚中续居然这么狠 直接就让他用火焰印记 打入楚明体内 但这对李斌来说 是一件好事 当他成功控制了楚明 逼问出了对方的林渊丹配方 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让龚中续给他加工资 估计涨的一两百万都不是问题 李斌想想都觉得很激动 其他几人也站在了两人附近 龚中续此时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他见识过李斌那火焰印记的恐怖 曾经就有一个人得罪了他 然后他就让李斌给对方打入了火焰印记 那个人生不如死 疯狂求饶的场面 龚中续还记忆犹新 那真是焚烧灵魂的痛苦 他相信 楚明绝对会扛不住这种痛苦 然后交出林渊丹配方 这价值无量的丹药 一定能让他的医药公司 成为华国 甚至世界的龙头企业资产几百亿不在话下 而一旁的龚秋晴 心中已经是焦急不已 此时已经拿起了手机 想着要是等会楚明 要是真的被打伤了 他就直接打医院的电话 虽然几人各有各的想法 但都不觉得 楚明能打得过李斌 来吧 开始切磋吧 楚明缓缓开口 目光十分冰冷 楚公子 承让了 李斌文言再次拱手道 眼神深处 隐藏着一抹恶毒之色 说完 李斌整个人的气势瞬间一变 一身衣服无风刺舞起来 一阵阵灼热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开来 下一刻 只见李斌的双眸 竟然燃起了一缕火苗 而他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也慢慢地浮现出一道道火红的纹路 宫中续几人 都忍不住向后退了好几步 李斌身上散发出来的灼热气息 把他们周围的空气都烤干了 让他们的面部 都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灼烧感 这就是A级异能者吗 龚无昌惊讶出生 即使以他B级鼓舞者的修为 现在也从李斌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感 龚秋鹤此时面色也变了 即使他再怎么觉得 楚名不一般 但看到李斌爆发出的气场后 也开始心里打鼓 爸 要不你再劝一下大伯和爷爷吧 龚秋勤更是着急 连忙扯了扯龚秋鹤的衣服 龚秋鹤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能有什么办法 龚家二代子弟中 就他的地位最低 根本没有话语权 给楚公子打一下医院的电话吧 龚秋鹤叹息一声 现在的他 只能希望楚名真的有这个实力了 而这时 李斌也打算出手了 只见他双手合拢 手中迅速出现一个人头大小的火球 李斌一手抓住火球 猛地一抛 那火球就如同一枚炮弹一般 极快地击向楚名 如果仔细看的话 火球的中心 有着一个微小的浮路 这就是李斌的火焰印记 只要火球打到楚名身上 那对方一辈子都会受他操控 想到这里 李斌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冷笑 众人感受着 这威力极大 完全堪比一颗燃烧弹的火球 除了之前就见过的宫中序外 其他人面色都是一变 这玩意 要是打中了人 那完全是烧得灰都不剩了 龚秋擎着急万分地 一边打着医院的电话 一边看向楚名 他却诧异地发现 面对来势汹汹的火球 楚名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仔细看的话 他的眼中还带着一丝杀意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楚名突然冰冷出声 然后猛然抬起手 伸出了一根手指 破虚直 只见楚名的前方 虚空突然坍塌破碎 一根洁白如玉 半米粗的手指 从虚空中浮现 然后迅速击向那个火球 手指携带着 视如破竹的恐怖威能 轻松地就将火球 打得消散开来 然后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 直直地点向李斌 李斌面色俱变 完全都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 就要抬手阻挡 但他的手还没有抬起来 那手指 已经按在了他的胸口上 李斌瞬间就感觉 自己就像被一辆 满载几十吨的卡车 给撞在了胸口上 肋骨瞬间粉碎 然后他整个人 就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一般 凌空飞出去十几米 狠狠地摔在地上 李斌惊骇万分地挣扎着 抬起头看了楚名一眼 他的内脏完全破碎 鲜血不要钱一样地 从他口中涌出 很快 李斌就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瞪大的眼珠中 充斥着不可置信 他怎么也没想到 楚名居然只用了一招 就把他杀了 楚名缓缓地收回手指 冷漠地看着远处李斌的尸体 现在的他 综合战斗力149点 即使不用毒液 收拾一个战斗力 只有112点的李斌 完全绰绰有余 用八九玄弓 修炼出来的内力 使出的破虚指 楚名相信 即使是和他战斗力相同的强者 也很难不死 既然杀了李斌 接下来就是龚中旭等人了 此时的院落里 一片死寂 龚家的几人已经傻在了原地 瞠目结舌 纷纷惊疑不定地看着站在中央 一脸淡然的楚名 以及不远处已经断了气的李斌 一招 楚名居然只用一招 就杀了A级的李斌 龚中旭原本含笑的表情 瞬间就僵住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骇然 龚秋贺则缓缓按下了龚秋勤 正在拨打医院电话的手 妇女两人正正地看着楚名 几人中最震惊的还是龚无昌 他在惊异了片刻后 猛地浑身一颤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惊骇地喃喃自语 内力外放化形 这是武道宗师 听到这句话 其他几人也瞬间惊愕 反应了过来 身为武道世家龚家嫡系的他们 自然是知道 楚名的那一指意味着什么 内力能凭空外放 并化为实形 进行攻击 这分明是武道宗师的手段 武道宗师是什么 武者巅峰的修为 达到了武道的极点 再进一步 就能成为传说中的修仙者 而在如今官府的评级中 武道宗师为S级 这楚名 居然是个S级的古武者 不到20岁的S级古武者 龚无昌等人 心中已经是翻江倒海 震惊地连呼吸都放慢了 要知道 在特殊部门九州的记录中 整个华国的S级强者 也不过只有14人 而其中的武道宗师 仅仅只有两人 每一个武道宗师 都要经过数十年的苦修 不仅需要妖孽的天赋 还要有大气韵 大机缘 方能修成 而眼前这个楚名呢 他才不到20岁啊 这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这时 楚名缓缓地转过头来 看向几人 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现在 你们相信我 能杀了官长老了吗 龚无昌文言 浑身一颤 惊恐不已地 连忙拱手弯腰行礼 原来楚公子乃是一代宗师 是我们龚家冒犯了 说这话的时候 龚无昌的声音 已经有些颤颤巍巍的 现在的他 还哪敢怀疑 对方有没有杀掉 官长老的实力 这可是一个武道宗师啊 S级强者 完全是天上神龙一般的人物 放在古代 那可是皇上 都要平等对待的存在 就算在现代 那身份地位 也不是他们龚家能相比的 哪怕现在楚名灭了他们龚家 他们也没有丝毫办法 想到这里 龚无昌心中更加惶恐起来 连忙对一旁的龚忠婿喊道 忠婿 你赶紧将你那七亿 交给楚公子 龚忠婿面色极其难看 他刚刚还在想着 拿到凌元丹配方后 自己能将公司和公家 发展到什么地步 而现在 全部都化为泡影 然而 就算他现在再不甘心 再怨恨楚名 也不敢再表现出来了 一个武道宗师的分量 他非常的清楚 根本就不是龚家能惹得起的 于是 龚忠婿在愣了片刻后 连忙掏出了那张 装有七亿的银行卡 露出一副勉强的笑容 低着头 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 楚公子 您应得的报酬是三亿 其余的四亿 算是我们公家给您赔罪的 他的后背上此时冷汗直流 一想到自己刚才居然想要控制一位武道宗师 他就一阵后怕 幸好那火球没有打到楚明的身上 不然要是对方察觉到了其中的火焰印记 那可真是弄巧成桌了 但楚明却没有接过那张银行卡 只是默默地 看着龚忠婿 目光淡然 楚公子 见状 龚忠婿抬头看了楚明一眼 眼底浮现出一抹惊慌 哼 楚明冷哼一声 目光陡然冰冷起来 杀鸡毕露 火焰印记 龚家长子 好手段啊 文言 龚忠婿猛然后退了几步 惊恐地看着楚明 心中大哀 他没想到 自己的诡计居然还是被对方发现了 火焰印记 这是什么 龚无昌面露疑惑 他并不了解李斌 所以并不知情 但看到龚忠婿那反常的反应 和楚明眼中的杀意 他也瞬间感觉有些不妙 龚秋鹤妇女 也惊诧地看向龚忠婿不明所以 竟然想通过李斌 直接控住我 然后逼问出我的林渊丹配方 楚明语气十分冰冷 他心中忍不住吃笑一声 这李斌也是傻得可以 想要赚钱 那直接用火焰印记 控制龚忠婿不就行了吗 居然想着对他下手 简直不知死活 什么 听到楚明的这句话 几人的面色当即巨变 龚无昌待住片刻后 直接走到龚忠婿面前 猛地一巴掌 就扇到了对方脸上 怒喝道 你个逆子 竟然想要对楚公子 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龚忠婿直接被扇倒在地 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面色极其难受 但却不敢开口说一句话 说完 龚无昌又连忙转身看向楚明 诚惶诚恐地说道 楚公子 实在对不住 我这个逆子缺乏管教 还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他一命 龚无昌低着头 等待着楚明的答复 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面前这个少年可是个武道宗师啊 武道界的人自古以来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宗师之威不可处 惹怒宗师者 必死无疑 而他的这个长子居然财迷心窍 想要去控制一个宗师 龚无昌现在只能希望 楚明能手下留情 放宫中续一条生路 你的面子 你有什么面子 楚明笑了 冷声道 我和你们公家一直都是雇佣关系 你给钱 我办事 而现在 我办了事 你们却想不给钱 甚至还想要控制我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楚明的话犹如一桶冰水 猛然交到了龚无昌的头上 整个人如坠冰枯 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老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 一不错 不不错 龚无昌终于明白了 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他们 一开始就相信楚明说的话 事情怎么可能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一旁的龚秋情见到这一幕 顿时慌张起来 连忙扯了扯龚秋鹤的衣服 焦急道 爸 这是什么情况啊 楚公子 这是要杀了大伯吗 龚秋鹤从恶然中回过神来 苦笑一声 这可是宗师啊 大哥这次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这下可能连带着 我们都要遭殃了 而楚明此时已经将目光 看向了地上的宫中序 表情淡漠 内力已经开始涌动 整个院落里 此时变得无比寂静 落真可闻 几人都忐忑不安地 等着楚明的下一步动作 就在这时 宫中序却突然挣扎着 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中露出狠立之色 只见他竟然迅速从腰间 掏出了一把手枪 指着楚明大吼道 曹尼玛 武道宗师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现在是现代社会 时代变了 我就不信你在牛逼 还能抗得下枪 宫中序他 虽然也是宫家嫡子 但一直以来从事商业 对武道了解渗手 所以就算知道了 楚明是武道宗师 也并不像龚无昌几人一样 产生极端的畏惧 他不相信 武者再强 还能强得过枪 宫中序喊出话的一瞬间 就面目猙獰的对准楚明 直接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一连串的巨大枪声响起 只是眨眼间 手枪的弹夹就被打空了 啊 龚秋勤当即惊叫一声 其他两人也是骇然失色 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楚明轻烈一笑 不闪不闭 只见他迅速伸出手 内力涌动而出 化为一道透明的屏障 挡在他身前 子弹击打在屏障上 犹如打中了钢铁一样 绽放出醒目的火光 旋即纷纷被弹开 时代变了 楚明收回手 冷冷地看向龚中勇 嘲讽出声 这 怎么可能 龚中勇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拿着枪的手 开始颤抖起来 心中终于是涌起了无尽的恐惧 居然连枪都能挡下 龚秋勤正正出神 美目中已经失去了神采 他根本想象不到 一个人的实力 居然能强大到如此地步 地上的龚无昌 在反应过来之后 忍不住悲痛大吼 龚绪你糊涂啊 这可是宗师啊 你用手枪 怎么可能能伤着他 如果之前 他还对楚明的宗师实力 有一些存疑 但看到这一幕 龚无昌已经彻底相信了 内力外放化形 能轻易地挡下手枪的子弹 这不是武道宗师是什么 虽然A级实力 也能不具普通手枪的子弹 但肯定也会十分狼狈 不会像楚明这般轻松 龚无昌此时 已经完全绝望了 这下龚中勇 算是把楚明得罪死了 而楚明将双手背在身后 他的手掌还有些发麻 他的武道修为 也不过A级而已 能做到刚刚那一幕 完全就是因为 八九玄弓修炼出来的内力 远超于蓝星的功法 其实楚明刚才可以轻易地 躲过那一串子弹 他的反应速度 比龚中勇的开枪速度快多了 但是 这几人都认为他是武道宗师了 逼都装到这里了 当然得露一手 楚公子 我错了 我错了 求你饶我一命吧 我可以给你钱 我公司价值上百亿 我都可以给你 这时 龚中勇终于是忍受不了内心恐惧 带来的煎熬 直接颤抖地跪在地下 对着楚明不停地开口求饶 哦 是指百亿啊 那确实挺不错的 楚明眉毛一挑 似乎有些异动 但下一刻 他突然画风一转道 但杀了你 公司也是我的 说完 楚明就直接让系统 拿出了加特林机枪 对准龚中勇 冷声道 时代变了 那也确实 既然龚中勇都拿手枪打他了 那楚明拿加特林打他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打我十发子弹 我还你一盘 很合理吧 龚中勇听到楚明前半句话时 面色顿时一喜 但后半句话一出来 他就瞬间如临深渊 当他看到楚明的手中 居然凭空出现了一把加特林时 龚中勇愣了一秒 玄机猛然面色俱变 下意识地爬起来就要跑 但这时楚明已经扣动了扳机 一连串密集的子弹 就如同倾盆大雨一般 朝宫中去覆盖而去 一秒钟不到 对方连一句喊声都发不出来 当场就被打成了肉末 一块块血肉瞬间绽放开来 整个院落中 如同下起了一场血雨 楚明 回了加特林 然后转头看向 已经被吓猛了的龚无昌 龚秋勤以及龚秋鹤 他们已经彻底懵了 任凭那些血水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脑子里 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这加特林特么的 是哪里冒出来的 忘了告诉你们了 楚明淡然一笑 我还有一个加特林的异能 龚无昌从惊恶中回过神来之后 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正正地看着洒满地面的血肉 心中悲痛万分 龚中旭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儿子 没想到 今天居然死得如此草率 一时间 龚无昌忍不住老泪纵横 但龚秋鹤妇女反应就没有这么大了 身为龚家这种大家族的子弟 从小就和这些所谓的兄弟姐妹们 明争暗斗 更何况他们在龚家的地位 本来就不高 所以现在看到龚中旭死了 他们现在除了惧怕外 根本没其他的情绪 他们只担心自己之后的处境 就在这时 本来眼面痛哭的龚无昌 却突然摇摇晃晃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目光死死地看向楚明 眼中悲愤 绝望 怨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无比复杂 怎么 龚老你有意见 见状 楚明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这家伙莫非见至亲被杀 直接失去了理智 还想对自己出手不成 龚无昌却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止住了悲伤的情绪 抱拳沉声说道 楚公子 我的长子冒犯于您 他确实该死 但如今 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我还希望 楚公子不要迁怒于我们龚家其他人 文言 楚明微微诧异 这龚无昌 不愧是龚家之主 活了这么多年的老狐狸 即使现在痛失爱子 也能很快 强行走出情绪 为龚家大局着想 楚明愣了一下后 冷笑一声 伸出手来 屈指一弹 一道灵练的内力 从他指尖击出 直接打在了龚无昌的丹田处 龚无昌当即痛叫出声 捂着肚子 再次瘫倒在地上 剧烈的疼痛 让他一张老脸 都猙獰了起来 你叫紫无方 我费你一身修为 你有意见吗 楚明目光辟腻 高高在上地看着对方 没 没意见 龚无昌咬着牙 额头上冷汗直流 他感到楚明的那道内力 打入他的丹田之后 浑身的内力 都如同露气的气球一般 尽数散去 修炼了一辈子 才达到的B级修为 一瞬间消失殆尽 但龚无昌心中再怎么悲愤 也不敢说出来 楚明冷眼看着对方 他知道 以对方的年纪 失去了B级鼓舞者的修为之后 也活不了多久了 然后 楚明这才看向龚秋鹤妇女 龚秋鹤对上楚明的目光 吓得浑身一抖 旋即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 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将已经瑟瑟发抖的龚秋情 护在了身后 龚秋鹤 楚明淡然开口 你现在开始 就是龚家家主 以后 龚家以我为尊 你有意见吗 什么 龚秋鹤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脸猛逼 我说 现在以后 龚家以我为尊 你从现在开始 就是龚家家主 楚明语气猛得一冷 还需要我再重复第三遍吗 不用不用 我明白了 楚公子 龚秋鹤当即答应下来 虽然他还有点猛逼 但现在 不答应也不行了 楚明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龚秋鹤和龚秋情妇女两人 对他一直也没什么恶意 所以他也不至于杀了他们 而且 这个龚秋鹤留着 也挺有用的 楚明也是突发奇想 反正现在龚家已经惹到他了 不如就直接把龚家据为己有吧 这样一来 曙光的资金 基地什么的 都通通解决了 而让龚秋鹤成为家主 楚明是打算 让他成为自己的傀儡 帮他打理龚家 顺便也可以让龚秋鹤 通过龚家 帮他销售林元丹 虽然这么轻易地就收服了龚家 看起来有些草率 但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就像龚无昌之前担心的 龙门派的那一脉的古武者 实力强大之后 会推翻他们龚家一样 这个世界的本质 就是实力为尊 况且 蓝星这个平行世界 和楚明上一世的地球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那就是 古武者之间的纷争 只要不威胁到普通民众 那官府也不会管 所以 楚明这样做很合理 更何况 他也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 只是收服了龚家而已 如果是龙门派打上门来 那他们龚家 恐怕一个也活不了 而一旁的龚无昌 听到这些话 老眼中涌现出止不住的悲凉 他没想到 他们龚家最终没有败在 世仇龙门派一脉的古武者身上 却毁在了他们的贪心上 贪到一位当时宗师头上 也算是我们龚家旧游自取了 我愧对列祖列宗啊 龚无昌心中哀鸣 却生不起丝毫反抗的想法 楚明副手缓缓走向龚秋鹤 但然道 那张7亿的银行卡已经被打碎了 你直接给我的卡里打7亿就行 还有一些事情 我给你交代一下 好好 楚公子请吩咐 龚秋鹤连忙低下头 诚惶诚恐地看着对方 楚明拿出了20颗龙元丹 交给了对方 你接手龚家之后 尽快打通川省上流社会的龙元丹销售渠道 记住了 一颗龙元丹的价格不能低于10亿以下 卖出去一颗 我会给你5000万的分成 以后 你就代表龚家和我单线联系 如果龙元丹的售卖出了任何差错 我为你试问 好 楚公子 我明白了 龚秋鹤连连点头 他这时突然反应了过来 似乎楚明收服龚家之后 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其一 他直接从一个不被父亲重视 被其他兄弟看不起的二代子弟 摇身一变成为了龚家家主 其二 楚明居然将龙元丹的销售渠道全权交给了他 龙元丹的提成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 独享这种能治百病的药丸的销售渠道 那他龚秋鹤在整个川省 甚至全国的地位肯定会节节攀升 这样一来 即使做楚明的傀儡又如何 他同样能获得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位和权势 想到这里 龚秋鹤已经是两眼放光 刚才楚明带给他的恐惧都消散了 自己这完全就是因祸得福 看到对方这副模样 楚明心中十分满意 他早就在之前 龚中旭对龚秋鹤的态度中 看出来龚秋鹤在龚家的地位不高了 而如今 自己给他地位 给他权势 龚秋鹤自然会高兴 而且 楚明刚刚没有直接杀了龚无畅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想要让龚秋鹤心甘情愿地 当自己的傀儡 为他赚钱 还有一件事 帮我在蜀城或者江燕市 找一个独栋别墅 必须处于郊区 而且 面积越大越好 最少能居住二十人以上 楚明思索了一下 再次开口道 独栋别墅 好 没问题 龚秋鹤一愣 玄机立刻答应下来 嗯好 你找到了 就直接用我的名义买下来 最好就这两天之内找到 楚明点了点头 他找独栋别墅 当然是为了安置曙光的异能者 作为基地 本来楚明 还想像电影里的钢铁侠一样 买一栋楼下来作为基地 但想想好像也没必要 毕竟现在的曙光 也没几个人 就算以后要收纳其他的强者 估计也不会太多 一个独栋别墅足够了 既然事情已经说妥了 那我也就不久留了 楚明想了想 发现这次来龚家的目的都半妥了 也不打算留在这里了 抬腿就向院落外走去 楚公子 我送你吧 龚秋鹤连忙跟了上去 裴笑道 就在这时 院落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只见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 正抬着一个担架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卧槽 卧槽 这些医生护士 一看到院落里布满了鲜血和肉块 一副猎狱般的场景 一瞬间被吓傻了 卧槽声连绵起伏 满脸的不可思议 楚明也被吓了一跳 你好 领头的那个医生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刚才我们收到了龚小姐的电话 说是有人受伤了 我们就赶紧赶过来了 请问受伤的人在哪 龚小姐 楚明有些猛逼 片刻后突然缓过神来 看向一旁撬脸煞白的龚秋晴 你叫的 我刚才怕你被李斌打受伤了 所以就叫了我们公家医院的医生过来 龚秋晴颤颤巍巍地说道 看向楚明的眼神 还带着深深的恐惧 哦 楚明点了点头 心想这妮子还挺好心的 旋即对着那医生 十分和善地说道 这里没有人受伤 你们可以走了 医生咽了咽口水 这血腥的场面 即使是他这种经验丰富的医生 也有些害怕 他伸过头看了看不远处躺着地上的 已经失去了呼吸的李斌 然后也点头善笑道 确实没有人受伤 那我们就走了 说完 他连忙招呼着一群医生赶紧离开了 比来的时候还快 似乎不愿意在这里多待一秒 带一群医生离开后 龚秋晴搀扶起来龚无畅 将他带进屋内 而龚秋鹤则毕恭毕敬地领着楚明 向龚家大院外走去 龚家大院很大 除了住着龚秋鹤这些嫡系子弟外 还有一众龚家养着的古武者 刚才楚明拿出加特林沙宫中序 弄出来的动静太大 以至于现在走在路上 很多古武者都过来围观 当他们看到 龚秋鹤恭敬万分地领着一个年轻人时 都是面面相去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年轻人是谁啊 二叔为什么会像个狗腿子一样带着他 有小辈发出疑问 龚家再怎么说 都是熊霸川省的大家族 龚秋鹤虽然在几个嫡系中地位不高 但也不是他们这些 旁系能攀得起的 噓 慎言 说不定那是个魔都 或者京城来到公子哥呢 嫡系一脉的事情 我们少管 另一人连忙说道 龚秋鹤丝毫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他一边走着 一边摸着兜里的二十颗林源丹 内心止不住的兴奋 那些小辈还不知道 很快龚无畅就会将家主之位让给他 再加上林源丹的销售渠道 他龚秋鹤 很快就能成为川省全市最巅峰的人物 但突然 龚秋鹤忽然想到了什么 兴奋的神情猛的一致 拍了拍额头 犹豫了一下 对着楚明说道 楚公子 你想这么轻易收复我公家 好像没这么容易 怎么 莫非你们还不服 楚明眉头一皱 邪腻他一眼 不不不 以楚公子的实力 我当然是心服口服 龚秋鹤也察觉到了 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妥 冷汗都吓了出来 顿了顿后 才小心翼翼道 我父亲和我 肯定是愿意将龚家拱手相让 但我那三弟 估计会找您麻烦的 你三弟 楚明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他之前是记得邱志欣说过 龚无昌有三个儿子来着 他也只见过龚中旭和龚秋鹤两人 那老三还没见过 不过如今 他都已经展示出S级武道宗师的实力了 龚无昌都服了 那龚家老三怎么会不服 是的 龚秋鹤斟酌了一下语气 小青说道 我那三弟 其实早在几年前 就攀上了那个王林健的高枝 很少回龚家 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来 王林健 楚明微微愕然 他没想到 龚家居然还有人和这个家伙有关系 王林健 千达集团的董事长 从江燕市一步一步白手起家 最终走向全华国的顶级富豪 资产千亿 全是极大 曾经还是华国首富 虽然现在衰落了不少 但也不是区区龚家能比的 是的 龚秋鹤的眼中闪烁过一抹忌惮 担心道 据说我那三弟跟着王林健之后 短短几年就成了他手下的一员大将 如今在整个华国都是不可小觑的大人物 虽然我三弟 现在和龚家的关系有些淡了 但这毕竟血脉相连 而如今 您要是只收服了龚家还好说 我三弟多半懒得说什么 但是您还杀了我们的大哥 要是被他知道了 恐怕 龚秋鹤满是担忧 虽然他那三弟也是爱好权势之人 但对亲情血缘 却看得比他众多了 或许对方不会在乎龚家以谁为主 但一定会在乎楚明杀了他大哥的事情 龚秋鹤心中有些焦急起来 这眼看就要得到权势一飞冲天了 要是被自己的三弟半路打搅了 那他可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不明白 以我的实力 就算你三弟有再大的权势 又能怎么样 楚明不解地看着龚秋鹤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龚秋鹤苦笑一声解释到 千达集团坐拥亿万资产 三年前天地灵气复苏的时候 有一些刚刚觉醒的异能者 心生膨胀 对王林健产生了寂觎之心 那个时候 王林健还被异能者绑架了一次 从那以后 王林健就想着要拉拢一些异能者 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而那个时候 九州刚刚成立 王林健就想着将九州收入千达集团名下 来保护他 但官府却先下手一步 王林健也不敢和官府抢人 于是 他就只有和九州搞好关系 在九州发展期间 王林健给予了九州庞大的资金支持 所以一直以来 他都和九州的领导者 也就是九州的一号 是以兄弟相称 而我三弟 是王林健的得力大将 和九州一号关系也是不菲 所以 如果我三弟得知了 您杀了我们的大哥 极有可能会委托九州一号对您出手 报复于您 公秋鹤摇头叹息 这都是他们公家的心秘 外人根本无处得知 找九州一号报复我 就这啊 我还以为你三弟有多牛逼呢 楚明听完 不屑地笑了 眯眼看向公秋鹤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昨天就已经在青城山 击败了九州一号 难不成你不信我 信 我当然信 公秋鹤连忙低头硬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中还是十分苦涩 即使楚明展现出来武道宗师的实力 但那也只是S级的实力啊 九州一号是什么人物 整个华国唯一一个SS级顶尖强者 虽然楚明说了 他击败了九州一号 但公秋鹤毕竟没亲眼见过 所以心中依旧还是有些存疑 可是他也不敢当面质疑楚明 只能在心中默默叹息 心想以后走一步看一步了 信就对了 楚明点了点头 了解了对方三弟的底细之后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但然道 我交给你的事情 你放开手去做 不用忌惮你那个三弟 他不能对我怎么样 好好 在公秋鹤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就走出了公家大院 然后他亲自开车 将楚明送回江艳市 一路上 公秋鹤都没怎么说话 便得忧心冲冲起来 楚明却无所谓地玩着手机 他倒是希望对方的三弟 带九州一号来找他麻烦 那样他又可以装一波了 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扮猪吃虎成功 获得积分700点 还不错 楚明心中十分满意 这次来公家 真的是收获颇风了 不仅得到了七亿资产 还收服了公家 打通了林元丹的销售渠道 更是解决了曙光的基地问题 为日后的发展 铺下了一条好路 公秋鹤将楚明送到了 江艳市的那条商业步行街上 告别之后 就匆匆离去 如今公家一主 他还要回去处理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 还是要尽快完成楚明的指示 回到出租屋后 楚明施施然的 进了卧室 却愕然地发现 范小军这妮子居然还在睡觉 目前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真接而能睡 楚明无语地吐槽一句 也没有去打扰他 捏手捏脚地回到客厅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 现在他也没事干了 只能等着公秋鹤明天 找到独栋别墅 然后安排刘鹤一住进去 一想到刘鹤仪 楚明就好奇了起来 对方变成绿巨人之后的模样 他还没有见过呢 绿巨人 加上他那个防御系的寒冰异能 这组合起来 是个马玩意 楚明饶有兴趣地想着 不过话说回来 这刘鹤仪都成为绿巨人快两天了 也是硬生生忍住 没有给他发消息 楚明觉得 这小子多半是之前 被九州的人 监视出心里阴影了 完全不敢再网上谈这些了 不过 楚明现在倒无所谓 九州一号都被他打扶了 谁还敢来监视他 正好他也想问问刘鹤仪的现状 于是他立马打开微信 给对方发起消息 鹤仪 你现在怎么样了 楚明发完 正要退出微信 却差一发现 这家伙居然秒回了 小明 你在哪里啊 咱们敢挺见个面啊 网上不好说啊 刘鹤仪还是相当的谨慎 不用怕了 九州现在不敢管我了 楚明无语回道 但他想了想 又发了条消息 要不出来吃个烧烤吧 你现在在哪里 楚明想着 微信里也说不太清楚 干脆直接拉刘鹤仪出来见一面算了 反正就算今天不见 明天自己也得去找他 好 那个钢铁侠让我住在酒店里的 我就在市区 你现在在哪里 去什么地方吃 你发定位给我 刘鹤仪又是秒回消息 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行 到时候发定位给你 楚明回完消息 就退出了微信 继续刷起抖音 直到晚上九点左右 楚明看了看天色 觉得也差不多了 准备出门了 这时 他才惊愕地发现 范小军居然还没有睡醒 楚明连忙推开卧室门 皱着眉头喊了一声 你特么 睡死了是不是 都特么一天了 足足过了半晌 范小军声音 才从被窝里传了出来 嗯 别打扰我 我睡觉呢 好困 范小军迷迷糊糊之间 发出的声音 朦胧又软糯 就像在撒娇一样 恐怕任何男人 听到了这种声音 都会血脉喷胀 但楚明 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快步走到范小军床边 掀开了盖在对方脑袋上的被子 摸了摸他的额头 沉声道 怎么回事啊 生病了 正常人 哪有能睡一天一夜的 这显然不正常好吧 不过楚明 又突然反应过来 这妮子不是SS级吗 怎么可能会生病 难不成是那支基因药剂的副作用 可系统也没说 那玩意有副作用啊 楚明有些焦急地 胡思乱想起来 没有 范小军拍开了楚明的手 迷迷糊糊地说着 我都好久没睡懒觉了 你让我睡会儿 楚明皱着眉里了 理对方凌乱的发丝 哪有睡懒觉这么睡的 你特么多睡多久了 以前我每次想睡懒觉 都会被本体叫醒 现在好不容易 能多睡会了 范小军直接拉过被子 又盖在了头上 楚明微微一愣 他突然想起来 范小军监视他的这段时间 好像是每天都起得比他早 他还以为对方 这是作息规律呢 结果没想到 是这个原因 楚明不知怎么的 突然想起了自己前世 在电子厂的十年 也是每天都不能睡懒觉 为了生活 强行早起 一时间 他看向范小军的眼神中 都带上了一丝怜悯 哎 那你睡吧 楚明看了口气 也不打扰他了 起身向客厅走去 我去和我朋友吃个烧口 晚点回来啊 卧槽 烧烤 范小军的惊叫声 猛然响起 床上也发出一声巨响 紧接着就是他急促的脚步声 楚明被吓了一跳 愕然地转头看去 只见范小军 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完全没有了之前 那一副睡眼朦胧的模样 一双眉眸 兴致勃勃地看着楚明 楚明 带我也去呗 我也想吃烧烤 范小军兴奋地说道 楚明眼角抽搐 刚才对对方产生的怜悯之心 瞬间荡然无存 愣了半嗓 才面色阴沉地开口道 你特梦不是睡觉吗 吃了再睡也可以吗 范小军眨巴眨巴眼睛 一脸期待地看着楚明 楚明沉默了两脚 滚 楚明一脸无奈地 带着兴高采烈的范小军 一起下楼 两人一起走出步行街 打了辆出租车 这次楚明没打算 在步行街上吃 他在美团上 找了一处人烟稀少的烧烤摊 他很好奇刘鹤仪 变身绿巨人后的模样 所以打算 找个人少的地方 等吃完东西后 让对方变身 给他康康 这个烧烤摊 在一个城乡结合部处 附近除了一栋栋矮矮小的红砖房 就是一片树林 出租车 足足开了四十分钟 才开到 当楚明两人到这里的时候 烧烤摊上 只有零星的一两桌人 看起来生意 不怎么好的样子啊 能好吃吗 范小军有些失落到 这你就不懂了 这种偏僻的烧烤摊 可比那些 人满为患的味道好多了 楚明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自顾自地朝烧烤摊走去 真的吗 范小军不服地嘟了嘟嘴 然后也跟了上去 这时 烧烤摊的一处桌子旁 坐着两个光着膀子的青年男人 其中一个瘦瘦小小 右手纹着整条花壁的男子 正喝下一杯酒 忽然他眼前一亮 低声说道 大哥 你看那边来了两个小年轻 那女的也太太娘好看了吧 对面那个五大三粗 满背纹着纹身的男子 听到瘦小男子的话 微微一愣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 当他看到楚明身后的范小军时 满脸的横肉 都是一颤 眼中爆发出惊艳之色 连忙转身过来 低声道 卧槽 这妹子极品啊 简直比抖音里的那些女神还漂亮 这两人 是混迹于这一片 城乡结合部的小混混 无业游民 平时全靠小偷小摸混日子 他们连市区都很少去过 城乡结合部 平日里大多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 年轻的妹子都很少能看见 更别说范小军 这样面容绝世的美女了 或许 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一时间两人的心中 都生起了一抹火热 那个瘦小男子眼珠一转 露出来一副猥琐的表情 小声说道 大哥 这样的妹子 咱们一辈子 可能都见不到第二次啊 要不 壮硕男子文言 猛地皱起眉头 欲气严厉道 别乱想了 看看就得了 我们偷点小东西可以 抓到了 也就一两年 你要是乱搞 直接判个无期 那就不划算了 嗨 大哥 我知道轻重 瘦小男子摇摇头 眼睛中浮现出一抹阴险 我又没说要干那女的 咱们到时候去摸一下 蹭一下 过过瘾不好吗 被抓到了 也就算个违宪 更何况 咱们这城乡结合部 连监控都没几个 瘦小男子 贼兮兮的一笑 继续怂恿道 大哥 你看我们在这边偷东西 都半年了 不也没事吗 而且这两个年轻人 一看 就是市区出来的 身上肯定很有钱 这 壮硕男子 有些动摇了 他觉得对方说的 也有些道理 愣了愣 他又转头 看了一眼范小军 心底的欲望 有些生疼 平日里他们解决需求 都只能找一些 三四十岁的失足妇女 范小军这种 绝世容貌的少女 他们根本想 都不敢想 楚明和范小军 点完烧烤之后 就找了一个 没有人的角落 坐了下来 不多久 刘鹤仪也来了 他一看到楚明 就眼睛一亮 连忙走了过去 小明 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吃啊 楚明温生看了过去 顿时嘴角上扬 此时的刘鹤仪 和两个星期前 已经完全不同 皮肤外面 已经没有了那层冰霜 想必完全觉醒的她 已经能随意 收放异能了 刘鹤仪心冲冲地 走到桌边坐下 当她看到一旁的范小军时 却突然愣住了 惊疑不定地看着两人 犹豫了片刻 才正正开口道 这是 嫂子 刘鹤仪有些猛啊 这楚明才来 江艳试多久啊 怎么就找了个 这么漂亮的妹子 瞎吉巴讲什么 楚明美好气道 她叫范小军 曙光成员 以后和你就是同事了 你好 范小军也对着刘鹤仪 打了声招呼 但她的眼睛 却不自觉地 撇了撇一旁的楚明 眼底隐隐划过一丝失落 哦 你好 我叫刘鹤仪 刘鹤仪也连忙 打了声招呼 然后一脸猛逼地说道 曙光 什么曙光 什么同事 你别急 我叫你出来 就是给你讲这些事情的 楚明说道 哦 那你赶紧讲吧 刘鹤仪连忙点头 她现在心中 还充满了疑惑 昨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让她匪夷所思了 昨天她按照楚明的指示 坐高铁来到了江艳市 然后去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就在她等的百无聊赖时 一个钢铁侠战甲 却突然从天而降 落在她面前 她还没反应过来 钢铁侠战甲里 就走出一个硬朗男子 二话不说 拿起两根针管 就扎在了她身上 当时的刘鹤仪毫无防备 更没有使用异能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两管不明液体 注射进了她的体内 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的同时 刘鹤仪却惊叉地发现 自身的异能力在猛涨 而且她的体型也猛然增大 皮肤更是变成了绿色 足足过去了二十分钟 刘鹤仪居然发现 自己变成了电影里的绿巨人模样 而且实力更是飙升到了S级 就在她震惊的无以复加之际 那个钢铁侠 却直接飞到一个地方 将那个一直跟踪她的九州 A级异能者给逮了出来 后面发生的一切 刘鹤仪都记得迷迷糊糊的 根本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只知道 这一切都和楚明有关系 楚明这时 也给刘鹤仪解释了起来 自己昨天在青城山上发生的一切 和九州的战斗 以及曙光的成立 刘鹤仪听得一愣一愣的 她呆滞了很久 才不可置信的开口 也就是说 小明你干报了九州 而且还成立了一个叫曙光的组织 我的这变成绿巨人的能力 也是你给我的 那个钢铁侠 也是曙光成员 你听明白了就行 楚明松了口气 连忙喝了口啤酒 讲了半天 嘴都给他讲干了 我去你马的 小明你这也太牛逼了吧 刘鹤仪反应过来之后 猛然兴奋地爆出粗口 他还记得当时 自己和楚明开的那个玩笑 说是要建立一个 华夏复仇者联盟 但是现在 这个玩笑 貌似要成真了 现在的曙光里面 楚明一个毒液 他一个绿巨人 还有一个钢铁侠 这不是复仇者联盟是什么 这时 点的烧烤也烤好了 老板端了过来 范小军两眼放光 连忙拿起几串五花肉 就开始撸 行了行了 别激动了 先吃烧烤吧 楚明翻了个白眼道 也吃了起来 真屌啊 曙光这名字 真特么屌 刘鹤仪还久久不能平静 激动不已 行 小明 以后劳资 就跟你混了 咱们一起把曙光 做大做强 行了 瞧你那点出现 赶紧吃 楚明扔了一盘烧烤过去 又给他倒了杯酒 吃吃吃 来喝酒 庆祝咱们曙光成立 刘鹤仪兴奋不已地端起酒杯喊道 之后 楚明和他一边喝着酒 一边高谈阔论着 好兄弟许久不见 再加上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自然有很多话题聊 而范小军则自顾自地吃着 全程没说过一句话 眼睛里似乎只有烧烤 很快 酒足饭饱 三人都是S级的异能者 饭量极大 足足吃了一千多的烧烤 把老板都看傻了 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范小军一个人吃的 结完账后 三人一起离开烧烤摊 楚明 快点打车回家 我走不动了 范小军摸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 艰难地打了个宝格 让你吃这么多 楚明瞒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 小军 要是后面没什么安排了 那就先散了 刘鹤仪也问道 先不急着回去 楚明挠了挠头 左右张望了一下 然后突然两眼放光地看向刘鹤仪 走 鹤仪 咱们钻小树林去 什么 刘鹤仪面色一变 连忙捂着了自己的屁股 惊慌道 加入曙光 难道还有这种潜规则 那可不行啊 我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 曹你吧 楚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我是想看看 你的绿巨人能力 树林里不怕被人看见 哦 这样 那走吧 刘鹤仪失落道 你那失落的表情是什么玩意 唉 得不到曙光领导人的宠幸 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 我在曙光的地位 我去你嘛 滚 就在楚明三人一边吵闹着 一边向树林的方向走去时 两道身影偷偷摸摸地跟在他们身后 老二 他们有三个人啊 能不能行啊 壮硕男子皱着眉头担忧道 放心吧大哥 瘦小男子眼中荧光闪烁 然后从兜里掏出两把匕首 将其中一把递给了对方 阴险一笑 我们可是有刀的 而且那两个矛头小子 有什么怕的 两个看起来比我还瘦 以大哥你的体格 不用刀都能轻易收拾 壮硕男子接过匕首 眼中也闪烁起狠立之色 心中的欲望压过了理智 点了点头道 行 那咱们兄弟 今天就好好地过把瘾 差不多了 就在这里吧 楚明望望望四周 他们现在 已经处于树林深处 除了茂密树木 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那行吧 那我变了 刘鹤仪挠了挠头 准备变身了 范小军美目中 也满是好奇地看着他 现实中的绿巨人 他也没见过呢 等等 楚明突然想到了什么 面色猛的一变 你换裤衩了吗 他突然想起 绿巨人变身 可和毒液不一样 那可是直接把 全部衣服撑破呀 电影里的班纳 可是穿了一个 巨型裤衩才能撑着 要是这刘鹤仪 没换裤衩 等会那画面 要是只有楚明还好 主要是 一边还有个范小军 范小军听到这句话 也反应了过来 翘脸飞上一抹飞红 连忙将脑袋 埋在了楚明身上 你要是没换 那我就不看了 可 放心 我换了 刘鹤仪有些尴尬 他想起自己 第一次变身的时候 那胯下的飞人物体 不由得有些脸红 说完 刘鹤仪就运转起能力 双眸陡然变成了绿色 此时 那两个小混混 正在楚明几人的不远处 偷偷地靠过去 两个人都有些气喘吁吁的 就像跑了几公里了似的 TMD 这三个年轻人 怎么走路走得这么快啊 我们跑起来 都差点追不上 壮硕男子 有些诧异的小声喘气道 噓 大哥 别说话了 他们停下来了 瘦小男子亢奋道 我们现在 就悄悄靠过去 然后出其不意 把那两个男的打晕 那个妹子 就任由我们处置了 嘿嘿嘿 壮硕男子点了点头 勾起了一抹银荡的笑容 两人都小心翼翼地 看着不远处的楚明三人 但是下一刻 他们就看见了 自己毕身难忘的一幕 只见在微弱的月光下 其中一个少年 毫无征兆地发出一声 野兽般的嘀吼 然后整个人都变成了绿色 骨骼 肌肉迅速膨胀起来 将身上的衣服 硬生生地撑破 到三秒的时间 那个少年的体型 就膨胀到了三米之高 变成了一个 浑身肌肉球节 充斥着爆炸力量感的绿色怪物 我靠 大哥 什么情况 瘦弱男子 整个人都僵住了 眼神中的淫 欲瞬间 就化为了深深的恐惧 绿 绿巨人 壮硕男子也被吓猛了 看着不远处的绿色怪物 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电影里绿巨人的身影 现实中 怎么会有绿巨人这种东西 两人都是不可置信 大哥 我们还要过去吗 待至了两久 瘦弱男子 才颤颤巍巍的说道 过去你嘛 赶紧出去报警 壮瘦男子 吓得魂都快丢了 拉着对方 就赶紧朝树林外狼狈退去 而另一边 楚明正嘖嘖称奇的 摸着绿巨人的手臂 这肌肉 一定很柴吧 刘鹤仪变成的这个绿巨人 和复仇者联盟里的不怎么像 倒是和绿巨人艺里面的异母一样 是最具有爆炸力量感的一代绿巨人 而系统告诉他 刘鹤仪此时的战斗力 已经达到了系统改造的绿巨人的上限 220点 S级 你他妈别拿一副极老的表情 看着我好吗 刘鹤仪忍不住无语地说道 绿巨人好帅啊 范小军也两眼放光道 还好还好 刘鹤仪被美女一夸 顿时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楚明眉头一皱 不悦地看了范小军一眼 冷声道 有毒液帅吗 那也没有 范小军吐了吐舌头 老老实实地站在楚明身后 小明 其实我还可以将冰霜一能 覆盖在绿巨人身上 我感觉那防御力简直无敌 你要不要看看 刘鹤仪突然兴奋地说道 先不急 楚明却突然转身 看向了后方的丛林 眼睛一眯 鹤仪 你先去把那两个人 一直跟着我们的人抓过来 他们快跑了 好吧 刘鹤仪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然后立马脚下发力 纵身一跃十几米的高度 消失在了楚明的视野中 三人都是S级以上的异能者 感官何其敏锐 他们早就发现了 有两人一直在跟着他们 只不过 刚才在马路上 车辆众多 楚明也不好下手 所以才将他们 引到这树林中来 为什么他们要跟着我们 抢劫吗 范小军不解地看向远处 还不是因为你 红颜祸水 楚明白了他一眼 他早就问过系统 知道了那两个小混混的目的 长得好看有错吗 范小军不服道 哄 一声巨响爆发 绿巨人已经稳稳地 落在了楚明两人旁边 一手提着一个人 正是那两小混混 刘鹤仪将两人放倒在地 然后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绿 绿巨人大哥 我们只是路过 对对 我们只是路过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两人都快被吓傻了 浑身颤抖地瘫倒在地面上 颤颤巍巍地喊着 他们刚才还在逃跑来着 结果突然就眼前一黑 被绿巨人拽到了天上 然后就被带到了这里 两人欲哭无泪 他们只不过是想 结个色而已 怎么还能碰到 这么恐怖的东西啊 刘鹤仪没有理会 他们的叫喊 看向楚明 问道 小明怎么处理 他虽然不知道 这两人 为什么要跟着他们 但也知道 这大半夜的 跟踪到树林里来 多半是起了歹意 不是想结彩 就是想结色 刘鹤仪又看了一眼范小军 心里觉得这两人 多半是为了结色了 楚明淡然一笑 然后给刘鹤仪比了一个手势 刘鹤仪当即议会 绿色的大脸 上浮现出一抹阴森的笑容 然后缓缓走到 两个小混混跟前 抬起了腿 绿巨人巨大的脚掌 猛然踩到那个 壮硕男子的胯下 一阵淡碎 加上盆骨碎裂的声音 顿时响起 啊 剧烈的疼痛 让壮硕男子 当即惨叫一声 然后立马就痛晕了过去 然后 刘鹤仪又抬起另一条腿 在瘦小男子 惊骇欲绝的眼神中 同样踩到对方的胯下 瘦弱男子 也很快痛晕了过去 嘖嘖嘖 无稽之谈 楚明面目有些争鸣地感叹道 这玩意 看上去太痛了 范小军也感觉患之一疼 眼角抽搐的正正道 变态 是我们曙光的企业文化吗 看上去是的 刘鹤仪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看向楚明 毕竟上梁不正下梁歪 楚明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会 两人的调侃 摆了摆手道 行了 这两人就让他们 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这两个小混混 受到这致命的伤势 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问题 就算幸运地活下去了 那以后 也是无稽之人了 紧接着 楚明又将好奇的眼光 看向了刘鹤仪 鹤仪 你不是说你的寒冰异能 可以覆盖到绿巨人身上吗 快给我看看 行 刘鹤仪一点点头 下一刻 楚明和范小军 感觉到一股股寒流涌动 然后绿巨人的皮肤表面上 迅速凝结出 一层厚实的冰甲 冰甲晶莹剔透 散发着圣人的寒气 附着在绿巨人绿色的皮肤上 整体沉默绿色 可以啊 你这层薄冰 都净化成冰甲了 防御力看起来 蛮不错的 楚明点头称赞 之后 楚明想着测试一下 刘鹤仪 现在的防御等级 到底有多强 就让范小军 用他的暗影镰刀 给了对方两刀 第一刀范小军 怕伤着刘鹤仪 只用了三成的力 但却仅仅只在冰甲上面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然后 在刘鹤仪的强烈要求下 范小军的第二刀 直接用了八成的力 暗影镰刀猛地劈砍 在冰甲之上 两者接触的瞬间 那冰甲 就如同玻璃般 炸裂开来 然后暗影镰刀于是未消 狠狠地砍在绿巨人的手臂肌肉上 劈出了一道血痕 虽然破了刘鹤仪的防 但这结果 让楚明两人都有些震惊 要知道 刘鹤仪变成的绿巨人 仅仅只有220点战斗力 而范小军现在 可是SS级的实力 这几乎全力劈下去的暗影镰刀 恐怕连一辆装甲车 都能劈成两半 但刘鹤仪 却只是受了点擦伤 甚至连退 都没有退一步 这防御力 恐怖如斯啊 这时 刘鹤仪也收回了能力 变回原来的模样 他摸了摸手臂上的那条血痕 郁闷地嘟囔道 下手也太狠了吧 我都受伤了 是谁刚刚说自己 防御力无敌的 楚明嘲讽道 那我也只是S级啊 范小军可是SS级 刘鹤仪不服道 行了 看也看了 也该回去了 楚明懒得和他废话 摆了摆手 转身带着范小军 就向树林外走去 哎 小明 等等 我这样子怎么出去啊 刘鹤仪突然焦急叫道 他看了看自己身上 浑身上下 就只剩下一条硕大的裤衩 现在已经是冬季了 以他的实力倒是不怕冷 但要是 这样直接走出去 怕是直接社会性死亡了 嘿 关我什么事 楚明黑黑一笑 和范小军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 想笑的情绪 然后两人一起撒腿就跑 卧槽你嘛 给件衣服啊 刘鹤仪愣住一秒 立马破口大骂 然后追了上去 不过最终 楚明还是脱下了一件外套给他 三人站在马路边 楚明扭头 看向刘鹤仪说道 我和小军先打车回去了 你也先回酒店吧 明天我再找你 哦 好 刘鹤仪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然后忽然一愣 不可思议地看了看两人 你们 追起 对啊 楚明瞥了他一眼 解释道 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只是单纯地 住一个屋子而已 哦哦哦 我懂我懂 刘鹤仪暧昧一笑 露出一副男人都懂的表情 小声嘀咕道 还说不是嫂子呢 楚明眼角一抽 滚 之后 楚明两人和刘鹤仪分别 回到出租屋后 洗漱一番就睡下了 第二天中午 龚秋鹤就打来了电话 对方办事确实很快 一天就找到了 楚明要求的那个别墅 之后 楚明叫醒了范小军 叫上刘鹤仪 又给吴奎打了个电话 准备一起去别墅看看 别墅在兜南市的郊区处 占地面积很大 有一大片高尔夫球场 据说以前是川省一个富豪的私人领地 被龚秋鹤砸钱直接买了下来 当然 购买合同上 写的是楚明的名字 楚公子 钥匙就交给您了 您看这地方 您还满意吗 龚秋鹤站在楚明旁边 谄媚地笑着 恭敬的地上一串钥匙 昨天 他已经成功地 从公无常手中 继承了公家家主之位 虽然心中 还有些担心自己的三弟 但总体来说 心情还是格外的好 楚明接过钥匙 他满意地打量着面前的别墅 欧式的建筑风格 具有浪漫和庄严的气质 足足有三层 每一层都是上千平米的空间 还配有私人泳池 别墅的面前 就是一大片高尔夫球场的草地 更远处是一大片树林 风景秀丽 小明啊 这别墅怕是好几亿吧 这就是我们曙光以后的基地了 刘鹤一站在楚明身旁 就像在刚刚进城的土包子一样 兴奋不已地打量的四周 刘鹤一家里 也不过几百万的资产 何曾见过如此豪华的别墅 最让他惊讶的还是 龚秋鹤这个公家嫡系二代 在曾经的刘鹤一眼中 那可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而现在 居然像个狗腿子一样 毕恭毕敬地 给楚明介绍着别墅的设施 小明这妖牛逼吗 刘鹤一震惊无比 这几天经历的一切 让他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 但刘鹤一还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公家 已经以楚明为尊了 嗯 算是吧 以后收纳进来的曙光成员 都可以住在这里 楚明点了点头 流露着思索的神色 范小军也好奇地打量着别墅 美目中一彩连连 他犹豫了半天 才吞吞吐吐地对楚明说道 楚明 咱们曙光都有别墅了 要不 再安排个私人厨师呗 这样就不用点外卖了吗 楚明一阵无语 正要开口对他 一旁的龚秋鹤 却先行开口了 范小姐 这个可以安排 如果你们需要厨师的话 我可以立刻派一个 五星级厨师过来 那太好了 谢谢你 范小军甜甜一笑 眼睛都弯成了月牙状 为曙光办事 这是我的荣幸 龚秋鹤产笑道 楚明已经给他交代过 他也知道了 曙光是楚明创立的 一个异能者组织 其中都是实力强大的异能者 更何况 以龚秋鹤的老练的眼光 早就清楚地感觉到了 范小军和楚明的关系 有些微妙 自然不敢怠慢 见状 楚明撇了撇嘴 也懒得说了 他思索了一阵 然后扭头看向后方 吴葵一脸憔悴地站在那里 正正出神 眼神中失去了神采 满是担忧之色 吴葵 明天就启程去魔都吧 楚明淡然说道 川省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也是时候去魔都扮猪 就吴葵的妻儿了 这一天 楚明几人就住在了别墅里 一栋别墅有二十多个房间 他也不用和范小军 挤在一起住了 就是不知怎么的 楚明的心中 还有点小失落 不过他也时间多想 此时的他 正和吴葵站在高尔夫球场上 询问了一些关于魔都古家的事情 古家和川省的公家不同 公家早已入俗 而古家是真正的武道大家 传承了三百年之久 掌握着很多顶尖的修炼功法 以及武学 核心人物都是一些B级以上的鼓舞者 吴葵在一旁缓缓说道 而古显东的父亲 古东来 是古家家主的长子 掌握着一个地产公司 资产千亿 和王林健是一个水平 同时 他也是一个B级的鼓舞者 最主要的是 古家有一位武道宗师坐镇 S级的鼓舞强者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古家能称霸一方的底气 吴葵眼神中 有着浓浓的忧虑 武道宗师又能怎么样 我们曙光 现在有两个SS级 还怕他们古家吗 楚明云淡风轻地看了他一眼 唉 吴葵长叹一口气 微微摇头道 我自然是相信 楚公子的实力 我只是在担心我的妻儿 楚明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放心吧无输 古家暂时也不知道 古显冬生死的消息 不会拿你妻儿怎么样 我已经让龚秋鹤 买了明早的机票 我们明天 尽快赶去古家就行 谢谢 楚公子的恩情 吴某永生难忘 吴葵重重点头 然后感激地对着 楚明抱拳 鞠躬行礼 嗨 都是曙光的人 说这些话干什么 楚明连忙将他扶了起来 顿了顿 楚明从兜里 逃出一根针管 递给了对方 这个东西 你今天把它注射了 这 吴葵愣住了 正正地看着楚明手上的针管 这不是那天 在龙门派 对方给范小军 注射的东西吗 直接就让对方提升到了 SS级的实力 这太贵重了 楚公子 吴葵反应过来后 下意识地就要推脱 但楚明已经将基因药剂 强行塞到了对方手里 轻笑道 拿着吧 你也是我们曙光的人 实力自然越高越好 注射之后 你就是S级了 更何况 你实力越高 就你妻儿 就越有保障不是吗 说完 楚明也不管对方的反应 自顾自地跑到远处 刘鹤仪在那边 打着高尔夫球 吴葵愣在原地 死死地握着手中的针管 心中的感激之意 难以言表 坚毅的双眼 已经蒙上了一层水雾 晚上 几人还一起举办了一个小派对 庆祝曙光基地建立 嗨到半夜后 几人就各自回屋睡觉去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楚明四人早早地就起床了 龚秋鹤开着专车前来接他们去机场 本来楚明还想着自己 待饭小军和吴葵两人去魔都就行了 让刘鹤仪留在别墅里 但这家伙 却非要死皮赖脸地跟上来 按照刘鹤仪的说法是 曙光基地 留那个钢铁侠义能者 在那里就好了 楚明很无语 那玩意是他傀儡放出来的 他跑去魔都 一个小时就自动收回了 但想了想 刘鹤仪跟着就跟着吧 就算是曙光去魔都团建了 这下好了 曙光全军出击 周鹤定的是头等舱 楚明坐在舒适的桌椅上 稍稍有些兴奋 他别说飞机 头等舱了 上一世 他连飞机都没坐过 土包子 坐在对面的范小军白了他一眼 然后就扭头看向窗外 自顾自地吃着零食 假装不认识楚明 歉 楚明冷哼一声 不想搭理他 环顾了一下四周 头等舱有八个座位 但没有坐满 除了楚明他们四个人之外 只有一个戴着墨镜的女子 正低头玩着手机 女子穿着一身名贵时尚的名牌服装 气质不凡 她的那副墨镜非常大 遮住了半张脸 但即使如此 从她那露出来的下巴和樱桃小嘴 也知道颜值非同一般 她似乎是故意和楚明几人坐得很远 一副生人无尽的模样 楚明打量了那女子几眼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奇怪 楚明 你没看过美女吗 盯着别人干什么 范小军见状 秀眉微醋 伸出手掐了楚明一下 不悦地低声道 是啊 小明 看啥呢你 难不成她比小军好看 刘鹤仪也乘机落井下石道 去去去 我只是看那女的有点眼熟 楚明转过头来 狡辩道 眼熟 你可别瞎扯了 你就是想偷看别人 刘鹤仪显然不信 楚明无奈地耸了耸肩 她皱眉思索了一阵 在脑海中问了问系统 突然眼睛一亮 连忙掏出了手机 打开微博 一阵搜索之后 点开了一张照片 真是啊 这女的是韩小雪 楚明小声地惊讶道 韩小雪 什么韩小雪 刘鹤仪愣了一下 然后下意识地偷偷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女子 也幡然醒悟道 卧槽 真是韩小雪 明星啊 啊 什么 韩小雪是谁 范小军一脸猛逼 刘鹤仪兴奋地低声解释道 韩小雪可是我们华国的 一线女明星 我看过她好多部电影呢 哦 明星啊 那有什么 范小军异性阑珊 她以前是分身的时候 可没时间看什么电影 所以对明星可不感兴趣 想不到 做个头等舱 还能遇到明星 刘鹤仪显得极为兴奋 她兴致勃勃地对楚明说道 你说 我要不要过去要个签名呢 随便你 楚明敷衍道 她其实也不在乎 什么明星不明星的 明星又怎么样 还不是资本运作的产物 以她现在的实力和境界 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 楚明刚才惊讶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系统告诉她 这个韩小雪 竟然是一个A级的鼓舞者 如果是对方是异能者 还没什么 毕竟所有人都有 觉醒异能的可能 但鼓舞者就不同了呀 按照微博的资料 这韩小雪 今年才刚满30岁 这个年纪能达到A级的鼓舞者 在蓝星可谓是天赋一柄了 毕竟 按照之前楚明 遇到的那些鼓舞者的说法 40岁之前 达到B级的鼓舞者 都很少 而且除了天赋外 鼓舞者想修炼到A级 也需要顶尖的功法和资源 楚明觉得 这个韩小雪的身份 肯定不只是一个大明星那么简单 多半还有舞蹈世家的背景 但楚明也不会闲得去拆穿对方 韩小雪为什么是鼓舞者 对方又是什么背景 和她关系也不大 她也懒得管 所以她在惊讶了一阵之后 也平静下来 自顾自地欣赏着 飞机悬窗外的风景 但刘鹤仪就激动了 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过去要签名 而此时的韩小雪 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墨镜下方的美目中 已经是充满了厌恶和无奈 她知道 自己又被认出来了 刘鹤仪自以为她的声音很小 韩小雪听不到 但那也是建立在 韩小雪是个普通人的前提上 可韩小雪是个A级鼓舞者 早就将几人的谈话 听得清清楚楚 真是烦死了 希望这个屌丝 不要来找我签名 韩小雪无奈至极 她今天专门穿了一身 自认为便宜的衣服 连装都没化 还戴着墨镜 结果没想到都这样了 居然还是能被人认出来 希望这次谷家的舞蹈聚会上 能有顶级的功法售卖 这样我就能尽快成为舞蹈宗师 也就不用当家族的摇钱术了 大明星这个身份 谁爱当谁当 韩小雪心中叹息 其实她真正的身份 是一个影视舞蹈世家 韩家的子弟 因为长相倾城 所以就被家族培养成了一个傀儡明星 每年的收入 九成都要上交家族 完完全全是家族的一棵摇钱术 韩小雪一直想摆脱这个身份 她从小的目标 就不是什么大明星 而是成为一个强大的鼓舞者 但是她的身份在韩家很特殊 她是韩家嫡子 和一个外面的女人的私生女 韩家的人都说她血脉不纯 不允许她修炼 只能替家族赚一辈子的钱 但韩小雪不服命 恳求她父亲 偷偷给了她一本普通的修炼功法 她凭借着天赋 硬生生地花了二十年 修炼到了A级 但这远远不够 在韩家小辈中 A级只是入门 想要得到家族的认可 她必须要修炼到S级 成为宗师 所以 韩小雪迫切地想要寻找到 一本顶尖的修炼功法 那样 她就能轻而易举地突破 而古家 虽然舞蹈实力 远远比不上他们韩家 但也是世俗中的舞蹈大家族 拥有一些顶尖的修炼功法 这几天 临近年关 是古家一年一度的舞蹈聚会 全国各地的散修鼓舞者 和一些影视门派 影视舞蹈世家的人 都会前去参与 不仅仅是切磋舞蹈 聚会上 还会举行拍卖活动 往年都会有一些顶尖功法 但要 器具之类的好东西 所以 韩小雪这次凑够了一大笔钱 推掉了一切娱乐圈的活动 专程独自前往古家 只要能拍卖到顶级功法 那她以后的命运 就不会再受到家族左右了 这时 刘鹤仪终于是鼓起勇气 拿着一支笔走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对韩小雪笑道 你好 请问 你是韩小雪吗 我是你的粉丝 能请你 韩小雪微微叹气 然后露出了一副标准的职业假笑 点头道 没想到 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呢 签名可以啊 笔给我 刘鹤仪文言 兴奋不已地 将笔递给对方 然后将手臂伸了过去 麻烦你帮我签到衣服上 好 韩小雪笑着点了点头 低头签名 但她墨镜下的美目中 却流露出嫌弃和厌恶的神情 作为鼓舞者 都有一种天生的傲气 韩小雪自然也是 天生的 就看不起刘鹤仪这种没有实力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 她必须得强迫自己这样做 维持自己大明星的形象 为家族赚钱 如果她赚不着钱了 家族绝对不会留意的没有用处 有血脉不纯的人 存活在家族 要到签名 刘鹤仪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座位上 赶紧将写有签名的外套脱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叠好 楚明诧异地看向她 奇怪道 你不是不追星吗 什么时候成韩小雪的粉丝了 嘿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刘鹤仪神秘兮兮地低声道 这可是韩小雪的亲笔签名 我虽然不是她的粉丝 但我可以拿签名去卖钱啊 现在这件衣服 可至少值好几万了 虽然加入了曙光 刘鹤仪一个月也有一百万工资 但能轻而易举地 获得几万块钱 又何乐而不为呢 真的吗 范小军闻言 美目顿时一亮 然后立马抢过了刘鹤仪手中的笔 那我也去要个签名 楚明无语了 看着心冲冲跑过去的范小军 欲言又止 曙光的脸都被丢光了 而另一边 韩小雪微笑着 给范小军的衣服上也签了个名 谢谢姐姐 范小军笑盈盈地道谢一声 然后转头就走 韩小雪此时墨镜下的美目中 已经充斥着鄙夷和嫌弃之色 因为她清楚地听到了 刚才刘鹤仪说的话 这两人根本不是她的粉丝 仅仅只是想拿着她的签名去卖钱而已 韩小雪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类人 和她家族里的人一样 都是想利用她的名气来赚钱 什么人啊 有钱坐头等舱 看上去也不缺钱的样子 还要占这种小便宜 韩小雪内心愤愤不平 要不是她要维持明星的形象 早就把这几个普通人 给狠狠地打一顿了 算了 懒得跟他们计较 等我成为宗师 就能随心所欲了 到时候 这种人见一个打一个 韩小雪暗暗握紧粉拳 接下来的飞行中 本来韩小雪还以为其他两人 也会来找她要签名 但还好没有 她也乐得没人打扰 而楚明则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范小军伴着嘴 三个小时后 飞机终于到了魔都的东浦机场 缓缓降落 楚明领着三人 避开密集的人群 从头等舱专属的VIP通道离开 韩小雪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 一出机场 就转身隐藏进人群中 失去踪影 不愧是魔都啊 比江艳市和蜀城繁华多了 看着眼前络绎不绝的人流 和钢铁森林般的巍峨建筑 路上随便都能看到几辆豪车 楚明不由地感叹出声 他们现在身处于魔都的东浦区 是整个魔都最富有的地方 有名的富人区 楚明 我想去吃那个 范小军看到不远处的生煎包店 两眼放光 吃锤子 先办正事 楚明美好气地一巴掌拍在他头上 然后转头看向吴叔 问道 吴叔 古家在哪里 一路上沉默寡言的吴魁 到了魔都后 也有些紧张和兴奋 他想了想到 古家应该在东浦区海边的一个庄园里 具体我也没去过 行吧 我们先过去看看 楚明之前也问过吴魁 知不知道他的妻儿具体被关在哪里 但他说不知道 楚明也无所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他这次去 又不是和古家谈条件的 对方要是不放人 他就打到对方放人 能交出古显东这种人品败坏的子弟的家族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楚明才不想和他们客气 于是 楚明打开东德地图 几人朝海边的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 楚明的面色却越发的凝重 因为系统的提示音不时响起 人群里时不时的就出现一些B级的古武者 甚至还有不少A级 不对劲啊 就算魔都是一线城市 也不该有这么多古武者 楚明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吴魁 吴魁也迟疑了一阵 然后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恍然道 莫非古家真的有一年一度的舞者聚会吗 舞者聚会 楚明疑惑地看向对方 范小军和刘鹤仪两人也是一愣 我之前也是听说 古家每年快过年的时候 都会举办一场舞者聚会 全国天南地北的舞者 都会来参加 切磋交流 没想到是真的 吴魁咒没到 他有些担忧 这舞者一多了 会不会影响到就自己的妻儿 那感情好啊 楚明却眼睛一亮 这天南海北这么多舞者 都聚集到这里 看他装逼 那积分不是蹭蹭往上吗 于是 楚明兴奋了起来 加快了脚步 其他几人摸不着头脑 面面相去 连忙跟了上去 经过一番打听 楚明终于摸清了古家的所在地 是在沿海边的一处巨大的庄园 他们走到那里时 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 庄园的门口 站着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壮硕男子 让楚明惊讶的是 这两人居然都是B级古舞者 这古家不愧是真正的舞蹈大家 连守门都都是B级 楚明暗暗则舌 要知道 公家也自称舞蹈世家 但整个家族中 B级古舞者也就那两三个 其中一个还是家主 当楚明几人试探着慢慢靠近时 门口的其中一个男子发现了他们 皱着眉走了过来 喝道 这里是古家私人地界 还请各位离开 楚明想了想到 古家不是在开办舞者聚会吗 我是A级古舞者 应该可以进去吧 你是A级古舞者 男子一愣 上下打亮了楚明一眼 见对方身材消瘦 一副普通人的模样 不幸道 小兄弟 你说你是B级我还信 A级就是说笑了吧 这次的舞者聚会 需要B级以上的修为才能进入 你们还是请回吧 男子说话也很客气 毕竟能知道舞蹈聚会的人 身份都不简单 他一个看门的 也不敢轻易得罪 楚明皱了皱眉头 正当他准备展示一下实力时 一旁突然传来了 一道熟悉的女声 你们怎么在这里 楚明寻声望去 只见韩小雪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惊诧地看着他们几人 此时的他已经摘下了墨镜 露出一副倾国倾城的容貌 只比范小军稍微逊色几分 姐姐 好巧啊 范小军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 韩小雪对他点了点头 然后诧意问道 你们也是来参加舞者聚会的 是的 楚明点了点头 他现在也明白 这个大明星 为什么要独自飞来魔都了 感情也是来舞者聚会的呀 这时那个西装男子突然认出了韩小雪 连忙走过来恭敬道 您就是华山韩家的韩小姐是吧 韩小雪汗手 然后拿出了一张邀请函 递到了西装男子手上 指了指楚明几人 问道 他们也是古武者吗 西装男子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古怪 迟疑道 韩小姐 这我也不清楚 领头的那位先生说他是一个A级的古武者 A级 韩小雪秀眉微醋 打量了一下楚明 顿时心生不屑 搞半天 这家伙是个大化精啊 韩小雪当然不信 这楚明看起来最多也就刚刚二十岁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A级古武者 要知道 即使在他们韩家 最年轻的A级古武者 也是二十五岁才修炼到的 那还是韩家拥有诸多顶尖功法 修炼资源的前提上 眼前的这一群人 以韩小雪多年混迹娱乐圈的眼光 自然是能看出来 全部都是普通人而已 根本没有大家族子弟的气质 也就范小军那比他还高一筹的颜值 能让他高看一分 韩小雪觉得 这一群人多半是不经意间得知了 古家在开舞者聚会的普通人 只是年轻人心生好奇 想混进去玩玩 我真是A级 要不和我切磋一下 楚明无奈地耸了耸肩 韩小雪微微摇头 刚想开口嘲讽两句 但却突然灵光一闪 然后露出一副温和的笑容说道 不用了 小兄弟 既然你们想去舞蹈聚会玩玩 那我可以带你们进去 可以吗 那谢谢你了 楚明也是微微诧异 他也没想到对方这么好心 没关系 韩小雪微微一笑 然后对着一旁有些迷糊的西装男子说道 我带他们进去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西装男子连忙退下 他身为古家的人 自然知道韩小雪的真实身份 那可是华山寒家的人 咦 武道世家 他们家主可是亲自交代过 他们要格外毕恭毕敬 对方带四个普通人进去 他自然不敢有意义 那你们先进吧 韩小雪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温和对楚明几人说道 好 楚明点了点头 也懒得客气 走进了庄园的大门 谢谢姐姐 范小军甜甜一笑 然后跟在了楚明身后 刘鹤仪和吴奎也跟了上去 他们都感觉有些惊奇 没想到韩小雪 这国内一线女星 居然还是个鼓舞者 而且 看守门那男子的态度 对方的地位还不低 不过 就算心中疑惑 连楚明都没说什么 他们也不好问 韩小雪跟着几人身后 美目中流转过一道脚侠之色 就像诡计得逞了的小狐狸一样 兴奋的心中暗道 哼 又爱贪小便宜 又喜欢凑热闹的一群小屁孩 还想浑进舞者聚会 可不是所有舞者 都和我一样脾气好的 看你们等会该怎么收场 进入庄园后 楚明打量了一下四周 偌大的庄园草地上 聚集着几百个人 喝酒聊天 全部都是B级以上的鼓舞者 本来楚明想象中的舞者聚会 应该是像武侠小说里的一样 所有舞者都穿着古代的服装 但这里的鼓舞者 大多数都穿着现代化的服装 如果不知道身份 上流人士的聚会呢 舞者聚会 难道就是吃吃喝喝吗 楚明有点疑惑道 当然不是 韩小雪摇了摇头 随口解释道 如果舞蹈聚会 仅仅只是交流切磋的话 怎么可能会吸引 天南地北的这么多鼓舞者前来 他们大部分 都是冲着拍卖会来的 拍卖会 楚明一愣 对啊 每次舞者聚会 都会有拍卖会举办 每个鼓舞者 都可以将物品 交给骨架拍卖 也可以在拍卖会上 拍下自己需要的物品 每年的拍卖会 都会出现一些顶级功法 顶级丹药 天才地宝之类的稀有物品 说到这里 韩小雪美目中流露出一抹 兴奋和紧张 她今天就是为了拍下一本 顶级功法而来的 为此她足足准备了 五亿的现金流 这是她存了十年 才存下来的 文言 楚明顿时眼睛一亮 功法丹药 什么的她倒是看不上 让她有些兴奋的是 这拍卖会上 居然还有天才地宝 那可是可以减少 她自动修炼时间的好东西啊 上一次在青城山的时候 楚明就想着 要搞点天才地宝来着 可是最后居然给忘了 这可让她后悔了好几天 这一次她可不能错过了 于是楚明当即问道 韩小姐 请问拍卖会 什么时候开始 晚上 韩小雪下意识要回答 但却突然诧异地 看了一眼楚明 嘴角勾起了一抹讽笑道 小弟弟 你不会想去参加拍卖会吧 拍卖会可是要A级以上的修为 才能进入的 你不会真以为 自己是A级鼓舞者了吧 这个拍卖会上拍卖的东西 都是鼓舞界 及其稀有的物品 没有A级的修为 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 除非你有影视门派 或者世家的背景 骨家才会破裂 让你进入 韩小雪可不觉得 楚明这一群跟着 他混进来的普通人 能有什么背景 我真的是A级鼓舞者 楚明无奈地耸了耸肩道 少吹牛了小弟弟 韩小雪满脸好笑道 显然不相信 不信算了 反正这拍卖会我是去订了 楚明淡然说道 那随便你们拍卖会晚上八点开始 在庄园中心的拍卖场里 你们想去就自己去吧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韩小雪嘴搅勾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说完转身就走了 韩小雪心中冷笑 其实她是故意透露拍卖会的事情的 因为她知道 以楚明这几人爱贪小便宜 爱看热闹的尿性 多半会对拍卖会感兴趣 到时候 他们跑去想要进拍卖会 那必定会被质疑实力 要是他们展示 不出A级鼓舞者的实力 甚至连鼓舞者都不是 那可就闹笑话了 这可是古家举行的舞者聚会 四个连鼓舞者都不是的普通人浑了进来 那必然会被赶出去 而且 鼓舞者天生就看不起普通人 恐怕到时候 不只是被赶出去那么简单 那些脾气不好的鼓舞者 多半还会对楚明几人出手 这里可都是B级以上的鼓舞者呀 对几个普通人出手 那对方可是非死即残了 我就躲在远处看着 我看你们到时候怎么收得了场 韩小雪心中十分畅快 她带楚明几人进来 就是为了看他们吃扁 给他们一个教训 但她也不是想害死楚明他们 所以就在远处看着 等到时候 要是真有鼓舞者要收拾他们了 她再出来阻止一下 韩小雪怎么就走了呀 刘鹤一看着远去的韩小雪 有些迷糊道 管他呢 咱们先逛逛 然后晚上去拍卖会 楚明耸了耸肩 毫不在乎 对方走了更好 有个不是曙光的人待在这里 他们还不好办事呢 这时 乌魁劝面 路焦急地说道 楚公子 咱们不是来救我妻儿的吗 你怎么还要去参加什么拍卖会了 此时的吴魁 戴着一个口罩 还换了个发型 这是为了不让谷家的人 认出他来 我说 你先别急 楚明摇了摇头 安抚道 现在我们也不清楚 你的妻儿具体被关在哪里 总不能直接打上去 让谷家放人吧 那样你的妻儿多半 就会被谷家当成人质了 也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 吴魁眉头一皱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楚明笑了笑 一脸自信 然后自顾自地 向草地上放食物的长桌走去 先吃点东西吧 跑了半天了 行吧 吴魁健壮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现在也只有相信楚明 好夜 吃东西 范小军美目一亮 然后蹦蹦跳跳地 跟在楚明身后 楚明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打量着附近的鼓舞者 系统不停地 给他介绍着他们的身份和实力 月山洪家 行义全门派 太极全门派 峨眉山里家 原来华国还真有这么多影视的鼓舞者 门派和世家 楚明 暗暗扎舌 系统 这些影视的鼓舞者里 有S级以上的存在吧 楚明在脑海中问道 是的 现在明面上的S级强者 甚至SS级顶尖强者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系统回答道 冰山一角吗 楚明点了点头 这个回答他并不惊讶 因为他之前就猜测到了 系统之前也有暗示过 毕竟华国这么大 人口众多 而且自古以来 武道凡胜 再加上天地灵气复苏 就算出现上百个SS级强者 楚明也不觉得稀奇 九州只是明面上 管理全国异能者的组织而已 而且建立才不到三年 要是这么短时间 就能收集到全国所有 S级以上强者的信息 那肯定不现实 楚明几人吃饱之后 就在古家庄园里 随意逛了逛 等着拍卖会开始的时间 八点还没到 庄园里的不少人 都起身朝着拍卖场的方向走去 全都是A级鼓舞者 也有一些随从人员 楚明几人则 浑在人群中 拍卖场的门口 同样站着两个西装男子 核实着进场人员的身份 众多鼓舞者排着队 进入拍卖场 金刚四 李修正 一个魁梧的汉子 爆出身份道 李长老 请进 西装男子点了点头 恭敬道 其实 每年参加拍卖会的 大部分都是那些老面孔 他们也都认识 很快 就轮到了楚明他们 正如韩小雪所料到的 西装男子 直接将他们拦了下来 其中一人 打量了一下几人 目光停留在吴奎身上 迟疑道 请问你们 是哪门哪派的 他直接将楚明三人忽略了 下意识地 就觉得四人中 也就吴奎这个中年人 可能是A级鼓舞者 吴奎却没有回答 皱了皱眉头 看向楚明 我们是曙光的人 楚明淡然道 曙光 西装男子面露疑惑 他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曙光 而且这个名字 也不像是影视门派 或者是家的名字 难不成是散修 西装男子 有点拿不定主意 但不确定对方身份之前 也不敢得罪 只能说道 抱歉 我没说听过曙光 你们如果想进场 至少需要其中 一个人是A级鼓舞者 我就是A级鼓舞者 楚明耸了耸肩 你 西装男子当即眉头紧锁起来 他顿时就反应过来了 原来这又是几个想要 混进拍卖会的人 每年的拍卖会都会有一些 不是A级鼓舞者的人 想混进去捡漏 西装男子 当然不会相信楚明 是个A级鼓舞者 自然而然的 就将对方当成了这种人 他立马露出一副 不耐烦的表情 小兄弟 如果你们没有A级鼓舞者带领 还请你们尽快离开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后方的几名鼓舞者 也听到了楚明的话 也是纷纷皱起眉头 有人直接开口呵斥道 哪来的愣头青 拍卖会要A级修为 才有入场资格 别在这里挡到 赶紧滚 鼓舞者的脾气 大多都不太好 毕竟有超人般的手段 自然有着傲气 更何况 这里的还都是A级强者 楚明却不闻不顾 自顾自的 戴然说道 我说了 我就是A级 文言 西装男子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说道 小子 我劝你 还是赶紧走 你知道 没有A级修为 想要混进拍卖会的后果 是什么吗 不只是他不信 后方的其他鼓舞者 也都不信 毕竟楚明时 暂时太年轻了 连20岁都不到 怎么可能是A级 在场的A级鼓舞者 全都在30岁以上 大部分都是40以上 这群人看着眼神啊 往年的舞者聚会上 你们见过吗 有人发出了疑惑 嗯 确实没有 也不知道 那里冒出来的 估计是散修吧 他们那什么曙光 我也没听说过 领头的那小子 胆子挺大 敢在这里 冒充A级鼓舞者 西装男子面色一沉道 小子 你是拿我寻开心事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滚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要是楚明这几人 在这里浪费时间 导致到时候 其他A级鼓舞者 还没有入场 他可承担不起责任 楚明眉头一皱 也有些不耐烦了 要怎么才能证明 我是A级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士吗 西装男子眼角一抽 当即就准备动手 后方其他鼓舞者 冷眼看着 皆是心中冷笑 这小子 确实是有点不知死活了 楚明摇了摇头 耐心消磨殆尽 直接运转起内力 迅速地轰出一掌 这一掌 看起来朴实无华 但速度极快 那西装男子手 还没有抬起来 就被一掌 抬在胸口 巨大的力道 让他当即 就到飞出去 在草地上滚了好几圈 才停下来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一时间众人 都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 西装男子挣扎着 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惊骇 他感受到了 对方那一掌里雄厚的内力 震得他五脏六腑 都生疼 现在信了吗 楚明收回手掌 默然地看着他 不好意思 冒犯了前辈 您请进 西装男子顾不上 身上的疼痛 连忙弯着腰块不过来 一脸惶恐到 他可是B级鼓舞者啊 居然被对方一掌 轻而易举地打飞了 这只有A级强者 能够做到了 说了还不信 非要我装逼 楚明无奈叹气 然后直接带着范小军几人 走进了拍卖场大门 身后一群A级鼓舞者 皆是目瞪口呆 这小子真是A级 你没搞错吧 有人不可置信地说道 没错了 没有A级实力 怎么可能打得出那一掌呢 西装男子苦笑不已 他也不敢相信啊 奶他们有这么年轻的A级啊 但对方都展示出实力了 他也不得不信了 其他人也默然了 他们自然清楚 西装男子的实力 那楚明表现出来的那一掌 也确实的A级才能做到 灵气复苏之后的鼓舞者 真是越来越夸张了 连不到20岁的A级都冒出来了 难不成是在灵力潮汐处修炼的 有人感叹道 就算在灵力潮汐处 也不可能这么快吧 这种天赋的 也太惊世害俗了吧 这小辈十年之内 要是不夭折 必成宗师啊 曙光 这个组织得注意一下了 众人各怀想法 但无一不惊叹 不远处 韩小雪愣在原地 美眸中满是震惊 他一直在这里 看着楚明被刁难 刚才看见西装男子 要动手了 正准备上前去拦着 结果他才刚动身 楚明就直接一掌 将对方给击飞了 不会吧 这小弟弟 真是A级 这什么天赋啊 韩小雪感觉 脑子都快转不过来了 他自认为 自己已经是天赋一柄了 凭借着一本普通功法 都能在30岁之前 成为A级鼓舞者 结果没想到 这楚明居然是个20岁不到的A级 足足快了他10年 这几人到底是什么人 难不成是什么影视门派的弟子 我也没听说 哪个门派有如此天赋的小辈啊 韩小雪惊疑不定 拍卖场里面不大 一眼望去 只有一百多个座位 整个舞者聚会上 拥有A级修为的鼓舞者 不到20人 加上一些随从人员 也不到50人 所以拍卖场里 显得很空旷 楚明等人走进来 随意找了几个空位坐下 后面的人也陆续进场了 他们带着金衣的眼光 看着楚明 然后找到 熟弱的人坐下后 就忍不住议论起来 王兄 你看到刚才进来的 那几个人没有 领头的那个小子 居然是个A级鼓舞者 哈哈 你别开玩笑了 那小子有20岁吗 还A级 我可没开玩笑 刚才那小子在外面 一掌 就打飞了骨架的B级鼓舞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信 什么 不可能吧 他们是哪门哪派的 这 好像是散修 来自一个叫曙光的组织 不到20岁的A级鼓舞者 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 刚才在外面 亲眼目睹楚明出手的人 很快就把事情传开了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积分2000点 楚明的脑海中 系统的提示音 也响了起来 震惊了一众A级强者 足足获得了2000积分 不错呀 楚明没开眼笑 这舞者聚会 都是强者 在这里装逼 果然积分蹭蹭的长 正当他乘着拍卖 会还没正式开始 准备打开系统界面看看时 楚明的余光 却看到一道熟悉的亮影 朝他们走了过来 小弟弟 你可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啊 韩小雪笑盈盈地看着楚明 走过来直接坐在了 他旁边的位置上 你又跟过来干嘛 楚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女的怎么 还阴魂不散呢 这么年轻的A级鼓舞者 我当然要过来交个朋友了 韩小雪笑了笑 然后倩宜说道 我为之前 对你的不信任道歉 他确实是对楚明蛮好奇的 这种天赋的鼓舞者 简直是闻所未闻的 没事 楚明随意道 他现在扮猪吃虎成功 心情不错 懒得和他计较 然后转头自顾自地 和范小军聊了起来 见楚明一副 不想搭理自己的态度 韩小雪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心中一阵郁闷 他在外界可是一线女星 容貌又是倾国倾城 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结果这楚明 却一直对他一副 爱达不理的模样 但当韩小雪又看了一眼范小军后 顿时心生无奈 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不想理他也正常 这时 拍卖场前方的平台上 一个身穿旗袍 身材娇好的女子 面带笑容地走了上来 开口道 各位鼓舞界的前辈 拍卖会正式开始 此话一出 众人都停止了 对楚明的讨论 纷纷目光灼灼地看向台上 前面拍卖的物品 都是一些普通单药 和一些年份久远的草药 这些东西 只对少数A级鼓舞者有用 所以举牌出价的人很少 韩小姐 你知道天才地宝之类的东西 要什么时候才出来吗 楚明看得有些无聊 问到旁边的韩小雪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不太清楚 韩小雪摇了摇头 她的面色有些紧张 对于鼓架拍卖会上 会出现顶级功法的事情 她也只是听说 如果她这次没有拍到顶级功法 那可就惨了 韩小雪这次来参加拍卖会 必然会暴露自己 已经修炼的事实 想必没多久 韩家就会知道 如果到时候 她没有修炼到宗师的话 韩家绝对不会放过她 她一个血脉不纯的人 擅自修炼 那可是死罪 所以 韩小雪这次来 也是带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接下来拍卖的 这一颗丹药 是来自于炼丹世家 周家的宁气丹 起拍价200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 台上的女子微笑着 将托盘上的黑布拿开 露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盒子中心镶嵌着一枚暗红色的丹药 好东西终于来了 周家的宁气丹 可这是能让B级巅峰鼓舞者 突破A级的丹药 高级丹药啊 何师兄 要不要拍下 确实是好东西 争取拍下 我弟子卡在B级巅峰都四年了 此物一出 台下气氛顿时就热烈起来 320万 有人直接举牌 330万 360万 价格越叫越高 速度也越来越快 炼丹世家 周家 楚名一货道 周家是如今的鼓舞界 最精通炼药的家族 现在鼓舞界市面上流通的 大部分丹药 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这颗宁气丹 已经算得上高级丹药了 能让B级巅峰鼓舞者 突破瓶颈 韩小雪解释道 哦 楚名点了点头 玄疾也不再感兴趣 这玩意 比起系统 给的增气 丹差远了 450万 460万 宁气丹这种丹药 往常也是很难见到的 众人都很感兴趣 价格很快就提高了500万 这个时候 举牌叫价的人 明显少了很多 1000万 一道年轻的声音响起 众人皆惊 纷纷寻声望去 只见拍卖场的后方 一个气势不凡的青年 坐在那里 手中举牌 嘴角含笑 轻描淡写的 就叫出了1000万的高价 这小子谁啊 哪有这么叫价的 懂不懂规矩 有人当时就不满了 兄弟 慎言 这位 可是洪家的洪子平 此话一出 那人当时 面色一变 瞬间就惊声了 洪子平 这家伙怎么会来 韩小雪 也看了过去 立马露出了一抹怪异的表情 这谁啊 楚明挑眉 打量了洪子平一眼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家伙 即使在一众 A级鼓舞者中 地位都不一般 岳山洪家的嫡系大哨 韩小雪 有些凝重道 这洪子平按理说 不该来参加 谷家的舞者聚会啊 虽说在场的鼓舞者 大部分都是出自 影视门派和世家 但影视门派世家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像韩小雪所在的 华山 韩家 和洪子平所在的 岳山洪家 还有那炼丹世家周家 都是当时 最顶级的影视舞蹈世家 他们这种家族 一般来说 是不屑于参加 谷家这种俗世的 舞蹈世家开办的 舞蹈聚会的 而且 这洪子平在洪家中 也算得上京才艳艳之辈 22岁的年纪 就跨入了A级鼓舞者 这种人 怎么会来谷家的拍卖坏 韩小雪心中疑惑 众人在搞清楚 洪子平的身份后 都沉默了下来 岳山洪家的大哨 那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于是洪子平 成功以一千万的价格 拍下宁气单 真是财大气粗啊 有人感叹道 像洪家这种 顶级舞蹈世家 虽然也影视不出 但都有自己挣钱的渠道 就像韩小雪 就是韩家流放在世俗中 挣钱的傀儡 拍下宁气单后 洪子平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瞥眼看向一旁的 一个老者说道 这拍卖会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 你说的那个东西 怎么还没出来 老者面容哭狗 听到洪子平的话 连忙低声下气道 洪少爷 八旗大蛇的鳞片 是十分稀有之物 肯定是压轴出场 您不要着急 洪子平点了点头 轻笑道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你敢骗我 你知道是什么下场 不敢 老者面露惶恐 低着头不敢看对方 拍卖会继续进行着 拍出的物品 越来越稀有 价格也越来越高 厂商的鼓者们的情绪 都亢奋了起来 接下来拍卖的物品 是一棵不知名的灵草 采摘自灵气潮汐处 起拍价一千万 每次加价 不低于五十万 女子后方的长桌上 摆放着一株青绿色 三寸长的小草 这株草 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在场的众人 都能察觉到 其中蕴含着的雄厚灵气 采摘自灵气潮汐处的 天才地宝啊 这个必须拍下 众人都激动了起来 看向灵草的目光 都充斥着火热 这种灵草鼓舞者 直接服用 可以提升一大截的修为 若是炼制成丹药 那效果更是奇佳 在场的有些A级鼓舞者 都是修为卡在A级很多年 难以寸进之人 这种能直接提高 修为的天才地宝 对他们而言 比顶级功法 还要稀有多了 一千一百万 当即就有人举牌叫价 一千一百五十万 一千三百万 台下一片火热 叫出的价格越来越高 很快就突破了三千万 这时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退缩了 他们大部分资金有限 还要留着拍更好的物品 三千二百万 一个中年人举牌叫价 见到周围人 都开始默不作声后 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 就在这时 洪子平轻浮的声音 淡淡响起 五千万 中年人心中 怒火上冲 寻声看去 但当他看清楚说话的人时 顿时泄气了 洪子平邪逆 那中年人 似笑非笑 他并不是非常需要这颗灵药 他只是很喜欢这种 眼看对方就要拍下了 然后自己突然抬高价格 对方无可奈何的感觉 其他人见到洪子 平开价了 也都默不作声 只能对那个中年人 投去怜悯的目光 恭喜这位先生 台上的女子健壮 正要落垂时 六千万 一道淡然的声音突然响起 众人惊疑地寻声望去 只见拍卖场中央的楚明 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淡然说道 我靠 这小子不想活了 这不是那个 不到二十岁的A级鼓舞者吗 他居然敢抢洪子平的东西 果然是散修啊 他恐怕不知道 洪子平是谁吧 众人都是一惊 纷纷议论起来 小弟弟 你快把牌子放下 那是洪子平啊 你和他抢什么东西 韩小雪见状也是急了 焦急出声 洪子平 他算个鸡毛 楚明毫不在乎道 这颗灵草他问的系统 可以减少他三天的修炼时间 楚明当然要拍下 你疯了吧 我刚刚不是给你说了 洪子平的身份吗 那可是 岳山洪家的嫡子 我都惹不起 你怎么还敢惹他 韩小雪秀眉紧促道 寻常的影视 武道世家中 都存在着宗师作证 而洪家这种 顶级影视武道世家之中 武道宗师都有不少 甚至还存在传说中 突破武道 达到先进的人物 这种家族的嫡子 楚明一个散修 怎么惹得起啊 但楚明却充耳不闻 依然举着牌子 真的是个愣头青啊 韩小雪见楚明这副模样 美目中流转着浓浓的失望 这楚明是天赋一柄 但只不过是一介散修 背后又没什么势力 居然敢惹洪子平 这不是愣头青是什么 不只是韩小雪这样想 在场的其他A级鼓舞者 也是这样想的 而洪子平此时 也是眉头微皱 看向楚明 他也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人敢抢他的东西 愣了一下后 他当即冷笑一声 举起了手中牌子 八千万 一个亿 楚明毫不犹豫地说道 见此情景 众人都被吓着了 先不说 这价格有多离谱 一株林草 目前圈子里的市场价 也不过三千万左右 这居然直接抬到了一亿 他们更震惊的是 这个楚明 居然真的敢和洪子平交价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洪子平脸色当即 就沉了下来 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 他的预算了 毕竟他这次来拍卖 会主要是为了 最后压轴的那个物品 于是犹豫了一阵 他也不打算继续交价了 这家伙 就是刚才他们传的那个 不到二十岁的A级鼓舞者 洪子平声音冰冷道 是的 据说他刚刚在门口 一掌 就打飞了谷家的 一旁的老者连忙低声回道 哼 这小子确实是天赋一柄 但这也太狂妄了 洪子平眯着眼睛 看向不远处的楚明 对方的天赋 确实让他也很震惊 哪怕是他 拥有着全国最顶尖的 修炼资源和功法 也是二十二岁 才修炼到A级 就算这样 洪子平也是洪家中 最出色的三代嫡系 而这楚明 一个散修 居然修炼速度比他还快 有天赋又怎么样 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就应该收敛锋芒 现在就敢和我叫板 真是不知死活 洪子平恢复了一副 轻挑的模样 淡淡地看着楚明 眼底一抹寒芒涌现 楚明成功拍下林草后 心情愉悦 虽然一亿的价格 确实有些高了 但那又怎样 他又不打算给钱 他先前的计划就是 直接把事情闹大 然后引出谷家真正的大人物 只要楚明将其控制起来 就不怕对方 不放无魁的妻儿了 这完全是两全其美的计划 之后 为了防止楚明拿不出那么多钱 谷家还派了个人 专门来检查他的资产 楚明直接将那张 装有七亿的银行卡 递了过去 对方也没有疑虑了 韩小雪在一旁都看傻了 楚明这一届散修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物 居然有七亿的存款 人不可貌相 楚明贴了一眼对方 嘴角韩笑道 哎 小弟弟 你可别在这里得意了 见到楚明 还一脸兴奋的模样 韩小雪 忍不住叹了口气 有钱有什么用 天赋一饼有什么用 莫成长起来之前 你始终只是A级 宏家可是有先进强者的存在 那可是SS级 古武界向来都是以实力为尊 现在楚明当着这么多古 武界有名有姓的A级鼓武者 和洪子平抢东西 这下 楚明这几人 能不能活着走出古家 都是问题了 不过 韩小雪现在 也顾不上担心楚明了 他现在更担心自己 如果之后的拍卖会上 出现了顶级功法 洪子平要和他抢的话 他也不知道 自己要不要让出去 如果让出去 他没有顶级功法 修炼不到宗师境界 韩家不会放过他 如果不让出去 洪子平大概率 也不会放过他 一时间 韩小雪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小明啊 你花一夜就买根草 你是不是发烧了 刘鹤仪一脸担心地看向楚明 范小军和吴奎 也诧异地看着他 你懂个屁 楚明没好气到 懒得解释 拍卖会继续进行着 但后面 还出现了几次天才地宝 都被楚明花了几千万 拍下来了 洪子平在后方 眯着眼地看着他 眼神轻挑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本次的拍卖会 已经接近尾声 接下来将拍卖 这场拍卖会的最后两件 压着物品 台上的女子 面带笑容地 走到长桌旁 长桌上摆着两个 被黑布遮住的物品 女子一边 将其中一张黑布接下 一边说道 第一件物品 是一本顶级功法 血阳功 出自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武道宗师 韩小雪美目 顿时一亮 翘脸上 满是紧张和激动 终于等到顶级功法了 其他人 也躁动了起来 连洪子平 也露出了感兴趣的眼神 虽然洪家的顶级功法 也不熟 但在如今的古武界 任何一本顶级功法 都是极其稀有之物 有价无市 洪子平思考了一番 他这次来拍卖会 准备了八亿的资金 之前拍下了几件物品 现在还剩下六亿不到 如果这本功法的价格 高于两亿 我就不拍了 洪子平心中暗道 毕竟他这次的目标 可不是这个 血阳功 起拍价五千万 每次加价 不低于五百万 台上女子一说完 下方一阵轰动 当即就有人要开始交价 但就在这时 洪子平的声音 先行响起 一个亿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一群人面面相去 都不敢吱声了 虽然一本顶级功法往年 都能拍出四五亿的价格 但他们可不愿意为此 去得罪洪子平 韩小雪面色极其难看 他在纠结着 要不要举牌叫价 如果他叫了 就一定会得罪对方 但是不叫 两个亿 最终 韩小雪还是咬牙 举起了牌子 如果不拍下这本功法 他就是必死无疑 拍下了 还能有希望 众 人再次哗然 纷纷将目光投向韩小雪 我靠 怎么又有和洪子平 抢东西的 这年头 不要命的人这么多吗 这女的 不是韩小雪吗 华山韩家的人 我认识她 只是一个 被韩家流放在世俗 为家族挣钱的傀儡罢了 她居然能来拍卖会 还有A级修为 她怎么和之前 那小子坐在一起 有不少人都认出了 韩小雪的身份 更加惊疑不定起来 韩小雪 她怎么在这里 洪子平也是 目光一宁 她先前只担心 楚明那个愣头清晦 再次和她叫嫁 没想到这会儿 居然冒出了一个韩小雪 红少爷 韩家和洪家的实力 不相上下吧 一旁的老者 有些迟疑道 是的 洪子平点了点头 然后面露不屑 冷笑道 但她至少 也得韩家的嫡系在这里 才能和我分庭抗礼 她韩小雪一个 韩家的傀儡 算什么东西 洪子平自然知道 韩小雪的真实身份 一个杂种罢了 韩家二代嫡系 和一个外人的私生女 看来这韩小雪 是偷偷修炼了 居然都A级了 怪不得宁愿得罪我 都要拍下这本血洋宫 洪子平已经将 韩小雪的目的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 我让你拍下了又如何 到头来还是我的 洪子平戏谑一笑 一旁的老者 暗暗摇头 对韩小雪和楚明 投去了怜悯的目光 他知道 这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抢了洪子平看上的东西 这位洪家少爷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 楚明斜眼看着一旁 紧咬银鸭 额头冷汗直冒的韩小雪 不由得好笑道 那个洪子平有这么可怕吗 你不就和他进个价吗 用得着怕成这样 小弟弟 你太自大了 韩小雪摇头苦笑 他只当楚明 完全不知道 洪家的可怕 但想了想 他最终苦涩道 但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 肯定都被洪子平盯上了 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盯上就盯上呗 有啥大不了 他敢找我麻烦 我就弄死他 楚明一脸无所谓 韩小雪见状 欲言又止 最终只能无奈叹气 这楚明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他也不想再提醒对方了 完全是浪费口舌 他现在心中 只打算着 等拍卖会结束 赶紧交钱 拿着功法离开谷家 找个地方躲起来 只要他通过这本功法 修炼到五道宗师境界 洪子平也不敢找他麻烦了 各位鼓舞者前辈 接下来是最后一件 压着物品 这时 台上的女子 终于接下了最后一件物品的黑布 只见长桌上 一块鱼鳞般的物体 放在一个钢化玻璃的盒子中 这物体只有八掌大小 通体漆黑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这件物品 是一位五道宗师 游历窝国时 偶然间得到的一块灵片 据说是来自于 窝国神话中的神兽 八旗大蛇的灵片 其中蕴含着 强大的灵气和信仰之力 作用不祥 八旗大蛇的灵片 真的假的 世上真的存在 八旗大蛇这种神话中的神兽 但在这灵片上 我确实感觉到了 十分浓郁的灵气和信仰之力 不会是那位宗师杜撰的吧 或许是从某个凶兽身上掉落的 此物一出 台下众多A级鼓舞者 都皱起了眉头 低声议论起来 他们也没想到 最后一件压轴物品 居然是这个 八旗大蛇这种传说中的东西 实在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哎 卧槽 楚明突然惊呼一声 怎么了 你知道这玩意是真的假的 范小军疑惑地看向他 楚明没有回答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 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系统屏幕 刚才那鳞片出现的一刹那 系统背包里的那颗真龙弹 就不受控制地颤动起来 散发着贪婪的气息 这龙弹里面的那条真龙 似乎对鳞片很感兴趣 不对 应该是很有食欲 一旁的韩小雪 看着台上的那块鳞片 若有所思 片刻后 点头说道 这鳞片 应该是真的 这世界上 真的存在八旗大蛇这种东西吗 范小军有点不可置信道 有的 只不过普通人 甚至普通影视五道世家的人 都不知道而已 韩小雪点点头解释道 我们韩家 对这些存在于传说中的物种 就有过记载 据说在几百几千年前 蓝星天地灵气充裕 这种强大的生物层出不穷 但后来灵气衰落了 这些物种 要么都死了 要么就凭借着特殊的方法 存活了下来 比如这个八旗大蛇 后来成为了窝国的神兽 就是凭借着收集窝国人的信仰之力 才存活下来的 信仰之力 这是什么 范小军继续问道 信仰之力是一种精神力量 来自于无数信徒的精神崇拜 产生的精神力 有些物种 甚至人类 有着特殊的法门 来收集这些精神力 化为自身的力量 我国 曾经也有人和其他物种 用收集信仰之力的方法修炼过 在几千年前 因此成仙成神的不在少数 就比如传说中的佛陀 神龙之类的 韩小雪 将自己知道的都全盘托出 这些事情 本来是属于韩家的新秘记载 不能外传 但现在的他 已经暴露自己 偷偷修炼的事情 韩家都要杀他了 他也就不在乎了 范小军等人听了 都惊奇不已 他们根本就没想象过 那些神话中的东西 居然真的都存在过 楚明也点了点头 韩小雪在解释的同时 系统也在给他解释 和对方说的相差无几 那既然八旗大蛇 能通过沃国人的信仰之力 存活下来 华国又有没有通过同样的办法 存活下来的物种或者人类呢 楚明看向韩小雪问道 华国 估计没有吧 韩小雪思索了一阵 摇头道 毕竟华国 现在信教的人太少了 其实韩小雪还有话没有说 那就是 虽然可能华国没有通过信仰之力 存活下来的古代大能 但通过其他方法 存活的倒也不少 如惊天地灵气复苏 那些苟延残喘 到现代的大能们 或许不久后 就会出事了 不过这些话传出去容易造成恐慌 韩小雪也不愿意多说 也对 楚明汉手 然后抬头看向那块鳞片 目光中已经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刚刚系统还给他说 如果让真龙又龙吃下这块鳞片 战斗力能直接提升100点 要知道 这真龙刚刚孵化出来 是500点战斗力 提升100点 就是600战斗力 达到了SS级的顶峰 这块鳞片 我要了 楚明嘴角上扬 同时心中在思考着 这真龙又龙光是吃了八旗大蛇的一块鳞片 就能提升100战斗力 那要是直接吃八旗大蛇的肉呢 那岂不是起飞了 看来以后有机会 得去窝国一趟 把窝国之神兽给他们宰了呀 楚明心中一片炽热 这块八旗大蛇的鳞片 起拍价两亿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千万 台上的旗袍女子 已经爆出了拍卖价格 台下顿时一片漠然 这玩意 他们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如果光凭鳞片里 蕴含的灵气和信仰之力 显然是不值这个价的 价格起拍就是两亿 显然没有人愿意出手 两亿一千万 后方的洪子平举起了牌子 眼神火热 他来这次拍卖会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众人见到是他 议论一阵后也都不打算抢了 反正也不知道 这玩意是真的假的 让给洪子平 还能成他个人情 韩小雪心中也顿时恍然大悟 他终于知道 洪子平为什么会屈尊来谷家的舞者聚会了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八旗大蛇的鳞片 像洪家 韩家这种顶级舞蹈世家 都有炼制法器的秘法 这八旗大蛇的鳞片 显然就是一块 十分完美的炼器原材料 这时 楚明也举起了牌子 淡然到三个亿 你干什么 韩小雪见状直接猛了 他根本没想到楚明也会叫价 这鳞片对普通鼓舞者 根本就没有多大用处 而且 洪子平一看就是专程为这鳞片来的 你这样一抢 不就彻底得罪对方了吗 楚明却懒得搭理他 这女人怎么老是一惊一乍的 在场的其他A级鼓舞者也懵了 他们对楚明这种不要命的行为 都有些妈了 完全不明白这家伙真傻 还是装傻 你说你抢天才地宝还能理解 起码对你有用 这块鳞片 你抢什么 对你有什么用 这分明就是看不起洪子平的行为啊 这个杂碎 莫非是专门针对我不成 洪子平也是眉头猛皱 怒火上冲 他和韩小雪的想法一样 这块鳞片对于不会炼气的鼓者来说 完全就没有多大用处 而这个楚明一介散修 显然是不可能会炼气的 甚至对方连这鳞片是真是假都不就知道 但却偏偏要和他叫价 而且直接将价格叫到了三亿 这不是故意找他查是什么 行 那我就让给你 我看你能拿在手上多久 洪子平咬牙切齿 缓缓地放下了牌子 目光阴冷 杀意沸腾 对于这块八旗大蛇的鳞片 洪子平是志在必得的 因为这鳞片一旦练制成法器 能让A级的他 攻击力直接堪比宗师 这种无比稀有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放过 而这个楚明 洪子平已经在心中 为对方判了死刑 三番两次地抢他的东西 和他叫板 真当他洪子平在鼓舞 见莫地位不成 你有本事拍下东西 但你有本事留得住吗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都不懂 真是愣头青 洪子平怒火腾生 他感觉自己 已经很久没这么生气了 往常自己出入外界 遇到鼓舞者 哪一个 不是对他毕恭毕敬的 而现在 居然被一个 不知名的散修 这般看不起 这他能忍 楚明叫出三亿的价格后 因为洪子平在 其他人也不敢交价了 所以台上的女子 也很快落锤 成功拍下 唉 你这是做死啊 韩小雪一脸担忧地 看向楚明 默默摇头 各位鼓舞者前辈 最后一件拍卖物品 已经成功拍出 拍卖会至此结束 旗袍女子 微笑着开口说道 不过按照我们鼓家的规矩 要两天以后 也就是本次舞者聚会结束之后 各位才能拿到 自己拍下的物品 钱也是到时候才给 这个规矩 是鼓家为了防止 这些鼓舞者 参加完拍卖会后 直接就离开了 不参加后面的舞者聚会 台下众人 大部分都知道这个规矩 听到旗袍女子的话后 纷纷点头 然后起身而去 楚明则有些诧异 他还想尽快结算拍卖物 然后到时候自己不给钱 引出鼓家真正的大人物呢 结果居然要两天后才结算 算了 两天后就两天后吧 也不急这一回 楚明摇了摇头 然后也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拍卖场 这时 他才看到一旁的韩小雪 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 紧咬银牙 你干啥呢 走啊 楚明皱眉催促道 我完了 韩小雪正正出神 满脸苦涩 他之前还想着拍卖会议结束 就拿着顶级功法跑路 尽快突破到宗师境界 结果 居然要两天后才能拿到 他要是现在 在谷家再待两天 红子平报不报复 他先不说 他偷偷修炼的事情 估计已经传到了韩家 韩家现在 很可能已经派了人来杀他了 两天的时间 足够韩家来到谷家 找到他了 楚明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 他想了想 刚要开口说话 一道阴冷的声音 却突然传来 小子 我承认你天赋一饼 但你现在不该惹我 只见红子平从后方缓缓走来 一脸细血地看着楚明 他身边只站着那个枯稿老者 其他A级鼓舞者 都不敢靠近他们 站得老远 哦 我惹你了吗 我们这不是正常竞价吗 楚明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对方 正常竞价 你一届散秀 有什么资格和我竞价 我看上的东西 你敢和我抢 红子平眼睛一眯 寒芒毕露 心中暗笑 这小子果然 是不知道他的身份啊 自己都站在对方面前了 却还是一副愣头青的模样 毫无畏惧 楚明翻了个白眼 心声无语 懒得搭理这个神经病 那你就等着吧 舞者聚会 还有两天呢 红子平见 对方依旧这副模样 不由得冷笑一声 他本来以为像楚明这种 天赋一柄之辈 为人处世之道 也会很高 结果没想到 居然这么愣 这么头铁 没看到其他名门名派的 A级鼓舞者 都惧怕他吗 这种人 放在他们洪家 早就不知道 被人整死了多少次了 红子平摇了摇头 心声无趣 为了楚明这种 愣头小子生气 简直没有必要 这种人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红子平无趣地 打量了楚明几人一眼 但当他看到范小军时 却突然眼睛一亮 这种容貌的女子 他也很少见到 比韩小雪还要高不少 等到时候杀了你 你女朋友 我就替你照顾照顾了 红子平眼底 浮现出一抹荧光 楚明微微一愣 他清晰地察觉到了对方 看范小军的眼神 心中顿时涌起寒意 红子平很快收回目光 又看向一旁俏脸 带着惶恐的韩小雪 摇头讽刺道 你擅自修炼的事情 我马上就会告诉韩家 顶级功法 让给你又怎么样 你能平稳度过这两天吗 恐怕不用我出手 韩家的人 就已经将你挫骨扬灰了 听到这句话 韩小雪更是心声崩溃 双眸已经泛红 红子平紧接着 面露轻浮道 好好当你的明星不好吗 如此容貌死了也可惜了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从此以后服侍于我 我倒是能让你活下去 身为红家嫡子 如果出言要保韩小雪一命 韩家还是会给他一个面子的 滚 韩小雪闻言 秀眉锦簇 心中不堪羞辱 当即称赫道 不时抬举 红子平面色微变 冷哼一声 转身就离去了 既然对方宁愿去死 那他也不拦着了 韩小雪虽然容貌倾国倾城 但比起范小军 却更略逊一筹 在红子平的心中 范小军已经是志在必得之物了 所以韩小雪死了 也就死了 后方的其他 A级鼓舞者 在路过楚明几人时 都纷纷投去可惜的目光 哎 一个不到20岁的A级鼓舞者 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这下都得双双与命了 那小子的女 朋友 容貌甚至比韩小雪还高一成 这下多半也会相消欲损了 要怪就只能怪他跟错了人 众人心中叹息 月山洪家 这种顶尖影视舞蹈世家 他们都不敢招惹 更何况对方这一届散修呢 韩小雪就更不必多说了 一个韩家的傀儡 私自修炼 已经是死罪 如果成为不了舞蹈宗师 让韩家忌惮 那也是必死无疑 很快 拍卖场里的其他人都离开了 就只剩下楚明等人和韩小雪 韩小雪此时已经完全崩溃了 坐着那里 眼面抽气 喂 你到底咋了 楚明眉头紧锁 这家伙 一直挡在这里 他们都出不去 姐姐 是不是刚刚那个洪子平 让你生气了 我现在就去帮你打他 范小军挥舞着粉拳 美目中带着一丝凶狠 刚刚那洪子平 对韩小雪说的轻挑之语 让同样是女性的他 也十分不愿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你 韩小雪连忙摆手道 他感激地看了一眼范小军 心想这傻白甜的小姑娘 还是挺好心的 但下一刻 韩小雪 看向范小军的眼神 又涌现出了担忧之色 顿了顿 他连忙看向楚明说道 小弟弟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谷家吧 不要管那些拍卖的东西了 不然洪子平 肯定会对你出手的 韩小雪清楚地知道 以范小军的容貌 洪子平肯定会对对方感兴趣的 如果他们 继续待在谷家 那范小军的下场 肯定是惨不忍睹 对我出手 现在他 就算不对我出手 我也会杀了他 楚明不屑一笑 光是刚才 洪子平看范小军的眼神 楚明就已经为对方判了死刑 你 哎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韩小雪彻底无语了 这楚明 是真的看不清形势啊 不过现在的他 也没有多余的心思 关心别人了 韩小雪思索了片刻 还是决定在谷家等两天 他现在只能赌 赌他在拿到顶级功法之前 韩家的人 还没找到他 不然 他现在跑了 也会死 以韩家的手段 只要他没成宗师 有的是办法找得到他 想到这里 韩小雪 平复了一下心情 缓缓地站了起来 走吧 都九点了 找地方吃饭去 见他起身 楚明挥了挥手 带着范小军等人 就朝门口走去 范小军在路过韩小雪时 直接伸手 搂着了对方的胳膊 笑音的说道 姐姐 跟我们一起走吧 有我们在 那个洪子平 不敢欺负你的 这 好吧 韩小雪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同意了 他现在孤身一人 要是和楚明几人 待在一起 风险就会小一些 毕竟他一个A级 楚明也是A级 两个A级在这里 洪子平要动手 估计也会掂量掂量 楚明也听到了 范小军两女的谈话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也懒得管 自顾自地向外面走去 拍卖会之后 谷家还在大堂内 开办了晚宴 所有的鼓舞者都前去了 楚明等人 也去随便对付了两口 晚宴是由谷家的二代嫡系 家主长子谷 文兵主持的 经过询问吴魁 楚明才得知 这个谷文兵居然 正是谷显东的父亲 在谷家中 也算得上权高位中的人物 而此时的谷文兵 正毕恭毕敬地 站在洪子平的面前 敬着酒 他们谷家 虽然是俗世中 最强的舞蹈世家之一 但比起一般的影视舞蹈世家 都要略逊一筹 更不用说和洪家比了 往年的舞者聚会 像洪家 韩家这种顶尖家族 都是不屑于派人来参加的 这次洪子平这种 洪家嫡系三代中 最出色的子弟都来了 谷文兵自然是要认真招待 至于韩小雪 之前谷文兵知道 他是韩家的人 并要来参加舞者聚会后 也是交代手下的人 要毕恭毕敬 但是现在谷文兵得知了韩小雪 只是一个韩家的傀儡 而且还招惹到了洪子平后 便也不再关注对方了 不仅如此 在整个宴会上 楚明和韩小雪等人 都是被孤立的存在 楚明身旁的吴奎 看向谷文兵的眼神 充斥着杀意 拳头紧握 似乎恨不得 直接冲上去杀了对方 楚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吴叔 全是最高的人 我们还要再等等 吴奎这才收起了情绪 点了点头 刚才在路上 楚明已经计划告诉了他 行了 吃饱了就走吧 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楚明站起身来 他看了看四周 其他鼓舞者 都像躲温神一样 躲着他们 无奈地撇了撇嘴到 再吃一点 就一点点 范小军正抓着一个大闸蟹 埋头苦干着 再吃吃胖了 楚明无语至极 直接拉着范小军 就向宴会门口走去 啊啊 我的螃蟹 我的龙虾 范小军悲痛欲绝 韩小雪几人对视一眼 然后也跟了上去 楚明等人才刚刚离开 宴会中心的洪子平 也很快站起身来 看向几人离开的方向 嘴角含笑 谷家的这个庄园面积很大 甚至围着一大片海岸 此时 楚明等人正在海边散着步 夜晚的海岸格外宁静 只能听到 海浪拍打着礁石声音 一阵阵海风拂面而过 鼻腔里瞬间充斥着 狮咸的味道 说起来 这也是楚明第一次来到海边 看着这月光下 波光灵灵的海面 一时间心情都愉悦了几分 小弟点 你们大晚上来海边干什么 韩小雪有些奇怪道 对啊小明 赶紧回去睡觉吧 咱们今天都跑了一天了 刘鹤仪也在一旁嘀咕着 走走吧 消化消化 楚明淡然一笑 消化个屁 我还没吃饱呢 范小军委屈巴巴的说道 这时 刘鹤仪面路诧异 有些奇怪道 这海边怎么 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啊 其他人闻言 也觉得有些奇怪 虽然谷架庄园很大 但每隔一两百米 都会有几个谷架的人巡逻 但这海岸起码三公里 却一个人都看不到 那当然是因为 他们都躲起来了 楚明撇了撇嘴道 什么 其他人不明所以 就在这时 海边的礁石暗影处 缓缓走出几道身影 其中一人手 拿一把长刀 发出一声冷笑道 看来这位小兄弟 早就发现我们了呀 是洪子平 叫你们来的吧 楚明淡然地看向他们 对方有五个人 全部都是之前拍卖会上 见过的A级鼓舞者 刘鹤仪等人都愣了愣 他们完全不知道 居然一直有人躲在暗处 只有范小军 和楚明一样平静 同为SS级的他 早就知道附近有人了 是又如何 招惹了洪少爷 你觉得 你们还能活吗 领头那人是一个魁梧壮汉 两眼金光外露 气血强大 肩上扛着一把金刚大刀 另一个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 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带着惋惜 向楚明 你这棱头小子 凭你的天赋 十年之内成宗师 都不成问题 到时候洪家都会高 看你一眼 却偏偏如此狂妄 真是找死啊 而韩小雪此时 已经是翘脸煞白 难难道 大罗派的河海 见到世家 陈家的陈和光 他已经认出了几人的身份 那个魁梧大汉 是大罗派的长老 而另一青年 是见到世家陈家的长老 两人的修为 都是A级巅峰 而且 旁边还有三个 同样是A级的鼓舞者 韩小雪此时已经心生绝望 五个A级前来杀他们 完全是不给他们活路啊 而他们这边 加上楚明 也不过两个A级 而楚明的表现出来的实力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A级 怎么看 也是必死无疑 楚明却面色不变 甚至心中还觉得有些好笑 他和范小军 刘鹤一两人对视几眼 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憋笑的情绪 这五只阿猫阿狗 居然还想杀他们 这不是送人头吗 见楚明等人不说话 那魁梧壮汉何海 还以为他们怕了 直接上前一步 冷笑道 小兄弟 红少爷说了 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将拍卖会上 拍下的物品 付了钱送到他手上 然后再把 你那个女朋友 给红少爷送过去 陪他几晚上 这事也就罢了 文言 楚明表情瞬间阴沉下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对方 杀鸡毕露 怎么 小兄弟 想明白了没有 是现在就去死 还是带上拍卖物 和你的小女朋友 去和红少爷赔罪 陈和光副手走来 气质飘然 抬着头玩味地看着楚明 似乎在看一只戴仔的羔羊 红子平交代过他们 只要他们解决了楚明 就会赏赐他们美人 一个天才地宝 这种任务 不是手道勤来吗 简直和白颂一样 其他四人也神态放松 似乎他们觉得 杀楚明等人 是很轻松的任务一样 小弟弟 我们跑吧 还有一线生机 韩小雪 有些颤颤巍巍的低声说道 对方可是有两个人 都是A级巅峰的人物 离宗师仅有一步之遥 可谓是半步宗师了 韩小雪觉得他和楚明 简直毫无胜算 楚明却没有理会他 只是淡然地看着那五人 目光冰寒 片刻后才冷声道 我这次来谷家 本来就打算杀不少人 既然如此 那就先从你们开始吧 什么 对面的五人听到这话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面面相去 和海更是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楚明 似笑非笑道 小兄弟 你可别嘴硬了 我是真搞不懂 你是真傻 还是太过狂妄 你别逞能了 走啊 韩小雪焦急万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楚明还是这样 看不清形势 他急得慌忙地就要 伸出手拉楚明 但范小军却将他拦了下来 笑盈盈地安慰道 放心啊姐姐 没事的 你 韩小雪一乐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其他人 却有些惊愕地发现 他们这边 除了他 其他几人都没有丝毫的慌张 韩小雪有些懵了 他不明白 这一群人倒是有什么底气 楚明没有回话 自顾自地转头看向刘鹤仪 询问道 鹤仪 你还没杀过人吧 没有啊 刘鹤仪一愣 那你敢杀人吗 楚明有些担忧地看着对方 以他对刘鹤仪的了解 这小子胆子一直很小 刘鹤仪眉头一皱 犹豫了片刻后点了点头道 我呢 虽然他胆子小 但是他也明白 身为曙光成员 杀人这种事情 他必须做 楚明给了他实力 给他的工资 他就一定不能像一个废人一样 待在曙光里 那去吧 这五个人 杀四个 扔海里 留一个回去通风报信 楚明欣慰地点了点头 淡然一笑 好 刘鹤仪重重点头 然后缓缓向前走去 楚明和刘鹤仪的对话 就像是在讨论着 要不要杀五只土鸡一样 而不是五个A级鼓舞者 而且 丝毫没有掩饰 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对面 那五人耳中 这是什么意思 河海有些懵了 眉头紧锁起来 对方这毫无波澜的态度和语气 让他感到有些不妙 一旁的陈和光 看着独自走向他们这边的刘鹤仪 也有些奇怪道 莫非这小子 也是个A级鼓舞者 但下一刻 他就将这个想法否定了 因为这刘鹤仪看起来 也不到二十岁的模样 哪有那么多不到二十岁的A级 可是 对方凭什么这么自信 一时间 五人都犹豫了起来 能成为A级的 都不是等闲之辈 鼓舞者的直觉 让他们 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哼 别被他们唬住了 装神弄鬼罢了 看我去解决了他 另一个 A级出气的瘦小男子 冷哼一声 显然不幸险 手拿一把小刀 就快不向刘鹤仪走去 也好 让他去探一探虚实 河海点了点头 眯着眼看向前方 只见那瘦小男子 一边走着 手中的数把小刀 在指尖翻转藤魔 寒光闪烁 内力已经尽数运转起来 虽然口中不屑 但瘦小男子 丝毫没有轻敌 将内力运转到极致 灌入手中的小刀之中 然后猛然发力 小刀瞬间化为 几道荧光 朝着刘鹤仪的脑袋 击射而去 死 瘦小男子 轻喝一声 目光凌冽 心中自信 他这一招飞刃武学 在鼓舞界 也是小有名气 而且专注杀伤力 曾经至少有 不下五位A级鼓舞者 死于他这飞刃之下 他相信 即使是A级顶尖的高手面 对他这权力发出的飞刃 也得费一番功夫 才能抗下 刘鹤仪这二十岁 不到的矛头小子 能是A级 快躲开 韩小雪面露亥然 忍不住惊呼出声 他自然是知道 这飞刃的威力 但刘鹤仪 却置若罔闻 面对几道飞刃 丝毫没有闪躲的意思 绿巨人能力迅速运转 他的双眸 赫然已经化为深绿之色 下一刻 在那五人和 韩小雪惊骇的目光中 刘鹤仪裸露在外的皮肤 瞬间变绿 整个人迅速膨胀起来 衣服寸寸撕裂 在膨胀的过程中 那几道 飞刃已经击打到了 他的胸口之上 叮 一道清脆的响声响起 那飞刃 如同击打在了一块铁板之上 不得寸净 纷纷被弹开 草 瘦小男子面色俱变 见一击未果 双腿猛然发力 迅速向后方退去 满脸的不可置信 其余四人面色也变了 纷纷惊议不定 这是 异能者 河海瞬间 紧握手中的大刀 皱眉惊叉不已 五人都是影视门派 和世家的人 对世俗了解不多 显然没认出来 刘鹤仪变得是绿巨人 是的 确实是异能者 而且还是变身戏的 怪不得能挡下鹤元的飞刃 这恐怕有 极中等的实力了吧 陈和光也猛然反应过来 只见他 迅速从腰间掏出一个葫芦 目光警惕地看着刘鹤仪 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想过 这楚明一行人中 居然还藏着一个异能者 毕竟这是舞者聚会 异能者怎么可能会来这里 要知道 三年前天地灵气复苏 异能者大批觉醒 有很多异能者 在获得力量后 心生膨胀在城市中 为非作歹 虽然 当时官府收编了九州 来管理异能者 但九州人手不够 华国又太大 根本管理不过来 最终还是影视门派 和世家的鼓舞者出世 才将那些 为非作歹的异能者解决 自从那以后 影视的鼓舞者 对异能者大多都是敌视的心态 而且鼓舞者天生就看不起 异能者这种不劳而获 平白无故 获得力量之人 甚至在很多影视门派 和世家中 都将异能者视为异端 所以现在 大部分异能者 见到影视的鼓舞者 都是绕着走 不敢招惹 而这舞者聚会 全都是影视鼓舞者 怎么可能会有异能者赶来 但是现在 还真有一个异能者来了 这就是你们的底气吗 何海眯了眯眼 然后突然笑了 一个变身细异能者罢了 顶天不过A级 最多也就是肉体强大 我们这么多A级 你一个人 能拦我们 身为A级鼓舞者 自然是知道 变身细异能者的实力 大部分都是B级 A级 已经算得上天赋一饼了 摸清楚了刘鹤仪的实力后 他们也松了口气 楚名那边加上刘鹤仪 也不过三个A级而已 不足为据 而此时 刘鹤仪已经完全变身 身高高达三米 浑身上下只剩一个裤衩 按绿色的肌肉球节 轻轻爆起 好 刘鹤仪忍不住嘶吼一声 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五个A级鼓舞者 似乎身体里 流淌着绿巨人的血液 让他也变得亢奋了起来 不再畏惧 绿巨人 韩小雪在刘鹤仪变身的一瞬间 就认出了这个绿色怪物 一时间脑子都短路了 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转折 你是个变身系的异能者 就算了 怎么还能变成绿巨人 这让他完全不能理解 但听到和海的话 韩小雪也是猛然惊醒 焦急地看向楚明道 小弟弟 就算你朋友是A级异能者 我们三个加起来也打不过呀 要不还是跑吧 你能不能别吵 楚明眉头一皱 冷眼看向他 这女人老是一惊一乍的 楚明早就心烦了 韩小雪顿时一愣 显然没料到楚明这个态度 这时和海已经先行动手了 肉身强大是吧 不知道是你的身体硬 还是我的刀硬 和海哈哈大笑 他提着大刀 魁屋的身躯迅速化为一道黑影 如同一头蛮牛般 向刘鹤仪冲去 浑身的气血都沸腾了起来 大罗派专修横练功夫 力量极大 再配合这一柄金刚大刀 应该能破开这绿色怪物的防御 陈和光目露金光 手中的葫芦微微颤抖 似有什么东西 蠢蠢欲动 只要和海这一刀 伤到了刘鹤仪 他就立马补上后续的攻击 打算一举杀掉对方 其他三个A级鼓舞者 也蓄势待发 但下面发生的一幕 瞬间就让他们傻眼了 只见刘鹤仪绿色的大脸 上浮现出一抹轻蔑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刀 毫无畏惧 直接伸出一只绿色的蒲团大手 向那大刀握去 当 巨大的金属 撞击声响起 那金刚大刀 被刘鹤仪轻而易举地 就握在手中 旋即他手掌微微用力 金刚大刀就如同塑料一般 被他捏得粉碎 这不可能 何海骇然失色 他这大刀 可是由一位炼器大师 锤炼而成 可谓是削铁如泥 自己全力一刀 哪怕是一块厚实的钢板 他也有信心砍断 结果不仅没有伤到刘鹤仪分毫 对方还轻而易举地 将他的刀捏碎了 这肉身强度 也太恐怖了吧 退 何海反应过来之后 瞬间萌声退役 刘鹤仪这种肉身 如此恐怖的异能者 如果和其近身缠斗 简直毫无胜分 何海可不觉得 他的身体 有这把金刚大刀坚硬 想跑 晚了 刘鹤仪察觉到对方的意图 当即冷笑一声 迅速伸出双手 直接就带住了何海的胳膊 在何海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刘鹤仪手臂发力 猛地向两边一扯 一道不匹撕裂的 声音响起 何海撞瘦的身躯 在绿巨人的手中 就像是一个破步娃娃一样 竟然被硬生生地 从中间撕成了两截 内脏 骨骼 血液 满天飞舞 洒满了沙滩 这怎么可能 陈和光等人呆若目击 手中准备发出的攻势 猛然一致 目光骇然 这何海 可是A级巅峰的鼓者啊 离宗师都是 只有一步之遥 居然如此轻易地 就被这绿色怪物给手撕了 那岂不是说 S级 这绿色怪物是S级 陈和光瞬间反应过来 能轻易杀死A级巅峰强者 必然是S级的存在 这打尼玛 快跑 其他人回过神来之后 也是面色俱变 迅速转过身 身形向远处暴射而去 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 对敌的勇气 S级的异能者啊 那可是比肩舞蹈宗师的存在 他们一群A级去打宗师 那不是厕所里打灯了 找死吗 红子平卧槽尼玛 陈和光大骂出声 然后直接一拍手中的葫芦 下一刻无数手指粗细的飞剑 从葫芦中鱼灌而出 随着他手指一挥 无数的飞剑化为一条溪流 向刘鹤宜攻去 然后 陈和光内力爆发到极致 转身就跑 要是早知道 楚明他们这里有S级的异能者存在 红子平就算给他添大的好处 他也不敢来找楚明的麻烦 虽然陈和光已经是半部宗师 但始终不是宗师 再强的A级也只是个A级 面对S级的存在 就如同那个河海一般不堪一击 操 我力气怎么这么大 刘鹤宜正正地看着自己手中 被撕成两半的河海 还有些猛逼 他其实也没想到 对方这么脆弱 当他还在愣神时 陈和光的那条飞剑溪流 已经击打到了他的身上 HP0 锋利无比的飞剑 对刘鹤宜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甚至他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肯定发什么神 人都跑了 快去追 楚明无语的叫声响起 哦 刘鹤宜这才缓过神来 看向远方四道疯狂逃窜的身影 双腿猛然发力 直接飞越 而起几十米 哄 刘鹤宜瞬间就落在了 陈和光等人的面前 绿巨人虽然体型庞大 但其实并不笨重 随便一跳 就是几百米的距离 奔跑速度也是奇快 这位小兄弟 都是红子平让我们来的 你看我也没对你出手 你就饶我一命吧 陈和光见到自己 全力施展的飞剑术 居然也伤不到对方分吼 而且对方的速度 还如此之快 顿时就绝望了 连忙高声哀求道 其他三人 眼面如土色 浑身颤抖起来 我也不想杀人啊 刘鹤宜无奈地贪了贪手 谁让你们招惹到 我们曙光的老大了呢 说完 刘鹤宜直接向前冲去 对着陈和光 就是一拳挥出 这一拳平平无奇 毫无章法 就像普通人 随意挥出的一拳 但却偏偏速度奇快 力量恐怖 陈和光根本反应不过来 就被一拳轰到了脑袋上 整个头颅 瞬间如一颗西瓜般爆炸开来 还剩三个 杀掉陈和光后 刘鹤宜转头看向其他三人 喃喃自语 不对 还有两个 小明说了的剩一个 回去报信来着 刘鹤宜的声音 就如同恶魔的低语般 让那三个A级强者 头皮炸裂 已经是吓得魂不守舍 转身就欲逃跑 但在绿巨人 绝对的力量和速度下 其中两人不到十秒 就被逮住杀掉 刘鹤宜看着手中最后的一人 笑道 就是你了 天选之子 回去报信吧兄弟 告诉那个洪子平 招惹曙光 他也必须死 说完 刘鹤宜就将那人 直接扔了出去 我还说 鹤宜这小子胆子小呢 结果杀起人来 比我还残暴 楚明看着满地的血液内脏 扎舌道 那倒也没有你残暴 范小军思考了一下 深以为然道 你滚 要不是因为你 洪子平会这么快 对我们出手吗 楚明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道 楚明当然是知道 那个洪子平 肯定是眼馋范小军 迫不及待了 所以才会一出拍卖会 就立刻找人当天晚上 就来杀他们 歉 范小军撇撇嘴 不想再搭理楚明 转头看向一旁 还在发懵的韩小雪 轻笑道 姐姐 我说的吧 和我们待在一起 那个洪子平 欺负不了你的 韩小雪还没有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愣了半上后 才喃喃道 这就是你们的底气吗 一个S级的异能者 居然还是个绿巨人 他自然也看出了 刘鹤仪的实力 已经完全堪比 一些修炼横练功夫的 武道宗师了 那等肉身强度和力量 恐怕比一般的宗师 还要强 可是 你们真以为 有个S级的异能者 就能不怕洪子平了吗 韩小雪缓过神来之后 瞬间面露苦涩 摇摇头苦笑道 你们太小看 顶尖武道室家的实力了 据我所知 洪家之中 武道宗师不下十人 甚至还有 先进强者坐镇 而洪子平 作为洪家 最出色的一个三代嫡系 想派几位宗师 对你们出手 也是轻而易举的 到时候 光凭这个绿巨人 可扛不住 哦 洪家的强者 这么多吗 楚明微微诧异 仙境 就是SS级 对啊 仙境之人 已经是完全超脱武道 甚至是 超脱人类的存在 体内的内力 已经化为先缘 寿命长达三百载 与先人无异了 韩小雪交集道 哦 楚明耸了耸肩 毫不在乎 他刚刚只是有些惊讶 洪家居然有这么多S级 还有个SS级 这完全就是 堪比九州的势力啊 不过这也无所谓 他连九州都干爆了 还怕这什么洪家吗 你 见楚明这个态度 韩小雪顿时语色 不知道说什么了 莫非这小弟弟 还有什么底牌吗 韩小雪心中诧异 因为他还有些奇怪 为什么刘鹤仪 一个S级异能者 会听命于楚明一个 A级鼓舞者 这个曙光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他有些想不明白了 小明小明 我已经解决他们了 这时 刘鹤仪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只见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形 穿着一个大裤衩 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 干得不错 楚明赞许道 刘鹤仪第一次杀人 就能办得这么干脆利落 确实很不错 哦 对了 这个东西 看起来像个宝贝啊 小明你看看 刘鹤仪兴奋地 将手上的一个葫芦 递了过去 这不是刚刚那个人 用来装剑的吗 楚明接过葫芦 这显然是 刚刚那陈和光的东西 葫芦整体成枯叶色 仔细一看上方 还印着几道浅浅的符纹 这是陈家的 养剑葫芦 韩小雪在一旁开口道 养剑葫芦 这听起来像武侠小说中的东西 有什么用 楚明也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手中的葫芦 刚刚陈和光那 一手飞剑溪流 说实话 还是挺帅的 见到世家陈家 在几百年前 据说实力很强 陈家中 甚至还出现过 仙境以上的存在 虽然现在衰落了 但还是有一些顶尖的密法保存 这个养剑葫芦 就是通过密法制作的 其中蕴含着 一个独立空间 可以将飞剑放进去 然后通过葫芦上 刻画的特殊符文 灌入自身的内力 进行滋养 使飞剑越来越强大 韩小雪解释道 居然有独立的空间 那岂不是 就像玄幻小说中 储物戒指之类的物品 还能滋养 放在其中的物品 那确实是个宝贝啊 楚明嘖嘖称奇 思考了一下 玄机直接将养剑葫芦收了起来 这个葫芦的储物空间 对楚明倒是作用不大 毕竟它有系统背包 但这个滋养物品的功能 那可就有开发空间了 比如 将真龙弹孵化出来之后 能不能将幼龙 放进去滋养呢 也没说 不能滋养活物吧 楚明暗暗想着 恭喜宿主 伴珠吃虎成功 获得积分500点 这时 系统的提升 应在楚明的脑海中 响了起来 加上之前的积分 我现在还没使用的积分 就有3200点了 真龙弹可以孵化了 而且还有剩的 积分可以抽奖 楚明心中兴奋起来 他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抽奖了 而且高级抽奖转盘 他还没抽过呢 谷家中心的一个庭院之中 洪子平面色 阴沉地站在那里 在他的面前 一个男子 正满脸惊骇地说着什么 这个男子 正是刚刚被刘鹤一放出来 通风报信的那个 A级鼓舞者 没想到啊 这一群人里面 居然还藏一个S级的异能者 曙光 这个组织 还真有意思 听完男子的话 洪子平双眼微眯 眼中寒芒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在洪子平的身旁 除了那个枯搞老者之外 还站着一个人 正是谷显东的父亲 谷文斌 他听完男子说的话之后 面色也带着一丝骇然 经了半晌后 才开口道 这是新出现的 S级异能者吗 如果我没记错 外界已知的S级异能者 也不过14人吧 大部分还都在九州 这曙光是什么组织 为什么能招揽到一个S级 九州有资料的 那14个S级强者 其中12个都在九州 剩余的两个 也是圈子里有名有姓的人物 其中一人 还正是谷家的强者 所以谷文斌听到一个 新的S级出现 才会如此震惊 哼 我管他是什么组织 以为有个S级异能者 就能招惹我洪子平了 洪子平心中怒火生疼 他本来以为 自己这次找五个A级 去杀楚明和韩小雪 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他都觉得 范小军今天晚上 就能送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连药都准备好了 结果 居然出现了这种变数 他怎能不目 洪子平心吸几口气 稍稍平复情绪 然后看向身后的 那个哭搞老者 冷声道 你现在 立刻去告诉我吧 就说我在外面 遇到了危险 让家族里 派几个宗师 尽快赶过来 是 哭搞老者连忙点头 然后迅速地 就离开了庭院 交代完 洪子平又看向古文斌 露出一抹淡笑道 古书 在洪家的武道宗师赶来之前 还请你们古家的宗师出关 来保护一下我的安全 洪子平 也不是莽撞之人 他现在知道楚明那边 有S级的强者 目前凭他自己的实力 肯定对付不了 洪家的宗师 又离得太远 一时半会赶不到 所以只能先让古家的 宗师出关了 放心 洪少爷 我这就回去告诉家主 古文斌微微一愣后 连忙拱手恭敬道 然后也迅速离开了 古文斌的心中 暗暗兴奋 这样一来 他们古家 岂不是成了洪子平 一个人情吗 那对古家而言 可是好处极大 待所有人离开 洪子平嘴角 微微上扬 目光中流露出 胜券在握的神情 S级变身 戏异能者是吧 我看你打得过几个宗师 解决完那五个A级 古武者之后 楚明等人 就离开了海边 古家在庄园内 为前来参加 武者聚会的古武者 都准备了住所 以古家庄园的面积 安顿下这一两百个古武者 还是轻 而一举的 能在魔都这种 寸土寸金的城市 画下这么一大块地盘 楚明也不得不惊叹 古家的财力 何其恐怖 由于之前 楚明展示出了A级的实力 所以 古家给他们安排的房间 也是最好的 而且是 美人一间 此时的楚明 正躺在房间的床上 毒液伸出脑袋 在一旁吃着巧克力 这是楚明 刚刚在晚宴上带回来的 楚明看着眼前的系统屏幕 真龙蛋静静地 躺在系统背包里 楚明念头一动 将真龙蛋取了出来 拿在手中 仔细观摩着 龙蛋足有人头大小 通体遍布着火红的纹路 这些纹路散发出来的气息 极为神秘 仿佛能追溯到洪荒远古 犹如上古神兽 让人有一种忍不住 想要附身膜拜的冲动 系统 注入三千积分 孵化真龙蛋 楚明带着一丝 激动在脑海中说道 积分注入成功 真龙蛋孵化完成 系统话音刚落 楚明手中的真龙蛋 就发出一阵 噼里啪啦的响声 蛋壳顺 顺着纹路寸寸裂开 一股浩瀚神圣的气息 从裂开的蛋壳缝隙处 肆意而出 这个气息十分强大 哪怕是 楚明都感觉到了一股心境 不愧是真龙 才刚刚出生 气息就这么恐怖 楚明不由则舌 这时 真龙蛋顶部的蛋壳 终于脱落 一颗小脑袋 带着一丝 好奇冒了出来 这颗脑袋 乍一看是牛头 但却长着小小的鹿角 长嘴上长着两条 像虾一样的虚 小家伙好奇地打量了 一下四周 目光停留在楚明身上 发出一声雀跃的低鸣声 然后缓缓地 从蛋壳里爬了出来 向楚明的手臂攀去 楚明也终于看清了 他的全貌 右龙身形长约一尺 33厘米 通体覆盖着火红的鳞片 四肢如鹰爪般的爪子 牢牢地抓着楚明的手臂 头四牛 脚四鹿 眼四虾 而四象 象四蛇 负四蛇 零四鱼 找四凤 掌四虎 其背有八十一灵 据九九阳术 这就是华夏传说中的真龙 这么小个家伙 居然有五百点战斗力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神兽啊 楚明嘖嘖称奇 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右龙的脑袋 右龙愉悦地 发出一声低鸣 旋即像一条小蛇一般 攀附在楚明的手臂上 看你这颜色 应该是调活属性的龙吧 楚明摸了摸下巴 轻笑一声 那我以后就叫你求狸吧 有角的右龙为求 狸为五行八卦之火 求狸一鸣 十分贴切 右龙听到楚明的话 雀跃地叫了一声 仿佛非常满意这个名字 系统 这家伙平时是什么呢 楚明有些疑惑道 真龙天生为圣体 凭肉身吸纳天地灵气 不需要进食 不过宿主 用自身的内力喂养它 可以加快它成长的速度 系统回答道 喂养内力 诶 这不就巧了吗 楚明一愣 然后突然灵光一闪 立刻掏出了 刚刚得到的那个养剑葫芦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楚明挑了挑眉头 旋即催动起内力 向养剑葫芦里灌去 只见养剑葫芦上面 原本黯淡的符文 在灌入内力之后 瞬间明亮起来 发出一阵枯黄色的光芒 原主人的内力 还有残留吗 楚明微微诧异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内力 在灌入养剑葫芦中时 被一股陌生的内力 疯狂抵抗着 这股内力 显然是那个沉河光的 不过 八九玄宫修炼出的内力 何其霸道 那股残存的内力 仅仅只坚持了片刻 就被冲散开来 楚明这才感觉到 这养剑葫芦中 存在着一个 一立方米左右的空间 有点小啊 楚明有些失望到 这空间比起系统背包 那都不能说 小屋见大屋了 完全就是垃圾 不过 让他有些惊奇的是 他的内力 通过葫芦上 刻画的神秘符文 灌注进去时 葫芦里的空间 居然源源不断地 收纳着内力 然后在其中运转起来 就像人的丹田一般 要知道 寻常宗师 虽然能内力外放画形 但内力一旦脱离掌控 就会很快消散 这养剑葫芦上 刻画的符文 居然能让内力保留下来 还能像人的丹田一样 运转内力 生生不息 这是聚气符 在修仙卫面中属于 比较低级的符文 系统解释道 这样啊 看来这些影视门派 还不简单呢 楚明点了点头 微微惊叹 虽然这符文 在修仙卫面中很低级 但在蓝星可不得了 更别提 那开辟空间的能力 完全属于是仙人手段了 这还是那见到世家陈家 从几百年前 遗留下来的法门 那他们几百年前 有多强 蓝星在远古时期 会不会是一个 修仙文明呢 楚明暗暗思索着 连八旗大蛇这种东西 都真正存在于世界上了 这种可能性 还是有的 不过想了一阵 楚明也懒得想了 现在想这些也没意义 他念头一动 只见他手臂上的 球离瞬间消失 进入了养剑葫芦的空间 球离瞬间 就如同鱼儿入水一般 欢呼雀跃起来 贪婪地吸食着楚明的内力 不错 那这养剑葫芦 以后也就叫养龙葫芦了 楚明黑黑一笑 然后将葫芦收进了系统背包 接下来就该抽奖了 还剩二百积分 也只能抽两次 希望这高级抽奖转盘 能给我个惊喜吧 楚明有些激动 赶紧冲进卫生间 拔脸洗白 然后迫不及待地点开了抽奖界面 高级抽奖转盘和普通转盘差距不大 也就特殊类和技能类的区域大了一点 但消耗类还是占绝大部分区域 楚明将二百积分注入进入 目光期待 两次抽奖 很快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物品 钢铁侠马克六战甲升级图纸 来自漫威宇宙 可直接用于升级马克三战甲 马克六战甲的战斗力为二百八十点 S级巅峰 恭喜宿主获得消耗类物品 司空阵英雄卡片 来自王者荣耀宇宙 使用之后可获得司空阵的全部技能和能力 普通人使用后战斗力为C级 异能者使用后能提高两个等级 具有成长性 异能者原始等级越高 司空阵卡片赋予的能力则越强 助 使用司空阵能力时需要喊出 以雷霆击碎黑暗 卧槽 楚明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忍不住爆出粗口 他刚才看到抽出来的都是消耗类奖励 本来还十分失落 但当系统说完抽出来的物品后 楚明顿时就梦了 这尼马高级抽奖转盘 抽出来的东西这么猛的吗 消耗类都这么夸张 楚明反应过来后瞬间欣喜起来 牛啊 不愧是高级 这个马克六升级图纸是真不戳 楚明兴奋不已 他之前抽到的马克三战甲 战斗力只有A级 已经完全跟不上他的实力了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这下能升级到马克六 战斗力飙升到280点 直接接近S级巅峰了 对楚明而言又是一个强大的助力 钢铁侠马克六战甲 与前几代战甲不同的是 马克六采用的是新元素反应堆 第一个三角形的反应堆 拥有更强大且稳定的能源供给 不仅如此 马克六除了原先的那些热武器之外 还在臂甲处安置了一个雷射激光 威力极其恐怖 在钢铁侠2中 托尼川代马克六用雷射激光 瞬间就消灭了敌方的十几架战甲 而且 马克六的防御力也做了提升 在复仇者联盟役中 马克六都能和雷神硬碰硬过几招 系统 使用马克六升级图纸 楚明越想越兴奋 直接让系统把图纸使用了 使用成功 马克三战甲成功升级为马克六 楚明连忙打开系统背包查看 只见原本金红配色的马克三 已经变成了金红银三配色 胸口处的方舟反应堆 也变成了三角形 帅啊 有机会 一定要放马克 六出来装装便 楚明满一点头 然后这才将目光 放在另一个消耗类物品上 司空阵英雄卡片 这倒是和我获得的雷电翼 能挺搭配的 只不过 我现在的异能等级只有D级 现在使用的话 也就能达到A级 诶 不对 我要是使用了这个卡片 然后使用司空阵能力 战斗力 直接增长一百多点 然后再附身毒液 我的战斗力 岂不是直接增加了三百多 那不是无敌了 楚明思索着 目露金光 司空阵英雄卡片使用后 并不能增加基础战斗力 不能被毒液的能力翻倍 只能做加法 系统却直接给楚明泼了一盆冷水 好吧 楚明微微有些失落 但转念一想也对 这次空阵的能力 也是能成长的 要是能直接加到基础战斗力上 配合毒液 那也太Bug了 那先使用吧 楚明说道 司空阵英雄卡片使用成功 宿主在使用司空阵能力后 战斗力达到120点 毒液附身后 总战斗力达到597点 SS级巅峰 做加法也挺不错 直接就597点了 等到时候 毒液的能力再成长一些 我就能直接突破SS级 达到更高的层次 楚明扭头 看了一眼一旁 正在狼吞虎咽的毒液 有些无奈 上次在青城山的时候 自己对战九州一号 使用破虚纸 直接将毒液的本源之力 抽了不少 导致这家伙现在 才勉强恢复过来 距离能力 加强还早着呢 随后 楚明也不再多想 收起了系统屏幕 心满意足地 躺在床上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3200积分 花得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管是孵化求离 还是获得了 马克六和司空阵卡片 都大大增强了 他的实力和势力 之后 楚明怀着激动的心情 缓缓睡去 第二天 楚明也没什么事做 就带着范小军等人 一起在谷家瞎逛 每到饭店 谷家都会开办宴席 众多鼓舞者聚在一起 切磋交流 楚明他们饿了 也去对付两口 最高兴的 还是范小军了 每次的宴席 谷家准备的 都是各种名贵食材 山珍海味 范小军吃得不亦乐乎 其他那些鼓舞者 不管是A级 还是B级 在看到他们时 都不敢靠近 眼神中带着敬畏 鼓舞者的圈子太小了 谷家现在聚集了圈子里 大部分的鼓舞者 也不过一两百人 A级更是不过二十人 结果昨天晚上 就有四个A级强者死于非命 这个消息 肯定是瞒不住 早就传开了 他们现在都知道 楚明后方 一直跟着的那个不起眼的年轻人 居然是一个S级的异能者 虽然他们很多人 打心底的看不起异能者 但鼓舞界说到底 还是实力为尊 S级的实力 让他们不得不畏惧 胆战心惊 一时间 大部分人都不敢 再轻视曙光这个组织 有S级作证的组织 完全堪比一个普通的 影视武道世家了 楚明异行人的姓名 也被传了出去 想必以谷家的手段 查到他们的名字也不难 你们说 洪子平就这样放过 那个楚明了吗 一个俊逸青年 低声问到旁边的人 不放过能怎么办 另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摇头道 洪家再强 那也是山高路远 现在洪子平孤身在此 他全是再高 也不过是个A级 面对曙光的那个S级 有什么办法 也是啊 看来这洪子平这次 是真要吃亏了 俊逸青年恍然点头 哼 你们太小瞧洪子平 在洪家的地位了 也太小瞧洪子平的傲气了 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 缓步走来 两眼金光外露 虽然毛发花白 但面容却异常年轻 一看就是 五道精进之人 吴老 那俊逸青年和中年人 见到老者走来 先是一论 然后赶紧拱手行礼 面露恭敬 这位老者 可是天师道的大长老 一身修为 已经达到A级巅峰 半步宗师 在古武界 虽然比不上顶尖的 五道世家的长老 但已经是身份 十分尊贵的人物 吴老 您刚才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莫非洪少爷 还要对付那个楚明吗 中年人行礼之后 疑惑问道 哼 那是必然 洪子平 可是洪家天赋最高的 三代嫡系 权力极高 而且以他的傲气 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多半会让洪家 派几位宗师 来解决掉这个S级的异能者 吴老冷哼一声 身形稳稳站立 看向远处楚明等人的方向 目光中带着寒芒 什么 洪少爷 居然要派宗师过来 俊逸青年和中年人 皆是一惊 有些不可思议 在他们的家族里 宗师可是 犹如神明般的存在 他们平常 根本接触不到 虽然他们也知道 洪家有不少的宗师 但完全想象不到 洪子平居然全是如此之大 能直接派几位宗师 来对付楚明他们 那是自然 吴老点了点头 看向楚明几人的眼中 陡然冒出杀意 冷声道 即使洪子平不出手 本派的宗师 甚至各大武道 世家的宗师 也会出手 诛杀这个S级的异能者 这种异端 胆敢出现在古武界 本就该死 俊逸青年和中年人对视一眼 顿时心中恍然 他们这些稍微年轻一点的古武者 对异能者还没什么排斥 但古武界的前辈眼中 只有修炼 才是增强实力的大道 异能者就是异端 平常他们古武界里 争夺势力 杀人夺宝 虽然也会死不少古武者 但再怎么说 那也是他们 古武界内部的矛盾 而那个曙光里的S级异能者 敢混进武者聚会 就算了 还杀了他们四个A级古武者 这让那些思想顽固的 古武者前辈 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真以为我们古武界 像九州记载的一样 宗师只有两个不成 吴老眼中冷芒大盛 哪怕只有两个宗师 对付你一个异端 也是手到擒来之事 楚明一行人 就在古家晃了一整天 直到晚上 也没有人来找他们麻烦 至于洪子平 连人影都没见到 小明啊 洪子平那个家伙 不会跑了吧 我可是放出话 说曙光要杀他的 要是让他跑了 我们多没面子 刘鹤已满脸担忧地看向楚明 此时的他们 刚刚吃晚宴 正走在回住所的路上 楚明没有回答 只是淡然一笑 他其实早就通过系统 得知了洪子平的预谋 还有某些鼓舞者 对自己的敌意 虽然一天的时间 他们和那些鼓舞者 都没什么交集 那些人看上去 也和昨天一样 但楚明明显感受到了 山羽欲来风满楼的氛围 今天 只不过是暴风雨 来临前的宁静吧 哎 要是他跑了 那我们就别管 他了 要不我们现在 直接打进古家内部吧 然后 就出无数的妻儿 一起回川省吧 这里太无聊了 刘鹤仪撇了撇嘴道 他说的打进 当然是物理层面的 范小军一听到这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回什么回 多待一天不好吗 我们要多观察一下情况 然后再去救无数的妻儿 这样 比较稳妥 也是啊 小军说的有理 是我太莽撞了 刘鹤仪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楚明却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 看向范小军 吐槽道 你特末 不就是想多吃几顿宴席吗 说的这么一正言辞 我猜没有 范小军厚着脸皮 抬着下巴 看向楚明 死不承认 呵呵 楚明嘲讽一笑 然后迅速伸出手 给了他一个脑蹦子 旋即转身就跑 曹 楚明 你给我站住 范小军撬脸上 顿时浮现出愈怒之色 然后立马追了上去 少年少女打得闹闹的 在草地上奔跑着 韩小雪看着两人的身影 美目中满是忧虑 心中轻叹道 红子平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呢 唉 希望我们能度过这一劫吧 舞者聚会的第三天 也是最后一天 今天就是拍卖会上 拍下的物品 结算的日子了 楚明早早地就爬了起来 倒不是他急着去拿到那些物品 而是系统告诉他 昨天晚上 有很多强大的鼓舞者 从全国各地向古家赶来 其中还有着不少的舞蹈宗师 他缓缓地走到窗户旁 看了看远方 然后念头一动 一个身穿黑衣 面容硬朗的中年男子 瞬间出现在他身旁 这正是袁哥一技能 秘术 影 放出的傀儡 楚明打亮了他一眼 然后让系统取出了马克六战甲 给傀儡穿上 一阵阵悦耳的机械音响起 一块块金红银 三色相间的精密机械结构 在傀儡的身上组装起来 马克六的组装 比马克三要快了不少 几乎只用了20秒 就组装完成 马克六金色面甲上 犀利的双眸瞬间亮起 胸口三角形的方舟反应堆 也猛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帅啊 楚明看着面前的马克六 忍不住惊叹一声 钢铁侠的战甲 真的是男人的浪漫 百看不厌 不过可惜了 今天我没机会 穿了 谁让我是曙光的老大呢 咱要有逼格 对付这些武道宗师 我就不出手了 有你和贺一就够了 楚明伸出手拍了 拍马克六的肩膀 撇嘴道 说完 楚明念头一动 让傀儡操控着 马克六从窗户翻出 向空中飞去 钢铁侠加绿巨人 对付这些S级孤伍者 应该能行吧 实在不行 还有小军和囚离呢 楚明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 去叫范小军等人起床 随后 楚明带着他们 像昨天一样 去到大堂里吃早饭 一进到大堂 楚明就感觉到 气氛有点不对劲 所有的孤伍者 都看向他们 但眼神里 却没了昨日的敬畏 取而代之的 是嘲讽和惋惜 楚明也不在乎 招呼着范小军几人 自顾自的 在长桌旁坐下 享受其走饭 有点不对劲啊 小弟弟要不 韩小雪 坐立不安地 打量着四周 心中莫名地充斥着不安 慌忙地看向楚明说道 吃饭 楚明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语气淡然 韩小雪叹了口气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现在只有 跟着楚明他们 才是最安全的 毕竟曙光里 有个S级 古宗师来了 饭吃到一半 大堂的门口 突然喧哗起来 所有鼓舞者 都站起身来 围了过去 楚明等人并未起身 但也将目光投了过去 只见大堂门口 一位帽蝶 麦蒂 致年的老者 走在最前方 手持一根拐杖 步调缓慢 老者身穿一袭 白色练功服 身材勾搂 头发全白 气息紊乱 看起来就是个 八九十岁的普通老人 老者的身后 跟着洪子平和古文斌两人 古文斌微微弯腰 目光无比恭敬地 看着前方的老者 连之前一直趾高气昂的洪子平 现在也收敛很多 老老实实地 跟在老者身后 古宗师 古宗师 大堂内众多的古武者 无论A级还是B级 都纷纷走上前去 拱手鞠躬行礼 敬畏之情 异于言表 这位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老者 正是古家的上一任家主 做镇古家术十载的武道宗师 古云琴 在几十年前 古家还是一个 不入流的武道世家 后来古云琴 以天才之资 五十岁不到 就成功迈入宗师境界 从此古家一飞冲天 成为了俗世中 数一数二的武道大家 古家现在虽然雄霸魔都 掌握万亿资产 但这一切 都是建立在古家 有宗师作证的前提下 由此可见 一位武道宗师 有多么强大 古云琴缓缓地走着 对于周围的众人置之不理 众人健壮 如潮水般散开 他浑浊的老眼 在大堂内巡视一圈 最终停留在 楚明异形人身上 这位就是楚小友吧 古云琴 走到楚明面前停下 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 就像一个慈眉善目的普通老人 完全就看不出 他是一代宗师 是我 楚明点了点头 有些诧异地看着对方 要不是系统告诉他 这个古云琴真的 有225点战斗力的话 他都完全不敢相信 对方是S级强者 二十岁不到的舞者后期 楚小友 你的确是天赋绝世啊 古云琴笑着感叹道 而且 楚小友的这个曙光组织 竟然还有着 S级的异能者存在 实力和我古家都不相上下了 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谢谢夸奖 楚明挑眉一笑 他心中有些无语 这老头 怎么一上来就说 这些有的没的 不过 楚小友 古云琴却突然话风一转 老眼中流露出一抹锋利之色 你们曙光 这位S级的异能者 杀了我们古武界 四名A级强者 楚小友 你难道不打算 给我一个解释吗 此话一出 围观的众多古武者 也都看向楚明 有的眼中带着愤恨 有的眼中带着细血 有的带着些许可惜 他们知道 古云琴这是 来兴师问罪了 一旁的洪子平 也忍不住勾起一抹冷笑 看向楚明的眼神 已经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面对一位宗师 这楚明 还能像之前一样 风轻云淡吗 楚明听到这话后 也愣了一下 然后挑眉打量了 古云琴一眼 忍不住笑了笑 旋即温文尔雅地说道 解释你马 你个老不死的多鸡猫啊 贺仪 给我干死他 解释你马 你个老不死的多鸡猫啊 贺仪 给我干死他 楚明这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鼓舞者 都愣住了 他们一脸错 这楚明上一秒 还和颜悦色的 怎么突然就发难了 洪子平脸上的冷笑 也突然一僵 他也没想到 这楚明 在面对一位宗师时 还依然这么嚣张 古云琴慈祥的笑容 猛然收起 眉头一皱 老眼中寒芒大盛 正吃着早饭的刘鹤仪 听到这话 也愣了一下 不过下一刻 他就猛然反应过来 直接放下了手中的早餐 双眼陡然变绿 双腿发力 朝着古云琴一拳挥去 在空中 刘鹤仪的身躯 已经迅速膨胀起来 当他的拳头快落 在古云琴身上时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绿巨人 刘鹤仪的速度太快了 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连古云琴也是面色一变 慌忙地运转起内力 勉强在身前 形成了一道内力屏障 想要挡住 那巨大的绿色拳头 但刘鹤仪的拳头 却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威力极大 携带着呼啸的进风 结结实实地击打在内力屏障上 这能抗下子弹的内力屏障 却完成 承受不住这庞大的力量 瞬间炸裂开来 然后 这拳头于是未减 生生砸在古云琴的老脸上 古云琴当即被砸得倒飞出去几十米 把大唐的墙壁都撞破了 跌落到大唐之外 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众人皆是呆若目击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绿巨人 洪子平抬头看着 近在咫尺刘鹤仪 愣了一下后 心中大害 连忙身形暴退 出去十几米 古文兵 以及其他围过来 看热闹的鼓舞者健壮 也慌忙地运转内力 暴退出去 所有人都惊魂未定地 看向绿巨人庞大的身躯 以及不远处大唐 墙壁上的大洞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从古云琴来到大唐 找到楚明问罪 然后再被刘鹤仪一拳打飞 不过才过去了不到五分钟 这就是那个S级的异能者吗 古宗师居然被一拳打飞了 这个绿色怪物 有这么强吗 终于有人惊骇出声 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在这些鼓舞者的心中 武道宗师 站在武道的巅峰 就是无敌的存在 除了已经呈现的先进强者 或者是现代的重型热武器 根本没人能奈何得了武道宗师 结果却被刘鹤 已给一拳打飞了 就算对方是S级的异能者 也不可能对宗师 造成碾压之事吧 绿巨人 这不是绿巨人吗 怎么可能会有绿巨人的异能 在场有不少年轻的鼓舞者 和洪子平一样 也看过一些世俗的电影 此时已经认出了 刘鹤仪变成的绿色怪物 他们心中更是惊骇和不解 这世界上 怎么还存在着电影里呢 而且还如此强大 刘鹤仪此时 也有些惊讶地 看着面前坍塌的墙壁 他知道这古云琴 是个S级鼓舞者 所以直接用了全力 但却没想到 对方这么不堪一击 直接被打飞了 小明 他不会死了吧 刘鹤仪转过头来 看向楚明 楚明也皱了皱眉头 他刚才之所以直接让刘鹤仪出手 正是因为这古云琴 是谷家最重要的人物 只要把对方拿下了 就不怕谷家不放吴魁的妻儿了 但是他也没想到 这古云琴堂堂一代宗师 居然在绿巨人的一拳之下 表现这么脆弱 这古云琴 要是真死了 谷家搞个鱼死网破 直接将吴魁的妻儿杀了 那就麻烦了 楚明站了起来 有些紧张地看向 前方坍塌的墙壁 那里烟尘飞起 完全看不清楚情况 哼 你不会以为宗师 这么容易杀死吧 洪子平在一旁 看着楚明脸上的紧张之色 还以为对方 在怕谷云琴还活着 忍不住讽刺一笑 宗师是何等人物 谷云琴能被刘鹤仪一拳打飞 只不过是因为 刘鹤仪突然暴起发难 谷云琴没有准备而已 果然 洪子平话音刚落 那烟尘里就传来了一道苍老 但却锐利的声音 好一个S级异能者 竟有如此大的蛮力 老夫真是小瞧你了 众人皆惊 纷纷寻声望去 只见谷云琴 缓缓从烟尘里走出 一身白色练功夫无风自舞 内力汹涌澎湃 原本沟楼的身形 也站直了起来 两眼金光暴射 犹如一柄 蒙尘已久的宝剑出窍 整个人 完全没有之前 老人的垂目之色 这才是一代宗师的 真正气场 宗师啊 这才是真正的武道宗师 我就知道 这个绿色怪物再强 也不过是个异端 怎么能奈何 得了武道巅峰的宗师人物 众人见到谷云琴 毫发无损 原本骇然的情绪 瞬间转变为兴奋 看向谷云琴的眼神中 满是崇敬之情 幸好没死 楚明健壮 也松了口气 然后坐了下去 看向刘鹤仪叮嘱道 这个人 可不能打死了 还有用吗 好 刘鹤仪重重点头 然后看向谷云琴 绿色的大脸 尚满是兴奋 自从他获得 绿巨人的能力以来 都没有人 是他的义和之敌 这谷云琴 居然能抗下他一拳 完全激起了 他的战斗欲望 浩克的血液 在刘鹤仪浑身流淌 让原本胆小的他 现在也变得好战起来 你的力量很强 完全堪比那些 横练功夫 修炼到极致的武道宗师 谷云琴 在刘鹤仪几十米开外战里 锋芒毕露的双眸中 带着一丝忌惮 虽然他 看上去毫发无损 但刘鹤仪的那一拳 也把他的脑袋 打得机遇 裂开般的剧烈疼痛 谷云琴已经很多年 没有受过伤了 也很多年 没感受过疼痛了 他在谷家 坐镇几十年 本来以为 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虚名 但现在 被刘鹤仪当中一拳打飞 还是让他 谷景无波的内心 感觉到了愤怒 他今天 必要将这个异端 以及曙光全员 诛杀在此 以力武道宗师之威 但是虽然愤怒 谷云琴也明白 以他自己一个人的实力 肯定是奈何不了 这绿色怪物 最多和对方不分高下 但是 今天的谷家 可不止 他一个宗师 诸位武道同门 你们若是再不出来 我这副老身子谷 可要被这一端 给打散架了 谷云琴突然大喝出声 声音包含着内力 如滚雷般浩浩荡荡 在整个大堂内乍响 传出去几百米 众多谷云琴 都被谷云琴 这道声音 震得耳韵目眩 大部分人 都不明所以地站在原地 而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 A级鼓舞者 却是面露激动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些内幕 楚明这几人 今天必死无疑 原本正要动手的 刘鹤仪也是一愣 皱了皱眉头张望四周 很快 大堂的门口 几道飘然的身影 从空中落下 缓缓向里面走来 来者是三位老者 看上去年纪最小的 也在五十岁左右 但却皆是气势不凡 龙行虎步 散发着一股 令众人心计的强大气息 全然不弱于谷云情 小明 什么情况 刘鹤仪见状有点猛了 怎么又来了 三个不亚于谷云情的老头 本来准备动手的他 顿时犹豫了起来 他一打四 感觉有点悬啊 要不还是 你出手吧 小明 刘鹤仪犹豫地看向楚明 他倒不是怕了 以他的防御力 连范小军这种SS级强者的攻击 都能勉强抗下 自然是不惧 他只是不想上去白挨打 你慌个毛 我堂堂曙光老大 打这些阿猫阿狗 哪轮得到我出手 楚明一脸云淡风轻 靠在椅子上 自顾自地吃着早饭 先看看吧 不行就让小军上去砍两刀 好吧 刘鹤仪看了一眼一旁 正狼吞虎咽的范小军 也安心下来 一行人中 只有韩小雪目入惊骇 已经完全坐不住了 站在那里 美目死死地看着那三名老者 已经完全听不到 楚明他们在说什么 心头只有绝望 他已经认出来了 这正是洪家的三位宗师 而另一边 三人中领头一个黑衣老者 他进入大堂后 先是寻 试了一下众人 目光在刘鹤仪身上 微微停顿了一下后 很快滑走 最终看向古云晴 轻笑一声 古家主 你真是老了呀 连这样一个异端都解决不了 洪大长老 老夫年过茂蝶 早就是即将入土之人 实力大不如从前了 让你看笑话了 古云晴拱手行礼 露出一抹苦笑 面对黑衣老者时 他锐利的双眼中 竟是戴上了些许恭敬 黑衣老者笑着摇了摇头 淡然地说道 不过也无妨 有我在 收拾他轻而易举 其他鼓舞者 皆是惊奇不已地看着这一幕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这三名老者的身份 但从他们身上 散发出的气势 和古云晴恭敬的态度上来看 这三人 恐怕都不是等闲之辈 这是月山洪家的三位长老 有些见识较广的鼓舞者 认出了三人的身份 当即惊叫道 我靠 洪家的长老 洪家的长老 不都是武道宗师人物吗 对啊 没想到洪子平 居然让洪家派了三位长老来 对付这个绿色怪物 这 知道三人的身份后 众人都是惊叹不已 这可是三位武道宗师啊 加上古云晴 就是四位了 武道宗师神龙剑 手不见尾 平常他们可能 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位宗师 结果今天 一下子就来了四位 一时间 所有人 看向楚明 和刘鹤仪等人的眼光 都带上了嘲讽 和一丝怜悯 就像在看几具尸体 一个S级异能者 面对四位宗师 那岂不是毫无还手之力吗 这时 洪子平已经面带恭敬地 走到了黑衣老者身前 弯腰拱手行礼道 洪家弟子洪子平 拜见大长老 拜见三长老 拜见四长老 武道宗师 即使在洪家 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贵为长老 虽然洪子平他父亲 是洪家家主之子 但他父亲的身份地位 和一位宗师也不分伯仲 洪子平 当然要恭敬对待 子平 这就是你说的 你遇到的危险 黑衣老者 正是洪家大长老 他看着洪子平的眼神中 露出了一丝不满和责怪 沉生道 一个S级的异端罢了 用得着让家主 派三位宗师前来 前年晚上 洪子平的父亲 收到了一道信息 说是洪子平 在古家的武者聚会上 遇到了危险 需要派几名宗师前来 虽然洪子平的父亲 不知道自己的儿子 遇到了什么危险 但焦急如焚的他 来不及思考 当即就将此事 上报家主 由于洪子平 是当前洪家 三代嫡系中 修炼天赋最好的子弟 家主也很看重他 所以不敢怠慢 当即就下令 派了他们三位宗师 连夜赶来 但当大长老一行人 来到古家得知 具体的情况后 顿时就傻眼了 他们还以为 是什么危险 结果就是一个 S级的异能者罢了 大长老此时 心中十分不悦 对付一个S级异能者 需要三位宗师吗 就他一人 也能轻轻松松镇压 这 面对大长老的责怪 洪子平顿 实面色一炷 不知道说什么 他当天晚上 得到范小军的计谋落空 所以有些恼羞成怒了 只想着要尽快杀掉 楚明和刘鹤仪 根本没想那么多 现在看来 他确实是做得不妥 让三位宗师出山 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哎 大长老 子平年纪上小 不知轻重 你就别责怪他了 先把这个异端 给解决了吧 一旁的三长老 开口劝道 洪子平 可是宗师苗子 洪家老一辈的 鼓舞者 都十分宠爱他 哼 等回了家族 我再收拾你 大长老文言 也点了点头 冷哼一声 旋即也不再看洪子平 缓缓抬头 看向不远处的刘鹤仪 从进入大堂以来 大长老都没有正眼看过刘鹤仪 完全将对方忽略了 仿佛刘鹤仪这种S级的异能者 在他眼中 不足挂齿一般 他身为洪家大长老 舞蹈已入极巅 在舞蹈宗师中 也算得上最强的一批 自然是不会 把刘鹤仪放在眼里 大长老打量了 一下眼前这三米高的绿色怪物 眼底顿时浮现出一抹轻蔑和傲然 立刻道 果然是异端 这种物种 和如今的凶兽 妖兽何意 敢欺我洪家子弟 还杀我鼓舞界四位舞者后期强者 大长老的声音越来越高 浑身澎湃的真气缓缓运作 他的周身气流翻滚 血红色的内力喷涌而出 竟是在上方形成了一个 长达两米的血红色的虎头 虎头虽由内力构成 但却栩栩如生 锋利的虎牙反射着圣人的寒芒 竟然散发着一股血腥的气息 一端 当周 大长老一声爆喝 只见他单手一推 虎头瞬间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刘鹤一丝咬而去 在空中划过一条血色弧线 血虎公 古云琴等人目光一宁 这可是大长老的绝选 他们也没想到 大长老居然一出手就是杀招 显然是不想浪费时间 想要一招拿下这绿色怪物 其他鼓舞者虽然不认识这舞学 但虎头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让他们无比心计 纷纷忍不住后退几步 眼神中全是骇然 不愧是五道宗师啊 他们能感受到 这血色虎头的一击 威力极大 哪怕是一辆装甲车在这里 也会被咬成一坨废铁 这绿色怪物 肉身再强 能强得过装甲车 刘鹤一看着 扑面而来的血色虎头 目光也是一宁 五道宗师的一击 他也不敢怠慢 亦能力全力运转 他的周身寒流涌动 众人都感觉到 大唐里的气温瞬间 就降了下来 一阵阵寒风袭来 让这些气血旺盛的鼓舞者 都感觉到了些许寒冷 只见绿巨人庞大的身躯上 迅速地覆盖上一层厚重的冰甲 看上去就如同 从冰河世纪走出来的狂战士一般 随后 刘鹤一脚下猛然发力 向着那血色虎头附身冲去 大唐坚硬的地面 被他踩出一个个大坑 旋即他手掌握拳 浑身气血沸腾 挥出一记重拳 直接轰了上去 响应抗吗 大长老眼睛一眯 虽然他有些惊诧 刘鹤一身上突然出现的兵甲 但他并不觉得 对方能抗得下自己的这一招 以血阳弓的威力 即使是一名修炼横练功夫的宗师 站着这里 也会被这血色虎头拦腰咬断 但下一刻 大长老的面色就变了 只见刘鹤一的拳头 已经轰然砸在了 血色虎头的脑门上 两者就如同 两辆满载的大卡车相撞 发出一阵震耳欲容的巨响 一道无形的气浪 从两者中间席卷而出 整个大堂的桌椅 花盆等物都被冲击得粉碎 那些鼓舞者 也被这强大的气浪冲击得七到八歪 纷纷骇然 这宗师级别的战斗 比他们想象的还恐怖 连一道气浪 竟然都能让他们如此狼狈 而此时大堂中央 刘鹤一一拳命中后 目录惊讶 自己这全力一拳 相信一辆坦克都能砸扁 但居然 只是把这血色虎头的脑门 砸出了一个小坑 光芒暗淡了一些而已 血色虎头攻势一顿 然后趁着刘鹤一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在了他的手臂上 但那锋利无比的虎牙 咬在刘鹤一的冰甲之上 却连一丝冰渣都没咬下来 不得寸进 就这 刘鹤一冷笑一声 他这冰甲 可是连范小军都攻击都能抗下一些 这血色虎头 连他的防都破不了 刘鹤以猛的一用力 将血色虎头拽到地上 然后绿巨人庞大的身躯 直接压在他身上 用另一只拳头 疯狂地捶击血色虎头的脑门 如打铁一般的巨大捶击声响彻大堂 听得一众鼓舞者心甘直颤 连红家大长老内气话 围的虎头都奈何不了这怪物吗 这特么这是什么肉身啊 众人骇然失色 他们自然是知道 红家大长老的实力 即使在宗师中也是顶尖的一批 但却依然没有伤到刘鹤一分好 这防御能力已经完全堪比妖兽了 大长老也是面色微变 显然也没料到是这个结果 所谓妖兽就是凶兽之上的存在 和先进强者是一个水平 但让他不至于惊慌的是 虽然这绿色怪物防御力恐怖 但攻击力也不过相当于普通宗师 血色虎头硬生生抗下了绿巨人的十几拳猛击 最终还是光芒暗淡下去 化为一缕铝血色雾气飘散开来 刘鹤一从地上爬起来 绿色的双眸中满是亢奋 他回头看向大长老 浑身都燃起了战役 大长老对上绿巨人的目光 心头顿时一凝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蔑之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凝重 眼前这个绿色怪物 竟然有先进强者的防御力 哪怕对他而言也十分棘手 这时 刘鹤一已经一跃而起 脚下的大理石地板瞬间炸裂开来 巨大的身躯朝着大长老猛然扑去 大长老瞳孔一缩 旋即脚下轻点 只见他脚下爆发出一道血色气净 然后整个人骤然 冲天而起十几米 悬浮在半空之中 他身旁的三长老 古云琴等人 也连忙身形暴退 刘鹤一轰然 砸在几人园来的位置 地面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烟尘四起 会飞 刘鹤一皱眉 抬头看去 怒火上冲 双腿猛然发力 直接冲天而起 伸出手掌对着大长老抓去 大长老面色一变 内力运转 凌空一拳轰出 一个人头大小血色 虎形全径凭空出现 虎啸声骤响 随后 他的脚掌在空中连灯几下 整个人再次上升 竟是直接冲破了大堂的屋顶 飞向空中 刘鹤一被全径击中胸膛 猛然砸回地面上 好 刘鹤一迅速爬了起来 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 眼中满是怒火 旋即他再次用力跃起 同样冲破了屋顶 向大长老追去 老四 我去帮大长老 你守着子平 三长老对着四长老大喝一声 面色同样凝重 旋即运行内力 脚下青帘盛开 飞升而起 从屋顶的一个洞口中 飞了出去 他也没想到 这刘鹤一的防御力 竟然恐怖如斯 恐怕光凭大长老 一人的攻击 完全奈何不了对方 我也去吧 这一端的肉身 着实恐怖 一旁的谷云晴 脸色也有些难看 犹豫了一下后 也运转内力 追了上去 这就是宗师吗 一众鼓舞者 只觉头皮炸脸 这刘鹤一和大长老的战斗 简直触目惊心 这等破坏力 差点就快把整个大堂都拆了 简直不似人类 更让他们惊骇的是 原本他们以为一个大长老 就能轻而易举地干掉刘鹤一 但却直接被对方逼出了大堂 甚至还逼得其他两位宗师 一起动手 这个绿色怪物 简直恐怖 四长老站在原地 目光阴沉 显然他也没料到这个结果 红子平站在四长老的身后 他刚才直面刘鹤一的攻击 已然是被吓猛了 两腿都在发展 但下一刻 红子平猛然惊醒 扭头看向楚明一行人 狂喜道 四长老 赶快拿下那个楚明 那个异能者 是他的手下 如今 曙光唯一一个S级强者 已经被引开 而他们这边 还有四长老一个宗师 那楚明等人 岂不认他们拿捏 四长老文言 也猛然反应过来 看向楚明等人 眼中金光闪烁 也对 擒贼仙擒王 说完 他就运转内力 朝着楚明的方向冲去 见到这一幕 众多鼓舞者 一惊之后 皆是对楚明 投去了可惜的眼神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 A级鼓舞者 就要这么陨落了 确实可惜 但谁让他惹到 红子平了呢 但楚明 却一脸淡然地 看着冲过来的四长老 嘴角含笑 至于韩小雪 早就已经被吓傻了 此时颤颤巍巍地 站在楚明后面 连话都说不出来 还赶过来 我砍死你 范小军看着那四长老 却是怒火上冲 美眸中暗影缭绕 刚才大长老 和刘鹤一交手 把他面前的桌子 都掀翻了 早饭都撒了一地 搞得他非常不爽 现在 看到对方 居然还有人敢冲过来 他能忍 范小军刚要动手 一旁的楚明 却拉住了他 只见楚明无语道 你急个矛 给钢铁侠一个 出场机会行不行 啥 钢铁侠 范小军顿时一愣 没反应过来 这时 四长老 已经快冲到了楚明面前 眼中已经露出了 猙獰之色 但当他看到楚明脸上 毫无波澜的表情时 心中顿时十分古怪 对方一个 即鼓舞者 为何不怕自己 但还默等他想明白 他心头就是猛的一颤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瞬间席卷全身 这是一种 来自于强大实力的直觉 四长老面色大变 立刻停下脚步 瞬间将内力运转到极致 澎湃的内力 在他身体外部 形成了一个 坚硬无比的保护层 下一刻 在众多鼓舞者 骇然失色的目光中 一颗微型导弹 从屋顶的缺口处 射击而来 直接轰击在 四长老的护体内力上 哄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炸响 以四长老为中心 一阵璀璨夺目 到极致的火光爆发开来 众人首先感受到的 就是一阵 恐怖的热浪席卷而来 紧接着 就是澎湃的气浪 充斥着整个大唐 下一刻 黄暴的火光 疯狂席卷 夹杂着威力害人的冲击波 直接将整个大唐 移为平地 一众鼓舞者 全都被掀翻出去 一些实力弱小的 B级鼓舞者 在这恐怖的爆炸威力下 直接被炸飞 出去几十米 内脏破裂 当场去世 而那些实力稍强的鼓舞者 也是狼狈不堪地 栽倒在草地上 至于楚明等人 在微型导弹 射来的瞬间 就迅速地冲破墙壁 退到了大唐外面 丝毫没有被波及到 而那些 存活下来的鼓舞者 几乎每个人 都被巨大的轰鸣声 和冲击波 震得头晕目眩 肝胆欲碎 这 这是 这是导弹吗 怎么会有导弹 这是哪里来的攻击 莫非军队来了 一些A级鼓舞者 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们满脸的惊骇 和难以置信 抬头看向前方 那里的大唐 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 浓烟翻滚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消食 和火药的气味 热武器 舞者聚会 居然出现了热武器 而且还是 冲着四掌老去的 曙光 曙光的人 居然有热武器 而且威力 还如此恐怖 所有人骇然不已 这种情况是他们 完全没预料到的 要知道 这可是华国 连一把手枪 都很难弄到 更别提能 将一栋建筑 依为平地的导弹了 快退 所有存活的鼓舞者 在反应过来之后 完全顾不上自身的 是 疯狂地向后退去 他们生怕等会 还来一颗导弹 轰向他们 直到他们退出去几百米 才看到那浓烟的上方 居然凭空 悬浮着一个人形的物体 那物体浑身 由金红银三色的 特殊金属构成 充斥着机械杆 一只手臂和脚底 喷射着三道火柱 使它悬浮在半空中 而另一只手臂 还做着瞄准的姿势 缓缓放下 这正是出名的 傀儡穿戴的 马克六战甲 这是什么东西 机器人吗 这莫非 又是曙光的人 这特么是什么 这是高科技还是异能者 我TM 钢铁侠 刚才那导弹 就是它发射的 见到马克六 一众鼓舞者面面相去 满眼都是迷茫和精疑 完全不能理解 但还是有一些人 认出了马克六 当即惊叫出声 声音中充斥着不解 精疑和不可置信 这TM曙光 到底是什么组织 有个绿巨人的异能者 就算了 怎么还来了个钢铁侠 而且一来就放导弹 而另一边 楚明看着空中的马克六 以及对方造成的破坏 忍不住嘖嘖称奇 真不戳 这微型导弹真不戳 刚才马克六发动的攻击 正是前期的钢铁侠战甲 装备的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微型导弹 在钢铁侠役中 托尼穿戴马克三战甲 发射一颗微型导弹 直接将敌方的一辆坦克炸的吸烂 不过可惜的是 这微型导弹只能装备两发 不然以这种恐怖的杀伤力 马克三的战斗力评级 都至少能上300点 更别说马克六了 钢铁侠异能者 什么时候来魔都了 范小军一脸猛逼 吴奎也是懵了 这钢铁侠异能者 不是说待在江艳市的别墅里的吗 什么时候来的魔都 更猛逼的 还是韩小雪 他刚刚看到四长老 对着他们冲来 本来都以为必死无疑了 结果楚明 突然拉着他就跑到了大堂外面 紧接着 大堂就炸了 当他看到马克六 听到范小军的话后 更是直接陷入呆滞 半赏后才难难开口 钢铁侠的异能者 你们曙光 是复仇者联盟吗 又是绿巨人 又是钢铁侠 韩小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都快崩塌了 洪子平也是 存活下来的鼓舞者之一 他已然是被 吓得魂不守舍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和空中的马克六 谁他们知道 会发生这种情况 本来以为四位武道宗师 来收拾刘鹤仪 一个S级 已经是轻而易举 结果一个绿巨人肉身 恐怖到连大长老都无比棘手 这也就算了 三位宗师联手 应该还能解决 然后 现在又来了的钢铁侠 这他们什么剧情啊 写着剧情的人 脑子有病吧 洪子平完全不能理解 四长老 就这么死了吗 古文斌在一旁 骇然出声 文言 所有人也是一愣 纷纷看向那片浓烟 他们一群鼓舞者 在爆炸的边缘 都被搞得死的死 伤的伤 而四长老 可是被导弹攻击的目标 他能活下来吗 宗师是很强大 但这可是热武器啊 如今强大的武道世家 为何引识不出 不就是因为 枪炮出事吗 在现代威力恐怖的热武器下 别说是宗师了 连传说中 不先进强者 都难以抗衡 据说在上世纪 米国就有一个 SS级的顶尖强者 挑衅军队 结果被军队一路 轰杀到太平洋上 最终被硬生生 用重炮轰死 可见现代热武器的恐怖 楚明也饶有兴趣地 看着前方的浓烟 他也想知道 S级的强者 在面对热武器时 究竟能不能抗下 片刻后 浓烟散去 显露出来的是 一片焦黑的废墟 还有些许火焰 还未熄灭 废墟中央 一个焦黑的人影 躺在那里 浑身血迹 衣服 皮肉都带着烧焦的痕迹 整个人奄奄一息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想要挣扎起来 但却始终无法动弹 这正是洪家的那位四长老 堂堂一位 纵横天地的五道宗师 如今居然变成了 如此惨壮 所有鼓舞者 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五道宗师 在热武器之下 竟然是真的 如同草芥一般 毫无抗衡之力 四长老 至于洪子平 已经是一脸惊慌失措 慌忙地 隐藏在人群后方 然后猛然向远方跑去 那是大长老几人 飞走的方向 如今 刘鹤一将三名宗师引开 四长老又奄奄一息 楚明那边 又来了一个 可以杀死宗师的 钢铁侠义能者 红子平他深知 要是自己 再待在这里 恐怕下一个死的人 就是他 楚明看着废墟中的四长老 缓缓地走了过去 眼中尽是怜悯 好好做你的红家长老 不好吗 非要来惹我 四长老烧焦的面庞上 看不清表情 但眼中满是愤恨 似乎恨不得 将楚明抽筋把骨 他堂堂五道宗师 居然被对方 用热武器偷袭 简直就是耻辱 但喉管都烧烂了他 根本说不出话来 楚明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空中的马克六战甲 突然抬起了手掌 掌心中光芒大胜 一记掌心炮 对着四长老的脑袋射去 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四长老 哪还有力气阻挡 在他惊慌的目光中 他的脑袋 瞬间就被掌心炮打得炸裂开来 四长老 死 见到这一幕 所有鼓舞者 皆是心头猛的一颤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一代五道宗师 竟然就这么死了 在他们心中 五道宗师 可是天上神龙般的人物 居然在这钢铁侠手下 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这曙光 恐怖如斯 世俗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 异能者组织 仅次于九州了 所有人都在心中惊叹 无疑不敢到战力 因为他们知道 现在的局势 已经完全被曙光 给扭转过来了 一个绿巨人 一个钢铁侠 两个异能者 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是S级巅峰的存在 就算他们这边 还有三位宗师 也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对方要是想逃 完全能轻而易举地离开谷家 人群中的古文兵 面色殷勤不定 犹豫了半晌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向楚明的方向走了过去 楚 公子 这一切的事端 都是由洪子平引起 我家老家主对您出手 也不过是受了洪子平的蛊惑 而如今 您杀了洪家的四长老 又摧毁了我谷家大堂 既然如此 我们两方 就此扯平了如何 古文兵 走到楚明面前 弯腰行礼 虽然浑身 都忍不住地颤抖 但还是恭敬 又坚定地对楚明说道 他作为谷家 最出色的二代嫡子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家族的利益考虑 先前他答应 帮助洪子平对曙光出手 就是为了成洪家一个人情 对谷家好处极大 但是现在 曙光已经展示出了 真正的实力 这两位巅峰的S级异能者 恐怕连洪家 都不能轻易解决 所以 古文兵决定 及时止损 想要和曙光握手言和 哦 扯平了 楚明文言 似笑非笑地看向对方 你谷家的那个老头 现在正在和洪家的那两个宗师 在不远处 围杀我曙光的绿巨人 你现在还想和我扯平 楚明倒是不担心 刘鹤仪的安危 毕竟这家伙皮糙肉厚 三个宗师 显然奈何不了他 楚公子 我现在 立马就可以去让我家的宗师 停止对曙光的攻击 这样 你们就可以轻松地离开谷家了 古文兵弯着腰 低眉顺眼地说道 离开 我为什么要离开 楚明摇了摇头 轻蔑一笑道 敢对我出手 就该做好去死的觉悟 今天 这几个宗师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死在这里 楚明怎么可能会放过那几人 要是曙光 真的像对方猜测的那样 只有刘鹤仪一个S级异能者的话 那现在死的 就不是四长老了 而是他 什么 古文兵 直接懵了 他根本没想到 楚明居然会放出如此狂言 他愣了一下后 连忙道 楚公子 您可别开玩笑了 咱们现在能和平解决 对双方都好 他本来以为 自己说出 握手言和的条件 楚明会欣然接受 毕竟虽然曙光 有两个S级巅峰 但最多 也就能和他们这三名宗师 打得两败俱伤 而且 虽然那个钢铁侠 看上去轻而易举的 就击杀了四长老 但那不过是偷袭罢了 那V型导弹 虽然杀伤力大 但速度不快 连他一个B级 都能轻松地看清楚弹道 在正面战斗中 以宗师的反应速度 是能够很轻易地 躲过导弹的攻击的 要知道 就算是军队 要诛杀一位武道宗师 那也是采用 密集火力轰杀的方式 而不是单独的几发导弹 就能解决 所以 面对楚明的大放厥词 古文斌根本就不相信 对方有这个实力 笑 楚公子 要不我们还是 见好就收吧 听到两人的谈话 韩小雪 也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的想法 和古文斌一样 见好就收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的他 见识到楚明的强大势力后 连小弟弟都不敢叫了 楚明不想 搭理他们 直接控制着空中的 马克六战甲 朝着刘鹤仪等人 消失的方向飞去 其他鼓舞者 见到这一幕 也是心中一惊 满脸不可思议 这楚明什么意思 难不成还要和那三位宗师打吗 这 这是非得两败俱伤啊 狂妄 太狂妄了 真以为两个S级巅峰 就能正面杀掉三位武道宗师了吗 众人小声议论着 似乎都觉得 这曙光年轻的领导者 有些上头了 当马克六的身影 消失在众人视线里 人群中突然有人眼睛一亮 低声对周围的人说道 如今曙光 两个S级异能者都离开了 剩下的也就那楚明 有A级实力 我们这里 十几个A级 要不我们直接去把它拿下吧 众人文言 有些异动起来 但犹豫了半晌 都不敢行动 因为之前 四长老也是这么想的 而另一边 古文兵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显然没料到 楚明这么果断 直接就让那个钢铁 狭义能者赶去战场 哟 你看起来很不相信我啊 楚明突然转头 看向对方 顿了顿 似笑非笑地说道 不过你相不相信 也无所谓了 你也看不到 那三个老头的尸体了 楚公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古文兵一愣 眉头紧锁起来 他的心中 危机感涌现 忍不住后退几步 楚明没有回答他 只是看向一旁的吴奎 但笑道 吴叔 我知道你忍很久了 动手吧 好 吴奎重重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死死地 看向古文兵 眼神中充满了恨意和杀意 然后 在古文兵震惊无比的眼神中 吴奎摘下了脸上的口罩 露出一个刚毅的脸庞 你 你是吴奎 古文兵骇然失色 他身为古显东的父亲 自然是知道古显东做了什么 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一直跟在楚明身后 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居然就是吴奎 古文兵待至半秒后 瞬间内力爆发 转身就欲逃跑 在他的印象中 吴奎可是A级顶尖异能者 而他 只是B级 而他和吴奎 可是有着深仇大恨 但吴奎此时也动了 只见向前 他一跺脚 一道道巨大的岩石 尖刺瞬间 从他脚下冒出 然后延伸出去十几米 古文兵正在跑着 就被一根从地底冒出的岩石尖刺 捅进了后背 穿过心脏 然后从胸口刺出 此时 在古家庄园的海岸线上 大长老 三长老 以及古云晴 纷纷悬浮在半空中 不停地对着下方 发出一道道气近攻击 三人的表情都格外地轻松 下方的沙滩上 刘鹤仪变成的绿巨人 将所有攻击 通通吃下 被打得节节后退 时不时的 刘鹤仪趁着三人攻击的空荡 猛地跳起几十米的距离 想要抓住其中一人 但三人都反应极快 看着刘鹤仪扑来 就迅速运转内力 凌空踏步而行 轻松躲过对方的扑击 绿巨人 虽然跳跃能力极强 能轻松跳起上百米的高度 但在空中 根本无法借力改变方向 每次只能眼睁睁 看着三人躲开 卧槽尼玛 你们有种下来 刘鹤一爆喝出声 心中怒火沸腾 他感觉自己 就像个没有位移的坦克一样 被三个机动性极高的射手 疯狂疯着 自己连摸都摸不到一下 虽然三人的攻击 都有些刮痧 但这种行为 就像在调戏刘鹤一般 让他十分恼怒 古家主 老四 你们看这一端 已经是恼羞成怒了 大长老哈哈大笑 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刘鹤一 打出一道道血色全静 一端就是一端 只是肉身强大把了 三长老也轻笑摇头 手中掐着皱印 内力形成一道道青色的莲花 不停地对着刘鹤一 冲击而去 在之前 他们发现 刘鹤一的防御力 居然堪比妖兽时 心中十分凝重 以为对方很难解决 但当他们和刘鹤一 正式交手之后 才发现 这个绿色怪物虽然速度极快 跳跃能力也极强 但却没有飞行手段 而他们三人 都是舞蹈宗师 能够施展身法 悬停在空中百米之上 所以 这个绿色怪物 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 我看这个异端 能承受多少道内力气净 古云琴也是大笑一声 心中无比畅快 疯狂地发泄着 刚刚被刘鹤一 一拳打飞的怒火 他们觉得 不管这个绿色怪物的肉体 有多强 也断然不可能 承受得住他们 接连不断地攻击 事实 也确实如此 刘鹤以此时身上的兵甲 都开始出现了裂痕 三个宗师的 每一道气净 威力都堪比一枚 穿甲狙击子弹 他此时已经扛了 上千道气净了 即使是这坚不可摧的兵甲 也有些扛不住了 我们只要 慢慢耗死他就行了 大长老一脸淡然 一边攻击着 一边从身上 磨出一个精致的玉瓶 然后倒出几枚丹药 分给了旁边两人 这是回气丹 能迅速恢复内力 大长老解释一声 然后将丹药吃下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回升 攻势也更加迅猛起来 三人连绵不断地发出 气净再加上 长时间施展身法悬空 内力消耗极大 但有这回气丹 就不成问题了 至于大堂那边 他们就更没有担心的必要了 曙光唯一一个S级 已经被他们引开 而四长老还留在大堂里 他们相信对方 很快就能将曙光的 那个楚明给解决掉 待他们杀掉刘鹤仪 这一切就结束了 三人吃下回气丹后 攻势更猛 绿巨人的身躯 直接被捂 得气净暗在沙滩之上 无法动弹 虽然这些气净 并不能对刘鹤仪 造成实际上的伤害 但却让他无比地憋屈 R&M 这打个锤子 老子摸都摸不到 刘鹤仪心中 有着万分怒火 但却无可奈何 此时的他 已经有了些许退意 想回去找楚明了 他可不想在这里白挨打 要是楚明 或者范小军在的话 轻而易举地就能干掉他们 小军啊 你说你非要装什么便 这三个老头 不是独夜三口 就能解决的事情吗 刘鹤仪忍不住心中吐槽 但就在这时 远处谷家大唐的方向 突然传来一阵 巨大的爆炸声 大长老三人 皆是面色一变 手中攻势一顿 纷纷看去 刘鹤仪也是一愣 然后抬头看去 只见远方的谷家大唐 爆发出一阵耀眼的火光 席卷起十几米的浓烟 整个大唐瞬间 被炸出了大唐之外 大部分人都倒地不起 当场身亡 热武器 大长老三人面色俱变 他们身在高空 又是S级实力 将大唐那边的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情况 这完全是一颗导弹的威力了 为何会有导弹袭击 我谷家大唐 谷云琴雀是目自欲裂 谷家大部分的鼓舞者 可都在大唐内 他一眼望去 居然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这些鼓舞者 可是他们鼓家的根基 居然就这么死了 让他瞬间怒火腾上 等等 那天上是什么东西 一旁的三长老 突然目光一凝 大脚出声 其他两人 这才赫然发现 那龙烟的上方 居然悬浮着一个金属人影 正是马克六战甲 莫非是这个东西 发出的攻击 这难道也是那个 鼓光的异能者 鼓光竟然有两个S级异能者 大长老金仪不定地看着那边 完全没料到 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时 龙烟消散 四长老惨不忍睹的情景 顿时出现在三人眼前 老四 大长老和三长老 同时惨叫一声 心中大海 紧接着 他们就看见 马克六抬手 发出掌心炮 杀死了四长老 随后 马克六 竟然是朝着他们这边飞来 而且在飞行过程中 对着下方 正在逃跑的洪子瓶 发起了攻击 只见无数的飞弹 如密集的雨点般 向洪子瓶覆盖而去 以洪子瓶A级的实力 完全抵挡不了这些飞弹 眨眼间就被打成了筛子 堂堂洪家大哨瞬间去世 紫瓶 大长老当即怒吼一声 玄机也顾不上 对刘鹤仪的攻击 火急火燎的 向马克六的方向迅速飞去 天杀的曙光 竟敢杀我洪家嫡子 三长老也紧跟其后 满脸的愤怒和焦急 他们可是奉家主之命 来保护洪子瓶的 结果现在他们就这么 眼睁睁地看着洪子瓶死在眼前 不仅如此 甚至连四长老都陨落了 他们如何能承受 得起家主的怒火 只有让曙光众人血债血偿 该死 竟然有两个S级 古云琴同样杀一沸腾 但他却没有动身 因为他要继续压制 驻下方的刘鹤仪 他之前对曙光出手 只不过是为了 卖洪家一个面子 但是现在 见到古家众多子弟 被对方所杀 古云琴已经对曙光 产生了必杀之心 两个S级又如何 他们可是三大宗师 他今天势必 要将曙光所有人碎尸万段 沙滩上的刘鹤一面色一喜 他也看到了远方飞来的马克六 虽然他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他知道 他扛了这么久 都得伤害 输出终于是来了 刘鹤仪兴奋无比 感觉自己浑身力量 都沸腾起来 直接无视掉了 古云琴艺人的攻击 对着大长老和三长老 两人就是疯狂跃去 看到刘鹤仪跃来 大长老和三长 老只能被迫停下身形 向侧边闪躲 他们深知 要是被这绿色怪物 从空中扯了下去 以对方的蛮力 恐怕根本看不下对方几拳 他们可不是横练宗师 肉身可没那么强大 刘鹤仪再次扑空 落回地面 但他却不再恼怒 目光灼灼地 看向远方的马克六战甲 马克六战甲 此时已经飞到距离 大长老两人两百米的距离 他突然止住身形 抬起了一只胳膊 小臂闭甲处 一阵机械声响起 露出一个两指粗细的 导弹型物体 这正是马克六战甲的 第二发微型导弹 下一刻 微型导弹对准大长老发射了过去 尾部的火焰 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 不好 热武器 大长老目光一凝 他在这微型导弹上 察觉到了一丝 极度危险的气息 如果被这东西打中 恐怕他的下场 比起四掌老好不到那去 不过他早就有所防备 只见他面色肃然 浑身血红色的内力 涌动而出 聚集在他身前 疯狂压缩 化为一颗 手指粗细的血色虎牙 旋即大长老念头一动 血色虎牙 瞬间向前击射而去 在半空中和那颗微型导弹 撞击在了一起 将其拦截在了百米之外 无比巨大的爆炸声 在半空中响起 一朵由火焰组成的云朵 膨胀开来几十米 宏大的气浪 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大长老两人 被气浪冲飞出去十几米 但却毫发无损 很快就稳住了身形 目光冰冷地 看着前方的马克六 这就是刚刚杀死老四的攻击吧 威力真够大的 三长老心有余悸 但又有些疑惑到 这个东西 到底是异端 还是现代科技 管它是合物 今天都必须给老四 和子瓶陪葬 这武器威力大又如何 速度太慢了 大长老怒哼一声 旋即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化为一道血色流光 向马克六战甲急速冲去 也对 速战速决 先杀了他 然后再解决那个绿色怪物 三长老也抱呵一声 化为一道青色流光 紧随其后 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发出气静攻击 在正面战斗中 这种单独的几发导弹 是奈何不了五道宗师的 轻易地就能用内力在空中拦截 而且只要它们速度够快 这种导弹根本打不中它们 马克六战甲 见两人冲来 脚下的喷射器 瞬间爆发出凶猛的火焰 身形暴退 手中不停地发射出掌心炮 它的两发微型导弹已经用完 肩甲上装备的12管迷你炮 也在杀红紫瓶的时候用掉了 现在的马克六 唯一能持续攻击的武器 就只有掌心炮了 每一发掌心炮的威力 和对面两个宗师 发出的气静攻击相差无几 大肠老两人面对掌心炮的攻击 也不敢硬抗 只能侧身躲避 然后迅速发出攻击 阻挡马克六战甲的后退速度 三道身影在空中你追我赶 无数的气静和激光疯狂四射 而另一边 刘鹤仪根本跟不上三人的速度 只能将牵制住古云瓶 让他不能过去帮忙 该死的异端 古云瓶脸上极其难看 怒火中烧 眼中又要喷出火来 宗师虽能浮空而行 但凭借的是身法武学 并不能算得上真正的飞行 飞行高度极其有限 处于绿巨人的扑击范围之内 面对这个刀枪不入 跳跃能力极强的绿色怪物 古云瓶也只能与其纠缠 不能脱身 古家大唐的废墟处 楚明几人和一众鼓舞者 和两个异能者的战斗 他们发出的每一道攻击 都蕴含着巨大的威力 偶尔有几发攻击 落在下方的建筑或草地上 都能造成催枯拉朽般的 毁灭性杀伤力 这也太恐怖了 宗师级别的战斗 真的是触目惊心 他们这是要将古家庄园 给拆了吗 所有鼓舞者都颤颤巍巍 心惊胆战 他们不少人用惊骇的目光 看向楚明几人 但目光多数停留在吴魁身上 因为在刚才 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人 竟然也表现出了A级的实力 将古文斌给轻而易举地杀了 这个吴魁 竟然是个土戏的异能者 这个曙光 到底有多少异能者 本来还想对楚明几人出手的 一些鼓舞者 也不敢动心思了 谁知道曙光里 会不会又冒出一个A级 或者S级 这时 不远处一群人 朝这边跑了过来 满脸的惊慌失措 这些人 正是古家的其他人员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 古家的现任家主 古东忠 古东忠年过半百 此时 在几个古家 二代嫡系的搀扶下 看着空中的战斗 已成废墟不少建筑 和他的儿子 古文斌 以及古家众多古武者的尸体 老眼中满是悲痛和愤恨 他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对于弘家 和自家的宗师 要对曙光出手的事情 古东忠也是知情人 而且也正是他 让古云情出关的 想要成一个弘家的人情 本来以为 只是一个S级的 变身系异能者而已 四个宗师 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 结果现在 他们古家的古武者 死得死伤的伤 连庄园都快被打成废墟了 他先前还不理解 为什么曙光 一个异能者组织 要来参加武者聚会 但当他看见 无奎杀了自己的儿子后 一切都明了了 古东忠 对于自己孙子古险东做的事情 也是心知肚明 无奎的妻儿 现在就正 在庄园的某个角落关押着 好好好 原来是来救人的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救 古东忠站在那里 满眼都是怒火 但却不敢靠近 楚明等人 他只是一个 B级古武者 自知不是无奎 和楚明的对手 但是 他并不觉得 楚明他们能打得过 这三位宗师 不仅是他 其他人也这么想 因为远处的战斗 已经快出现了结果 马克六战甲 在两位宗师的围攻下 身躯上 已经是伤痕累累 甚至面甲上 都被内力气劲打击的 凹陷下去一整块 胸口的方舟 反应堆的光芒 都有些暗淡了 虽然在战斗过程中 马克六战甲 也用了一次 雷射激光 将一大片树林 都拦腰斩断 但大肠老两人速度 运行到极致 直接坠入地面 勉强地躲过了攻击 而且 两人的攻击 多半都是对着 马克六的喷射器而去的 虽说指命中了几下 但也让马克六战甲的 飞行系统 大大受损 速度骤降 很快就会 被大肠老两人追上 而另一边 古云晴和绿巨人 纠缠在一起 难分高下 只要大肠老两人 解决了马克六战甲 就能回头 和古云晴 一起对付绿巨人 三位宗师合力 消灭对方 也不过是多花一点时间而已 此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样打下去 钢铁侠和绿巨人 是必败无疑 一端就是一端 怎么可能在正面战斗中 打得过纵横天地的 武道宗师 没错 那个钢铁侠异能者 不过是一个 只会偷袭的小人罢了 如果他不是 陈宏家四长老不备 突然用导弹袭击 四长老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陨落 什么狗屁曙光 杀了我们古武界 这么多的鼓舞者 必定要叫他们 血债泄偿 见到这一幕 一些古家的人都松了口气 玄机面露 疯狂在心中 嘲讽起楚明几人 极度的愤恨 恨不得将几人抽筋拔骨 今天他们 古家可谓是损失惨重 如此多的鼓舞者死去 以后的古家实力 和势力 必然缩水一大减 像古家这种强大的舞蹈世家 核心人物 都是鼓舞者 其次才是那些公司 势力的掌权者 古家的亿万资产 都是建立在 强大的舞蹈实力之上 如今古家 死了这么多鼓舞者 相当于失去了 大部分中流砥柱 没有这些 舞蹈实力支撑 古家的很多家产 想必很快就会 被其他势力吞下 古家的人现在 对楚明他们现在 简直是恨之入骨 而那些其他门牌的鼓舞者 也是面露兴奋 他们都有不少同门师兄弟 在刚刚的爆炸中丧生 他们现在只希望 这三位宗师 杀掉那两个S级异能者之后 赶紧将楚明等人处决 为他们的师兄弟 报仇血恨 楚明 那个钢铁侠要扛不住了 范小军也扯了 扯楚明的衣袖 美眸中带着一丝担忧 他也看出了 马克六战甲的颓势 是啊 楚公子 我们赶紧跑吧 等到时候 他们败下阵来 我们再跑 就来不及了 韩小雪 慌张不已地喊道 他看着旁边众人 虎视眈眈的眼神 郊躯微微站立 楚公子 要我去帮他们吗 吴奎也低声道 他现在实力也有S级 和几个宗师 也有一战之力 听到几人的话 楚明微微叹了口气 撇了撇嘴道 算了 看来宗师 也没这么容易解决 他本来对刘鹤仪 和马克六充满了信心 觉得他们对战 这三个宗师 应该是轻轻松松 但真正战斗下来 他才发现 绿巨人和马克六 都有些短板 和武道宗师这种能力 比较全面的S级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些 比如绿巨人 没有飞行能力 只能被几人封着 而马克六战甲呢 有飞行能力 速度也极快 热武器的杀伤力 也很强 但是身板却较脆 而且不能持续造成 毁灭性的杀伤力 二达三 落下下风 也是情理之中 这些短板 看来得想办法 给他们补齐了呀 楚明心中暗想着 他让刘鹤一和 马克六出手 也是为了看一下 他们的实战能力 发现了短板 也好想办法解决 不过 楚明现在 也不想浪费时间了 他打算 直接让范小军出手了 但就在这时 远处的天边 突然传来一道 苍老又雄厚的声音 哈哈 今天的骨架 可真是热闹啊 那老夫 也来凑个热闹 在场的所有人 皆是一愣 纷纷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的天空 一道白色的流光 急速朝着众人飞来 这流光 最开始 只有拇指大小 很快就变成篮球大小 众人都看见了 白光里包裹着 一个鹤发童年 穿着白色道服 看上去先锋道鼓的老者 凭空飞行 内里外放画行 竟然又是一位武道宗师 怎么又来个宗师啊 这是哪门哪派的宗师 众人皆是惊叹出声 这是华山 韩家的武长老 他怎么也来了 有鼓舞者 已经认出了老者的身份 更是惊疑不定 这已经是今天出现的 第五位宗师了 鼓舞界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这么多宗师 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的场景了 我知道了 韩家的长老 是来杀那个韩小雪的 有人恍然大叫道 众人闻言 也是恍然大悟 心中明了了 韩小雪 作为韩家傀儡 私自修炼 在顶尖武道世家中 可是死罪 而且 韩小雪的修为 今是A级顶尖 韩家派一位宗师 来杀对方 也是情理之中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 看好戏的目光头像 来楚明那边 韩小雪在听到 白衣老者声音的那一刻 已经是吓得惊慌失措 浑身颤抖 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 他也没想到 韩家竟然这么快 就派了一位长老来杀他 楚公子 你们快走吧 不要管我了 他是冲我来的 韩小雪面露绝望 愣了半晌后 大声地对楚明喊了一声 现在曙光的两个S级 都在战斗 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面对一个武道宗师 韩小雪觉得 楚明这几人 根本反抗不了 韩小雪也不想因为自己 牵连到楚明几人 但是楚明却质若罔闻 只是抬头看着那白衣老者 面露无语之色 喃喃自语道 怎么又来一个送人头的 范小军也疑惑地挠了挠头 不明所以 此时白衣老者 已经飞到楚明几人的上方停下 他打量了几人一眼 目光停留在韩小雪身上 冷笑一声 你这个杂种 如果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能为家族赚钱 家族早就将你处死 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竟敢私自修炼 韩小雪紧咬银牙 不敢作声 心中充斥着羞辱和绝望 每次家族中的人见到他 都会叫他杂种 嘲讽他 辱骂他 他都无力反驳 所以 他才会渴望力量 渴望修炼 渴望成为武道宗师 这样所有人都不会再看不起他了 但是现在 他似乎是死死无生了 听到白衣老者侮辱的话 楚明倒没什么反应 因为这个老头在他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了 但范小军却眉头一皱 直接称赫道 老头 你说话放干净点 信不信我看死你 白衣老者闻言 顿时一愣 眉头皱起看向范小军 又看了看其他几人 最终目光停留在楚明身上 忍不住笑道 楚明 曙光 你们这些年轻人 可真有意思 二十岁不到的古武者 如此天赋 不去败入武道门派前行修炼 却在这里拉帮结派 建立什么异能者组织 简直是浪费天赋 白衣老者自顾自地说着 浑身内力沸腾 语气突然严厉起来 喝道 身为古武者 却拉拢一端 对我古武界武道宗师出手 简直胆大妄为 小辈 你难道不知道 宗师不可辱吗 如武道宗师者 当斩之 你们曙光 就和韩小雪 这个杂种一起陪葬吧 白衣老者 声音洪亮无比 夹杂着来着宗师的威严气度 完了 这下跑不掉了 韩小雪听到这些话 顿时面露苦笑 心中十分自责 如果不是他 韩家的宗师就不会来 楚明他们还有机会 活着离开谷家 但是现在 韩小雪一脸苦涩地抬头 看向楚明 如此天赋异禀的小弟弟 居然要被他害死了 但楚明却有些不耐烦地 皱了皱眉头 你个老头 废话也太多了 比前面四个加起来都多 你说什么 白衣老者 文言顿时一愣 显然没料到楚明这个反应 对方一个 A级面对自己 不应该害怕吗 韩小雪也愣住了 他看向楚明 却赫然发现 对方依然十分地淡定 难不成 楚明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他想到 楚明每次都能让他 震惊地底牌和势力 一时间 心中竟然是莫名地 升起一抹希望 楚明不管几人的反应 自顾自地 转头看向身边的范小军 淡然道 小军 砍死他们 早点解决 等会去吃饭 好 范小军顿时美目一亮 他刚才早饭才吃到一半 桌子就被掀翻了 正饿着呢 而且 他早就看这个白衣老者不爽了 只见他的双眸 瞬间化为犹如深渊般的黑色 两团暗影在眼眸深处跳动 如同两缕黑色的火焰 韩家这个武长老 要对楚明几人出手了呀 哈哈 真是天诛我古武界 武长老说得好 宗师不可辱 这是每一个修炼武道之人 都懂的道理 但是这个楚明却不懂 该死 武长老 杀了他们 为我们古武界报仇 古家众人和一群古武者 听到白衣老者的话 心中畅快无比 满眼都是亢奋 更有甚者直接叫了出来 欢呼雀跃 如今曙光那两个S级异能者 已经是强弩之末 现在华山武长老又来了 曙光已经是陷入了 十死无生之境 而另一边 洪家大长老 二长老 以及古云晴 也远远地看见了白衣老者 面色也是一喜 韩家老武这老头 居然也来了 这是来杀韩小雪那咋种的吧 三长老欣喜出生 然后手中猛然释放出一道清廉气净 对着不远处的马克六战甲攻去 马克六战甲此时双腿的喷射器 已经被打烂一个摇摇晃晃的飞行在空中 只能勉强躲过两人的攻击 躯壳上更是坑坑洼洼 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里面的机械结构 应该是的 大长老点了点头 然后大笑道 不过以我对那老头的了解 这家伙肯定也会对那个楚明出手 这下曙光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了 让曙光血债血偿 这下也能勉强回去 和家主交差了 三长老笑了笑 凝重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他们现在加起来四个宗师 而且这个钢铁侠异能者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到时候四人联手 杀掉那个绿巨人异能者 简直是轻而易举 曙光 一个也别想活 但是下一刻 大长老 三长老 古云琴三大宗师的眼神中 猛地浮现出深深的骇然和恐惧 眼睛陡然瞪大看着楚明那边的方向 而那些原本狂喜的古家子弟 以及各门各派的古武者 脸上的表情也瞬间僵硬 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万状 和难以置信 整个古家庄园的天空 瞬间黑暗下来 一道道漆黑如墨的烟雾凭空浮现 很快就充斥着整片天地 在场的所有人 仿佛一瞬间 就从人间跌入九幽深渊 四面八方压迫而来的恐怖气息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在所有人骇然失色的目光中 天边的黑色烟雾 迅速聚集到一起 形成一片巨大的暗影 片刻后 暗影疯狂扭动 竟是化为了一把巨大的黑色镰刀 这黑色镰刀 长达二十米 似乎纵横整片天地 其中仿佛蕴含着恐怖至极的力量 似如地狱死神 收割生命的刀刃 紧接着 众人就看见 一道如妖魅般的焦厉身影 猛然冲天起 一瞬间就跃起几十米 竟是直接冲到了白衣老者面前 这时众人才看清楚 那道身影 全是范小军 此时的范小军 黑发黑眸 整个人的气质 如同九幽深处的魅魔 他七双赛雪的玉手 直接握住了那白米镰刀的刀柄 娇小的身影 在空中弯成一条弧线 然后猛然向面前的白衣老者劈去 白衣老者早已是面色狂变 那里还有之前先锋倒鼓的模样 他看着那似要切割苍穹的黑色镰刀 从天上对着自己砍来 已然是被吓得肝胆剧烈 他刚才听到范小军说要砍死自己 还以为这小姑娘说的形容词 哪知道 这尼码是个动词啊 SS即异能者 白衣老者瞬间反应过来 这个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居然是一个堪比仙境的SS SS即顶尖强者 不过这已经是白衣老者的最后一个念头了 那黑色镰刀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他根本来不及逃跑或者防御 就直接被其命中 只是一瞬间 白衣老者那能抗下冲锋枪扫射的护体内力 在黑色镰刀面前就如同纸糊的一般 瞬间炸裂 紧接着炸裂的就是白衣老者的身体 在黑色镰刀恐怖至极的力量下 他瞬间就被打成一团血雾飘散开来 一带五道宗师 出场不到五分钟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打爆了 物理上的打爆 而黑色镰刀于是未消 继续向地面劈去 直接在古家庄园的地面上 劈出了一条长二十米 深达数米的巨大裂缝 整个古家庄园 此时一片死寂 静若寒蝉 那些古武者和古家子弟 一个个瞠目结舌 呆若目鸡 似乎完全不敢相信 这一幕是真的 这是天威啊 这个女子竟然能引起天地异想 这是 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她是SS级 众人死寂了半赏 才有人颤颤巍巍的开口说话 不管是古武者还是异能者 在运转能力时 能引起天地异想 那就是SS级 他们惊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打死他们也想不到 曙光里面居然有个SS级的顶尖强者 那可是堪比先进的存在 当今华国 世俗中已知的SS级 只有九州的领导者一个 而影视的古武者中 SS级实力的先进强者 也不到十人 每一人都坐镇在一个顶尖武道世家 或者门派之中 几百年都影视不出 而近一百年 除了九州一号外 华国都没有第二个SS级出现 如果说武道宗师在古武者心中 是天上神龙一般的存在 那先进强者 那就是真正的神明 真正的先人 而这个一直跟在楚明旁边 每次宴会上 只知道埋头吃喝的小姑娘 居然是个SS级 这简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而另一边 大长老两人 早已是陷入了呆滞 他们上一秒还在想着 曙光这次必死无疑 结果现在居然就发生了这种变故 SS级 沃尔尼玛 快跑 大长老反应过来之后 面色瞬间变得如同吃西了一样 堂堂武道宗师 竟是直接爆出了粗口 然后他也顾不得继续攻击马克六 转身疯狂地运转身法 向远方逃去 三长老的反应 也和对方如出一辙 疯狂地逃跑 他们洪家的家主 就是SS级的先进强者 所以他们深知武道宗师 在SS级强者的手下 有多么不堪一击 所以 当他们看到范小军展现出来的实力后 也顾不得思考对方为什么是SS级 下意识的反应 就是赶紧逃命 让他们根本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曙光里面有个SS级 却不早点出手 偏要让两个S级和他们打 这个曙光的领导人 有什么毛病 非要扮猪吃虎是吗 范小军从空中落下后 正正地看着前方 自己劈出来的巨大裂缝 一脸呆萌地挠了挠头 利用大了 他提升到SS级才只有几天时间 前面三年都是S级 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 所以在面对白衣老者一个宗师时 下意识地就用了全力 小军 你这个B装得太好了 楚明在不远处兴奋地叫道 竖起了大拇指 他看着周围众人呆滞的目光 不由地赞叹范小军的装逼水准 范小军这一记暗影镰刀 简直是天地色变 把这些古武者和古家子弟 都狠狠地震慑住了 而且本来以对方的实力 杀那个白衣老者 根本不用花这么大阵仗 所以这一看就是在装逼啊 楚明没想到 范小军也是个这么喜欢装逼的人 简直太合他胃口了 他已经美滋滋地想象着 等会能获得的巨额积分了 啊 范小军一脸迷茫地挠了挠头 不明所以 呦 居然跑了 楚明这时 才看到远处的天边 那三个宗师 已经化为三道流光 疯狂逃窜着 不由地嘴角上扬 然后看向范小军 小军 快去把那三个老头也砍了 哦 古家的那个老头还得留着 抓过来就行 哦 好的 范小军也缓过神来 对着那三人的方向 就是猛然跃起 掀起一大片暗影 瞬间就跃出去上千米的距离 比那三个宗师飞行的速度还快 很快 范小军的身影 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这 那三位宗师 能跑掉吗 一位古家子弟 对着家主古东中颤抖地说道 其他人也看向古东中 一脸的骇然和担忧 面对范小军这样一位SS级 他们对自己这边的几位宗师 再也提不起自信了 古东中沉默了半赏 才苦笑摇头道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闻言 一群人面面相去 眼中皆是一片悲凉 最终他们都沉默了 SS级的实力太恐怖了 武道宗师在S级手中 就如同孩童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不然 为什么古武界称 SS级实力的古武者为仙境呢 武者再强 也只是人 而仙境 那已经是突破人类的存在 放在古代 那就是得到成仙的神仙 神仙对凡人出手 那不是像碾死一只蚂蚁一般吗 而且 众人对于曙光 要对三位宗师赶尽杀绝的做法 他们也都无话可说 毕竟连S级的宗师都是不可辱 更何况是拥有SS级强者的曙光呢 哪怕对方要把他们全部都杀了 他们也无可奈何呀 古家甚至是古武界 这一次 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拥有SS级的实力 堪比顶尖武道师家 堪比九州 曙光从今日起 恐怕就要明阳滑下了 不少鼓舞者满脸凄凉 难难自语 SS级的强者出手 居然能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吴魁一脸哑然 对于范小军的那一刀 他也是心有余悸 楚明点了点头 刚刚整个天地突然黑暗下来的场景 把他都吓了一跳 所以他才会感叹 范小军这个毕章的好 而一旁的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